巫婆婆的话说得苍凉 悲且 光是听听就毛骨悚然 把陆尘说得与天煞孤星一般 但其言语之犀利 又好像洞悉了天机似的 不由陆尘不信 记忆中 陆尘翻开一幕又一幕惊险的画面 似乎每一个跟自己有关系的人 都会遇到无数的麻烦 伴随着危机生存 在回想修煞时 敬老的坠坠之言 把自己比作丧门星一类的人物 遇险逢难如同家常便饭 陆尘竟有一丝陷了 信归信 陆尘绝不可能甘心 看着已经满面梨花待遇的爱人 陆尘心中更有极大的不甘 婆婆 告诉我 怎么做 才能我道不顾 杀 从来都是清河典范的乌婆婆 嘴里狠狠地蹦出一个字 跟着 说 沙孤之路 石血扑酒 天摇灭你 你便逆天 这条路是沙出来的 沙浮了天 你便不孤 沙浮了天 我便不孤 陆尘咬了咬牙 双拳死死地握紧 乌婆婆在陆尘的眼中看到了希望 不由点了点头 鸡爪似的老手轻轻一抬 一面光滑四射的宝镜 出现在她的掌心当中 玄光镜 陆尘没有看错 乌婆婆手中拿着的 正是奇境老人的玄光镜 把玄光镜交给陆尘 乌婆婆道 这是老头子 不惜生命危险 让我交给你的东西 玄爷并不知道 你拿好它 这里有老头子留下的话 等到你实力达到足以让玄光镜 认同的境界 自然会开启 到时候 你便知道老头子安排什么给你了 乌婆婆说完 淡淡地看了左青汉一眼道 给你们六十息的时间 我知道你们还有话要说 不过要快 赶在宣夜之前离开 否则 老头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说完话 乌婆婆飞到远处 带乌婆婆走远 左青汉跪在了陆尘的身边 那张精致的小脸 俨然哭得不成样子了 抽气了半晌 左青汉抹了抹眼泪 柔声道 哥哥 别怪汉儿 汉儿不怕死 只不过 汉儿还有更重要的事去做 必须跟婆婆回去 陆尘神色黯然 直到左青汉飞走不可 便问道 告诉哥哥 去哪儿能够找到你 左青汉明白陆尘的心意 两人自小相依为命 情愫暗生 苦于煞盗的宿命 始终分分合合 但两人爱情从未有着衰减 就算天各一方 也各相安私 左青汉道 看起玄光镜 哥哥就会知道汉儿的下落 汉儿等着哥哥 永远等着 还有灵儿 灵儿 陆尘顿时呆住 拼着最后一丝力气 抓住左青汉的双臂 紧问道 灵儿 什么灵儿 左青汉少女的笑容 消失不见 突兀露出一丝 陆尘曾经在盘云眼中 看过的慈爱之光 说 灵儿 就是我们的孩儿 惊喜来得太过迅猛 致使陆尘的大脑一片空白 你是说 我们的孩子 我们有孩子了 汉儿 陆尘正惊喜地追问着 远处乌婆婆却是浑身一震 低喝道 你说的太多了 现在跟我走 左青汉不敢有为 在陆尘看来 好像说出自己有孩子的事 乃是最大的忌讳似的 又觉得 左青汉没有怨脑乌婆婆的不通情理 里面肯定大有文章 陆尘刚想发问 却被左青汉的小手捂住 摇头道 哥哥 现在汉儿不能说 你只需知道 此次下界 乃是因为灵儿的原因 让汉儿功力大师 只能从凡间找回 而再次回去 也是为了灵儿 你要快 我 静老婆婆 灵儿 等着你 极为不舍地说了几句 左青汉终是不忍心地站了起来 随后一步一步倒退着 两只紧紧相连的手 如此这般的艰难地分开 直至那虚空深处 只剩下陆尘自己 虚空深处 估计的人影 半喜半忧地沉醉 在凛冽的刚风中 回忆着这一日来的变化 陆尘说不上是什么感受 他只知道 有人离开了 经老危险了 而自己多了一个孩子 素未谋面的孩子 他叫灵儿吗 陆尘半跪半坐在乌煞云上 举头望着星空 满天星辰格外耀眼 不过马上 那灰光又黯淡了下来 经老 经老 有危险 妈的 恶狠狠地低骂了一声 陆尘指着长空喝道 贼老天 老子不管你他娘的安排了什么狗使天命给我 就算有 老子也要逆天改命 好 决心已定 陆尘愤然站起 刚刚恢复出来半点的法力 竟然将御瓦空间打开 半只脚踏入御瓦空间的那一刻 陆尘立志 杀孤之路 老子要杀出一条通天邪路 眨眼间 又是三个月过去 仲仙玉发生了许多大事 首先 皇家法祖黄雀灵 正式将泰州金牌交给了三子黄汉冲 并召告仲仙玉 立命其为皇家新的掌权法祖 修真各界群雄汇聚 齐上泰州秘境恭贺 幼传周云正式成为皇家外殿执事 身兼门客 以其大成初期的身手 当即位列皇家药殿成员之一 而在大礼当日 皇家涌现数十杜结初期高手 虽然只是刚刚晋级至杜结初期的样子 但还是震惊了在场所有人等 由此 凡是亲眼所见者 不得不把目光再次转向那神秘的上古神魔战场 其次 天妖乌河山一脉 将修炼秘境 前往魏林幻尘星域最近的允明星 此星同为地级 本就是天妖秘制之一 众多天妖高调迁入 目光直指上古神魔战场 再度让人对静虚空间的兴趣 提高到了极致 第三便是通天阁 昔日南国阁荣对外宣称 解散通天阁后交出了当世祈宝往事生碑 然而就在三个月后 方君塔连同南国阁荣一同消失在众仙玉中 从此再未出现 众仙玉高手哗然色变 各派宗主命人四处寻找方君塔踪迹 便寻不得 最终人们终于明白 五宗三族都被那个貌合神离的老人耍了 然而最具争议的 还是那个被誉为众仙玉杀神的陆臣 最终没有半点阴陷 他是否炼化了南明仙火 是否离开了方君塔 方君塔和南国阁荣的消失 是否与杀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没有人知道 而此风上裂的时候 竟须空间的秘密终于被人发现 随后 一场上古神魔战场之争的风波轰然刮起 正如陆臣当初所料 五宗三族各持高手 率步众赶往上古神魔战场核心地带 加入洋洋数百万的修炼大军队伍中 除了五宗三族 便是所有拥有杜杰奇高手的宗门 也带着门内的天才之辈 进入其中修炼 一场上古神魔战场地盘争夺战 正式打响 原本就不平静的上古神魔战场 修士如潮 杀伐不断 死于上古神魔战场的高手不计其数 尽在咫尺的神魔星方式 立马成为了众仙玉修炼补给之地 大量天才地宝灵丹妙药 法宝仙服疯狂销售 不论哪宗哪派 时常会出现法宝断货的情况 尤其是武林破明珠 顿时成为了最紧俏的商品 当所有人知道武林破明珠 对境虚空间无比重要的时刻 泰州皇家突然扔出重磅炸弹 泰州皇家方式 以千枚中品灵精的价格 大量出售武林破明珠 此讯远传 便是引起众仙玉的愤慨 千枚中品灵精 连上品灵器 甚至销量稍差的极品灵器 都能买到 皇家竟然抬出如此惊人的价格 大肆敛财 实乃是令人气愤 然而武林破明珠的重要 超乎想象 就算价格高昂 还是有人不惜重金联系皇家 结果皇家欺人太甚 非但将武林破明珠的价格 提高到此等地步 更是打出每日出售 不超过千枚的旗号 可以想象 皇家有意控制众仙玉高手数量 并单方面壮大皇家 为世人所不满 然而 正当武宗二族 以及无数中小门派 筹眉部展时 世炼宗绿斗老人 亲父神魔星 与大臣高手三念 同时宣布 受先将陆臣之委托 陆臣之师门 前玉门将于七日后 在赤水星开革立宗 并在当日正式成立前玉门拍卖行 届时不但有前玉门自行研制的 灵丹三通丹拍卖出售 更有先将成名之前所炼制的百件极品法宝 此拍卖上会将举行整整三日 并宣布于拍卖会结束之后 接受各方势力订购武林破明珠 有购无不受 数量不限 此讯传出 便如平地炸雷般在众仙玉炸响 无数目光皆是从皇家转到了赤炼星上 弱小门派 弱想在众仙玉地级星 壮大门楣千难万难 何况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角色 想要扬名立万 分得一席之地 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饶是如此 有着仙将杀神两大名头的陆臣做背景 此讯一经传开 立马惊动了整个众仙玉 先不说那失踪的陆臣是否回到了幻臣星玉 单单是当日在御水星广场上 手指力还肖木为宝的缩影 更足以让人昂首仰视了 尤其在方军塔失踪之后 南明仙火下落不明 陆臣的身份和实力 更加成为了仲仙玉人士 想要迫切知道的秘心 当然 随着此风传出之后 受到打击最为沉重的 非皇家莫属 什么 泰州秘境 刚刚成为皇家法祖的黄汉冲 听到黄青松的禀报 勃然大怒 陆臣这个混蛋 我们刚刚打出旗号 售卖武林破明珠 他就来了这么一出 分明是想跟皇家对着干 清松 你是怎么办事的 当初是谁去跟迟炼宗交涉的 为什么迟炼宗还有武林破明珠 王汉冲这半年来 一直在静虚空间修炼 废秘境旺时各类法宝享用不尽 果端的成为了大城中期高手 他的话不禁让黄青松浑身发抖 回法祖 回法祖 丁长老当初的确看到了 赤炼宗四大库房都没有武林破明珠了 就算用乾坤袋来装也不可能有太多 清松以为前玉门在造谣声势 放屁 黄青松话音刚落 黄汉冲破口大骂道 你觉得是你说的合理吗 乾坤门开个这么大的事 到时候拿不出大量的武林破明珠 陆臣怎么面对众仙玉各大宗门 他会拿乾坤门的名声 开这么大的玩笑吗 黄青松没了动静 他也知道自己的说法站不住脚 周云沉吟半赏 言道 是炼宗乾玉门 早有安排 我们中了人家的圈套了 什么意思 黄汉冲猛的转过头 问道 周云站起 副手在殿内徘徊道 很简单 阮臣已经将武林破明珠的炼制方法 传给了陆臣 甚至前玉门所有炼器宗师 方才有为数过拒的武林破明珠 而丁胖子去的时候 人家留了一个心眼儿 换句话说 十殿宗掌握的武林破明珠的数量只是一部分 前玉门才是真正的库存所在 他们高价出售给我们 等的就是今天 境虚空间的秘密刚露头角 中仙玉的修饰也才知道武林破明珠的重要性 我们给的价格又太高 才卖了三天吧 他们横插一手 就是想让我们雪上加霜 三百五十块一枚 如果我所料不差 拍卖会当日 前玉门给出的价格恐怕还要低 要知道 武林破明珠以前无人问津的时候 只卖二十 混蛋 听完周云的分析 皇家众人无不惊愤交加 谁都明白 前玉门所作所为是有针对性的 针对的正是皇家 明明知道周云在皇家 当时大量购买武林破明珠的人 也只能是皇家 而陆臣洞悉一切 方才设了这个局 原本此局并不完美 但正是由于皇家的大意和心急 才造成今天的局面 如今想挽回损失 根本不可能 前玉门只是宣称 有大量武林破明珠出售 价格却没定下来 谁知道陆臣会不会把价格压到极致 而这样皇家能比吗 三百五十枚中品灵精一枚够来的 再二十出售 这不是自己坑自己吗 现在压架出售呢 黄青霖提议道 声音微不可闻 没用的 周云叹了口气道 前玉门根本没有说要卖多少 除非我们只卖二十一枚 不然他就是卖三十 也不是皇家能比 再者说 如今所有人都等着前玉拍卖行开行 只有七天时间 谁会相信曾经把武林破明珠 卖到千枚高价的我们 弱大的声殿 鸦雀无声 沉寂许久 黄汉冲无力地坐回到法祖宝座上 无奈道 罢了 传令下去 先把武林破明珠的价格降到七百 能卖多少卖多少 我去请示父亲 看他如何打算 新元星 幽谷深处 前玉心指 熙熙攘攘的人群不停奔走在谷内 穿插如燕 忙碌不停 然而每个人的脸上都有明显的喜色 才要练气者不知反击 好不热闹 当真是欣欣向荣之气象 庄文元站在中央楼阁之外 看着络绎不绝的前玉门弟子 指东点西 呼呼赫赫 更是忙个不停 那个谁 去七五店吧 把东西都搬出来 还有你 说你呢 带上采药的队伍 继续挖 大家听着 还有七天 不能放松 靠季宝 你还吃 你老婆都去帮忙了 诚哥 今天出了几炉单啊 什么 一百炉 太少了 能不能快点 庄文元 庄文元正喊的热闹呢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 庄文元回头一看 来人正是了尘和三年 宗主 大使 你们也来了呀 庄文元 屁颠屁颠的过去失礼 看你们忙得不可开交 我和大使 我和大使过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忙可以帮的 了尘摆了摆手 三念笑意吟吟 庄文元 嘿嘿一笑道 哪敢让宗主和大师亲自动手 放心吧 一切尽在掌握 说着 庄文元神情一伪 小心问道 宗主 真的不等老大回来了 陆臣至今未归 而他定下的半年后开革的事 早就在御水星传了出去 就算他没回来 门内还有了尘三念坐镇 除此之外 就在楼阁五层 更有一个终日不现身的超级强者 三节的散仙 了尘笑容一声 陈声道 此事是陆臣宣布出去的 作为仙将 怎可言而无信 他没回来 不代表前玉门会怕 而且你要知道 那小子修为进境迅速 非常人可比 终有一天 他会先我等一步去往仙界 我们不能一直靠他 我们要有自保的能力 总在别人的羽翼下 是无法修炼出过人的本领的 明白吗 多谢宗主提点 庄文元恭敬的失礼 不带半点顽恋 辽臣说的没错 前玉门能有今天 全是陆臣一手造成 没有陆臣 前玉门 恐怕还是 奴星那种小地方 受人欺凌 但可是 陆臣终有一天会离开 到时候 无人可依 就只能靠自己了 陆臣给前玉门 打下坚实的根基 如果还不懂得利用和发展 不就白费了陆臣的一番苦心了吗 再者说 辽臣郑重地说完 自信满满地笑道 那小子命应得很 半年之期是他所定 他一定会赶回来的 这一点本宗从未有过怀疑 幻臣星域 甚至整个众仙域 都在极大的动荡中 而在遥遥数亿万里外的 黄极星群附近 陆臣却对外界之事 没有半点察觉 仿佛与世隔绝 陆臣在野湾谷附近 另一颗名为 止水星的黄极星 沉心修炼 欲瓦空间内 陆臣如鼓中般稳坐 稠密的煞云 已经不足原本的三分之一 空间深处 一大团浮云般的浑黄仙缘里 正凝聚着各种各样的形态 一切都似乎在静止中 不见一丝风声 突然 紧闭的双眼猛地张开 露出堪比日月的光辉 局目一望 陆臣的嘴角 微微弯了起来 天节提前了吗 直水星 蓝湾海域 惊涛骇浪 拍击着沙滩 发出雷鸣般 轰轰的响声 天地被一抹浓郁的黑渲染 是一大团乌云 从东边涌来 与海面上空慢慢汇聚 云中有雷 滚滚爬行 如蛇似龙 又若龙蛇狂舞 带动着风势 无边无限地扩大 如此惊人的景象 便是海潮风暴也无法比拟 直水星 百分之九十都是海域 万万里疆域 自然不乏修真人事存在 而众所周知的 六九天节 也没有如此惊天动地的异象 只见那雷霆 万道于空中凝聚 单是电蛇漫游至海面 都会惊起巨大的海啸 天下 万物复始 周而复眼 观之得道 亘古有之 但凡天贤异象 无不是紫微星洞 神圣下凡 又或某通天彻地者 得道非生 总之 必有因果 当天象出现的那一瞬 蓝湾海滩旁 便涌现出大量的修真人士 这些人 原因其居多 出窍少之 而不少人都有着金丹 到园英等不同的修为 直水星本地的几大宗派 也到了现场 各方态斗引领群修 于滩外仰望 叽叽喳喳的议论声不绝于耳 这是六九天节吗 应该不像 天之异象 老夫猜测 乃是海中有灵兽化身 难道是蓝湾深海中 那条赤贝苍龙 嗯 很有可能 知水星虽为黄祭星 但赤贝苍龙却是例外 听闻此龙已有千载元兽 早可化形出凡脱胎换骨了 众人交谈至极 忽然两道诡异的风声 飘忽而至 这二人 一人为魔 身材魁梧 面向猙獰 另一人 英朗不凡 腰中有剑 亦有九胡一枚 两人已经出现 在场余万修士 无不感觉到窒息 定然是高手无疑 几个有出窍其修为的 直水星太斗 何曾见过如此庞大的气势 但见来人不凡 不敢得罪 赶忙过去见礼 晚辈见过两位前辈 那高大魔族高手 目光轻蔑一撇 扫过几人 几人顿时有着 神魂出窍的恐惧感 冷汗顺着几倍就流下来了 至少其他人 无不寒蝉若尽的 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不为别的 只因为两人的气息 实在强大的没边 看了一会儿 那英俊的青年 淡淡出声问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 回 回 回前辈 一身着紫色袍服的老麦修士 上前一步 头也不抬的恭敬回答道 此地名为之水星 乃是黄极星球 英俊青年点了点头 也不理会众人 转头对那魔族修士说道 露晨真会找地方 跑到这儿来度解 魔族修士道 是啊 又不是半路上 见到了南国阁荣 我们还不知道 露晨来了这儿呢 这小子真的很难找 两人不是别人 正是受托于老臣 前来寻找露晨的 忠寇和韩伯 他们去了方军塔 有幸遇到了南国阁荣 这才一路赶赴黄极星群 按照南国阁荣给的位置 找到了这附近 原本 他们根本无法找到 露晨的气息 正巧看到天仙异象 两人又能看出 是久久重劫的征兆 方才赶了过来 两人有意无意的交谈 并没有半点掩饰的迹象 但听在植水星高手的耳中 却是无比的震撼 啊 度解 度什么解 难道是久久重劫 几个老麦的修士 大眼瞪小眼的看了半天 久久重劫呀 我的亲娘四舅老爷 那不是渡劫后级高手 成就半仙需要渡的劫难吗 到底是哪个大神 一时兴起跑到黄极星来渡劫来了 一个胆子比较大的壮汉 从人群中闪出 战战兢兢的跑到中寇和韩伯面前 躬身一礼 情绪激动道 敢问两位前辈 此劫是否是传闻中的久久重劫 现场一片沉寂 所有人都看着那壮汉 心里又有迫切的期盼 转向中寇和韩伯 韩伯扫过此人一眼 淡淡一笑道 不错 就是久久重劫 众人闻言 色变不止 那壮汉更是激动的双手不停的颤抖 韩伯扫呵呵一笑道 呵呵呵呵 尔等机缘不错 竟能在此处看到杜杰后期高手的久久重劫 这是你们的运气 千万不要白白浪费了 观此劫 当对尔等修行有益 不过 我劝你们还是站远一些 否则死了 可怨不得别人 久久重劫 乃是天机天相 观人渡劫 都会从中得到一丝领悟 而作为初窍期高手 才是主宰的黄极星 实力低下的修士 能够看到有人渡久久重劫 正是莫大的机缘 众人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心中的兴奋 源源大于恐惧 于是乎 大量的修士 纷纷退出云层笼罩的海面海滩 与远处目不斜视的观望 稍许过后 天空云层愈加的稠密 众人隐隐看到 那云层中滚爬的怒雷 已经壮观到让人无法相信的地步 幽蓝发紫的电光足足囊括了整片蓝湾海 无数凶手 异手 灵兽 从四周远远逃出 正当这时 一道人影迫海而出 此人脚踏怒浪 带起烟波阵阵 浓云滚滚 精干的身材完美无瑕 与幽暗漆黑的高空 绽放出黑金色的溢彩 身着黑袍的高手 双手腹部 眼中有着黑漆的蚝光轻轻闪动 使而爆出寒光树道 历时会让那翻篇的海啸 纷纷退避三舍 此人出现片刻 其人下方便是出现了一个 巨大的真空地带 仿佛深海中出现一个 足以见底的巨大漩涡 奔涌怒笑的海水 只能在此人威势之下 与方圆百丈开外奔腾 丝毫禁不得此人身边 此人现身 那来此地的两大高手眼中 立马流露出狂热的光彩 而就在下一刻 凝聚许久的天伐之雷 终将于云层中轰轰落下 九雷 如出一辙 粗壮堪比巨龙身躯的狂雷 欺然地劈下 没有半点阻止 紫电狂雷刚一穿出 海面历时掀起高达数百丈的罕见巨浪 那人影就在浪中 被浪包围 被狂雷压顶 整整九道怒雷 使得所有人的神情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是说九九重劫 夜九威力巨大 跟六九重劫一样 都是三道天雷吗 怎么会是九道啊 好可怕呀 这雷亭足以毁灭黄金星了 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天结呀 倒戏凉气的声音 此起彼伏地响起 人们皆是仓皇地后退着 生怕被雷亭扫过 落得个神魂俱灭的下场 要知道 此般天结的威力 就算雷亭延满出来一行半点 也不是他们这些 实力低微的小人物 能够抵挡的 至于中寇和韩伯 二人的震惊 远比纸水星的修饰 来得更为猛烈 九雷 韩伯眼珠子险些 没掉在地上 九九重劫 也不过是天雷三道 陆陈这小子 一下子唤出了九雷 这是怎么回事 中寇吞咽了下口水 额头上痘大的汗水 顺着脸颊滚落 半赏后突然恍悟道 骂的 我知道了 陆陈这小子的原因众多 一定都达到了节气 多 多也不就是三个吗 顶多三几天雷啊 韩伯道 好 你怎么知道 那小子当初 有没有拿出全部实力 万一不是三个 是九个呢 中寇说出了一个 连自己都不太相信的理由 韩伯大惊失色道 九个 真的是九个 我怎么知道 看下去吧 陆陈这小子的天解太强了 很危险 中寇白了韩伯一眼 再不说话 而就在这时 天雷终于落下 正当众人以为 那高空中的人影 看到九雷旗帜 会打惊失色 并且施展全部本领 与天雷相抗的时候 忽然那人影笑了 笑得无比猖狂 极度嚣张 副手而立的人影 正是陆陈 这半年来 陆陈成功地 炼化了南鸣鲜火 又领悟出 三字杀绝汉帝 可谓实力大增 九大元英 皆已达到了 杜劫后期大圆满的境界 常人杜劫 便三道劫雷 而他这次 却是整整二十七道 每次九道天雷 威力呈几何倍数上升 早些年陆陈在度四九天节的时候 也曾遇到这种情况 他并不惊讶 原本做好了准备的陆陈 正打算谨慎对待时 突然发现 那九道天节 根本无法给自己带来危机感 难道是杀念突破的缘故 陆陈自问了一声 竟然狂妄到不看天雷 不称气缸 只是复着双手 微微地低下了头 像是在沉思 三个月 未将境序空间得来的 仙缘力吸收的八九不离十 肉身力量远超度节后期 再加上九英境界相同 仙觉运转没有半点阻塞 恐怕已经超脱了 普通大成初期应有的修为了吧 黑煞星火晋级无品 虽然没给我带来新的仙法 但星火已成仙火 嗯 当可称为黑煞仙火 陆陈低吟着 天雷已落头顶 他却浑然不觉 肉身壮大 星火壮大 神石随着黑煞星火 一同壮大 我的肉身 神石 星火原因 都已超出了瓶颈 是大眼仙觉 还让我停留在此境界 杜劫 根本不难 陆陈微微一笑 这才是然 过往半年 有了南明仙火和大量的仙元力 煞云精华 陆陈的肉身 猿鹰神石 星火都已达到了半仙的品质 猿鹰中已有大量的法力真元化为了仙元力 自然不畏惧天劫 须知道 天劫 只是让凡人脱胎换骨的考验 陆陈已经脱胎换骨 这个考验 也就可有可无了 九道天雷在皱目睽睽之下 终于落在了陆陈的头顶 九道紫悠悠的雷柱 比锯柱还要庞大 然而落在陆陈身上 却如同恼痒一样 只是让他的身子微微动了动 竟然一步都未退开 九雷消散过后 陆陈攥了攥 微弱酸麻的双手 唇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弧度 这就是天劫 威力太差了点吧 惊人的一幕 落入了在场所有修士的眼中 虽说陆陈表现得从容不迫 但谁都清楚 久久重劫何等恐怖 陆陈以力扛雷 连气缸都没有撑起 竟然毫发无伤 这是何等的恐怖 忠寇以为自己看花了眼 使劲地揉了揉眼睛 问道 韩伯 我没看错吧 这小子居然就这么挺过来了 连气缸都没有撑起来 你没看错 韩伯目瞪口呆 一身抗雷 陆陈根本没动任何手段 这是肉身的力量 好强大的肉身 站在劫云之下 陆陈如同在世邪神 古铜色的肌肤 在衣袍碎裂的瞬间 露出淡淡的黑金光彩 多年修行 陆陈的肉身 曾经以虐龙之血洗精伐髓 再由煞气精华脆体 又在静虚空间苦修数千载 远远超过了普通大成初期高手的境界 此次以身欲雷并非自大为之 是充足的自信 驱使着陆陈没有做任何防御性质的准备 而被劫雷洗礼之后 陆陈也证实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自己的肉身已经强大如斯 在陆陈眼里 自己的肉身再正常不过 而在忠寇韩伯以及无数修士的眼中 陆陈无疑是一个众仙玉历史上 绝无仅有的变态 云层中天界的咆哮愈加愤怒 似乎感受到下界凡人小子不屑一顾的态度 引起了天怒 第二道劫雷比料想的晚到 还在黑漆如墨的云团内凝聚 陆陈昂起头 破碎的黑袍只剩下几个布条围在腰尽 下摆的袍芙随着刚风吹瓜烈烈作响 蓝湾海域四周已无半点声音 所有生灵正目不转睛地 看着云霄怒浪中伟暗的身影 莫得 暮色中的身影眼中寒芒暴闪 邪恶的黑光带着领绝的杀机 仿若化成两只利剑 刺向高空 刺向云团中正在无限凝聚出来的 第二波天节 又是九道 比之前的威力至少提升了数倍不止 天节也会发怒吗 露晨勾着嘴角 低声嘀喃着 九九重劫的威力 一技比一技强大 最后一劫才是最厉害的 还伴有神识骚扰 让人在杜劫的时候 很难集中精力 三念杜劫的时候 露晨就在不远处 凶眼石灵将天节的本质 看得一听二楚 就是不知道自己的九九重劫 会变成什么样子 不过就现在看来 要是换成三念 就算有天王丹这样的灵丹 也抵挡不住第二季劫雷 九雷起初 威力绝非是九的倍数 而是九九之数 哎吧 让我试试第二季劫雷的厉害 露晨目空一见 脚下运力 一股猖獗霸道的气势 喷涌而出 将足下乌煞驱散 踏着奔笑的怒浪 犹如海神般 高高窜起 百丈的巨浪 只是他的垫脚石 凛冽如刀的钢峰 还要随着他的气息转动 形成巨大的海云风暴 眨眼间 冲入到了 劫雷落点的最中心位置 第二季劫雷终于来到 晴天巨著般 散发着深紫色的火柱 自天空 威猛的劈下 那火柱 完全由电流密集的 纠结在一起 划过空间时 立马引起空间极大的变动 黄极星的空间 不如地极星稳固 久久重结的威力 又远远大出人们的想象 这第二波劫雷的出现 使得整片蓝湾海域上空 空间扭曲变形 急而崩溃 出现九股漩涡般的空间黑洞 咆哮海水受到空间黑洞大力的吸扯 全速朝着黑洞中心涌去 黑洞就好比一头饥饿的神兽 永远没有饱腹的感觉 死意地吸收着 让蓝湾海的海平面 骤然下降了十米 只有陆尘身边 那巨型的海云风暴 如常转动 中口 韩伯 以及那数万万修士 摒弃宁熙 呼吸都收敛到了极致 他们何曾见过 这等庞大的场面 这哪像是杜劫 根本就是蔑视之威呀 来 眼看着那九雷即将落在陆尘的头顶 数以万计的修士 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把头转了过去 根本不敢去看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然而就在这时 劫雷下 黑金色如一尊古佛 名神般的存在的陆尘 却是怒吼出声 黑煞火甲迅速在陆尘提表 凝出惊要的黑中甲咒 每一片后甲都胶住着黑金烈焰 黑袍已然消失不见 呈现在众人眼中的 倒像是一个纵横沙场 脚下有无数血湿的绝世将领 一身中甲再身 陆尘微微抬起一指 缓慢的旋律随着指尖 朝着大海下面轻轻滑动 引出一道清晰而精炼的豪光 那是一股念绝之力 无形又无止 只有清晰的神韵暗藏 在场中人除了中寇和韩伯之外 没有人能看到陆尘指尖滑动时 带起的恐怖截律 这是一股杀念 收敛到极致的杀念 杀念随着指尖渗透而出 点于陆尘前方十米开外而停下 旋即 陆尘冷静的神色令人发指 慢慢张开口 轻轻地吐出两个字来 断海 二字杀绝断海 吼 指尖的旋律引起了磅礴的杀念 狂涌而出 那股杀念直直涌入深不见底的蓝湾大海 如天刃如光幕 欺然地斩下 随着大海中翻涌的笑浪 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鸣之后 指尖陆尘前方十米深海 立马一分为二 蓝湾深海惊现巨大的鸿沟 刺鸿沟纵深不知疾许深不见底 宽度横跨足达树里的海域 激起的水花形成了高达万丈的厚重海墙 死死地将斜皮而来的九道天结之雷挡在海墙之外 九道天雷全数落在树旗的海墙上 成群结队的煞魔涌动着冲天的沙翼呼啸飞出 与天雷全力抗争 竟维持住海墙的坚固 九道天结煞雷轰炸下来的海墙浪花朵朵 水墨四溅群魔乱舞 就是无法冲破海墙的防御落在陆尘的头顶 反观陆尘 右手指节节律不变 极快的变化的指觉 在空中留下一道道若有若无的虚影 随着虚影的变化 劫雷威势一点点被海墙削弱掉 最终连陆尘一根头发都没有碰到 就此消失的一干二净 傻念断海 一记若成 第二记天结之威 从容度过 然而 陆尘并没有因此而停下 手觉不停的变化 天空乌云再度凝食 一道道深子道 已经呈现出明显黑色的雷光 蜿蜒的深处 第三记节雷来了 群修色变 第三记节雷来得太快 竟然与第二节雷连在了一起 根本不给陆尘恢复的机会 黑子天雷第三节 还是九道天雷 不同以往 这九道天雷不是一起降下 而是连成一线一击击砸来 像是九条巨大的黑锁直逼陆尘头顶 只见陆尘神色不变 从容应对间 手觉变化的速度再次提升数倍 人们已经看不清陆尘结出了多少手印 只能看到那永高的海墙上 无数魔头朝着陆尘头顶会去 不到片刻 化成一只巨大的魔头 此魔犹如一团黑云 展现出阴森的獠牙 猙獰的面孔 与陆尘脸上浮现出来的黑煞魔器 手尾相连 三字杀 汉地 陆尘口若悬珠 频频道出口诀 旋即手印再变 而这一次 却是在黑甲上浮现出一张张凶恶的磨面 陆尘后期 领悟三字杀绝 大成初七 就可以汉地震天了 我懂了 我终于懂了 陆尘只觉变化到一定的程度 脑海中似乎有了一丝名物 杀绝之道 以杀入道 种在修神 神识所化 杀念无边 只要杀念不消 杀者便永生不灭 而杀念才是杀者最强大的手段 六字杀绝 一杀封山 二杀断海 三杀汉地 四杀震天 五杀便是逆仙 如此说来 我只要杀到大成初期 便可堪比四节散仙 一级天仙 就是所谓的逆仙奥秘 既然保护不了自己要保护的人 杀又何妨 当我者欲仙 杀仙 欲佛 杀佛 欲神 是神 六字杀绝 四字杀绝震天 是凡修极致 五字杀逆仙和六字杀破虚才是过度 领悟六字杀绝方才可入天杀图仙之境 我懂了 贼老天 三界六道都容不下陆某 区区九九重结又能奈我何 来吧 仿若中了魔咒 陆臣低难颤颤 口中洪亮之音响彻不绝 道出之言 皆无人能够溃头 而他 却在九九重结之下 领悟了无限杀机 无边杀念的奥秘 四字杀 震天 陆臣双手于头顶 截出四字杀最后一个印诀 双手成何时之状 随着其一声大吓 他双手互扯 向两边分开 立马在空中 扯出一个巨大的魔影 此魔影非是别人 正是他自己 身穿黑煞火甲 如狂神将士 此魔影 由其修煞数千载 所有杀念化成 威势震天 那魔影高达数万丈 助力于天地间 劫雷 风暴 海啸 黑云 皆无法束缚那灭绝天地的气势 冷冷一声长啸 脱口而出 魔影口中射出一团黑金的音效 顿时在空中炸响开来 头顶三丈许 一股药木的联波 回回荡荡 会涌向四面八方 迅速凝成一巨大的黑金屏障 九道天雷 无一例外地 落在那屏障之上 仿佛时空在那一瞬停止 诡异地 停在半空的九道劫雷 一记连着一记 顷刻间 大海回归了平静 黑云也不再滚动 劫雷如同刻在了此地空间本 光不要影不动 而那黑金联波也骤然停息 一息 两息 三息 整整三息时间 所有修饰仿佛被时间定格住 脸上无不揣夺着极度震惊的表情 而就在这时 那连金忽然产生了剧烈的震惨 嗡嗡的冥响 连波猛地将九级劫雷全束笼罩 随后 破 随后 陆尘圆征凶目 逆天长笑 笑声带着连波逆流而上 竟然将九级劫雷喝回了云层 就连那凝聚了许久的漫天黑云 也在笑声与连波包裹之下 迅速地浓缩着一点光斑 跟着消失在万里晴空之下 日光重现 蓝湾海也重归了宁静 依旧没有改变的 只有那海上的人影 以及万千难以置信的目光 在人影上汇聚 啊 九九重劫 这就这么度过了 忠寇还沉浸在恐怖的梦眼中 韩伯已经缓过神来 长长嘘了一口气 韩伯道 一级以身抗雷 二级遇海遇雷 三级阴孝天节 九九重劫在陆尘眼中如此不堪 这等修为 便是听都没听说过呀 我今天算是见识到 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了 忠寇神色凝重 说 关陆尘肚次久久重劫 受益匪浅 现在才知道 自己差太多了 这次回去 我马上闭关 不达到目的 绝不出关 我也是 韩伯郑重地点了点头 忠寇 韩伯已在多年前成为杜杰后期高手 但离这大圆满还有一定的距离 今日受命来寻陆尘 没料到正赶上陆尘的节期 观看之后 两人才觉得自己是井底之蛙 世间高手无数 能够做到此般地步者 还有多少还不知道 然而 陆尘却是史无前例的一个 以身体 杀念 笑音 将三计劫雷抵去 毫发未伤 而自始至终 陆尘连第二只手都没抬起来过 这是什么修为啊 简直太变态了 两大高手尚且如此 直水星的修饰 更是惊得石化般地站在原地 不知做何敢想 到了此刻 就算震惊的心思 都被陆尘逆天的手段 震慑地望在了脑后 满脑子都是陆尘杜劫时候的 动作影像 哈哈哈哈 正当众人呆愣的时候 陆尘欲风而来 已度重劫的他 九煞元英早就在雷云 消散的一刻 变成了大成初期的境界 此番飞来 如风中柳絮 潇洒自然 忠寇 韩伯 你等二人找我 一定是半年之气已到 前欲开阁之事 刻不容缓 随我回唤尘星域吧 陆尘的话音还在风中回荡 可他的身影 却远远消失在 矮矮白云中 那一瞬的闪动 竟然数千万里之遥 火毒的日光 洒在苍进松林的谷底 给新元星幽谷 抹上了一层厚实的金光 五大楼阁 挺拔宏伟 不失古朴之风 于万道金光之下 平添了几许庄严 陈时已过 庄严凝重的 不仅仅是 前欲门新纸的楼宇 还有在广场上 站队整齐 着装一致的 余万修饰 熄熄的微风下 背负常见的 前欲门弟子精神抖擞 神光外露 他们的眼神当中 透着凝重 运着期盼 皆是斜上而逝 凝聚在中央楼阁 那五楼外最高平台的老者身上 站在半圆形平台上的老者 正是前欲门的宗主 了尘真人 此时 了尘脱了自己那身 云白道不加修饰的袍服 换上了光鲜华丽的 罗云道袍 一尾浮尘直于左手 陈须斜挂半壁 右手截起盼绝 与胸前停靠 云袖拂风而摆 抖洞间 露出袖口外侧 金履袖质的光弹小字 浅 这家道袍的样式 跟先元兴 前欲门的道袍一般无二 是庄文元等几个小子 一力要求了尘定制的 了尘原以为 前欲门已经不是原来的前欲门 多方的高手都加入了进来 要考虑一下大多人的建议 然而提议之后 没想到所有人都认同 庄文元的意思 这让了尘很是感动 虽说前欲门能有今天 诠释自己能干的徒儿的功劳 但像庄文元 南兴臣 纪宝 樊云 甚至方子欣 陈曲等等 也都功不可没 了尘不是得以忘形的人 感恩的道理 他还是懂的 饶是如此 他也不能力排异议 最终还是用上了前欲门的道符 就连下面站着的 鱼腕精英弟子 用的也是统一的规格 站在五楼外台上 了尘平静了许久的心思 不由自主地激动了起来 望着下方一股股不弱的气势 老眼都蒙上了一层水雾 为了能够光大门楣 前欲门历经了多番的变故 只剩下少少四个人了 了尘何曾指望重建山门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 正是当年自己一时快意 把陆臣收进门墙之后 前欲门能够有今天辉煌壮丽的景观 在地级星建立自己的山门 与响彻众仙玉的五宗三族 并驾齐驱便是做梦的时候 姚晨也不敢想 但是今天他做到了 因为有了陆臣 前欲门就冒唤心炎 不论是高手宝物盟友 在众仙玉都数一数二 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前欲门的铭记 因为陆臣依然的缘故 已经远超所谓五宗三族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庄文远等所有高手 都已经去了赤水星 别院举行了盛大的开革仪式 正等着他带着这些前欲门 真正强干的精英弟子 前去主持盛会 活了几百上千年的了尘 都有些无法安耐住心中的嫉妒 陪在了陈身边的只有慕容与希 昔日大周国的公主 褪去了一身的尊荣 洗尽了一切千华 雅而出臣的样貌 绝对是个少有的仙女 一身华壁裸裙 轻眼着他那动人的身姿 轻盈有致地站在了尘的身后 乌黑长发竖起倒计 并未让他的滋容有所逊色 相反 使其多出了几分仙佳气息 荣惠 大方 得体便是此女尊贵的象征 站在了尘身边 慕容与希 秀眉微眺 露出无奈之色 只因了尘 站的时间太长了 所有人都等着他发话 而自始至终 了尘却是知言未吐 师祖 时间到了 慕容与希提醒了一声 了尘点了点头 原本想说些长士气的话 但看到台下那一双双 充满着期盼与急切的眼神后 欲言又止 他知道 这些人 等得太久了 久得连时间都忘记了 微微一笑 足底涌现浩白云彩 表辰只说了一个字 千呼万唤的呐喊声 当即如平地的炸雷 响彻云霄 走 尊臣发誓 呼声如雷 音效九霄 此声过后 便是极大的云彩 与广场上沸腾般的浮现 余万弟子竟然都是 合体骑高手 一同携手踏上云彩 向那远在他方的赤水星飞去 山清水秀的赤水别院 即当日陆臣成就仙将威名之后 又一次迎来了四方朝白 清泉山附近 大量的修饰或遇见或乘风而来 掀骑宝车不计其数 皆是目的一致的赶赤炼宗绿斗的栖息之地 赤水别院自大门开始 早早地替换了看门的守卫 清衣色的前玉门道袍装扮的铁骨大汉 鉴于背负 挺胸昂头 每个人都因为自己能够成为仙将门下 而颇显得意 这些人大多都是由前玉门 自奴行开始的原班人马 以及陆臣杀神之名 远拨万里之后 败入门庭的高手 别看担任守卫一职 但也气势如虹 没有一丝的颓废 而来往者绝大多数都是 换尘兴育内的小宗小派 莫要小看这些人 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 熙熙攘攘数十上百宗门汇聚一堂 饶是五宗三族也不敢小觑 一大清早 庄文元和南兴臣就换上了整洁的道袍 在外等候 随行之人自然少不了 对此事出钱又出力的 赤练绿斗关门弟子阮臣 几人的地位虽然不重 但以杜杰奇高手的身份 在外迎接也不算失礼于人 在这一刻 庄文元和南兴臣的名字 率先被地级兴高手而得知 迎接着大量的高手 两人的脸皮都笑得僵硬了 不过今天是前玉门 开阁立派大喜的日子 两人当然乐得为之 庄文元 正于来往修士寒暄着 骆兴颜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骏朗不凡的药王府小王爷 立马成为众多女修相互追捧 关注的焦点 骆兴颜尚无道理 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 急忙跑到庄文元面前 欢喜到 庄文元 你看 谁来了 骆兴颜摇摇一指 只见不远处 龙 凤 虎 龟 四大坐骑 腾云家 我而来 不是四大古仪 还能是谁 庄文元 可不能不给面子 尤其里面还有老大的爷爷 庄文元更不敢大意 刚说完 老臣 老臣绿豆三年等人从赤水别院中飞出 离着老远 离着老远便向四大坐驾打起了招呼 四大古仪族长老亲临寒舍 老臣 老臣绿豆 有失远迎了 说话间 四大坐驾一遇门前落下云团 而老臣三人也迎了上去 别看老臣以前不如何出名 可是 再如何说 那也是仙将的师尊 光是这个名头 就足以站在众仙玉的最高峰了 旁人不知道老臣的身份 看得一头雾水 但龙湛 朱燕 白傲 陆涛风 早就从龙真几个小辈口中 听过老臣 此番一见 气宇轩昂 中气十足 先锋道鼓 又是刚刚进入度劫后期 四人当然不敢小觑 齐齐走上前来 同时拱手失礼 想必这位便是廖臣道友了 龙湛 朱燕 白傲 陆涛风 有礼了 恭喜廖臣宗主 开革之喜啊 道友客气 廖臣表现得千里有加 又不是大体 周围修师一听 他就是前玉门的宗主 无不错愕不已 杜劫后期高手 已经算一方人物 更何况 此人调教出了 仙将这么个徒弟 哪有人小觑 而时诚不问世事的 四大古仪 也赶来贺礼 显然 他们跟陆辰 站的是同一战线 想想亦然 陆辰本就是玄武后人嘛 四大古仪 哪有不支持之理 三念大师 四人旋即发现三念 以前对三念 四人还比较恼火 怪他一直针对陆辰 不过 现在三念已经是 前玉门的门客了 也就是朋友 四人自然不会 怀着以往的恩怨 三念这些年 也收敛了许多 所谓的贪 称 吃 在成为大成期高手之后 看得很淡 虽然煞气 寒雨舍利 连陆辰都帮不上忙 但是随着心境的提升 也一点点地 恢复到佛修的本色 打了个佛计 三念抱着一笑 他没有把自己 大成期高高在上的身份 展露出来 因为他知道 在陆辰的面前 地位身份之说 只针对敌人 对待朋友 陆辰始终一视同仁 也算受到陆辰的影响 三念 方才有此觉悟 四人没有看到陆辰 颇感意外 正带问起 却见西北两个方向 天妖一众 在乌星蛮的带领下 一行十余人 远远飞来 而另一支队伍 正是封都一行修士 黄泉大帝 这两个老家伙一出现 赤水别院的喧闹之声 立马消失 凡是在场修士 皆是恭敬有加地 给两位大佬 恭身失礼 人的名 树的影 大成其高手在众仙玉 那是绝顶的存在 基于辈分和修为 谁也不会不给面子 两个高手 风范十足 大笑着携手而来 站在了了辽臣绿斗等人面前 别人或许可以平背论交 可眼前二人却不行 辽臣见状 马上六十度大礼奉上 完备了辽臣见过两位宗主 这如何使得 黄泉乌兴蛮一看 赶忙将了辽扶住 开玩笑啊 那可是仙将的师父 如今的陆臣可不是当初初出茅庐的皇口小儿了 论到地位 足以跟他们平起平坐 要不是修为的缘故 黄泉乌兴蛮都该跟了辽臣低声下气的 哪还敢受此大礼 将了辽扶吻 乌兴蛮言道 哎 辽臣倒有多礼了 我等可不敢受您的大礼啊 哈哈哈哈 乌兴蛮哈哈大笑着 开起了玩笑 黄泉大帝赶紧点头 这次 黄泉没有带十大地脏 他身后只跟了一个头戴兜帽的黑袍修饰 先不论此人究竟是何人 也看不清要么 可那气势却不是假的 十足的大成初期高手一个 而从黄泉的表情上看来 竟然有着一丝玩味 黄泉说道 辽臣倒有 今天黄泉给你带来一个熟人 你去看看先 哦 辽臣等人一愣 就看那黑袍人从黄泉身后走了出来 一摘兜帽 全场皆惊 兜帽下乃是一张骷髅脸 金光四射 兜帽一摘 露出一口黄金牙 前玉门中人 不发时的此人者皆是倒抽了一口凉皮 玄机每个人的脸上都爬上了一抹喜色 金修见过师祖 金修是你小子 好小子呀 我就说这些年你跑到哪里去了 玉员来去了丰多 哎呀 都是大成期高手了呀 辽臣来不及开口 庄文员 南星辰 骆兴严等几人 一窝蜂地跑了过来 对着金修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金修 前玉门中人或许还没有察觉 就在金修露出那张骷髅脸的时候 几乎所有在场的修士的脸 同时变了颜色 金修啊 莫非是 绿斗也发现了各种问题 淡淡出生时 语气一点点变得吃惊 黄泉得意一笑 说道 没错 就是这小子 抢了本地的十八地狱 如今他可是十八地狱的新主了 十八地狱新主 金修 你 前玉门近来一直致力于发展本宗的势力 开拓药气两大领域 对封都仪式没有进行过分的打探 虽然他们听过十八地狱换了新主的事 但却没能把这件事跟曾经的小骷髅挂着钩 黄泉大帝当众说了出来 庄文元等人无不大眼瞪了小眼 瞅着金修仿佛不认识了一样 就连了臣都一脸的错愕 不知说什么才好 许知道 金修是陆臣的金魁 根本就是一个仆人 或者说灵兽更为恰当 见众人吃惊的样子 黄泉大帝哈哈一笑后 故作懊恼道 陆臣呢 还没回来 六臣道遥 不是黄泉说你了 现如今金修可是我十八地狱百万鬼修的主人 陆臣是你的弟子 他回来 你一定要让他解除金修和他的主仆联系 不然 王泉这张脸可就没地方割了 哈哈哈哈 无形瞒听着 知道黄泉在开玩笑 不由放声大笑 金修是仙将的仆人 在众仙玉还是秘密 宣布宣布出来 根本无伤大雅 就算让人知道十八地狱新主是陆臣的仆人 黄泉也没有丢脸可说 毕竟仙将和十八地狱新主的主仆关系 等同于 让乾玉门和封都亲上加亲 还有什么丢脸可言呢 不过 此番话听到前来贺喜的其他宗门耳中 却是另一回事了 什么 十八地狱新主竟然只是仙将的仆人 我靠 有没有搞错呀 杀神陆臣果然不是盖的呀 一个仆人就这么牛叉 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怪不得当初风都鬼门在赤炼宗力挺杀神呢 原来还有这层关系呀 云云的嘀呼声卷起颇大的言论浪潮 陆臣的乾玉门时值开戈之日 正式的典礼还没有开始 乾玉门的底蕴究竟有多强大 还是未知之数呢 就先来了这么个惊天的密闻 谁还能站得住啊 赤水别院门前 前所未有的高手汇聚一堂 远远望去大成其高手就有数人 而杜杰其高手更加数不胜数 光是四大古仪 风都天妖带来的就不在少数 乾玉门试炼宗自然为数不少 而紧接着就看到浦桥苗瑞 带着数大杜杰丹师腾云而来 整整七人 每个人手里都捧着大大的红色礼盒 盒盖都没打开 一股股浓郁的药香扑鼻而至 苗瑞得意露尘 也进入渡劫后期的境界 此时看着那尘封的骨盒 标有各种法印标志 就连黄泉乌星蛮的脸色都变了数遍 苗老头啊 你可来完了 绿斗笑着迎了过去 走到一半 猛的一惊讶道 你真的把七仙丹带来了 苗瑞呵呵一笑眨了眨眼说 呵呵呵呵 绿斗啊 我苗瑞何时是言而无信之人 不是跟你说了吗 路晨小友开革之日 老夫自当奉上七仙丹 赶紧的 命人接过去 丢了我可不负责 反正我就这七没了 七仙丹 苗瑞修仪式丹道 所得仅七枚仙品之丹 常人就连苗瑞自己都舍不得打开一看 现在 权术拿出来当贺礼 足可见他对仙将陆臣的重视 了尘眼中翻着激动的泪光 心中更是掀起了惊天举浪 七仙丹 他有所耳闻 了尘守至太乙斋集 曾经无数次跟苗瑞谈过丹道之法 两人互相授意 形同老友 当天 陆臣就赠万春长青树的先知 而苗瑞无所报答 先扬言前玉门开革奉上仙丹 本来谁都没有在意 毕竟七仙丹是苗瑞的命根子 没曾想 苗瑞当真了 开革当天就把七仙丹拿了出来 七仙丹在众仙玉名气不小 黄泉乌兴满等人一看 赶紧吩咐属下 交上厚礼 于是乎 赤水别院门前众墙献宝 法宝 灵符丹药 光辉武光十色 分外夺目耀眼 一件件惊世不见的宝物 呈现在仲修士面前 看得那叫一个眼花缭乱 四大古仪 封都鬼门 天妖乌合 一个个拿出的 皆是七十二强兵榜上 排进前三十六路的仙气 不多不少 整整六件摆在了了辽臣面前 仙将的宗门贺礼 拿几品灵气能拿得出手吗 法宝一般都是仙气 灵符恐不达九品 丹药非是仙丹也差不多 至于其他的根本摆不上台面 庄文员也不客气 这些年 他也算是见过大师面的人 使了个眼色 过来几个稳重的合体期属下 一一把礼盒接过 赶紧派人送进了别院 辽臣再沉稳 也无法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还好他的修为 并不像以前那样低微 过了小一会儿 辽臣终于灿烂一笑 道 多谢各位导游了 来我们里面说话 试水别院的前殿门前 也有极大的广场 但客似云来 走进之后一看 倒也显出拥挤 不过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殿前广场上方 早就设下了云座法席 除了典礼用的现场 周围都设了不少作息 再说 这也不是来打架的 没有哪个宗门带一大帮人前来观礼 来的都是宗门内的重要角色 广场穿插的妙龄女弟子 手掷托盘 在各大座席上穿梭 阴阴艳艳 好不养眼 这方面把庄文员的才华显露出来了 特意安排这些女弟子 并非只负责招待 还有引路的要职 把一个个高高在上牛气冲天的家伙 引领到各自的位置 也是一件麻烦事 不过这些女弟子明显经过训练 再加上姿色上家 倒是把现场管理得井井有条 没多大会儿 广场四周已经坐满了各个宗门的来访者 修士们把酒言欢 谈天说地 好不热闹 黄泉 乌兴满 龙站 朱燕 白澳 陆涛峰 自然是安排在了前一门主席的下方手座 除此之外 为了防止有更多的高手出现 庄文元和南星辰 特意安排了不少主要的席位 一一落座之后 大家开始聊天 说的无非是陆陈 对于陆陈在方君塔消失一事 天下周知 但究竟去了哪里 没有人知道 辽陈等人心情急切 也正是在这里 前一门开阁少了仙将坐镇 自然少了几分气势 不过 他不回来 开阁典礼一样还要举行 这也是仙将当初在御水星 当着数万万修士宣布出来的 陆陈小友 还没找到 吴星满压低声音 担心地问道 唉 辽陈叹了口气 说 说实话 前御门的人都在等他 可他就是不出现 我们也没办法 他一想如此 我这个做师傅的都管不了喽 辽陈隐约担忧 但心中相信 陆陈不会出事 半开玩笑地说道 辽陈道友也无需担心 陆陈小友 学究天人 一生狂放不羁 但他信思细腻 没有出现 也许有要事缠身呢 黄泉道 辽陈点了点头 我也是这么想 随他去吧 我现在就是担心 黄家会不会来找麻烦 辽陈说这话 并非气馁和害怕 而是慎重地考虑过 毕竟黄雀灵一旦搞起事来 前御门这点人手 还不是黄家的对手 尤其是黄雀灵 大城后期的手段 不得不让人加倍防范 别人尚未说话 金修却是哼哼气道 师祖 不用担心 黄家若然敢来 金修定会让他们后悔 众人文言一愣 不知这个刚刚进入 大城初期的小骷髅 何来这么大的信心 黄泉说 不要小瞧我这个十八地狱的心主 如他所说 黄家不来便罢 若是敢来 黄雀灵一定会后悔 见黄泉对金修信心十足 众人更是疑惑 不过这事也不好问 金修有什么本事 除了了尘黄泉 也就是陆尘之小了 既然鬼门和乌河山都站在自己这边 危险性的确不大 再者说 老尘可是知道 就在赤水别院的后院 还有一个超级高手坐镇呢 想到那个来自永生长河的超级高手 连老尘都有些欣慰 陆尘成名 影响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就如今来说 眼下这个时间段 赤水别院绿斗的住处里 除了宁无牙之外 继宝和樊云蓝霸 正招待着近十个散仙 吃酒谈天 由于这些人不惜见外人 早一天就来到了赤水别院 绿斗特意把自己的住处让了出来 又由宁无牙亲手布下禁止 外人根本不知道 里面还藏着十来个散仙 老尘不知道前遇门遇难时 这些人会不会出手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只要皇家感动 宁无牙绝对会第一时间出现在广场上 可以说 现在的前遇门此时的赤水别院 前遇门手中所掌握的高手不在少数 众人正聊着 忽然门外响起通传之声 一道人影匆匆跑进 斗字拜祷在广场中央大声道 兵报总主 青川苦托 大明难葬 盗须尾提 妖宗拗难 魔精血物 皇家法祖前来观礼 哄 广场喧闹的人海 当可用瞬息万变四字来形容 听到通报 交头结尔的修士们无不扭过头来 满脸黑色地打亮着那通报之人 而后 万余目光不可思议地朝着了尘身上望去 来访的各大宗脉 基本上都跟陆尘有着仇怨 此来是官礼 还是来捣乱的 尤为可知 傲难还好一点 听说 陆尘和妖宗已经化干戈为玉帛了 而皇家 道须大明寺魔都 魔族 基本上还处于冷战状态 各方势力一直对陆尘的存在心有不满 此次陆尘坐大 几欲站在巅峰跟几人平起平坐 几人的来意就有些琢磨不透了 说不得 还真有点黄鼠狼给击拜年的意思 师祖 庄文员慢慢地走到了了尘的身边 嘀嘀地唤了一声 前玉门人都要看了尘的意思 了尘眉头一拧 抬手道 今日是前玉门的喜事 来的便是客 只要他们不做出滋饶之事 我前玉门也不能让人小看 请 虽然没动 但了尘的话还是传到了所有人的耳中 此举历史让在场修士无不点头赞叹 的确 前玉门开阁乃是喜事 就算身为修真中人对六玉并不在意 但凡事也要寻个彩头 没有人会在这种场合小肚鸡肠 只要来人不做出过分的事 一切恩怨都可以放到以后再说 听到了尘的吩咐 那修士撑了声 赶忙跑了出去通船 没过一会儿 五大踪迈高手带着几名手下 步入了赤水别院 近一段时间 静虚空间的事闹得沸沸扬扬 武林破明珠被人们视作当今众仙玉最紧销的商品 皇家打出旗号 高价出售 大量批制武林破明珠的消息只传出了三天 前玉门拍卖行就闻风而起 虽然还没有开始售卖 要等到前玉门开阁以后 但风声传出 皇家还是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再加之过往与陆臣的恩怨 一比比的算过来 两大势力早就势成水火 所以今天皇家前来贺礼 究竟安得什么心 谁都说不好 随着传暴之人出去以后 五大宗门之主便带着自己得力的属下 步入了赤水别院前院广场 广场鸦雀无声 目视着众人的走近 所有人都警惕小心起来 生怕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再次上演赤炼宗传卫大典当日的好戏 妖宗一方来的只有三人 五爪金龙王傲难 大元王元烈 金翅大鹏消遮 傲难没什么 了臣事不敌不友 贵在其中曾经与陆臣有着合作的关系 了臣站起抱着一礼笑道 不知龙王大人降临有时远迎了 还望勿怪 请入座 刘臣倒有客气了 傲难一笑致之 也不多话 台步走到席位一方 坐到了黄泉的旁边 黄家来的是黄雀灵 黄汉冲 黄青松 也没带太多人 他的本业是想看看陆臣搞什么名堂 究竟有什么本事在神魔星开拍卖行 曾经的黄家法祖也是通情达理之人 就算有再大的恩仇 也不会在这种时候解决的 所以言语上并没有太多苛刻的讥讽 黄家雀灵 恭喜廖臣道友开个立宗 没什么心思跟廖臣说话 黄雀灵表现泛泛并不出奇 随后苦陀等人也跟着黄雀灵一样 以看看的身份就此落座 很让人意外的是 如此简单的见面 让人看不出半点火药味 一众大老根诗意思的 该干什么干什么 没有人提起关于陆臣如何如何 还真像是来贺礼的 只不过正在这时 外面又响起了通传的声音 而这次才是真正的轩然大波 阿宝 南国阁老道 南国阁荣 此言一出 便是全场修士的目光 同时转向了院外 通天阁解散之后 方军塔于三月后突兀消失在种前狱 随后南国阁荣音信皆武 此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没有人知道 享誉盛名的南国阁老去了什么地方 就连陆臣也一同消失 可今天 南国阁荣高调出现 无疑会揭开当初方军塔失踪之谜 也会让陆臣的阴信被人得知 南国阁荣是什么人物 通天阁没有了 也无法抹杀起大城后期高手的身份 在座修士 包括五宗三族的大佬都站了起来 齐齐地看向那敞开的珠红色大门 少许 一道老麦的身影 轻松惬意地步入会场 拖一出现 便是所有人的注意力投到了他的身上 一身紫云滑幅 云履衍生浮云 慢慢飘进 便是爽朗地笑起 看来南国来晚了 不玩不玩 辽臣哈哈一笑 从宝座上飘下 身上亮起墨绿光彩 到得会场中央 深深一公道 辽臣见过阁老 真人客气了 南国阁荣笑道 领徒厚生可畏啊 今日能够得见道人 实乃三生有幸 其实南国应早来拜会 无奈所事缠身 今日仿有空闲 说起来 应该有南国致歉才是啊 南国阁荣微笑着 拱手拱身 辽臣真是南国阁荣原因有二 其一就是 陆臣炼化南明鲜火 得意南国阁荣 第二 自然是想知道 陆臣的安危和下落 不过这种场合 倒让辽臣不知道怎么开口 南国阁荣倒也爽快 见到辽臣欲言又止的样子 笑道 想必陆臣小友还没有回返吧 道友是不是很挂念 辽臣老脸一红 口中称事 南国阁荣哈哈一笑道 道友无须担心了 陆臣小友已于数月前成功收服南明鲜火 决臣而去 若老夫没有猜错 他一定择地修武道法 方才错过了时日 南国阁荣此言一出全场哗然 要说除静虚空间之外 人们现在还想迫切知道的事 无非是沙尘陆臣 有没有炼化南明鲜火 又或者是否被南明鲜火制服 不过现在听来 当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想当初连绿斗都收服不了的 绝世鲜艳已经被陆臣收入囊中 这代表什么 这足以证明陆臣的实力 肯定会因此而暴涨 昔日陆臣就堪于大成旗高手 步相上下 炼化了南明鲜火呢 他究竟达到什么境界 谁也不敢再猜了 要说脸色铁青的 自然非黄雀灵南藏等人莫属 陆臣的壮大代表着他们越来越危险 除非跟陆臣化干戈为玉波 否则终有一天会刀兵相向 以陆臣的修炼速度和机遇 到那时谁胜谁负就不好说了 不管怎么样 此事已经落实 黄雀灵很后悔听了那些人的话没有出手 而现在那人已经离开 他更加打定了主意 不想让陆臣活下去 不过今天不是时候 要杀陆臣 黄雀灵现在的障碍太多了 就是眼前的乌星蛮 他就不敢保证能够完全击败 大明寺一方 跟着南藏过来的还有惠子辈两大杜劫后期高手 其中惠海就是深受前玉门报复之苦的其中之一 惠海沉宁着 目光不断在前玉门修饰中扫视着 赫然发现两个熟悉的身影 一尸 一雕 惠海惊疑的皱了皱眉头 南藏面色本来就冷 听到惠海惊异出声 不禁疑惑的看了看他 问道 惠海 出什么事了 惠海想了想说 啊 为佛祖 弟子发现几个熟人 惠海的视线转向龙颜和小金 南藏寻着目光望去 问道 你认得他们 气息很像在吴玉星捣乱的十几个高手其中二人 惠海说 你决定 南藏佛眼一瞪 吴玉星一事 十几个神秘杜节高手天神降临般闹得腥风血雨 这让南藏老佛脸上实在挂不住 这些年也没闲着 安排寺内诸僧四处搜索始作俑者 一直苦无头绪 今天来真是来着了 惠海发现了一丝端倪 事情的起因自然要追溯到三念身上 但最根本还是因为陆陈 陆陈出了事 前玉门有高手前来找麻烦也说得过去 但是今天的场面不一样 要行事问罪 自然要有充足的礼句 惠海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他也吃不准到底是不是前玉门的人干的 不过因为恼火陆陈的缘故 自然就信了七八分 把心一横 惠海说 回佛祖弟子肯定就是他们 南藏一怒 禅定的坐姿微微摇摆 几欲出手 可心里一想 在场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现在发作 不等于告诉人家自己没有涵养吗 于是 南藏又松开了紧紧握住的拳头 见南藏老佛没有发作 惠海大惑不解 低声问道 佛祖 我们要不要 南藏知道惠海要说什么 白手道 前玉门开阁 赵告众贤玉 我等是来贺礼 眼下不是出手的时机 等礼成之后再说 南藏也算会做人了 就算寻仇 也得让人家把正事办完 这样还能体现自己的大度 而事实上 南藏还有另一份心思 他拿捏不准到底是不是前玉门的人干的 就想让惠海继续观察一番 要是有了充足的理由再动手 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了 你盯着点 前玉门还有什么人跟当初出手的杜杰高手相似 惠海听完 马上明白了南藏的用意 轻轻点了点头 眼神开始四处搜索 实际上 跟陆臣有仇有怨的几大宗门 除了皇家之外 大明寺 魔独青川 无上道须 以及紫玉魔镜 还真是来观礼的 正如众仙玉的潜规则 仇怨再大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他们对陆臣出手 却没有理据指向那些人 就是各宗大佬指使的 见风使舵 是这些人的强项 只要仇恨还没有大到根深蒂固的地步 万事都有转环的余地 他们此来 一则观礼 二则是为了看看前玉门大张旗鼓 能搞出多大的阵仗 支撑起拍卖行这么大的产业 须知的 在焕晨星玉这种地方 一直没有拍卖行的原因 正是因为各家持大 阿宝 丹药 丹药 灵符都有各自的特点 拍卖行可有可无 要想在焕晨星玉 要想在焕晨星玉搞一个拍卖行 没有点特殊的东西 是万万不行的 再则 便是为了武林破明珠 静虚空间的秘密已经暴露了 几乎众所周知 各派要想让自己门内高手数量 大幅度提高和增长 单单靠一帮一的方式 用杜杰奇高手不断地打开空间 让人进去修炼 是不行的 要是有大量的武林破明珠 完全可以划分空间地域 利用法阵保护 再让修士弟子 自己用武林破明珠 打开空间修炼 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紧接着 陆晨还不出现 了晨也没办法 及时一过 前玉门开门的气氛 就少了许多 了晨只能宣布 典礼开始 洪亮的钟声 在赤水别院内响起 广场重修 适时地闭上了嘴 停止了交谈 就看了晨首制佛臣 降于广场中心 面对那高大乡顶 焚香祭礼 口中宣读 前玉门一时 随后 有立下门内法规 如此等等 宣读完毕 就见从别院内涌出两队修士 这些修士 正是前玉门的各店长老 分店店主 有庄文元 南星辰 骆星炎 徐进 慕容卿 铁山 项玉兰 陈曲 慕容雨昕 方自新 淡台 孝虎 季宝 樊云 龙岩 小金 蓝霸 蓝青 蓝猿 蓝猛 等等 十数人等 吴不是杜杰奇的好手 列成两队 由后院 鱼贯而出 最后 分站在宗门主持台上 当这些人站出来的时候 查一查数量 魏海更加笃定了 吴玉兴一事 就是这些人干的 玄吉 赶紧在南藏的耳边 低语了几句 南藏老佛行下有数 更为恼火 慈悲的面孔蒙上了 浓重的杀机 接着 由庄文元宣读各店职位 把人员一一召告天下 从此 庄文元等人 就算在仲仙域 有了个名号 而这个过程中 广场上无疑地 引起了轩然大波 沙神陆臣 从来都是独行侠 实力虽然强大 但所谓背后的势力 都是靠着外人 天妖 赤炼宗 虎桥炉 甚至 封都等等 从来没人听说过 陆臣的背后 还有自己的势力 然而 今天 他们终于见识到了 杜杰后期 近乎大圆满的 了尘真人 余下三大杜杰中期高手 一位大成初期门客三念 已经是不弱的势力 再加上 十数杜杰初期 大圆满的高手 可不就是另一个 武宗三族的缩影吗 而前玉门 现如今 虽然没有让人看到 过多的修士弟子 但 别院外站着的 鱼腕合体高手 可是铁一般的事实 这么一股强大的势力 说他弱 谁会相信 滴滴的思雨声 静不住地响在了广场上空 人们众口品译的 无非是日后 众仙玉的格局变化 武宗三族一格 九大势力 通天阁已然解散 但前玉门随之雀起 无不宣示着 众仙玉将走向 另一个崭新的格局 尤其是 静虚空间修炼宝地的出现 更让整个众仙玉 进入了辉煌的时代 然而 一个时代和格局的变迁 要经历多少沧桑和演变 这是无人能够推敲出来的变数 时代的划分 背后便是腥风邪雨 尸骨如山 就冲前玉门和皇家的关系 众人就知道 众仙玉永远不会有九大势力 就算有 也会在时代变迁来临的时期 有涨有消 而长者何许 消者又是谁 还是未知之数 譬如就在眼前 大理已然进入了尾声 数万高手兴致勃勃地准备离开赤水星 直抵那即将掀起的前玉拍卖匾额时 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而这道声音是否在宣示着众仙玉混战的开端 没有人知道 人们只知道 当这声音响起时 前玉门开格典礼绝技不会像想象中的那般平淡 说不得今天不打上一场是无法善了了 阿弥陀佛 出生之人 佛号回荡中 一丝不祥的预感 于在场众修士的心中攀升而起 老臣转过头 饶有兴致地打亮着大明寺至高无上的存在 惊讳的双眼有着寒光射出 老臣早就料到今天不会平静 出乎他的意料的是 南藏的涵养功夫高到了家 竟然能够等到礼成之后方才站出来 宗主 方文元离老臣最近 恐生意外 从辽臣身边站出 半个身子挡在了辽臣前面 他的修为远远不如南藏 但再怎么样也不想让辽臣伤损一丝毫发 辽臣呵呵一笑 把庄文元推到一旁 绕出自己的身形 丝毫不惧道 大师有何指点 但说无妨 南藏轻蔑一笑 此时广场上高手虽多 能够出手帮衬前玉门了臣的人也不在少数 但南藏极为自信 没有人能够妄言战败自己 他也根本不惧 在他的眼里 前玉门不过是多了一个路程而已 根本算不得什么 要杀就杀 杀完走人了事 南藏说 十点看不上 南藏有一事不明 昔日无欲界 天降十数高手 灭我佛殿进白 损我弟子进天 南藏追查已久 一直苦于这些败类的行踪 然则今日 不才弟子惠还发现 柜门之内有几人与当日出手之人极为相似 若是真人同意 还请给南藏一个交代 南藏老佛的话语虽然客气 但实际上谁都能听得出来 其语气不善 先是一口一个败类 又口称出手之人跟前玉门的人相似 无疑再给前玉门扣实了帽子 而后用个请字 却直接让前玉门给个交代 而不是解释 明显在兴师问罪 而不是虚心求教 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前玉门的弟子各个剑拔弩张 盯着南藏凶光毕露 了臣治下的前玉门精英弟子 那都是层层选拔上来的 不提庄文员等原办人马 就连后加入的修士 都不是好惹的祸色 而加入前玉门最首要的条件便是 不能胆小 说是胆大包天都不为过 再加上先将杀神之名如雷贯耳 怎么会怕无欲大名 辽臣还未开口 吴兴满则是脸色冷冰的说道 安藏 今日乃是前玉开阁立派之日 些许小事用不着在这里说吧 乌兴满明面上是提醒 实际上在指责南藏的不通人情事故 南藏朗朗一笑 看都不看乌兴满 说道 谷主以为是小事 与我佛门却是大事 真人 你当如何说法 瑟瑟的冷风吹进赤水别院 搅动着院内花草飘摇不定 叙事已久的杀鸡逐渐在广场上升起 众人的目光渐渐转向前玉门的宗主 一方杀神的师尊 辽臣淡笑一声 心知此事早晚都要解决 说道 但不知大师一指何人呢 南藏神情一领 头也不回地叫道惠海 惠海 惠海授意 愤怒无比地站出 抬手指向站在队列中的龙颜和小金 喝道 就是他们 数万目光落入前玉门高手队伍中去 偌大广场 惊得没有半死风声 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 龙颜憨憨的嘴唇咕弄了两声 也没人听清他在说什么 小金则是挠了挠头 白眼狂烦 就好像惠海指的不是他们两人似的 不理不睬的样子 气得惠海浑身发抖 怎么 敢做不敢承认 就这点胆量 还敢再众先与立足 惠海语出轻视道 哈哈哈哈 小臣笑了笑 说道 惠海道友所指之人 就是他们两个吗 我说错了吗 惠海老眉微调 满是不屑之意 本座没说你说错 只是你少认了几个人 鸟臣平淡的笑声 跟陆臣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 冰冷令人发指 此言一出 在场修饰 无不变色 这算什么 承认了 一点辩解都没有 就承认了吗 男藏脸色铁青 听出了臣并不惧怕自己 怨气更生 鸟臣真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鸟臣哈哈一笑 起声 回返自己的宗主宝座 安稳地坐了下来 大声道 前御门自奴行开始 便不是小小宗门 我派敢作敢当 男藏道友 不怕告诉你 当日之事 的确是我前御门弟子所为 不仅有他们两个 现场所有前御门 杜杰奇高手都有参与 大师 本座的回答 你是否满意 吊臣漫不经心的言辞 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 于广场上诈响 听到此言的惠子辈 两大高手同时站在了 南藏身边 恐怖的杀机弥漫全场 黄雀灵吃笑着 默不作声 等着看前御门的笑话 普天之下得罪了南藏老佛的人 从来不会有好下场 别看老佛道貌黯然 真的动了杀机 也不是一般的狠辣 纠结于如何对付的他 自然乐得见两虎相争 尤其是在陆尘没有出现的场合 前御门更不是对手 而明显 前御门不畏惧 吴玉大明寺 反正事已至此 如何了解任凭对方 画出道来 三念健壮 知道自己不能再做着了 毕竟事情的起因是因为自己 现在又是前御门的门客 陆尘有恩于自己 就算出事 也不能让前御门站在最前面 阿弥陀佛 三念口呼佛号 缓缓站起 面带惭愧 他的惭愧 即使有愧于南藏的授业之恩 又有愧于陆尘 三念道 佛祖 事情因三念而起 此般罪孽 就由三念依然承担吧 说话间 三念飘然落入场中 与南藏站直面对面 三念 惠海本来就生气 但见三念站了出来 一股子邪火更是烧到了头顶 你撕入宝像殿 偷到九宝金波 后背叛佛门 这笔账还没找你算 你还敢站出来 给人当挡箭牌 三念扫了惠海一眼 并不打话 而是诚恳地看着南藏道 昔日三念 受益佛祖 本为佛门效力 然则三念身怀魔性 无法自拔 自甘堕落 由此让前玉门重道友 因三念依然与佛门结怨 归根究底 全是三念的不是 三念请求佛祖法外开恩 三念愿意一生修为 担此重责 望佛门与前玉门 化干戈为玉帛 大胆 三念还没说话 卫海插言道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 就凭你自己能够抵上佛门 禁拜佛殿上千弟子的性命吗 三念不说话 清吟佛号 取出金光一束 正是那仙气九宝金波 一手奉于南藏面前道 请佛祖开恩 众人皆是看着南藏 不知老佛该当如何处置 南藏定睛打量着三念 怨火急剧攀升 的确 他很恼火三念 但此次借机 无非想要拔出前玉门 这根眼中钉肉中刺 三念不出来 左右不了他的心思 宁某间 南藏言道 三念 你皈依佛门便为苍生造福 心生魔性 实乃你的运动 你四道仙宝在先 后又叛门出逃 此则固然难免 不过 你是你 前玉门是前玉门 我吴玉星 禁拜佛殿的损毁 乃是他人造成 你是隐 而造成此国与你关系不大 你且退下 随后与我回吴玉星 领受罪责 倘若知心悔改 本座自当给你一个重生的机会 但是今天 前玉门必须为他所造杀念付出代价 佛祖 三念文言 猛地抬起头来 吴玉星之事 向来是佛门治下无方 前玉门上门讨人也属合理 是非恩怨 无非是口角磨成 说到底 两边都有责任 而修真戒 本来就是弱肉强食 你的属下捉了人家的亲人 还不让人家要人去吗 南藏此为虽然算不上是颇皮无赖 但也有仗势欺人的嫌疑 不仅三念 就连在场的各小宗门也颇为不齿 不过不齿又怎么样 吴玉大明立足众仙玉已有年头 论到弟子 没有千万 百万也有 这样的庞然大物 谁敢来惹 这也就是前玉门 换个别的小宗小派 早就俯首认罪 认人鱼肉了 三念刚要说什么 忽然之间 一道爽朗的笑声 自后院响起 这笑声洒脱 狂放不羁 笑声中 韵着一股惊人的霸道气息 与深沉的沙念 由后院响起之后 缓缓荡来 男葬大师好大的排场 陆某幸亏回来得及时 否则错过了大师的风采 岂不抱憾终身啊 心慢的笑声栩栩响彻 由院后便是步入进来二人 当手一人黑袍加深 寸虚短发 精干非常 一双黑毛有着淡淡的寒光闪烁 举步踏入间 整个广场的气氛 便是因为此人而变得压抑起来 一阵阵寒意直渗入修士们的骨髓 仿佛让人瞬间跌入九幽地府 就连几倍都冒着深深的凉气 说话的人不是旁人 正是当今众仙玉 独一无二的绝世杀神 陆陈 而在他身边 一个伟岸的男子 面色冰冷地跟在他的身边 那男子举止如扶瓶 给人一种如梦如幻的不真实感 微昂着头 眼中带着一丝不屑和冷酷 旁人不认得此人 但前玉门中人 却是记得他的样貌 正是坐镇在新元星半年之久的 云散仙人 宁无牙 两人出现 场上的气氛骤然凝固起来 杀神的名头 绝非标柄出来的 而是用他的手中的神锤 与尸山斜海中杀出来的 没有人看到杀神而不退地的 半年已过 陆陈收服南明鲜火一事 便是在不久之前 由南国阁荣口中道出 如今的杀神达到何种境界 没有人看得出来 就连南藏黄雀灵等也不行 刚才剑拔弩张的气氛 使得前玉门人各个谨慎小心 说不怕 那是假的 堂堂大城中期大圆满的南藏老佛 给众人的压力非清 只不过 这一切在陆陈笑声响起之后 都将消失得荡然无存 前玉门人紧绷的神经 也终于松弛下来 看着那慢慢浮现的身影 所有前玉门弟子的内心 都不自觉地涌现 骄傲的感觉 那一种近乎盲目的崇拜于信任 千军万马也拉不回来 姚臣淡然一笑 盯着陆陈闪过一抹亚色 太乙斋吉 不仅仅是一门单修法门 更是对本身原因的补育 可令神识壮大 他发现 陆陈与半年前相比 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改变 那一丝担忧 玄疾化为虚无 吴兴满 黄泉 南国阁荣 各个大典七头 原先还打算出手相助的他们 这时也乐得看一场好戏 几人都抱着极为感兴趣的态度 想看看这个小子经历了半年的磨难 进步了多少 慢慢走进广场 陆陈对南藏不理不睬 而是走到三念身边 伸手将三念拉了起来 三念愣神 刚要开口 陆陈对着他使了个眼色后 将其推到了身后 跟南藏面对面不足五米的站定 如臣 南藏恨得咬牙切齿 不过转念一想 也好 有些事始终要有个了断 只要击败了眼前这个小子 前玉门将不攻自破 而对于自己的身手 南藏有着充足的信心 就算陆陈曾经达到 堪比大成期的实力 在他眼里也不算什么 修炼数千上万年的大成期 和只修炼了几百年的大成期 完全是两回事 两人就这么面对面的站着 一言不发 眼神交锋好多次 不大一会儿 双文元命人抬来一把椅子 放到了广场中央 陆陈大大咧咧的一坐 当着天下群雄的面言道 今天前玉门开阁 多谢各位赏光 前玉门成是立派的同时 陆某也有几句话要说 陆陈顿了顿 盯着南藏道 陆某与仲仙玉经历百摩千难 虽然见识不比在座各位前辈 倒也见过了不少 修真界弱肉强食 你杀我夺是常有之事 昔日种种 追溯根源也无太大的意思 各位过门都是可 前来官礼贺喜 陆某自然会已成相待 但若是有人滋扰声势 前来寻仇 陆某也从未怕过 大师 现在还在兴师问罪 已经没多大用处了 不怕说句大话 我陆陈为人就一个毛表 喜欢护短 三念大师现在是我前玉门的门客 便是我陆某的人 想找他的麻烦 又或找我前玉门的麻烦 大可以明眼 是打是杀 话出个道来 陆某不喜欢听一些没有营养的废话 强势的话语回荡广场 使得万众羞逝无不震惊莫名 陆陈的话太过霸道 显然打算拉开架势 要跟吴玉大名寺一拼到底了 不过 陆陈说的也没错 修真戒实力为尊 归根究底的事实难说清 人家被掳了 还不许自己的宗门要人吗 找不到三念就不能去吴玉香 众所周知 当日前玉门十数高授降临的时候 并没有直接开杀 而是先行问大名寺要人 是惠海口出狂言 不跟人家讲理 这才大打出手 事实上 陆陈从来也不曾如此霸道过 然而经历了收服南明鲜火一事 陆陈心中的怨气极大 多少次自己无意生事 但是以皇家为首在咄咄逼人 横生枝节不说 连收服鲜火的机会都不放过 派人前来捣乱暗杀 再加上功成出关 陆陈得到乌婆婆的告诫 以及面对宣夜的无奈 陆陈的愤怒之火早就烧到了骨子里 天不容我 我便杀出通天血路 由此 陆陈此次回归 再也不想玩些阴谋诡计 虚仪伪移 修真剑实力为尊 就看谁的拳头更硬 前玉门欲立宗于众前玉 想跟五宗三族并驾齐驱 自然少不了被人窥视和自扰 既然如此 何不借此机会杀鸡敬猴 南藏的确厉害 陆陈还不至于害怕 领悟了四字杀震天之后 陆陈总有种逆先称霸的热血 只想杀尽一切 挡在自己前方道路的绊脚石 陆陈自以为 心高气傲无法自控 实际上 他还没有发觉 这正是煞道修士 自地煞境 转变天煞境的前兆 杀心 杀念 将于此季最关键的时刻 发生本质上的改变 显然 陆陈没把南藏放在眼里 看着南藏气得浑身发抖 黄雀灵笑得更加猥琐 一对父子等着看陆陈出丑 南藏老佛可非一般人 出手便惊天动地 吊臣等人也皱起了眉头 他们隐隐有些担心 虽说陆陈的修为怪异 可越阶挑战 但面对真正的高手 终究没有把握 而就在南藏马上要动怒的时候 那名看不出修为的宁乌雅 却是走到陆陈身边 淡然地说道 小友 需要的话不妨自一生 宁某不收费的 宁乌雅说完话 在一道道诧异的目光之下 懒散地走回到一处无人的坐席上 竟然就这么坐下了 众人看得一愣 浑然不觉此人有何说话的资本 三姐散仙的修为 在宁乌雅的友谊掩饰之下 并不如何出众 南藏错愕地抬起头 看着宁乌雅的背影 知道敢在自己面前说这话的 竟然实力匪浅 也问道 请述南藏有言不识泰山 不知阁下是哪位 目光飘荡 缓缓落在宁乌雅身上 只见宁大散仙不屑地撇过南藏一眼后 极度不屑地吃笑了一声 跟着连话都不说 老神在在地闭目调息 这般表现更是让人费解 众仙玉高手不知反几不假 但能够藐视南藏的还不存在吧 这人到底是谁 陆辰健壮 微微一笑 不理会装腔做事的宁乌雅 朗声道 陆某此言对所有人有效 今日开阁 陆某不想大开杀戒 是朋友的可以继续留下 前玉门好酒好宴招待着 过后可以去拍卖行 要是寻仇 陆某现在就坐在这里 诸位不妨试试 大言不惭 南藏老佛的怒火 终于成功地被陆辰勾起 一身浑厚的佛法绽放出万道金光 冰冷的凝视着陆辰 南藏机放道 黄口小儿 学得一招办事便敢目中无人 真当我佛门好欺负不成 既然如此 本座也无需跟你客气 陆辰 本座今天便跟你定下三掌之约 倘若今日你能接下本座三掌而不死的话 前仇就愿一笔勾销 南藏看清了形势 要是硬要杀陆辰的话 根本不可能了 别说那个宁大高手在场 就算乌星蛮和黄泉也不会同意 真打起来 前玉门绝对占有优势 除非把佛门百万修士弟子叫来 来个一锅端 否则 要灭掉前玉门这些人 还真是难比登天 而南藏大约猜到了宁无牙的身份 敢在众仙玉藐视自己的人 只有永生长河那群隐士的散仙 所以他才用话语激怒陆辰 来个三掌之约 只对付一个陆辰 南藏有着充足的自信 南藏已经打定主意 暗示上古仙术 就算打不死陆辰 也要把他打得再也无法恢复过来 闻听此言 乌兴满心下了然 顿时一脑 喝道 满藏 你要脸不要 你是什么身份 陆辰才修正多少年 让他白挨你三掌 乌某修与你为伍 满藏 傲难也冷下面孔 说实在的 南藏的要求端得是极为过分 虽说陆辰已位列仙将 但无法比你成为大成妻已有年月的南藏 这个要求根本就是以强凌弱 陆辰小友论到修正岁月 比你不如太多 此要求过分了 黄雀灵已明白南藏的意思 大明老佛身怀不适法印得逞上古仙术 一怒之威 堪比大成后妻 倘若陆辰白挨三掌 不死也残废 这种不用自己出手的好机会 他怎么会放过 大笑一声 黄雀灵站起身的 黄雀灵说的也明白 向陆辰小友 昔日便可与全子不相上下 大师此言 又无限定陆辰小友 不得使用法宝 黄雀一位 三掌并不多 倒是大师慈悲为怀 有意化干戈为玉帛了 黄雀灵说的也明白 人家没让人不使用法宝 你不是仙将吗 大可以使用仙宝啊 只要不死 什么事都了结了 可但是 不是法印上古仙术有一特征 许多人都不知道 那便是 此法宝乃佛门高深法门 大成境界下 可无视仙宝 再者一来 陆辰只有攻击类仙宝 却无防御类仙宝 就算有 不是法印 也涵盖神识攻击之法 防是防不住的 这一点 黄雀灵很清楚 黄雀灵暗中使坏水 但他忘记了三年 三年一听大惊失色 端然道 陆辰 此时因我而起 就让我待你受此三掌 生死犹天 也算三年还你一个人情 玉斗一听这话 差点没笑喷了 暗存 三年啊三年 你能有今天 可是全败陆辰所赐啊 现在又为他挡命 不得不说 这小子的诡计 当真好用啊 让三年来 陆辰可不想 好不容易 收了个大成七高手 当打手 让人拍死 怎么办 陆辰说 大师 勿许担心 且回坐 观看便是 三念心中大吉 小声道 不可 灭魔 服侍应 无视 先保防御 别说三掌 便是一掌 你也挨不得呀 陆辰闻言 非经反喜 无视先保防御 便是神识攻击之法 而自己的杀念大成 神识攻击极为强大 南藏千算万算 不正是撞到 自己的枪口上了吗 心中明了 陆辰的笑意更盛 不理会三念的劝阻 站起道 要说 三掌太过麻烦 陆某也没有让人打得癖好 不如这样 我们就以一掌为限 陆某不用先保 只凭借一双肉掌 接你一掌 也别说我死于不死 倘若你输了 钱仇旧恨 一笔勾销 吴玉星大明寺日后 为钱余门附庸千载 如何 什么 要大明寺为奴 众人文言端得是吃了一惊 按道 陆辰野心够的 对决 竟然想让大明寺成为 钱余门的附庸 从来没受到轻视的南藏气的牙齿 咬得咯吱咯吱直响 陈生问道 大言不惨的小子 若是本作生了呢 简单 陆辰懒散地说道 钱余门听你发落 豪放之言道出 场内又是另一番景象 众修士无不因为陆辰的大话而惊颤连连 不借助法宝 于南藏一较高下 就南藏的修真岁月 反过来倒是让着南藏了 而且胜负自有说法 陆辰莫非疯了不成 那可是南藏啊 哪是黄汉冲这样的小人物可比的 黄雀灵父子笑开了花 这样对他们有利啊 跟南藏比拼 不死都得退层皮 哪有剩的可能 陆辰啊陆辰 这次你的狂妄要了钱余门的命了 将父子阴邪地笑着 心中畅快到了极点 与陆辰交好的一众高手 吴不宁眉冷对 暗呼陆辰大意 南藏跟黄汉冲 虽然只有一级之差 但修为境界却差了十万八千里 尤其南藏灭魔服侍印 那是强悍到了极点 服侍印一出 便是乌兴蛮南国阁荣都没有把握 陆辰哪来的这么大信心 再观前玉门众人 那种近乎盲目的狂热 根本没有表现出半点忧心 他们不懂大成七的可怕 不明白南藏的恐怖 但对陆辰却是信心百倍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 再多说也无疑 尤其陆辰大放豪言 把整个前玉门都堵了进去 佛门不可能不同意 不答应 表示示弱 南藏这时方才觉得 陆辰不是无敌放矢 隐约间 一股不妙的感觉涌上心头 但事情逼到这个地步 南藏只能咬咬牙 恨到 好 奔作应你 若是平手 前仇旧恨一样勾销 大明寺再不找你前玉门的麻烦 痛快 陆辰放声一笑 玄机做了个请的手势 说 大师 请吧 南藏倒退一步 锦拦袈裟呼的勇射金光万道 高深法力全数催动了起来 双手合十于胸前 暗念佛语 一道道金色的符纹 自己掌心处慢慢飞出 眨眼间 南藏的气势 竟然短暂的突破到了大城后期的境界 而在南藏身后 法相真身扭曲变化 立马呈现巨大金佛一尊 正气浩然 群修健壮 更是骇色不止 秘籍的广场人群 默地朝着天外飞出 两大高手对决 光是气势 就足以将人压死 谁还敢站在原地不动 大战将起 陆辰神态平和 实际上 暗运六字杀绝 谨慎对待 他知道 这次不容有失 否则前狱门刚刚开阁 就会消失在众贤狱 地煞逆天酒精 转瞬之际达到了18倍的速度 一字封山 二字断海 三字汉地不断攀升 一只巨大的浮空魔影 与其身后浮现而出 此魔猙獰至极 犹如万魔之手 神情恐怖威势逼人 正与邪的相斗 只一掌之约 谁胜谁负立竿见影 数万修士收敛气息 凝目观望 就连呼吸都开始 变得粗重起来 以此对望间 南藏手中印诀 一截九千九百余道 何则神通上古仙术 掌心一枚清晰的镊子 无限放大 再望路晨 副手昂头 眉宇间轻视之意 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 极具代表性的浩瀚杀念 冲天而起 举大魔影手智重锤 雄壮魁梧 已达万丈之高 偌大的广场 此时被一佛一魔两大法相 衬托得如同玩具 就在这时 南藏眼中金光一现 露出超然的杀机 灭魔服饰印法 佛门传承上古仙术 毁聚其身 南藏爆喝一声 自对面奔来 众人只觉南藏周围的空间 一阵扭曲 竟然出现一个个恐怖的空间黑洞 小子 举大受死 局长拍来 还没有到陆臣的面前 那金光佛印便已将广场空间震成了粉碎 巨大的轰鸣声伴随着乌夜如风的黑洞空间吸扯之力 将整个广场都吸入到黑洞当中 仿佛把陆臣周围变成了上古神魔战场中的虚空地带 哼 那是 你败了 就在此刻 陆臣拧起嘴来微微一笑 冷声出口 言辞带起无比的自信 把那双肉掌从身后挪出狠狠朝着南藏推去 四字杀 震天 轰 四掌交集的一瞬 空间骤然凝固 南藏城前铺的姿势被陆臣死死的挡在面前 空中一佛一魔两大法相真身同样举掌交锋 于空间处凝制 正气浩然的佛原力与陆臣的煞原力形成了完美的对抗 天空中两大法相真身随同这两大高手的意识交锋展开了激烈的交战 空 轰鸣接连不断的响起 陆臣与南藏文思不动 法相却拼杀在一起 这般修为放在在场修士眼中无不动容 哎呀 好强大的神识 只能神识强大如仙人才能在下界演化法影 啊 他们的神识已经不是尸海能够束缚住的了 蛮国格荣兴奋地评论道 不相上下 皇家父子的眼睛险些没有从眼眶里瞪出来 竟然不相上下 怎么可能 灭魔服侍印 涂魔灭世 神识公事乃众仙玉最强的上古仙术 南藏老佛修为精深 怎么可能斗不过陆臣 洋人已经傻了 精得不能再精 陆臣才修炼了多少年 啊 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神识 两人当然猜不出 陆臣九杀猿鹰在体 齐齐杜绝至大城初期 四字杀绝震天领悟之后 只有仙人的神识才能比得上 区区一个南藏 又算得了什么 得到三念的体响 陆臣的信心更足 与大眼仙诀斗神识 跟找死没分别 这还是陆臣刚刚突破大城期 若是领悟了五字杀绝逆仙 恐怕仙人来了都要甘拜下风 陆臣修真数千载 神识有九鹰 强大如斯 肉身经由虐龙血 煞气精华和静虚空间的 仙缘力淬炼 堪称半仙之体 又炼化收服南明仙火 原鹰深处 以有半数法力化为了仙缘力 整个人就是一个十足的半仙 当然不惧难造 剧烈的轰鸣声还在持续 南藏和陆臣已经汗如雨下 少少半盏茶后轰隆一声 两人各退十仗 大战方才停息 一掌之威 两人平手 啊 竟然是平手 众修士一惊 且看二人 分离十丈开外 体表各有黑金两色光环围绕 寻膝不停 端得是斗了个旗鼓相当 该死 陆臣的修为又紧紧了 黄汉冲猛地握拳 黄雀灵同样一脸怒容 万万没想到 陆臣失踪了半年 回来之后 连南藏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这个结果 俨然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众修士一个个看着陆臣 跟看着怪物一样 而就在这时 陆臣跟没事人似的 微微一笑道 大师好手段 全力以赴的陆臣 马上开口说话 又引起场内极大的震动 陆臣先行开口 就说明 他消耗得比南藏少很多 不然很难在交锋之后 马上说话 反观难造 脸色自是铁青 冷冷地指示着陆臣 许九方才恨恨地说道 小友客气了 高明的是小友 既然我等平手 那便依规矩 大明于前玉门 从此再无恩怨 毁海 毁能 我们走 仿佛费了极大的力气 南藏把话说完 根本不给陆臣机会 转身架起金色法云 飞上高空直奔 吴玉星而去 就这么走了 陆臣一饿 还以为南藏会放些狠话 却没料到 这老头真的言而有心 不过既然走了 陆臣也没有挽留的理由 少了一个大明寺 以后前玉门会安全得多 然而 没有人知道 已经出了赤水别院的南藏 脸色由青到紫 再由紫变白 好不容易过了传送阵 毁海飞过来 不甘问道 法族 难道就这么算了 话还没说完 只听 噗的一声 南藏狂喷了一口鲜血 整个人从法云上 跌落地面 毁海会能下了一跳 飞快将南藏接住 惊问道 法族 您 没让惠海说下去 南藏摆了摆手 童言佛面顿时变得苍老不堪 说 别说话 快回吴玉星 本座撑不了多久了 什么 南藏的败退 给前玉门开阁典礼 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刚风肆虐的赤水别院广场 人影重重 寥寥无声 几乎每个人都沉浸在那一掌之威中 灭魔服饰印法 亘古绝经 还是不能击败陆臣 两大法影的交锋 更让人看出陆臣和南藏的强大修为 两大高手的对决令人无法从那巨大的法影中抽身而出 直到南藏离开之后 在场修士仍然处于深深的震撼当中无法自拔 一掌之约来得太快 去得更快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此次交锋乃是陆臣占了上风 南藏话都不说地离开 正是显出了他的退缩 南藏败了 南藏竟然败了 黄汉冲难以置信的目光锁定在广场上覆手而立的人影身上 凶强一团赤裂的恐惧之火熊熊燃烧 无论如何 他也不想接受这个事实 原本天之骄子的他 带着一股子当灵绝顶的豪迈心情从泰州秘境出世 还没等一鸣惊人 就数次折在陆臣这个后起之秀手里 而当半年过去 再次面对陆臣的时候 黄汉冲从心眼里生出无力之感 黄汉冲知道 换作自己是万万挡不下南藏那一掌的 就算自己的师父也未必能占得多少上风 然而陆臣却是完败南藏 将吴玉星最强大的高手击退 这般实力是何等的惊人 黄汉冲微策着毛子 冲斥着担忧地看了看老夫 只见黄雀灵冰冷无情的双眼 正暗藏着浓烈的杀鸡 恶毒地盯着陆臣不放 众多高手惊骇莫名 不可思议地打量着场中 那个只有数百载修针岁月的小子 击败南藏 那是何等实力啊 现在的陆臣已经远远超出了众人的想象 真正地站在了众仙玉的最高峰上 掌声 咕噜地响了起来 打破了场上的宁静 众人微带诧异地朝着掌声传来的方向望去 皆是发现 那神秘的宁乌鸦已经站了起来 看来今日不需要宁某了 小友 宁某去后面歇息去了 啊 道友请便 陆臣随意地说了一声 广场再次喧哗了起来 宁乌鸦身形一晃 如红号展翅般飞起 他所说的后面不是赤水别院的后院 而是已经悄然离开一众高手所去的方向 主人 正在这时 金修终于寻找机会跑过来说话 见着陆臣不顾身份 当即拜倒在地 黄泉大帝看着额头青筋都爆出来了 暗存 堂堂十八地狱新竹 就算看见陆臣 也没必要当成这么多人的面 给他下跪吧 真是丢人啊 虽然不分于金修的表现 但黄泉大帝知道 这主婆二人的情意 想当初 金修还没有达到大成期的时候 就不给自己面子 现在更不用了 偏偏让黄泉无奈的事 他还真置不住金修 人家根本不踩自己 封都鬼主让自己当的 也算名不服食了 哈 金修 一只没有空闲 跟金修叙旧的陆臣 微微一笑 把金修扶了起来 两人心神相计 金修的修为 根本挡不住陆臣的慧眼 陆臣押然道 咦 你小子不错呀 都是大成期高手了 金修手底下 不仅铜管十八地狱 魏林大成时 更是德纪鬼圣谷中上古仙术 在封都 是人见人怕的角色 谁曾见过金修小孩般的举动 伸手嘎啦嘎啦的 在脑袋瓜子上抓了一抓 羞涩道 相远 相远而已 陆臣赞许地拍了拍金修的肩头 广场众人看得一烂一烂的 都没想到 十八地狱新主是陆臣仆人 望着一主一仆两大高手 一个刚刚击溃了大佛男藏 另一人却是同管十八地狱 所有人都懵了 好变态的一对主仆啊 不顾其他或惊惧或羡慕或愤恨的目光 陆臣徒步返回 毕恭毕敬地给了臣施了一礼 师尊 徒儿回来晚了 济南藏败走之后 了臣再无担心 看着自己这个强大的徒儿 老怀安慰道 不玩 不玩 陆臣有了在众仙玉站住脚的实力 不正是说明前玉门日后将无人赶期吗 了臣自然高兴无比 老大太强了 牛 主人 一众好友故乡上前欢喜大闹 院落中的气氛变得无比和谐起来 到得此时 众人便是知道 从今往后 前玉门将跟武宗三族并驾齐驱 无人能挡了 而众仙玉 自此便会多出一个前玉门 一个由散修人士组成的庞然大物 跟前玉门一众好友打了个招呼后 陆臣又与四大古仪 黄泉 乌兴满等人寒暄一番 最后冲着南国阁荣点了点头 旋即 陆臣脸色马上变得冷若冰霜 慢慢转过身 目光环视广场 冷酷的寒光 直丑的苦驼等人心里发毛 不知陆臣为何这种表情的一些修饰 无不在心里打鼓 暗自揣测陆臣的用意 看了一会儿 陆臣勾起嘴角 目光突然在皇家父子身上落定 朗声道 黄泉灵 我们之间的账 该算算了吧 算 刚刚平复的气氛 随着陆臣的话再度凝制住 众修士皆是呼吸一致 按道 终于来了 陆臣和皇家的恩怨由来已久 谁都知道两方不可能善了 这一天 众仙玉修士等了很久 终于在前玉门开阁当日 有了结果 陆臣的话 正是腰战的宣言 代表着他自己 更代表着前玉门 随着陆臣话音一落 前玉门仲修皆是同时站在了他的身后 就连金修也甩开大厂 来到陆臣的身边 十余股冲天的杀气 死死的笼罩住皇家众人 注目睽睽之下 黄雀灵 黄汉冲 黄青松 徐徐站起 驻于云团之上 冷冷地注视着下方不弱的前玉门高手们 事实上 就算陆臣不发话 黄雀灵也不会一直默不出声了 就在三个月前 他收到远在遥遥天际那位自称人皇高手的消息 对方已经离开 他再也不需要忌惮任何人 面对陆臣迅猛的修炼速度 黄雀灵隐隐有着一丝惧怕 心智 不能再让陆臣继续发展下去 否则用不了多久 自己也制不住他 黄雀灵说 太州皇家 与你终须一战 你不开口 我也会站出来 既然你先提来 我等就来个了断 把这百多年来的恩怨一并结掉 陆臣 说吧 如何解决 黄雀灵倒也干脆 过往的恩怨众所周知 也无需再提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唯有用强势的态度解决就是了 痛快 陆臣赞了一句 玄机 当成万众修士的面前 豪迈的说道 前玉门 黄家 无法并存于众仙玉 你我之间始终要有一战 与其继续勾心斗角下去 不如堂而皇之一战 黄雀灵不屑一笑 在他眼中 击败南藏根本算不得什么 南藏没有用法宝 自大的认为 自己可以凭借上古仙术除掉陆臣 不料想掉进了陆臣的陷阱 面膜服饰印 只是神识攻击 陆臣的神识强大 这才堪堪与南藏打成了平手 自己要击败陆臣 绝技不会太难 更何况 泰州皇家历史悠久 黄雀灵对道法的领悟 身怀的仙宝多不胜数 跟皇家挑衅 岂非找死 不过 陆臣的狂妄 也正合了黄雀灵的心意 堂而皇之一战 可以让陆臣败得心服口服 同时除掉一代杀神 皇家日后的威望将会水涨船高 这一箭双雕的机会 黄雀灵当然不肯放过 好 黄雀灵力笑出声 提表涌现浓浓战役 我皇家也非趁人之威者 三个月 三个月后 唤尘兴玉北三千八百万里 有颗天都行 老夫写皇家弟子 恭候道友大家光临 此战 乃是皇家与前玉门之战 皇家前玉门 只有一门可以立足众仙玉 此战 皇家 皇家法祖蒸蒸铁骨之言 无不透露他的决心 皇家 前玉门 自此战后 只有一门可以立足众仙玉 正是宣誓了黄雀灵 必除陆臣之心 两大门派的战斗 不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事不罢休 言语之中 透露的凛然杀意 已然再清楚不过了 在场修士 本以为陆臣和黄雀灵 会用单打独斗的方式 解决两家的恩怨 没料到黄雀灵的手笔如此之大 把两大门派数以万计的修士 都囊括了进去 当真不死不休了 其实众人也能听得出来 黄雀灵故意说出 此战乃是皇家 和前玉门之间的战争 就一直不允许他人插手 如今陆臣背后的势力庞大 不仅有丰都 天妖 两大势力支持 更有四大古仪坐镇 不但如此 那神秘的散仙修士 也是庞大的一支 皇家虽然能够号召佛门 魔祖等四大宗门相助 但还是占不了上风 与其如此 倒不如化繁为简 用言语相机 把战争缩小到他们两派 这样一来 前玉门明显没有皇家人多势众 陆臣纵有通天的本领 也挡不住皇家数十万 修士大军 可以说 陆臣和前玉门 必败无疑 黄雀灵算到了骨头里 笃定让陆臣好看 一举拔出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旁人听在耳 怎会猜不透黄雀灵的想法 当下便议论纷纷 南国阁荣 吴兴满 黄泉等人面带凝重之色 此时 就算想要劝阻 也不能说话了 毕竟建议是陆臣提出来的 他不可能不答应 不答应就代表示弱 陆臣当然不会示弱 说到底 黄雀灵正合了他的心意 这场素氏之战非打不可 没有了四大宗族的插手 陆臣荡平黄家 也没人敢提出异议 所以 当黄雀灵提出 腰战的时间和方式之后 陆臣没有半点距离 反而踏出一步 生气凌人道 好 就三个月 三个月后 尘实 天都兴赏 不死不休 吴兴满细密的小眼 急速的转动 见二人同时立誓 当即明白了二人用意 微微一顿 他慢慢站起 朗声道 诸位 黄家与前玉门一事 由来已久 既然两位道友 有意解决两家恩怨 不如 我等就来做个见证 三个月后 天都兴 任何宗门 不得插手两家恩怨 否则 我天妖一众 绝不答应 五宗三族知名的大宗门 展开帮派之战 乃是众仙玉万年难得一见的大事 要是有人插手 并且牵连下去 影响太大 乌星门 也不愿意见到 众仙玉修真界混战的场面 还有我 黄泉大帝 五爪金龙 傲难也都站了起来 虎驼 未提写物一看 自然乐得为之 站起道 好 既然如此 不如就以无道友的意思 凡是敢插手 皇家和前玉门帮战的人 将是众仙玉修真界的仇敌 不错 不错 是啊 众人相继点头 正当这时 金修突然站出来 晃动金光闪闪的小脑袋说道 大帝 金修乃是主子的仆人 无能再领十八地狱 此面金牌 请大帝收回 一道金光随着金修的话音落下 脱手而出 扔在了皇泉大帝的面前 四周鸦雀无声 众人皆是震惊地看着金修 这个小骷髅竟然连十八地狱之主的宝座都不要了 去跟没有半点胜算的陆臣赴死 主仆之仪顿时感动了在场所有高手 黄泉捡起代表着十八地狱上百万鬼秀统帅的金牌 赞许地看了金修一眼 言道 好 本座答应你 从今天起 金修二字从归于除名 他所做的一切跟丰都无关 黄泉潺潺之言 已把决心表露了彻底 也是怕日后被皇家和道须等宗门拿住把柄 表面上是把金修驱逐出鬼宗 实际上不正是给陆臣多留了一个大成初期高手了吗 而这么做也没有不合理的地方 本身金修就是陆臣的仆人 哪有主子副业仆人坐壁上官的 黄雀灵并无异议 在他来说多一个大成初期高手算不得什么 只要杀了陆臣 前御门将不攻自破 冷冷地点了点头 黄雀灵道 好 那老夫就恭候陆臣小友了 走 黄雀灵说完 绝缠而去 黄汉冲飞起 嘴角抹着冷酷的笑容 斜着毛子扫了陆臣一眼 说道 哼 陆臣 好好珍惜这三个月吧 三个月后 就是你的死期 扔下一句话 黄汉冲飞身 追向黄雀灵的背影 陆臣默视着离去的皇家三大高手 深邃的看了一会儿之后 凝重的表情忽然一脸 大笑道 各位 大礼已成 请各位一架神魔星 那里可是有着不少好东西 等着诸位 陆臣 陆臣调侃般的眨了眨眼 顿时将场上沉重的气氛打破 众人哄笑着 纷纷架起 祥云掀骑 赶赴神魔星 开戈大礼宣告结束 有了广场上掌退南藏老祖的一幕 前玉门三个字在众仙玉更加响亮 沙神陆臣再度成为修真界的焦点 随着典礼的落幕 前玉门的威名 很快传遍了众仙玉的每一个角落 下至黄极星 上至天极星 皆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而此风波更是远远传到了永生长河边际 紧随其后 前玉门拍卖行 于神魔星方式正式接扁 打开大门出售仙宝 拍卖会进行了整整三天 前玉门又一次 让以五宗三族为首的各界修者 瞠目结舌 上百件极品灵气法宝的售卖 把陆臣仙将的威名进一步的巩固 而在拍卖的第二轮 三通丹也成为了众仙玉内 最为炙手可热 必不可少的修炼宝丹 大会持续进行 喊价之声 足足在神魔星回荡了三日 最终在三瓶万春生鸡叶出手之后 宣布告终 而这三瓶万春生鸡叶 每一瓶都卖到了数十亿中品灵精的高价 珍贵程度直逼仙气 众仙玉修者虽然不乏大成其神通高手 但毕竟不是仙人 就算仙人也不可能断肢重生 肉身在负 万春生鸡叶的疗效弥补了这一缺陷 整整三平 在庄文园三寸不烂之舌的述说下 给钱玉门带来了多达百亿的收入 此后拍卖会结束 陆晨又扔出重磅炸弹 以每枚二百块中品灵精的价格 接受仙仙玉各大宗门的订购 武林破明珠 关乎每个宗门的发展 迅速成为最为火热的商品之一 于三通丹河迈 钱玉门大发横财 仅仅半日 光是定额都达到了上千亿的总收入 钱玉门迅速发展的尽头一时无两 这般庞大的灵精收入 直较仲仙玉所有宗门看得眼红 要不是钱玉门有陆晨这个杀神坐镇 恐怕早就有人直谢进去疯抢了 拍卖会进行了三日 忠师在众人意犹未尽的目光下 宣布结束 与此同时 众人很快从购宝的快感中跳脱出来 纷纷把目光转向于钱玉门开革典礼当日 当众约下天都星一战的钱玉门和泰州皇家 一丝暗涌正悄然于众仙玉露出了苗头 泰州秘境的皇家历经了多年的惨变 数大高手折损在陆晨一人手里 威风不如往昔 然可是 有了周云的到来 又让皇家死灰复燃 别看只有半年 皇家如今的杜杰初期高手达到了三十余人之多 这些人都是皇家从秘境外千挑万选的合体后期大圆满高手 送入静虚空间培养起来的 可谓皇家的心血结晶 论到杜杰其高手的数量 皇家俨然比其余五宗二族每一个宗派都要多 饶是如此 黄雀灵父子一点高兴劲也提不起来 混蛋 陆晨 我要把你碎尸挽断 黄汉冲回到陈香谷后 马上收到了来自神魔星的消息 前玉门以二百块中品灵精每枚五灵破明珠的售价 开出了大把的订单 配合三通单那种越过平静作用的宝单 狠狠地赚了一大笔 而皇家七百枚灵精一枚的五灵破明珠 自然无人问津 有二百的不买去买七百的 那是傻子才干得出来的事 很显然 黄汉冲被气到了 黄雀灵迷风着老眼 打开一条缝隙 淡淡地看了黄汉冲一眼 老神再再道 冲儿 你如此心腹气躁 为父怎么放心把皇家交给你 父亲 父亲 黄汉冲不服道 不是孩儿心腹气躁 实在是那陆尘欺人太甚 他把价格压得这么低 明显是想让我皇家出丑 无法挽回损失 父亲 孩儿已经等不了了 早知道那天在赤水别院 不如跟他来个你死我活 黄汉冲恨恨地说道 周云偷偷瞄了气得满脸通红的黄汉冲 再看看黄雀灵 心中坦然 哎 这老子和儿子差得太多了 黄汉冲天赋再高 有这样的心境 日后也厉害不到哪儿去 哎 口中不能说什么 周云心里打起了退堂鼓 虽然现在外面看来 黄家在人数上占了优势 但实际上 陆尘还有多少能耐没有拿出来 连周云都没了把握 毕竟啊 陆尘太怪了 怪得让人无法接受 黄雀灵叹了口气 徐徐站起 布下台阶 说道 哎 冲儿 为父定下三月之约 正是让陆尘发展他的势力 你好好想想 如果当天打起来 有多少人能站在我们这边 黄汉冲一愣 如醍醐灌顶 心道 没错呀 当天高手众多 能站在自己这边的 顶多就是伪提苦驼几个 而黄泉乌兴蛮 肯定是陆尘那边的 再加上绿斗 苗瑞 四大古仪先祖 可谓高手如林 还有一个不知底细的古怪修士 连南藏都不配跟他说话 陆尘势力 大得没边了 真的出手 自己这边哪有胜算 见黄汉冲少有理解 黄雀灵笑道 回复于他定下三月之约 三月之后 我泰州竟三十万修士清朝而出 他前玉门才有多少人 就凭他们 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另外 前玉门这些天 来收刮的财报灵精 还不是我们的 对呀 黄汉冲没料到 老妇还有这一手 这跟借机生蛋是一个道理 抢东西抢不来 让前玉门拍卖行折腾去 只要黄家胜出 斩杀所有前玉门的人 都没人敢管 灵精先宝 还不是自己的 想通了这一点 黄汉冲的脸上 闪过羞愧的神色 坦然的 还是父亲高明 孩儿自愧不如 黄雀灵并无怪责之意 而是语重心长地说道 哦 重儿啊 莫要阴小师大 心境很重要 快去修炼吧 为父也要马上 闭上钻研太州秘境的用法 那鲁臣修为精深 便是为父也无十足把握 为了一方万一 天都兴一战 我只能拖住陆臣 不让他深入皇家大军身处 而前玉门除了陆臣之外 再无高手 你如今已经是大成中期 对付三年和那小骷髅不是问题 再加上周长老以及我族数十杜劫高手 一个前玉门不在话下 听到黄雀灵精准的分析 黄汉冲双眼射出期望之光 大声道 请父亲放心 天都兴一战 孩儿必让前玉门一群贼子 有去无回 嗯 新元兴 结束了三天的拍卖盛会 前玉门中人喜气洋洋的 回到了幽谷新址 望着谷内弟子欢天喜地的样子 陆臣的心里满是安慰 唉 前玉门终于发展起来了 陆臣发出一声长叹 随后听到辽臣等人走了出来 三天的盛会 大家都精疲力竭 虽然收入颇风 但心里还是有着一丝难言的伤感与担忧 三个月后便是帮战开始 说不担心 那是假的 还有心在这里观赏风景 慕容与西窈窕的身影步入视野 陆臣微微一笑 丝毫不担心的 哼 为什么没心情 方子新不同慕容与西 慕容与西是那种高贵 典雅大方的美女 典雅大方的美女 也是充满了智慧的美女 生于皇家 慕容与西天生就有股忧国忧民的心思 前玉门面临皇家这只庞然大物 他当然会担心 方子新则是不同 轻而出尘 雅致不俗的他心境平和 就算担心也只会藏在心里 不会说出来 让人看上一眼 不觉感受到凄美 他问道 难道 你一点都不担心吗 担心也没用 陆臣摊了摊双手 长出了口气说道 太州皇家修饰如临 远非前玉门可比 人数上我们就落了下城 你还提约战一事 老臣也加入了讨论 说不得陆臣当日的行为 让这个睿智的老人 都有些看不透 陆臣和南藏拼了一掌 虽然表现出极强大的修为 但当时南藏并没有用上 全部的本领 而这次约战 跟队长比拼不一样 那可是两大帮派的争斗混战 黄雀灵又是大城后期高手 论到实力 并不比南藏低上多少 陆臣转过身 看着一双双深邃的眼睛 笑道 师父 我又没有说帮战就要所有人都去参加 他们人多又有什么 哦 众人文言一愣 不明白陆臣的意思 陆臣继续说道 这次与皇家一战 我和金修过去就行了 至于大家 还是在这里静候佳音吧 众人听完 顿时倒抽了一口凉气 了臣急道 那怎么行 皇家数十万修仙 定由大镇相助 你与金修对付黄雀灵 就已经是难事了 怎么可能敌得过这么多人啊 了臣的担心不无道理 皇家修士众多 就算让陆臣杀 也要杀很长时间 别说能不能打过 累都能累死 庄文元跟上来说道 老大 要不这样 前玉门还有近千万的武灵破明珠 我们选出一对不怕死的 跟皇家来个同归于尽 庄文元刚说完 陆臣上前便是一计暴力 骂道 你脑子进水了 前玉门有今天容易吗 千万武灵破明珠 要多少人送死才能让皇家十万大军跟你同归于尽 再者说 你怎么跟前玉门弟子说 让他们去送死 还是说些谎话欺骗他们 这么做 日后谁还敢加入前玉门 被陆臣呵斥一通 庄文元脸红脖子粗地退了回去 吊臣臣吟着 脸上闪过韵色的 那也不能让你们两个去送死 前玉门共同进退 就算死也要死在一起 陆臣苦笑一声道 师父 你老消消气 我没说不让你们参加 就算要打 咱也要有个策略才是吧 策略 众人又是一论 不是不死不休 你死我活吗 还有什么策略 上去杀不就是了 见一个个露出疑惑之色 陆臣说 大家好好想想 泰州皇家人数众多 大家一起杀上去 怎么跟人家比 这不是徒增伤亡吗 他皇家可以不珍视 自己族内弟子的姓名 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基业 可不能胡乱地浪费啊 老大的意思是 庄文元似有所悟 陆臣说 其实也算不上什么策略了 我不是有欲瓦空间吗 此宝坚韧无比 凡间界很少有东西可以摧毁 而能够以此保命的 除了我之外 就只有金修 就我们两个先去大杀四方一番 尽量消耗皇家的人数 而后 庄文元听我号令 时机成熟再出来不就行了 不给众人说话的机会 陆臣对庄文元说道 庄文元 你现在就去天都星附近观察一下 用哪几颗修真星 离着天都星最近 提前过去 倒是听我号令 另外 把万春生鸡叶准备好 用哪个弟子 伤胳膊断腿的 大家合力救出去 前一门弟子的命 每一个都很珍贵啊 老臣琢磨了一下 还别说 只有这样才能减低伤亡 但是 老臣说道 可是你能撑得住多久 数十万修士 单单是集体祭出法宝 也要消耗很多法力的 陆臣一挥手 胸有成竹道 相信我 你的徒弟 别的本事没有 保命的经验 可是强悍得很呢 陆臣倒是没说错 从修真开始 他便一直处于 被追杀的窘境当中 一身逃跑游斗的本领 早就淬炼得炉火纯青 无人能及 加之欲瓦空间的 强大庇护力 和一身高超的身手 想杀陆臣的人 恐怕在当今的众仙月 没有几个了 至于金修 二者本来就是主仆关系 心神相计 陆臣可以授予他 进入空间的权力 与敌人交战时 可以避一时危难 而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陆臣没有说出来 其实他也刚刚知道 还是金修告诉自己的 金修打通了十八地狱 战败了十大地葬 好不容易达到了大成期 偶得鬼圣古中暗藏的 鬼宗一脉上古仙术 奎生之法 所谓的奎生之法 乃是让汪死生灵的尸骨 受尸法之人驱使 无魂而生 成为金修一人的傀儡 试想一下 大战当日 皇家弟子肯定人数众多 陆臣要能大量地 杀死对方的高手 再用金修的奎生之法 引亡灵海谷赋而重生 变成一股强大的生力军 谁人能敌啊 这种奎生之法 唯一的弱点就是 不能把死前修士的所有能力 全数发挥出来 即便是用金修大成期的手段施法 也要调上整整一个层级 比如 杜结期高手被杀 奎生之法操控的骨魁 只能是合体期 以此类推 实力虽然大减 但架不住人多呀 可以说 只要皇家多死一个人 自己这边就多了一句施魁 而这种仙术的恐怖之处 便在于敌我不分 陆臣可不想把前欲门的人 都变成森森白骨的尸魁 所以才临时决定 由自己和金修出战 至于大战之后 皇家人数削减 也不用金修施展 此种凶狠的仙法了 跟辽臣等人商量完后 陆臣决定闭关 这次闭关 除了要让金修熟练的使用 玉瓦空间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要办 那便是研究南起大生术 以及炼制魂天灵宝 羽煞剑 羽煞剑陆臣决定炼制两种 一种是承诺给宁无牙的弩剑 另一种便是自己所用 这种剑不用多 只要拿起大生术领悟出来 注入仙法的灵印 便可使剑鱼拥有回收的功能 必须是本命法器的一种 只需炼制出一杆便可 回到中央楼阁 陆臣把金修叫了进来 传给他口诀之后 取出玉瓦空间 打开空间裂缝 金修不断地念着口诀 进进出出 玉瓦空间也有有效范围 并非随时随地自由出入 向金修就不能离开陆臣 超过百丈的距离 太远无法感受到玉瓦的灵气 放任金修不管 陆臣独自打开 南起大生术的卷轴 所谓南起大生术并非是一幅画 而是仅仅一个灵印 就好像符咒般有符头符尾 在陆臣眼里 南起大生术的符诀极为复杂 像字又不是上窄下宽 浮现流畅 勾勾画画 很难像一笔可以勾勒出来的古怪文字 符诀的上方 有如同竹叶般的四小符头 余下方相接 而在符尾的位置 有点滴水珠式样的远点 穿插在符咒中心 就像滴墨不小心滴落到卷轴上 中央便是符胆 根据符咒之法的领悟 南起大生术就是一门符法 只不过中央符胆 乃是一个与人身形状相仿的木子 勾画乃是一气呵成 根木虚伪 横画斜钩 极难以笔画成 浮胆鲜红的令人心惊 一看就是某个神通高手 用精血济血而成 笔落雄魂 暗藏天道 陆臣修真出史时 便用单纱符纸克服悟道 而南起大生术 明显是以精气血 注入灵力开启仙术威能 可以说是符咒的升级版 不再需要单纱 用气脉夺灵而成 陆臣先是用手指 凭空试着画了一下 没有什么领悟 便放弃了继续尝试 顺着卷轴看下去 只见下方有几行小字 颇为醒目 陆臣摊开卷轴 仔细观看 上面写着 南起大生术 双生木法 修者必备本命木源之力 着符绝已上官 魂石双修 此术有为天和 可复辟重生 再造法身 亦可助灵于气 然智气非仙目不取 看完后 陆臣明白 为什么宁无牙找上自己了 首先在仲仙玉 仙木本就是凤毛麟角 宁无牙见过自己在玉水星 以雕刻的办法 指出了羽煞剑 自然能够看出 自己的万春仙芝 是仙木的品阶 而用仙术炼制出魂天灵宝 已被机缘与高超的气道 再加上南起大生术 非常人可以修炼 四大法体有雷王相助 本命真源便带着 木属性的原力 三者合一 自己就是最佳人选 而实际上 宁无牙 若非急于度过永生长河 万万不会将南起大生术 交给外人休息 亘古三千大道 种类繁多 每一项都是至高无上的法门 就算去了仙界 此卷轴都能卖到好的价钱 怎么会轻易地拿出来 宁无牙 也是避于无奈罢了 了解了南起大生术 陆尘准备着手休息 有了下方小字的提醒 陆尘可以省去不少麻烦 陆尘地难着 自言自语道 浑石双修的意思 就是以浑石为本 于神石中刻画符咒之行 以其来领悟无上道法 若寻得机缘 便是窥头大道仙机 仙法自成 想到这里 陆尘拿起卷轴仔细观察 把符咒的符头符胆符尾 每一笔画 每一个细节 都牢牢地记在脑子里 其实陆尘没有着急 把南起大生术炼成 毕竟领悟上古仙术 也要靠机缘 不是说炼就能炼成的 陆尘无非想先试上一试 若不成 大不了多浪费一些万春仙芝 多造极感羽煞 待以后闲暇的时候 再练也不急 将心绪放平 渐渐沉入石海 宽广的石海中央 翻涌的煞魔围成一个阵势 将中央空白的区域 空了出来 陆尘右手捏住指觉 不断回忆着南起大生术 符咒的每一笔画 手指跟着脑海中 思量的模型 慢慢移动 一次 两次 三次 这一坐 陆尘便坐了整整一个月 时光飞逝 一个月对陆尘来说 犹如转瞬一念 陆尘脑海中形成了 数亿种画质南起大生术的方法 但始终不能领悟到 上古仙术的奥秘 也许是画法不对 陆尘没有放弃 也不毛躁 灵物仙术是急不来的 寻思着陆尘再度沉入 修炼的快感当中 又过了一个月 陆尘正全身心的修炼 南起大生术 记不得这是第多少次 学画此符 而就在这次 脑海中的符咒 突然活灵活现了起来 所画的木字人身状浮胆 慢慢玄机不大一会儿 变成一个娃娃 娃娃没有五官 头大如抖 全身光洁 磁光暗韵 画形的瞬间 摘下一顶 由树叶编制的围帽 照在自己的头顶 跟着两只小手一翻 洒出滴滴干露 随着脑海中境界的变化 娃娃生出了眼睛 眉毛鼻子 五官很快生全 她的手也不是肉乎乎的一团 而是分出五根手指 陆尘惊喜地发现 随着娃娃一点点 具备人样的时候 体内的法律症 源源不断地涌入尸海 灵魂和神识交融在一起 疯狂地消耗着 那般速度 连陆尘都为之惊讶 要知道 灵魂和神识的力量 不如原因那样 只靠吸收灵气和服侍天才地宝 就能很快恢复过来 灵魂和神识的消耗 可是需要很长时间 才能自行恢复 取巧不得 而娃娃的生长 似乎需要吸收这些过多的灵魂和神识的力量 其中还掺杂原鹰的部分法力 不是部分 陆尘一惊 气息一乱 险些入魔 强压心头的震撼 陆尘仔细地观察 子府 赫然发现 那些法力 并非是自己拥有的全部 而是转化成 先元力的部分法力 而所有的灵元力 一点作用都起不到 难起大声数 难道只有仙人才能施展 这个发现令陆尘灵光一现 果不其然 带到自己的先元力 全数消耗掉后 灵魂和神识的力量 也所剩无几了 娃娃停止了生长 最终 因为厚力不济 而无法变成真人般的娃娃 随后 化成一缕青烟 消散在石海中 陆尘受惠法力 尝出了口气 这才发现 自己的额头和后背 已被汗水浸湿 同时头昏脑胀 只想睡觉 难起大声数 消耗的灵魂神识的力量 太过巨大 先元力也不够用 难道真的不成 陆尘自问了一句 赶紧抓紧时间 睡上一会儿 几个时辰醒来之后 又试了一次 还是没能成功 又花了七天的时间 陆尘试了七次 得到的结果 与之前一样 但最后一次 娃娃明显比以前 成长了许多 陆尘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自己已经 领悟了难起大声数 只不过 由于自己 还不是真正的仙人 神念和神元力 都无法支持自己 完成这项仙数 所以才一直失败 陆尘也不气馁 难起大声数 不能完全吸尘 但画法和诀窍 陆尘已经知晓 就算没有卷轴 陆尘以后 也可以自己修炼 在这个过程中 陆尘受益到一个好处 那就是 修炼上古仙数 可以无限提升 自己的神识力量 同时 又有加速仙元力的转化 虽然自己修炼的 十日不多 只有两个多月 但是神识和本尊修为 也提高了不少 陆尘记住这一点 以后 度过大成中期 后期 除了吸收煞气精华之外 又多了一个方法 对于陆尘来说 绝对是大喜事一件 因为欲瓦空间中的煞气 已经所剩无几了 陆尘再想疯狂提升实力 就没有煞气可以吸收 修炼南起大生数 倒是一个绝对的办法 牢牢记下南起大生数 陆尘算了算时间 还有不足一个月 炼制魂天灵宝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 放弃继续修炼南起大生数 拿出宁乌牙借给自己的飞刀仙气 飞快地 从玉瓦空间的万春树上 削下十只仙之来 马上沉入炼制灵宝当中 一星换斗 日更月替 转瞬间 三个月的期限已到 不足一个月的时间 陆尘炼制了五只羽煞弩 虽然没有南起大生数的回收功能 但也足够念乌牙使用了 炼制一到就是这样 当你熟练了某种法宝的炼制方法之后 一次会比一次精进 到后来 陆尘炼制羽煞 只需要两天的时间便可 而剩下一部分时间 陆尘给自己再次炼制出两只羽煞剑 能够配合罗侯宫使用的魂元灵宝 这三个月来 陆尘没看过一眼金修 走出密室的时候 发现金修已经准备好一切 等在那里 见陆尘出来 金修嘎嘎一乐说 主人 我已经准备好了 看着金修迫不及待的样子 陆尘回忆起当初 在洪荒妖灵中的日子来 玄机 一个邪恶的想法冒出头来 他诡诈的一笑 戏谑道 看来黑白双煞 又要重出江湖了 周人 庄文元传来天都新位置 从新元兴出来 陆尘半个人影都没看到 前玉门新纸 幽谷的五大楼阁 无数的洞府 好像举踪搬迁了似的 除了应有的摆设和设施 还在之外 基本上变成了一座幽幽的空谷 陆尘也不意外 估摸着了臣师尊 和庄文元等人 已经把人带了出去 走自己一步 先去了已经打探到了的落脚之地 把天都星死死地盯住了 从金修手里拿过一张小骷髅 通过庄文元的言语描述 心领神会描绘出来的 天都星位置草图 陆尘淡淡地看了一眼 大体上知道天都星所在的位置 让陆尘有些诧异的是 被誉为天极星的天都修真形 竟然是泰州皇家的领地 皇家的领地 陆尘错愕地抬头 看了金修一眼 荒秃秃的金色小脑袋 点了点 嘎啦嘎啦直响 金修伸出一指指骨 点了点天都星 所在位置下方不远处的 一颗修真星 说道 庄文元说 这里就是陈湘谷 泰州秘境 很近啊 陆尘嘖嘖称奇 有些不明白黄雀灵的用意 按理说 天都星既然是皇家的地方 黄雀灵没道理把自己引到那里去围剿吧 数十万高手的厮杀可是毁天灭地的 难道黄雀灵不在乎那点产业 另外 五宗三族各之一方 天极星极少 每个宗门都占据一个 皇家这些年霸占了两个天极星 就没有提出异议 陆尘自言自语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和疑惑之外 本来也就是发泄一下 没想从金修身上得知些什么 不曾想小骷髅倒是让他吃一惊 金修说 仲人 这个我知道 听大帝说过 皇家的天极星是一个大人物赐语的 就是陈香谷 而皇家原旨就是天都星 黄雀灵是后迁过去的 哦 陆尘疑惑地看向金修 问道 五宗三族不已经是仲仙玉最强的存在了吗 那个大人物是怎么回事 金修摇头 说 这个我也不知道 只知道那人是什么仁皇的弟子 很恐怖的存在 五宗三族连提提这个人的名字都不敢 就黄泉大帝所言 那人对皇家很不错 也正是因为那人 想当初没有一兵一卒的黄雀灵 才能在仲仙玉站稳脚跟 后来发展迅猛 自然得到提携 然后就气势如虹了 仁皇的弟子 陆尘越听越迷糊了 他从未听说 众仙玉还有这样一个人物 连五宗三族的大佬都要惧怕此人 此人实力绝技低不了啊 要是这样的话 杀了黄雀灵会给前御门惹上麻烦 陆尘越想越不对劲 飞到狱外星空 沿着草图上的路线前行 脑子里满是仁皇弟子四个字 顺便想到乌婆婆临走时的那番话来 陆尘的心思变得极重 莫非自己真是不祥的人 到哪儿都能惹出麻烦 那人叫什么名字 能够让五宗三族大佬都惧怕的人物 陆尘不得不小心对待 倘若惹到人不高兴 指不定前御门会有什么下场 自己倒是没所谓 所以陆尘方才有此疑问 金修挠了挠头说 你记不太清了 只听大帝顺口说了一句 叫什么宣什么的 宣宴 陆尘一经脱口而出 对了 就是宣宴 主人也听过此人 听过 当然听过 陆尘鼻子差点没气歪了 感情皇家的背后一直是宣宴 那就合理了 以宣宴的修为 整个仲仙玉的高手都加起来 也不一定是人家的对手 还别提他们了 连敬老都被宣宴带走了 五宗三族算个屁呀 不过听到宣宴二字 那是气就不打一处来 敢对敬老不利 陆尘早就有心一锤敲死宣宴了 奈何不是人家的对手 这倒好 宣宴也走了 皇家还是你的人 得了 这下更不用想了 黄雀灵老儿必死无疑 走 陆尘突然加快了速度 眨眼间便是上万里的距离 就看黑漆的域外星空 一团黑金色光影 急速的掠动 连痕迹都捉摸不到 金修明显感觉陆尘身上的 沙椅在急剧攀腾 明显就是一团 炙烈燃烧的熊熊烈火 但跟在陆尘的身后 金修打心眼里 涌现出冰冷的寒意 主人发火了 低吟了一声 七尺鼓翼怒斩而起 速度再次加快 天独行 皇家最早发迹的领域修真兴 也是黄雀灵找到泰州秘境线索的地方 此地宗门无数 但都属偏执 常人眼里与世无争的修真兴内 实际上才是陈湘古 泰州秘境皇家修士的聚集地 黄雀灵之所以选择这里决战 并非自信到陆尘无法破坏这里的一丝一毫 事实上 天独行是黄雀灵心血结晶的所在 泰州秘境悟到上万载 黄雀灵早就把天独行变成了第二个巨大泰州阵星 此星本就是一只庞大的法阵所在 那些宗门偏执的立派之处 都是法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蓄日艳阳 当空悬挂 火独的日光正伴随着整整三十余万修士的庞博杀鸡 倾洒而下 天独行上旗帜鲜明 泰州闹天旗 杖高八斗 烈烈作响 万里疆域 或山 或谷 或泉 或海 皆有大大小小的修士队伍盘踞 静候那不可一世的杀神的到来 远方天际 便是无数祥云汇聚于一处 云上各宗高手 无所不在 熙熙攘攘的阵势 虽然不及皇家的杀阵 霸道无匹 但也透露着沉重与压抑的气息 这些人不是旁人 正是众仙玉中 有头有脸的人物 无上道须 魔都青川 紫玉魔境 风都鬼境 妖宗圣地 天妖乌合 总之除了无欲大明寺之外 皆已到齐 除此之外 跟在后方便是大大小小的宗门不计其数 远远一望 天空中黑压压的人头将半边天际笼罩了起来 仿佛一大团黑白相间的两色浓云 静静悬浮 此外 在四方天边 还有不少修士或急或赶的寻来 大汗淋漓的样子 都是想见证众仙玉这万载难得一见的宗门大战而来 随着人群越聚越多 整个天独星被一股沉重的气息笼罩而起 就连九天刚风都加入了众人攀升契机之所在 发出乌野低吼的风声 再往四方看去 云雾弥漫的一大团灰云若隐若现 灰云中 凌落的隐藏的几个人影 看不清样貌 但发现者也不敢过去求证灰云的来历 只因在灰云的中央 一股股不弱的气势正浑然的散发出来 叫人望而却步 若是陆辰来此 倒是可以使得此灰云中几个落落的身影 他们不是别人 正是来自永生长河边际海域中 一个个孤岛中的隐世散仙 其中就有乌亚岛的纽乌亚 众仙内外两欲 凡是听到消息又有胆量和能力感到天都星的 基本上来齐了 粗略的估计一下 光是看热闹的就不下数万人 足可见这片天地之间 一直有着远超众人想象数量的高手 只是他们喜于隐世 物于露面而已 只不过在沙神陆辰与皇家决战的今日 便是这些人也忍不住想要前来一关 方才造成天都星群雄汇聚的壮丽 四大古仪仙族聚在一起 人数不多 寥寥四十余人 但个个都是杜杰奇以上的好手 陆涛峰魁梧壮硕地站在云端 愁眉不展 在旗下 盘云仙子心计爱子安危 两片薄唇也是危险苍白 惊咬之下 他自己都没发觉已经滴出鲜红的血液 陆辰传过消息 此次与皇家决战 不允许四大古仪插手 就算他面临死境 也要忍住 汤儿皇之一战 陆辰不想把自己刚认的母亲拉下水 要知道 自己不能杀掉黄雀灵覆灭皇家 四大古仪更加不是对手 天都星最高的一处山栏上方 碧玉盘龙椅上 黄雀灵安稳落座 比起长日里重修所见的皇家法祖 今日换上了短衣精干的打扮 脚下斜插一柄太周苍鸣剑 周身金玉魁皇甲 腰间树衣宝带 光滑四射 一看便不是凡物 而凡是与黄雀灵打过交道 并对其了解的人都知道 此弹正是昔日黄雀灵纵横众仙玉 从黄极星一路杀到天极星 并创立太周皇家的随身宝物 廉州乾坤弹 此囊不放别物 内有老怪黄雀灵九大贴身法物 威力无边 而在其肉掌手背 更是复印着一座小山状的印记 此印令人胆战心寒 竟然是太周秘境 所谓太周秘境 实则就是一座自带法镇的宝山 此山可大可小 内涵大道万千 乾坤苍穹法术演化玄机处处 又不是法山之称 黄雀灵把太周秘境 化为宝山带了过来 摆明了态度 不想让陆臣活着走出天都星 太周治下 皇家汉冲 门殿周云 足首黄青松 余下人等杜杰高手数十人 呈七星北斗分战八方 个个豪气凛然 杀意滔天 山栏脚下 便是数百余丈宽的滔滔大河 河水之中波浪汹涌 异兽低效 气势如虹 竟是皇家在天都星水域中 饲养的凶兽 多达数种成群结队 悍然叙事 这便是皇家最中间 也是全部的实力 太周皇家举足鼎立于众仙渝 非同小可 非常人日常所见 今日一目了然 通达四周 蔓延万里 凶杀之气 举手逆天 少许 玉外星空两道黑影凭空浮现 若流星将士 与晴朗火烈长空 拉出一黑一金两道火线 犹如两条笔直的巨龙 轰然射向天都星内 乌夜的风声 骤然凝滞 黑金两道身影的出现 便是让周遭空间 为之扭曲起来 轻薄的烟雾 慢慢散去之后 方才露出一人一魁 两张猙獰意的面孔 来了 黄汉冲的双拳不自然的钻紧 空气中的杀意 因此而暴涨 玄机 那处于万山四野的数十万高手 纷纷昂首 目露杀机 终于来了 黄汉冲森冷的面孔 露出残虐的神情 似乎这百年来的屈辱 马上就要洗刷干净似的 忍不住想要放声狂笑 汉冲 黄雀灵微微皱眉 脸上闪过不悦 心里气恼黄汉冲 还是沉不住气 不过也没有太过怪责 而是用着不屑与张狂的口气 对陆臣说道 小有好胆色 既知彼此 也要如约而至 老夫佩服 黄雀灵所言 像是有着极大的信心 料定陆臣必死似的 难免露出狂妄的语气 陆臣副手而立 庞大的神石 迅速扫过整颗修真心 一处处暗阵 很快在自己的脑海中 浮现出形态 他淡淡一笑 漆黑的双眼射出寒芒两树 直抵山栏上仓墓的老人 陆某敢约战道友 怎会不来呢 好 黄雀灵大声赞道 旋即一乐 沉声问道 西市帮战 为何不见前欲弟子山羊 陆臣 你还想耍什么阴谋诡计 陆臣闻言 轻蔑地勾起嘴角 肆意地笑了两声 大声说道 吁吁皇家 我等二人足以 大胆 闭嘴 厚颜无耻 无知小儿 胆敢对皇家不敬 一声声充斥着恶意与愤怒的骂词 此起彼伏地想绝了天独星 陆臣的豪言壮语 被数十万皇家弟子听进去 马上变成了恶意的嘲讽 不屑于轻视 泰州皇家 乃是法祖黄雀灵 用铁血的手段打出来的天下 何曾受过这种轻视 就算陆臣视为当今仙将 被换作一代杀神 也不可对皇家无礼 尤其是今天 为了一血前耻 皇家摆出有史以来最大的阵仗 取动风云大阵 何则数十万修士 都是阵中一枚棋子 一旦开启 可挡百万敌 就算是大成妻高手进来 磨也要被磨死 皇家弟子更加不会惧怕 陆臣所谓大成妻的修为 于是诅咒声频频响彻 大有一发不可收拾的迹象 随着骂声四起 无数闹天旗 已经被各个阵兴的星主 高高地举在手中 泰州闹天旗 正是阵兴之主 率众行阵的标志 也是颇为少见的镇法之宝 无济旷野 绣领群山 一道道耀眼的金光 从无数泰州闹天旗上散发出来 仿佛是一个个身披金甲的巨匠 凛然出现在这颗巨大的修真心上 黄雀灵慢慢站起 没有使起插在脚前的泰州苍鸣剑 而是从背后伸出右手 平淡地举在头顶 马上 数十万弟子的呼吓声戛然而止 整齐的程度 犹如事先安排好了一样 叫人频频点头称赞 说到底皇家还是皇家 虽然仗势欺人 被人视为不齿 但皇家的家规 还是严正不恶的 站在山顶 举目于陆尘平视 黄雀灵的脸上没有半点不满 对于他来说 前玉门算不了什么 只要收拾了陆尘 前玉门便是囊中之物 他想让人站着就站着 想让人跪着就跪着 有半句话不听 只需动动口 就能处死一大群人 所以只要陆尘来了 并死在自己可以安排的杀星之上 前玉门就意味着不再存在 黄雀灵鄙夷的笑了一声 严道 口气倒是不小 既然如此 本座先收了你 再去突进前玉门也一样 来人 起阵 黄雀灵看出陆尘的用意 是想让前玉门减少伤亡 不过也不在意 反正前玉门就只有陆尘一个难缠的角色 收拾了他 什么都好办了 随着黄雀灵的话音落下 整整数十万修士一起动了起来 汗沙震天 沙声如雷 漫天金光涌上云霄 九九八十一念太州闹天旗 同时被抛到天际 陆尘看到 那无边无际的修真心上 八十一股 每股由近四千人组成的方阵 带着滔天的沙翼朝着自己涌来 陆尘不动 今修自然也不动 陆尘慢慢闭上双眼 神识涌射开来 迅速覆盖整个星空 十海中 驱动风云大阵 分化八十一股惊天的龙卷 以周天星河的变化 繁杂的施展开来 这八十一股惊天的龙卷 带动着天象 使那高空浮云 也变成大阵中修饰的戾气 幻化成一柄柄云卷巨简 从天而降 迅速将陆尘围在 取动风云阵中 此阵的变化 由来于泰州秘境 山峰谷 乃是由上古仙术所画 由于被改成阵法 相对好理解一些 再加上数十万修士 阵势与阵势首尾相接 以九九之数再生演化 足能达到六千多种恐怖的变化 陆尘熟识阵法 遂是流星阵 所谓一里通百里明 又由鬼单这个鬼才 与子府坐阵 只观察了一会儿 便看破了大阵中三千多种变化 可谓破阵的难度减少到一半 若非如此 陆尘只有用高强的实力 硬生生地杀出去 不过 那样将会损失很多法力 看出变化 陆尘知道了 泰州闹天旗的重要 只见龙卷中 数千修士咆哮的表情 被胸眼一一动溃 而居在中央的 正是首治泰州闹天旗的 阵兴之主 扛旗的便担当 法阵中的灵魂人物 只要将其除去 一座法阵便可不攻自破 余下弱小修士 尽可屠戮一空 为魁声大法 做好充足的准备 一念至此 陆尘放声长笑 与空中金修对视一眼 大笑道 哈哈哈哈 大道无疆 金修 我们来会会此阵 陆尘豪放不羁的笑声 回响了起来 刹那间 刹那间 那取动风云大阵乌叶的风声 被尽数压下 听到此言的修士们 无不热血沸腾血脉奔章 要知道 陆尘面对的可不仅仅是单打独斗的一方高手啊 那是整整三十余万人组成的最强法阵 此阵没有人数限定 所有修行 理解甚至彻悟此阵的人都可加入其中 以众方合为组成庞大阵型 以神识和法力聚集在一起 形成规模浩大的攻击法阵 可以说 此阵每一股龙卷都是数千修士的修为凝聚 以太州闹天旗为首 紧紧抱成一团 就犹如铜墙铁壁般不可撼动 虽然他们对上大成七高手 还无法将之击败 但以取动久久连横之法 互攻互助 久而久之 就算大成后期高手 也要被活活累死 端得不凡 无数修士 摒弃宁熙 望着怒云龙卷中 两道奔放猖狂的人影 杀入龙卷群中 大有一往无前之事 在场众人无不屏住呼吸 不肯放过每一个细节 这是一场不死不休的死局 胜者便能高高站在众贤狱的顶峰 而败者 无论是谁 都将永远地消失在众仙玉的历史长河之中 销声匿迹 近了 黑金两道光滑 随着与龙卷的距离无限的接近 绽放出夺目的异彩 杀神禁地领域 在众修的瞳孔中 扩散出令人心悸的黑色光环 众人心知 此光环的恐怖丝毫不亚于所谓的上古仙属 它代表着沙神身边不可逾越的地带 沙神成名史上 所有进入这光环内的修士 非死即伤 杀 皇家修士暴和出震天的呐喊 最近三股龙卷万鱼修士 齐声吼了出来 一件件法宝腾空飞起 带着五光十色的法力的光运 如暴雨斜阳般 朝着那凸显的薄弱鱼 瘦小的两道人影倾泻而下 上万件法宝同时祭出 其是何等惊人 但见灵符光辉一彩分成 与法宝相互配合 好比在天边 会涌成一张巨大的九彩布曼 是要将那皇家的仇敌一举轰杀 正当这时 并肩冲出去的露晨横空一顿 暴射的身形狠狠的在空中停下 脚下猛的用力间 一道猖獗霸道的气势 踩在脚下空间发出清脆的军裂声 咔嚓 哦 空间裂痕 空间被露晨一脚剁碎 非我而起的空间乱刃 迅速卷起巨大的风暴 空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制住 三大法阵修饰祭出的法宝 隐隐在空中停顿了瞬息 紧接着四道颜色各异的豪光 硬生生的从露晨的身体中扯出 出现的正是四个伟岸的身影 鬼丹 龙魂 雷王 残月 冷寒 红侠 胯盘 怒塔 露晨守制神兵好空 浩瀚如海般的杀念在石海中奔腾 神念一动 四大法体同时现身 分战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伟丹守制龙魂血剑 鬼气森森 雷王紧握残月雷枪 怒雷滚滚 冷寒虽然没有本命法宝在身 但红侠正是宁武雅所赠的飞刀仙气 晚光留居 侠刃夺魂 至于胯盘身怀正刚骤绝 又是堪比雷王齐名的最强法体 怒塔被拖掌心之处 踏灵车响不停 四大法体 三件极品法宝一件仙气 陆尘在握神兵浩空 端得如京士天神下凡 屁拟凡间 这一刻 所有修士的内心 仿若被重锤砸中一样 狠狠的一揪 四大法阵 这小子有四大原因 昔日赤炼宗一战 陆尘暴露了三大法体 三大原因 所见之人 更是惊骇的说不出话来 然而 本以为这已经是陆尘极限的 他们今天才知道 陆尘当天 根本没有拿出全部的实力 哎呀 四大法体呀 这小子修的到底是什么先决 怎会分化如此众多的原因啊 正自惊恐的时候 四大法体终于动了 非是四人启动 只有跨盘一人 受到陆尘的号令 举目晴天 玲珑森然的怒塔钢鞭 在神念中放大 无限的变大 不消片刻 仿佛变成一只巨大的罗塔 塔状森然 露出浑黑塔身 光运流转着 产生一股股庞大的吸扯之力 转瞬间便是把那数千上万件 法宝尽数吸入到塔身当中 天空中出现一块块 扳机的空白 正是那件法宝被收之后 产生的奇影 还没交上手 三方镇万余人的法宝 就被收了个七七八八 皇家修士怎能不吃惊 众仙玉有宝无数 但怒塔这样的法宝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过 一下子能收这么多的法宝 立刻引起了皇家弟子的警觉 小心 换阵 其中一名阵兴之主 乃是合体后期高手 泰州闹天旗挥出一团皇物 大阵如海兽退朝般 汹涌地退去 换上来的便是新的三座法阵 陆尘以跨盘祭出怒塔收入法宝 当然要消耗法力 各大振兴其主 早就收到黄雀灵的授意 不许与陆尘影拼 尽量消耗它才是主要的目的 一击不得手 振兴之主很快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取动风云阵 妙就妙在此处 不给陆尘追击的机会 数个大小阵法 很快被充实了过来 又是一轮法宝攻击 我看你能收多少法宝 我看你能收多少法宝 并不意外 见大阵运转正常 并且威势一波比一波高涨 黄汉冲兴奋地笑出声来 死大法体 想必先决不凡 父亲 这次若是可以的话 请让孩儿亲手除掉陆尘 王汉冲请求道 说不怕陆尘 那是假的 黄雀灵知道陆尘实力惊人 难保会有底牌 所以当四大法体出现的时候 他也不吃惊 反而因为自己的妙技 感觉到高兴 甚至这次 黄雀灵料到手底下会损失多少高手 不过以他的性子 只要能够尽量消磨陆尘的战意和体力 就算皇家弟子全死了也不吃亏 淡淡地瞅了一眼黄汉冲 像是远处已经打响的战斗 跟他没有半点关系似的 黄雀灵轻笑道 你看上了陆尘的修炼法诀 直到瞒不过老父的眼睛 黄汉冲也不隐瞒道 正是 此人修真时日尚短 依孩儿看 定是因为先觉到奥秘 若是能抢过来 让门内弟子修炼 皇家日后将无可限量 有理 黄雀灵点了点头 颇为赞赏地看着黄汉冲 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 不就是为了皇家吗 要是皇家修士都能修炼这种先觉 自己飞升以后也不必再担心了 黄汉冲脸泛喜色 转而看向风云四起杀生震天的旷野 心中涌出滔天的豪情 在他眼里 鹿尘今日必死无疑 从来没有人能够走出 取冲冲蜂云阵 大城区不过如此 无知小儿学义未经就敢挑衅皇家 鹿尘今天磨也磨死你了 想破驱动风云阵 再练几千年吧 数十振兴之主 能够从大城区高手面前游刃有余 自然高兴无比 同时也升起了轻视之心 肆意的骂骂声 不断的在风卷残云中响起 听得在场观战修士 皆是皱起了眉头 哎呀 鹿尘就这点本事啊 连一个大阵都破不了 照这么说 真有可能被人磨死了 我看不妙啊 黄雀灵还没出手呢 他一定在等时机 等到鹿尘精疲力尽 黄雀灵必胜无疑 哼 想不到取动风云大阵如此犀利啊 竟然连大城区高手也困得住 那当然 太中秘境中的大阵能弱得了吗 鹿尘麻烦了 大战已经进行了有一会儿了 鹿尘至今依人为杀 一身高超的宣法像是无从施展似的 远远没有他的豪言壮语来的霸气无匹 但是 这就是鹿尘的全部实力吗 显然 这是不可能的 去动风云之阵 多天地造化 然造化使然 怎是一群散兵游泳能够领悟出来的 四大法体中央的鹿尘 后空垂音不断 看上去拼了老命 但实际上 他并没有消耗多少 之所以没有马上展开无边杀戮 是因为他想看看这个取动风云阵 究竟有何等威能 看了一会儿 鹿尘有些失望 所谓取动风云大阵 在他眼里跟泼皮无赖的打法没什么两样 无非就是阵中套阵的车轮战法 想伤到自己 根本不可能 凶眼失灵看透一切 鹿尘的嘴角抹上了淡淡不懈的笑意 毛子扫过肆意咆哮流露出轻蔑表情的各大振兴其主 鹿尘言道 哼 笑 道爷马上就让你们笑不出来 金修 鹿尘叫道金修 此前鹿尘告诫过金修 开战之后先行防御 不需要硬拼 听自己的命令 小骷髅成为大成期高手 但他还是鹿尘的伙伴 昔日的黑煞金修 对鹿尘的话自然不会不听 这才让两人看上去极为不堪 暗地里 金修早就憋着一股子怒火 等着鹿尘下令大杀四方了 听到鹿尘喊道自己 金修空洞洞的眼眶里 马上放出两道金光 主人 开杀吗 我已经等不及了 这群龟孙子太欺人了 招什么警 鹿尘挥锤 挡下数十件飞来的法宝 轻松自如的 既然来了 当然不会让皇家好过 你现在给我注意了 盈着鬼蛋 碎星血剑杀戮开始 你就给我尽情地杀 拼命地杀 好嘞 金修握着金光闪闪的骨刀 也不知道是激动还是恼火 一身看上去不怎么结实的骨架子 咔啦咔啦咔啦地抖动了起来 主人 我们比比看谁杀的人多 怕你不成 鹿尘翻了翻白眼 杀念冲出天灵盖 无数煞魔在天空飞舞 哎呀 好一个全魔乱舞 鹿尘要来真格的了 一直不动声色的南国阁容 突然惊呼一声 伸手将挡在眼前的大片尘埃挥散 正当这时 惊天动地的汗沙声 被突然飞出的无数魔头压制了下去 数十万皇家弟子 看着那漫天飞舞的魔头 顿时犹如掉入冰窟 浑身发冷 杀绝之道蕴含神势攻击 煞魔本就魔性极烈 好比腐蚀性极强的毒气 粘枝便会受到影响 一字杀 封山 高吼一声 六字杀绝第一剂 猛然间施展出来 喧嚣骂闹的天都星 迅速被一层巨大的黑云笼罩 将九天刚风都拦在了天外 摇摇百里方圆 便是铺天盖地的煞魔 而就在这时 一滴惊血为瘾的鲜红血滴 从陆尘眉心飞出 很快被鬼单的龙魂血剑刺中 龙魂画影血盲冲天 蜿蜒如龙的血剑 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无形 紧接着那惊血滴也突然膨胀了起来 好像在那里有着一股惊人的推动力 要强行挤破血滴的包裹 轰的一声乍响 机勇的并非是更多的精血 而是一只只细小到连发丝都无法比拟的 真盲血剑 没有杜结器的修饰 别想看到真盲血剑的形态 只见铺天盖地的血盲 以鬼单为中心将四面八方涌去 若暴雨似风潮无孔不入 眨眼间冲进了离着陆尘最近的五大风团当中 取动风云阵的防御也不可小觑 但在密不透风的墙也有空隙 龙魂血剑以携风携舞的方式施展出来 再厚实严密的防御也无法完全挡住 数以百万计的血剑真盲 别看只有小小一部分杀入了五大风团当中 不要忘记 斜封血剑欲血则容 随后还化成更多的血剑真盲 这一式施展出来 天都星上空顿时响起呼天呛地的哀嚎声 扑扑扑的声音不绝于耳 真盲刺入肉身中 带起一捧捧腰衣的血帘 血帘迅速化成更多的血剑 再次再杀 片刻后 五大风团内部好像被腐蚀之虫侵入 没有人能够分心再去对付陆尘和金修 只见五大风团浑黄气云的中央 慢慢移出一抹红云 那红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无限扩张 随后便是一个个修为 有着分神和体气不等的肉身 接连不断地扎成肉末 妈的 不对 都散开 小心不要被血物碰到 五大阵兴起主惊骇莫名 看出血物不是真正的血物 而是有一根根细笔发丝的针芒组成 立马下达了分散的命令 阵法由内而破 皇家弟子辛苦组成的阵型 随着血剑威势之后飞速逃开 八旗主 唤阵啊 八十一位旗主 原本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围住陆尘 然后以阵法傲礼互换相助 可血物升起的时候 听着那阵天的惨笑 所有人都傻眼了 堂堂大周竟悟出来的绝世大阵 竟然被陆尘一人给破了 还有没有天理了 而当受创严重的旗主 喊出来的时候 前方几个大阵已经溃散败退 再一看 刚才还要笑话陆尘能力的 那些萧小之辈 这一会儿基本上没剩下几个了 血剑一出 尸横遍地 都不敢想象 那电光火石的一瞬之后 皇家弟子竟然死去数千人 一时间 天都兴高空惊呼声轰然响起 好可怕的手段啊 本命法宝强大到这个地步 杀神不愧是杀神 傲难微笑如常 心里头暗自清醒 还好当初自己反应够快 及时地跟陆尘摒弃前嫌 不然万一闹个水火不容 就算灭不了妖宗 死个几十万弟子 他也心疼啊 再看伪提苦陀 血污一种人等 脸色不是脸色 一个个铁青紫红 好像吃了几斤毒药似的 话都说不出来了 如此群杀的手段 绝对是当事第一 无人能及 怪不得他敢依人前来 乌兴满 龙真 陆涛峰 盘云仙子 以及朱燕白傲 总算放心了 按照这种杀法 陆尘自保就不成问题了 最好逼黄雀灵出手 一掘雌雄 黄泉大帝小眼微眯 看到这个场面 突然干咳了一声道 完了 黄家完了 众人闻声 扭过头来 疑惑地看着 面带鬼啸的黄泉 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无形瞒道 黄泉 什么完了 黄家完了呀 黄泉不可置否地回答着 眼睛里似乎有些期盼 众人心底生出异样的感觉 怎么看黄泉 怎么觉得不对劲 南国阁荣义惑道 黄泉倒有啊 你看出什么了 黄泉搓了搓手掌 意犹未尽道 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看吧 黄家这三十万人 估计马上就要报销了 什么 马上 哦 很快 黄泉点了点头 正当这时 天独星上空传来 今宿的不愤之声 主人 你耍赖 碰 陆辰挥舞着巨大的神锤 横空扫死上百修士后 把浩空扛在肩上道 我怎么耍赖了 要比也说一声啊 心修画间带着枯枪 陆辰呵呵一笑 沐浴在血云中 完性大发道 不是说了开始了吗 你现在追还来得及 主人 你看着 我一定比你杀得多 今宿恨恨的说着 骨刀顿然伸长竖章 举大刀芒突兀斩出 千万刀落在那混乱的皇家修士队伍中 而就在这时 今宿终于出手 一只淡金色手骨 以画形术的方式 在拳掌中无限变大 变成森力如刀的五指法宝 卷起大棚的鬼云 像一顶尖锐的刺刀 扎进了皇家修士队伍当中 惨烈的哀嚎拉开了序幕 只见今宿爪影 画出一条灰金的气云 锁过之处 凡是修为不及杜劫期的存在 皆是血肉削米 露出森森白骨 而令人惊惧的是 陆尘爪影带去的生命 并没有因此而绝技 相反 那些有血有肉的死去之后 一只只骨架拨动着懵懂的尸骨 一个个的站了起来 还有被陆尘杀死的数千修士 同时发出剧烈的暴鸣声 肉身粉碎化成血浆 流入大地 洒向山谷 只有骨头全树站了起来 这个动静可不小 足足震惊了整个众仙玉的修士 在场修士瞠目结舌地望着那 足有上万之数的森森白骨 瞎得冷汗直流 完了吧 唯恐天下不乱的皇权往古椅上一躺 自言自语道 鬼宗之谷传成上古先术 此法为奎声大法 引阴魂之体 赴而重生 俗称鬼君 皇家完蛋了 皇权如果没有料错 不出半日 此刻修真兴十万皇家弟子 都将成为今修的奴仆 话音刚落 万千鬼君中 拎着腿骨 臂骨类的兵器活动了起来 不动则已一动 便是惊天动地 四夜环山响起哭嚎声 都没有骨骼晃动时 发出的脆响清晰 鬼君没有生命 跟法宝没什么两样 并且拥有死去生灵 低上一等的修为 颇为不弱 上万旱不畏死的 尸骨军团扑了出去 光是气势 就能吓破人胆 嘎啦嘎啦嘎啦的声音 漫天回荡的 都是尸葵们 牙齿打颤的动静 主人 尸葵杀的人 要算在金修身上哦 小的们 杀呀 嘎啦嘎啦的回应声 成片的尸葵展开了疯狂的收尸行动 我 我 露晨精的下巴差点掉在了地上 眨巴眨巴眼睛一看 嘿 还比什么呀 道爷杀的再多的人都成你的帮手了 怎么比得过呀 耍赖的是你吧 露晨气苦地调侃了一声 但是心里却美翻了天 别看现在尸葵军团 只有区区万余人 可这只是开始啊 随着皇家弟子损失的人手逐渐增多 尸葵军团很快就会超过皇家 露晨琢磨着 不尽苦笑 心道 算了 还是把庄文元他们喊来吧 大家一起杀 嘿嘿嘿 露晨学着金修的样子 嘎嘎干笑了两声 二话不说 翻出传讯玉牌 庄文元 两个时辰后 赶到天都兴 凡是见到皇家弟子 格杀勿论 消息传完 露晨抹了一把满是血污的小脸 猙獰的笑容浮现了出来 再轻蔑地瞅上一眼 远山上的皇家父子 跟着 头也不回地朝着金修追了过去 到了这个时候 露晨也懒得保留实力了 跟皇家结怨已久 不杀个酣畅淋漓 怎么对得起皇家 家住在自己身上的一切 金修 这里 李笑一声 露晨灰锤 荡开无数修士 直奔风团最多的地方杀去 身后四大古山法体同样跟上 兵雷鬼火 无限攀升 金修明白露晨的用意 音笑着在空中一转 画出一道光弧 不顾操控那化身尸骨军团的 鱼腕傀儡 直奔露晨而来 大手一伸 露晨扯开玉瓦空间 一把抓住四大古山法体和金修 钻进了玉瓦空间中 恰巧 取动风云大阵席卷而至 数大风团便是合到了一起 刚要将陆臣等人绞杀 却发现不见了几人的踪迹 就在众人惊恶之时 风团呼啸哀嚎的忠心 六道人影突兀亮起 不知从何处出现 化身生命收割利刃展开了血腥的屠路 砰 不消片刻 数大风团的法阵轰然乍响 血雨肉浆冲天而起 随后 陆臣六人头也不回的杀往下一个风团 而在他们的身后 更多的傀儡凭空出现 一万两千两百零九 一万两千三百三十七 金修两排金牙嘎啦嘎啦的 不断的咬合着 一组组数字蹦着说了出来 陆臣听得简直想要吐血 这小子还真比谁杀的多啊 一边杀一边计数 够狠 惨烈呼啸的刚风中 数以万计的修饰目睹 下方尸横遍野 骨魁丛生的场面 一个个手脚冰凉 面无血色 这是杀人吗 这是屠杀 是屠宰呀 皇家取动风云大阵 在两人眼里 连个屁都不如 有时知识凝望少许便是发现 只过了一个时辰 皇家弟子死伤近达十余万 而这个数字 随着人们发现之后的片刻 还在急剧的飙升着 天上 地下 河水 幽谷 凡是有尸体的地方 不断地有尸骨大军 从地上爬起 前夫后继地加入到 陆尘和金修的 铁血行动当中 远远看来 那是以二队数十万的战斗 明明就是数万的尸骨大军 对皇家修饰 杀 杀 杀 陆尘和金修四大古神法体 都已经杀红了眼 丝毫不顾外界无数冷寒 惊恐怨怒愤恨的目光 他们的眼中只有杀 在两人庞大的神识笼罩之下 凡是有生命迹象的所在 都是他们必须铲除的对象 杀 杀 杀 时间在流逝 生命也在流逝 取动风云大阵 早在尸骨军团形成的规模之际 不攻自破 皇家修饰已经下破了胆 挨挨长空 裂风袭袭 龙行斜影 赤坟黑燕 寒霜兵芒消雷紫殿 金刚印咒 微谷魁影纵横交错 汉杀声此起彼伏连绵不绝 喝破了天 呼动了地 陆臣今修率领四大古神法体 数万石魁 时而杀入天际 搅动着邪语狂洒 时而飞入大河 怒涂河中凶兽 仅仅一个多时辰 大量的皇家修饰死无葬身之地 山川大河刮起的猛烈刚风 带着浓浓的血腥气味 陆臣从来不会标秉自己为君子 面对仇敌 也不会因为修为的差距而留守 眼前这些最高修为 合体期的修士们 俨然成为了他垂下的一个个亡魂 而身为大成期的他 根本不会脸红 所谓不死不休 便是要让皇家永远消失在众仙狱 让他们连报仇的心思和想法 都不敢提起来 杀得他们胆战心寒 肝胆剧烈 杀 一念至此 陆臣手握好空神锤 仰天怒笑 杀气精华于石海 所化魔头咆哮连连 屈指点出 一道黑光从指尖掠过 犹如一面平整的黑镜 蓝腰落入那长河中央 二字杀断海 哦 六字杀绝 一级比一级恐怖 二字杀绝使出 山下大河 蓝腰斩成两段 河水翻涌出来 将树里矿野淹没 而大多数则是顺着杀念 斩出的洪流流入深渊 恐怖杀念涌向河内 近百万凶兽瞬间爆体而亡 金修健壮 兴奋劲就别提了 赶快飞了过来 七尺骨一尖端冒出黑烟 以七块无比的速度飘向河内 随后顺势一勾手指 一只体积庞大的瘦骨甩动着硕大的头骨飞了出来 金修一跃而上 稳稳骑在瘦骨上方 看着下方已经逼近十万大关的无数尸骨军团 豪气在涨 给我杀 给我杀 诸维修士看得 那叫一个提心吊胆 惊心动魄 几乎所有的人 道袍都被冷汗尽失 并且还不自知 而那惊天动地的哭嚎声更是直入心房 揪心不已 黄雀灵老脸通红 奔章的血脉把脸部的青筋血管都撑得鼓鼓的 像一只只猙獰的蛆虫在脸上蠕动 他一直在隐忍着 就是在等陆尘法力消耗殆尽的时候在出手 可如此持续下去 黄家的弟子怕是一个都胜不下来 既然是必死之局 没有黄雀灵的命令 黄家弟子吓尿了裤子也不敢撤退 唯有硬着头皮 跟着那十万尸骨拼死厮杀 然而让他们绝望的是 尸魁根本不是生命 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跟一群不知何为死字的东西拼个你死我活 显然不公平 正是因为陆尘 黄家弟子终于知道了杀神的可怕 九九八十一个镇姓旗主 如今已经死了大半 可以看到 曾经金黄的太州闹天旗 已经被尸魁们肢解 遍地扔的都是 几乎所有的皇家弟子 现在都以命相搏 看不到一点阵势的雏形 整个天都星正是进入混乱的局面 父亲 动手吧 再这样下去 皇家将毁于一旦啊 黄汉冲看这样子 估计也收拾不了陆尘 赶忙提议说道 黄雀灵阴沉着老脸 目光微微转向空中观望的同道高手 细血 讥讽 鄙夷的目光应有尽有 黄雀灵明白 自己再不出手 就算杀了陆尘 皇家也将成为独门独院的一方小的势力了 没有人 还称什么熊 再厉害 能有永生长河散仙厉害吗 要不是散仙不喜结群 哪有五宗三族的地位 冲斥着爆炸性力量的老手 终于握住了身边的泰州苍铭剑 皇家众人气息一脸 马上浮现出笑容 黄雀灵成名已久 手段通天 法宝无数 在皇家眼里 黄雀灵是这片天地独一无二的存在 只要他出手 陆尘必死 天空中 乌星蛮 南国阁戎 黄泉 绿斗等等一众高手 感受到黄雀灵的气息 皆是屏住了呼吸 他们一直不担心陆尘 也是因为黄雀灵没有出手的缘故 而现在 黄雀灵终于忍不住了 再忍下去 皇家上万载的基业就要死绝 韦提等人对视一眼 目光中掠过一丝笑意 同样 他们对陆尘并不看好 而一直在陆尘站进上风的情况下 还留在这里 也是想看看 成为大城后期高手的黄雀灵 达到了何种境地 场上的气势一变 陆尘也感受到 宿命中仇人的气息朝自己涌来 收回四大骨神法体 重宝举一身 陆尘满身血污地慢慢转过身来 眼角微微一弯 终于忍不住了 话音刚落 众人就看见黄雀灵手腕一扭 泰州苍鸣剑强昂一声 从地面拔了起来 提在手里的仙气飞溅 含光流转光滑壁露 重儿 周堂主 你二人率领清松清零化老等一众高手 将那今修秦下 无需留守 至于陆尘就交给老夫 淡淡地说了一句 场上的气氛骤然一变 数万观战修士 无不把目光投给了那从山巒上徐徐飘起的数十人影 这数十人乃是皇家所有巅峰力量的总和 三十渡劫初期高手 六个渡劫中期高手 两大渡劫后期高手 还有两个大城初期的高手以及黄雀灵 光是这些人就足以荡平一颗地基星 何距旷野上区区二人组 望见黄雀灵飞来 陆尘也收了攻势 金修也骑着骨兽 跟着陆尘转身 面对着数十有着杜劫期以上实力的皇家高手 跟皇家的决战 最终还要对付大城其高手 也就是说 陆尘最大的敌人 只有黄雀灵 只要杀了黄雀灵 皇家将不负往昔之危 再也威胁不到前玉门 皇家弟子还剩十四五万人 比半日前整整少了一半 不过见到法祖准备出手 那股豪情也开始死灰复燃 一个个撑着残躯 再次扑入到那十余万人的尸骨军团中 而就在这时 天上光滑四射 为数众多的修士 如同神兵天将火速赶来 皇家弟子还没来得及反应 便听到一声破罗嗓子在天边炸响 杀一个也别放过 东手老大我们来了 我靠就剩下这么多人了 闻声之下 不用回头 陆臣也知道是庄文元带人来了 黄雀灵等皇家高手 斩目一望 天边足有五六万的人马 进入了天都兴的地带 飞下法器 二话不说 马上与尸骨军团 形成包夹的阵势 朝着皇家修士人群涌去 五六万人马 若是放在往常 入不得皇家修士的法眼 但有着那十余万人的尸骨军团 形势大不一样了 摆在人们面前的只有四个字 势均力敌 然而经历了一场厮杀 皇家弟子早就被杀神陆臣和金修 瞎破了胆 战役大减 再加上前玉门气势如虹 两者相比 气势上前玉门占了上风 更为关键的是 前玉门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 立马引起了轩然大波 撇开那二十余人的杜杰奇高手不算 只见在最前方的队伍中 足有上万的修士奔掠间 祭出了自己的法宝 天空中飞舞的奇珍异宝 竟然全是上品灵器 人手至少两架 而站在最前方的数百领队修士手中 分明就是极品灵器 近六万名修士 杀气腾腾 率先落在地面的便是首制极品灵器的 数百合体中后期高手 前玉门历经图治 从数万人中筛选出来的高手浑然不畏生死 百名修士犹如一柄 尖刀杀入十数万皇家修士的人群中 出手便是每人数十枚武灵破明珠 一枚枚弹丸大小的珍宝达到了数千之数 威力何等惊人 轰隆隆的响彻起来 顿时将人潮汹涌的那家修士队伍中 硬生生的炸开 直径达数十丈方圆的恐怖缺口 真空地带空间扭曲 旋即出现巨大的空间黑洞 前玉门修士如虎入狼群 数百人纷纷接起防御法阵 把自己严密的保护了起来 皇家修士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还没来得及惨叫 就有多达万人者 被空间黑洞产生的吸扯之力 吸进了黑洞当中 黑洞停留下树席 误消失 前玉门余下修士 这才落入天都星广阔无边的地狱 随后不需要庄文员指挥 像是早就安排好了似的 六万余人马分成东北西 三个方向咆哮连连的杀向敌群 恐怖的杀心与气息势不可挡 紧接着 一名冷艳美女撸起绣管 露出光洁如葱的手臂 此女长得颇为妖念 凡是看到她的人 无不心中怦然一跳 然而就是此女 一张嘴满口的粗话更是让人惊骇莫名 老娘很久没动手了 呆子 别站着 跟老娘杀她个屁股尿流 来了 话音方落 便是一憨憨的声音随声附和 前玉门二十余名杜杰七以上高手队伍中 横空窜出一小塔般的壮汉 黑黑的皮肤 同胶铁柱一般 硕大脑袋一边晃着 一边跟着冷艳美女杀向人群 动手者不分实力高低 但凡进入这片领域 皆是施展志强的手段 展开了血腥的杀戮 似乎带着许久以来积压的怨气 大有不适不快之感 矮矮云层上空 一先锋盗鼓老者飘然而下 须眉星目 窥星之光 徐徐落下之际 便是双手微斩 磅礴的木原粒 顺着两只肥大的袖口 鼓鼓流出 百里矿野 遍地绿草 吸收了老者散发出来的浩然法力 以惊人的速度 蔓延生长 不消片刻 将一望无际的傲野 变成了茂密的树林 参天巨树 仿佛具备了灵性似的 伸展的枝蔓 藤条 画成一条条 带着恐怖杀伤力的藤边疯狂抽动 有了老者的加入 前玉门的杀伤力更加惊人 大量的皇家弟子惨死当场 尸体卧野 血光冲天 老者 前玉门宗主 杀神陆臣师尊 辽臣 辽臣所用之法 乃是太乙斋集仅有的一种上古仙术 清目地心诀 此诀全以神事催动 地心之术在于生机常在 可遇天地慕陵 修为越高深 驾驭的慕陵品阶越高 斋录中有云 此法乃古仙太乙清帝独门秘法 共分三个大阶段 修为之大成期 连仙墓都能驾驭 自从得到太乙斋集 辽臣的修为突飞猛进 全是以典籍中担补之法修行 再加上竟需空间古怪时间流速 早就领悟此相上古仙术 要不是一直以来陆臣庇护 辽臣没有出手的机会 恐怕辽臣早就可以跟绿豆苗瑞一样 扬名中仙玉了 不过 辽臣为人精华内敛 不喜在外人面前炫耀 所以谁都不知道 前玉门的宗主竟然还有这种手段 而这也正是当日南藏问罪时 辽臣毫不畏怕的主要原因 前玉门强大的不仅是陆臣 其实辽臣也丝毫不弱 出现的杜杰奇高手一个比一个强悍 南兴臣帅气的坐在不知从哪搞到的九彩宝莲法宝上 两只比女人还要嫩洁白的双手不断翻着法掘 一记记九华碧烟皱打出 成片成片的修饰倒下去 五行小队 没了陆臣还是老样子 达到了杜杰奇 还要一起动手 这会儿加了一个项玉兰 可能是早有训练配合的极为默契 陈曲带着爱酸女方子欣 把两把血剑捂成了蝶花 周围密密麻麻的都是针尖和脉盲的缩影 龙眼小金各具特色 一个化成金线 如同索命金绳似的杀人于无形 另一个则是一根筋 跳上高空化成本身 先坐死一群 再跳到天上重来 周而复时 火爆的令人发指 淡台效忽手段相对残虐 血奴本体得逞血心洞 血心老人的血周大法 靠近他身边的黄泉弟子 如果没有杜杰奇以上实力的修士 基本上三夕之内就会变成人甘一具 要说杀人如麻 纯以暴力著称的 还算蓝殿霸王龙一众人等 蓝殿霸王龙一族 除了蓝青以外 落地之后皆是化为本体 高达七十余丈的双族暴龙 整整扒头 光是看一眼 就能吓到一大群人 催哭拉朽 落地的瞬间 电光火石般风卷残云 使得皇家众高手 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又让十数万折损了近万人手 而金修时刻不忘记 催动窥声大法 灰蒙蒙的鬼气扫过那些 倒在地方的皇家弟子尸体 一个个精神抖擞的小骷髅又站了起来 重新涌入到战场中间 陆尘连头都没回 圆圆的大眼弯成两道月眼 笑眯眯的盯着黄雀灵不放 黄雀灵嘴唇都气白了 背在身后的一双老手不停的颤抖着 差点控制不住 暴露了自己愤怒的心境 汉冲拦下他们 知道不能让前玉门的修士继续下去 二十多名杜劫其高手杀入皇家弟子的队伍中 根本就是一个噩梦 是 黄汉冲早就按捺不住了 身形一晃 化成黄光瞬移了出去 他本想杀出去将了尘等人一个个毙掉 可就在与陆尘擦肾而过时 心中生起了偷袭的念头 然而陆尘早就有料 也不动手 两人擦肩之际 陆尘神情微微一冷 凶恶的黑光 顿时看得黄汉冲从心底处往外冒着凉气 王八蛋 黄汉冲嘀嘀地骂了一声 又是憋屈又是不甘地掠过了陆尘 没敢动手 他知道 以陆尘现在的修为远远超过了自己 就连自己的父亲都没有信心敢保证 把陆尘如何如何 否则也不必使出 取动风云大阵这种龌龊的手段了 正当黄汉冲准备拿了尘等人当出气筒的时候 金修咬着金牙嘎嘎地拦住了他 黄汉冲你的对手是我 金骨头就凭你 黄汉冲心里那个气啊 想自己皇家娇子修真一天八百载 入大城的奇才多番被人轻视 还有没有天理了 也不多想黄汉冲怒骂道 今天小爷就拆了你这身骨头 哄 两大高手交锋一处 紧随其后 黄家以黄青松为首三十余杜杰七高手 扑入人群 了尘亲率前玉门弟子 两大宗门终于展开了激烈的殊死之战 周云身为黄家最后一个大成器高手 在飞起之后便被三念拦了下来 面对曾经与绿豆齐名的人物 周云不敢大意 两人交手越站越远 晴空刚风 惨烈回荡 大战进行到此时 方才是真正的帮战出局 空旷的修真行被尸体和怒笑的修饰占据 鲜血染遍了大地 染红了河水 山峰顶端 陆尘与黄雀灵摇摇对视 身不动 口不张 一黑一金两股冲天的气势 悄然攀升 杨虎为患 对望半赏 黄雀灵淡淡出生 张开口就是一股难言的晦涩 于不甘流露而出 他现在已经看出来了 前玉门的实力并不低 至少不会比五宗三族任何一门差 要不是人数上还有很大的弱势 但是说前玉门当是第一也无人不信 而那句不甘的言辞隐约间有着淡淡责怪之意 陆尘并不理解黄雀灵的语气 冷如冰霜的双眼 黑光赤裂 像有两团火在瞳孔中熊熊燃烧 玄雀在哪儿 黄雀灵先是一样 玄机冷笑 看来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他吃笑了一声 语带不甘道 老夫搞不懂 你与人皇弟子有什么关系 为何他要处处维护于你 维护我 陆尘似乎听到了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当初要不是乌婆婆出现 自己恐怕已经折在轩叶手里了 就连鬼单 陆尘都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恢复过来 说到维护 陆尘嗤之以鼻 难道不是吗 黄雀灵的脸皮在发抖 字字吭腔道 若非是他 老夫早就恶杀于你 岂容你做到如此地步 看黄雀灵的样子 不像撒谎 陆尘心道 难道是敬老的缘故 那天在黄极星 宣夜放过自己 究竟为了什么 敬老有难 难于何处 陆尘不知 总之陆尘知道 自己想破脑袋 也猜不到各种缘由 要想知道这一切 必须找到宣夜 陆尘又问 别废话 告诉我宣夜在什么地方 我饶你不死 敬老的性命 比自己的深仇重要 陆尘以为黄雀灵认输 只要告诉自己 关于宣夜的下落 放过黄雀灵也无妨 一命抵一命 黄雀灵文言 哈哈大笑道 陆尘 你以为你是谁 本座的生死 轮不到你来左右 不怕告诉你 要不是宣夜 这个所谓的人皇弟子 不准老夫动你 你能活到今天 不过现在也不晚 宣夜已经离开 去了什么地方 没有人知道 但他说过 他离开的那天 便是你的死期 老夫现在可以 为所欲为了 就凭你 陆尘双目圆征 凶光可比日月 不错 就凭我 还有泰州神 话音一落 黄雀灵挥起右手 手背泰州秘境刻纹 反射出耀眼的金光 一座宝山 就此从其手背上飞出 在空中便无限大 微微讹讹的泰州山 亦是皇家万载以来的根本所在 此山便是一件法宝 不是仙宝 更是一方秘境 内涵 内涵五行治理阴阳二气 周天星辰 大道一史 此山万丈高 于天边降下 鲜光鸟鸟鸟 鹤雀共鸣 烟霞照空 气势浑然 太州山 太州秘境 还是一大法阵 此宝可低血认主 成为修士的祭炼法宝 被黄雀灵以太州山先法 孕育上万载岁月 威力堪称众仙玉之首 便是七十二强兵 也无法比拟 金光闪闪的太州山 从天而降 宝山压顶 鹿尘马上感觉到 一股脖杂 而又庞大的气势压了下来 气息都开始变得粗重 正当太州山落下的同时 黄雀灵终于提着 太州苍鸣剑杀上前去 鹿尘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两大高手被太州山紧紧罩住 打响了宿世之战 雾蒙蒙的天都星上空 交织着硝烟 燃烧着战火 前玉门 太州皇家 这两个庞然大悟的生死之战 正式打响 空旷的四野 到处都是咆哮的羞士 汗水 血水散发出来的刺鼻腥臭味 饶是万万里以外都能闻得到 肩货符咒燃起的大火 烧焦了尸体和树木的燥热气息 一样冲着人的鼻子 充斥着辛辣的感觉 离着太州山不远的地方 金修手制骨刀与黄汉冲斗得酣畅淋漓 丝毫不见下风 气得黄汉冲因为始终拿不下这个修为 比他低上一个层次的鬼宗傀儡 哇哇大叫 鬼圣之骨的坚然程度 在众仙玉堪称逆天 能够伤到金修的根本不存在 想当年 黄泉大帝为了试探金修的底细 曾经亲自出手 结果只让金修一身的骨头架子散了 没屁大点功夫 又重新搬回了原位 从那时起 风都星鬼宗就出现了一个打不死的存在 然而金修也有弱点 他的一身法力来源于射破骨脚中吸收的灵魂之力 缺少灵魂威力不增反减 难成气候 只不过 现在在数十万修士厮杀的情况来看 这一点根本不需要考虑 黄汉冲吃亏就在这里 数十万修士 单单是死去的就达到了近十万人 天地间浓厚的灵魂气息笼罩着四眼 随处可见一个个不甘又凄苦的白光 被金修不断地收入到射破骨脚当中 再转化为大成期仙灵元力混杂的无上法力 可谓一尊金谷战神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大战进入了白热化的地步 前雨门 太州皇家各有损伤 但因为仇恨到了刻骨的地步 谁都不会放松 不死不休 代表着日后众仙玉谁能脱颖而出 另一方则销声匿迹 关乎身家姓名 当然要斗个昏天黑地 云团中的万万零散修士叹息连连 沙神路沉这些年名声雀起 气势如虹 叫人忘其向背 没想到他的宗门也极为彪悍 出手这六万人无一不是好手 说是刀尖上摸爬滚打混过来的都不为过 尤其是那二十多个恐怖的杜杰奇高手 出手虽然不见狠辣 但处理手段却极为到位 显向还生又能及时地抽身而出 时不时交换互斗配合默契 众人哪里知道 一个从弱小奴星杀到地级星 甚至堪比天级星五宗三族相比的宗门 面对危机的反应能力和谋划能力 远远超过了他们这些平日里 好整以下的宗门 自从黄级星屠微 天外来客般的降临到 仙缘星热土以后 辽臣便命令前玉门人 经常性地组织斗法比武 并且每每都要将修士们的 所有潜能都发挥出来 才肯罢休 平时多流汗 暂时少流血 就是这个意思 还不仅是庄文元等人 连辽臣都放下了身段 经常跟这群被人视作散兵游泳的弱小修士打成一片 每天都在进行着苦修和磨炼 正所谓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真的跟泰州皇家交上手 众人才知道 这群一路横行 以铁血手段杀上众仙欲巅峰的后来居上者 盟友的前玉门丹药多得数不清 再加上生机复古的在世灵药万春生机夜 就算缺胳膊断腿的都可以在以后慢慢恢复过来 前玉门更加不怕太州皇家 打了两天两夜 前玉门的杜杰奇高手 如五行小队几人 南星辰等等 虽然伤势严重的不能再战 同时也有人命在旦夕 但愣是一个人都没死 反观皇家 三十多数的杜杰奇高手 整整死了八人 再加上今修片刻不停的利用吸收过来的灵魂原力 不断的创造尸骨军团 两天之后 太州皇家所剩修士不足五万 最后终究退守山谷再不出战 而前玉门也伤亡惨重 无力再战 留的三万多修士远远的退了回去 就连了尘也是浑身是伤 光是打眼一瞧 剑伤就多打百处 而到了这个时候 真正还有力再战的 无非只有金修和黄汉冲一对 三念斗周云 以及让人摸不清战况 却一直有着轰鸣响声传来的 太州山内部二位绝世高手 望着尸横遍野 邪屋万里的天都行 饶是五宗三族大佬都不禁胆战心寒地偷偷抹着冷汗 这种战局实在是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原本以为所谓的帮战 无非只是陆臣和黄雀灵之间的斗争 前玉门与太州皇家根本没有可比性 看完之后 众宗宗主方才觉得 前玉门已然成为了他们需要敬畏和忌惮的角色了 品头论足的话已无需再说 数十万修士的群战基本宣布告终 两大宗门算是打了个平手 尸骨军团除了人数众多汉不畏死之外 也被太州皇家消磨得所剩无几 区区几万只有分神或者更低境界的傀儡 战队整齐地防范着剩余皇家修士的攻击 而金修毕竟只有大成初期的修为 也没有多余的灵魂原力去唤醒更多的尸骨大军 将皇家修士连根拔除 他还需要对付黄汉冲 场上战局三处 大战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先不提看不清摸不着影子的太州山内二人 这种局势就要看各方高手哪个先行胜出才是了 前玉门 黄家 金修 三念和黄汉冲 周云 此四人只要其中一人将自己的对手击毙 胜利的天平马上就会倒向胜利出来的一方 正当这时 天边掠起一记响亮的闷鸡声 众人惊骇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看到三念大佛手捏佛印拍出一记梵咒 金光闪闪之际 一字记之曰 扑 狠狠地印在了周云的胸膛上 扑 这一记大幅泛咒 威力着实不小 周云防范不及 顿时被打得头昏脑胀 三魂都不见了蹊跷 一口不甘地滚烫鲜血 如同血剑般从口中喷出 身形急速暴退 三念消耗不少 厚力不尽 推完这一掌后 老脸一凝 想要冲上去一股作气 除掉周云却是不行 深吸了口气 三念再欲杀上前去 而周云的脸上露出了巨色 他虽然有先假护身 但也不是一直无敌 三念佛法精深 近些年 沙摩也驱除的十之八九 大乘境界的实力 无以伦比的强势 身后佛法取的就是 厚重沉稳的路子 两天两夜 别说是仙宝 就算周云穿的仙甲 也要被磨灭的一干二净 惊慌中 周云就要逃走 可就在这时 天外十数万佛光突兀飞来 将刚入虚实的漆黑天空 照得如白昼般通明 远方天外 佛阴滚滚 如尊佛将士 为首者 大明惠海惠能 两大杜劫后期高手 傻气腾腾地寻来 正是出现在周云逃走的路线后方 周云坚撕了一惊 停了下来 他现在虚弱不堪 被三念打得如惊弓之鸟 看到杀气腾腾的大明四僧杀来 下意识地缩了回去 没有逃走 惠海惠能没有停留 长眉紧皱 神情阴沉 看到三念 顿时生起无边的怨火 也不知道因为什么生起 更不管三念的修为已至大成 两人同时加快速度 以大挪移之际 在空中划出两条利剑般的金色光线 直取三念而去 盘狐受死 狐的一声 两大佛字金印突然在天空放荡 印象追索周云而来的三念头顶 三念大佛目楼哑然 转而杀机引现 陆尘和南藏定下三掌之约 两人平手之后 前玉门和吴玉大明前仇一笑勾销 三念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还敢找上门来 原来他对大明寺还怀有歉疚 但现在看到两人不讲理 说不得很不高兴 也不留守 三念啪啪护积两掌 搓出一轮金环 双掌平退而出 慧海慧能 你们无耻 吐一声 这一级凝聚了两大杜劫后期大圆满高手的全部实力 虽然他们不好受 屋内翻腾 但久战两日的三念也更不好受 险些一口血喷出来 三念的身形爆神而回 眼中满是疑惑 辽臣见状 愁眉一脸 不顾伤势飞到高空 与惠子被两大高手面对面站立 冷声道 慧海 慧能 前御门和吴玉大明的恩怨已了 你们为什么还来找事 辽臣的话 也是所有在场修士的不解之处 尤其是陆臣与皇家定下约战 旁人不得插手 大明四僧当天没在现场 但也不能例外 所有干扰此战的外宗人士 都会成为众仙玉的敌人 这是五宗二族那天 在赤水别院广场 击掌为室 定下的协议 大明四前来干预 便是与众仙玉为敌 南国各荣 乌兴满 黄泉 傲难 就伪提苦陀 血污等人都站了起来 目光不善的凝视着大明四 带来的十数万人 显然 这是大明四的所有高手数量 几乎清朝而出 若非大事 大明四绝不可能出动这么多人手 傲难则问道 慧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难道无欲大明 连这点凄凉都没有 还不肯把手吗 要是平时 傲难则问慧海 慧海就算不服 也不敢说个步子 但似乎慧海 把什么都抛在了脑后 傲难刚问完 他便吼道 凄凉 大明四再有凄凉 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南藏佛祖身魂俱灭而无动于众 今天慧海慧能 便为佛祖报仇而来 轰 净乎咆哮出来的言辞传遍了天都星后 在场有一个算一个 但凡有口气的人皆是露出震惊的表情 啊 什么 南藏死了 数万修士整齐划一地倒抽了一口凉气 满满的都是难以置信的神情 黄汉冲听到这个消息 虚晃一招抽身而出 不可思议地望着情绪激动的戒律院首座惠海 南国阁荣 乌兴满等等等等高手 皆是惊颤连连 苦陀皱了皱眉 满事俱意地 看了还在回荡着兵哥焦急声响的太州山 问道 慧海 到底是怎么回事 把话说清楚 众人直视着慧海 大明四僧文言 皆是口念佛话神情悲痛 慧海更是带着哭腔说道 忽瞒各位前辈 佛祖当日与恶贼陆臣对击一掌 回到大明四后便察觉出自己的大限将至 那一掌 恶贼陆臣将佛祖的神石打散 永无恢复的可能 绕世佛祖佛法同身 也不能用佛法摒出石海中的魔性 最终被魔性蚕食 于月前兵皆自亡 只留下三枚舌利后 作化升天了 阿弥陀佛 为害枯树完毕 天地间便是无尽的悲声 将南藏的死音导出 天都星立马陷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慌乱当中 堂堂无欲大明第一高手 大成中期大圆满南藏老佛 竟然被沙神陆臣一掌拍死了 啊 开什么玩笑啊 咕噜咕噜的声音响起 天上地下 凡是有羞是在的地方 一声声吞咽口水的声音连绵不断的响了起来 沙神有那么猛吗 连南藏都给拍死了 不会吧 大明寺的人是不是搞错了 就是 好歹南藏也是大成中期大圆满的高手啊 那天不都看到他使的是上古仙术了吗 陆臣跟南藏打了个平手已经不错了 怎么还把南藏拍死了 啊 怎么拍死了 尽管惠海说的悲天动地 落入众修师的耳中 还是让人无法相信 南藏毅力众仙玉已有年头 一身佛法不能说亘古绝今 无敌天下也差不离 怎么会就一掌让人给拍死 明显不合理啊 慧海 你确定南藏大师的死因全是来自于陆臣而不是走火入魔 血污魔口微章露出兴风寒气 青筋抱起的额头上渗出点点冷汗 要是慧海说的都是真的 那就恐怖了 南藏的实力在场几大宗主最为清楚 把南国阁荣乌星蛮这些人全拽出来一个个点名 哪个敢说自己可以一掌把南藏拍死 应该没有吧 血污心存道 慧海鼻子都起歪了 暗道啊 这么大的事我能说谎吗 这也不是什么长脸面的事 自己宗门的宗主被人一掌拍死 大明寺的脸都丢到家了 谁会拿这种事开玩笑 纵然心中有七八个不服 慧海也不敢言辞反驳 只是沉生道 此时千真万确 佛祖临终之际说过 路臣的掌法蕴含京士魔源 可视原因可吞神使 那魔头与佛祖十海盘缓两月 始终未处 佛祖说 若不兵结 日后自己将变成凶兽般的存在 只凭魔头支配 他不想化魔便打算兵结 将元婴逃离 然而兵结当日 佛祖魔性大发 非但没有让元婴逃走 反倒被魔头一口吞下 最终一眼消云散 众人听完浑身打着寒战 冷汗刷刷的直冒 暗存 魔头一定是路臣的杀念所化 介于三念队长的时候 渗透了进去 两人实力相当 南藏当日肯定受到重创 致使他无力回天 那魔头恐怖到连兵解之人都不放过 路臣到底强大到什么地步 数万万道目光 在听完惠海的讲述之后 无不战战兢兢地 看向那金光闪闪 巍峨壮丽的太州山 如果是这样的话 黄雀灵岂不危险了 三念一直没有作声 将惠海的话一字不漏地听完 顿时打了个机灵 他曾经可是身受煞魔之苦 心知魔头的厉害 但就是没有想到 跟南藏相比 尾身在自己体内的煞魔差得太远了 回忆着这些年 路臣时而找到自己跟自己谈心的时候 一点一滴抽离出来的煞气 三念终于明白过来 没有路臣 自己的下场比南藏好不到哪里去 还可怕了 魔性强大这种地步 路臣还没有走火入魔 这小子究竟是怎么修炼过来的 众人 看向太州山 黄汉冲 以及黄家人等各个担心起来 望望太州山 原本充足的信心 于无形当中消散了大半 能一掌避掉南藏 令大明佛祖都无疾而终 路臣厉害得没边了呀 韩云仙子的脸上终是闪过一抹喜色 待看到前玉门众人一个个无嘴偷笑 恐怕他们早就知道了南藏的后果 这样一来 连陆涛风 龙湛 朱燕 白傲都惊讶了起来 怎么也猜不到路臣当天是如何做的 其实很简单 那天 三念提醒了一句之后 路臣知晓了灭魔伏事印的秘密 是在于神石攻击 于是乎来了个以眼还眼 以彼之道 还时彼身的打法 用意 就在路臣凝聚法力与掌心时 抽出一丝黑煞心火 已经近身无品的黑煞心火 自从收服了南明鲜火 将火珠敛化在体内 使两股火种融为一体之后 黑煞鲜火就变成了真正的鲜火 鲜火脆心 路臣的修为不长才怪 而本身就是神石攻击的灭魔伏事印法 使施展者打开自己的尸海 利用磅礴的神石 灭出敌方的神石 从而达到杀人于无形 当天魔伏两大法影 其实就是两人的神石所化 路臣抽出黑煞心火的本命鲜火 暗中打进南藏的石海 后而被高深的佛念画动 求得便是将南藏神石磨灭 但南藏极为厉害 路臣魂聚一掌拍出 鲜火是种下去了 但没有马上收到效果 全以为这招不好用 也就没再理会 回去也为了这件事 跟辽臣等人大大的叹息了几句 众人自然不会在意 反正南藏退了 前玉门暂时少了个敌人 然而就连路臣自己都没有想到 那一掌之威 消耗了南藏不少神石的力量 回去之后 让黑煞心火得以反噬 竟然来了个无疾而终的下场 当真是倒霉透顶了 所以当惠海说出来后 辽臣庄文元等人 想起陆臣那天 望洋兴叹失望的表情 跟着人俊不尽起来 说到底 南藏的死因 除了有陆臣的缘故之外 最关键的还是因为他自己 若然南藏非要置陆臣于死地 动用了太多的神石力量 就算有黑煞心火 南藏也不至于兵解 并且 那天约掌之战后 南藏怕被人看出自己落败 着急离开 没有马上控制煞魔 浪费了最佳的疗伤时间 更不至于 连解决的办法都没有 总之南藏死得蹊跷 死得倒霉透顶 然而 因而反弹出来的效果 却把陆臣的形象无限神化了 一掌拍死无欲大明佛祖 那是什么实力 黄雀灵 有几分胜算啊 正待众人开始重新审视 杀神的实力的时候 魏海终于忍不住了 赤金禅杖上的铜环 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怒指前玉门众人道 说 陆臣在什么地方 陆臣 众人嗤之以鼻地看了惠海一眼 心道 你家佛祖都不是人家的对手 你有什么本事在这里大呼小叫啊 黄泉扑的一声乐了出来 指了指泰州山道 呵呵呵呵 想报仇 去那儿吧 顺着黄泉的手指望去 巍峨的泰州山顿时给惠海带来 深重的感觉 惠海目光一定 知道自己根本无法进入泰州山 立刻把怨气转到了 前玉门众人的身上 好 杀不了陆臣 杀了前玉门的人也好 大明弟子听亮 将此间前玉门众人尽数割杀 一个不留 大胆 惠海话音方落 顿时引来众怒 前玉门和皇家决战当日 所有众仙玉的修士不可插手 这是武宗三族定下的严令 胆敢冒犯者皆以修真界的仇敌身份是之 惠海还不知道 他的法令等同于与众仙玉各大宗门为敌 乌星满恼火道 惠海 我不管南藏是死是活 总之在前玉门与皇家还没有分出胜负之前 所有人不得对两宗出手 你 惠海双眼布满了血丝 奈何站在面前的几大宗主 言辞利涩丝毫不加放松 他一个小小度劫后期大圆满的修士 怎么比得上乌星满等大成期高手 佛门众弟子各个一分田硬 不过也有很多人出声叹气 说到底 南藏虽然是陆臣所杀 可此前有约在先 比武斗法从来都是生死由天定 输了还要找人麻烦 到哪都说不出来道理 就在这时 忽然天都星大地发生了剧烈的变动 远处泰州山光芒陡然暗淡 里面传出惊魂的轰鸣之声 仿佛天塌地现一样 泰州山四周出现无数扭曲的空间波纹 众人望去之后 只见一道人影率先从泰州山内飞出 身着金玉奎皇甲守制泰州苍鸣剑 不是皇家法祖黄雀灵还能是谁 母臣受死 泰州山内秘境深处 法阵禁至连大城七高手的视线都无法伸透进去 自然不知道里面的状况 不过时隔两日 黄雀灵再次出现的时候 蓬头垢面的样子 着实不被人看好 泰州苍鸣剑 也没有两天前光环缭绕 清光暗淡的巨剑 隐隐被一层淡淡的黑金光韵缠住 威力不如当初 而那身金玉奎皇甲 也是燃着几团小小的黑金色的火苗 黄雀灵慌乱地将其扑膝后 才紧咬着唇角戴着一丝血字的牙关 挥出树道法绝 泰州山惊天惨变 金光大山随着咒觉 击打在怪石临巡的山体上 巨峨巨山顿时化成十座 高达万丈的金山 这是泰州秘境 十眼阵法所化 可谓石破天惊 黄雀灵用此阵法 以泰州山崖底 正是在无言地宣示出 泰州秘境对陆尘已经起不到半点作用了 火不其然 众修士的目光刚刚移到分眼而来的石座金山石 一个短发黑甲火焰包裹全身 锯锤在手的伟岸身影 拔身而起 站在金光照耀的天空中 两日来的血战 没有磨灭沙神一星半点的战役 反倒不知什么原因 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一身炽烈的黑色火甲 光洁鲜亮 像是神火所著 甲片的黑金光彩 与跳动的火苗 形成了恐怖的威势 如果稍加注意 众人便会发现 在浓浓热烧的火苗中 时而会有蓝光闪过 虽然微乎其微 还是能够被人发现 陆尘只有 耗空锤的右手手背 便是有着一团火苗的印记 浮现了出来 印记并不如何明显 但凡是看到这印记的修饰 都有一股灵魂 被侵入的附着感 火苗印诀不是强大的先诀 只是陆尘将黑煞火种 逼于长辈上 时刻准备出手的迹象 右手中指 光泽盈润的赤军界 须有火势 整装待发 好像只需陆尘念头一动 众人将会见到 最为恐怖与神秘的一幕 他的脸庞脏兮兮的 满是血污 由以右脸颊 那道深深的剑痕 最为触目惊心 显示戾气所伤 至今还滴落着鲜红的血滴 北上煞火 泉中垂 陆尘协议的毛子 没有惧怕 有的只是浩瀚无边 滔滔不绝的强横杀念 惠海市陆尘这仇敌 多番见不着早有怨气 见陆尘出现 头脑一发热 也不顾泰州石眼方阵 有多恐怖 猙獰地举起铲掌 杀想陆尘 杜结后期大圆满 数里距离几乎视为零 顺移之际转顺而至 而随同其后者 自然还有慧能 慧海 慧能 佛门南藏之下 两大杜结后期高手 联合出手 威力也是不凡 前玉门中人大惊失色 见两人眨眼间到了陆尘身后 禅杖和法印已经拍了出去 不由心急 宗主小心 时空仿佛凝制住 泰州十眼方阵 分化十身 左突右撞 成何为之势向陆尘撞呢 而在他身后 大明寺两大高手 已然偷袭出手 正当众人以为 陆尘会于慧海慧明手下 堪负重伤时 忽然 一丝光亮 从陆尘的手背上亮起 同时亮起的 还有赤军剑 黄雀灵老二 受死 腹背受敌的陆尘 竟然头也不回 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 远远扑来的 慧海慧能二人 单掌微翻 脚底乌煞云 当众怦然烧了起来 漫天的大火冲天而起 一根根咽住 焦红泛滥的 紫棋尖中轰出 陆尘的背后 脚下掌心 甚至是头顶 立马涌出 粗达碗口粗的火柱 带着那滔天的火柱 与烈焰 鲁尘直取尸山 竟是想硬碰硬 不提石眼方阵 与火柱的交锋 孰强孰弱 火柱涌现的片刻 身后惠子被两大高手的身上 顿时燃烧了起来 恐怖的一幕旋即出现 竟是连让人反应的时间都不给 瞬间将两大杜劫后期 大圆满的慧海慧能 烧成了飞灰 独结后期高手 在陆尘面前 连蝼蚁都不如 围观修士看到这一幕 内心狠狠地一抽 好霸道的鲜火啊 这三色火一定是收服了南明鲜火以后 变异的练兵之火呀 空中有人喊叫了出来 马上引起所有修士的惊呼 南明鲜火 上古鲜火 还有一个火属性的鲜宝 此战陆尘并不拉下风 南国格戎 动窥仙机 吟吟吟笑道 吼 淡淡的雨声落下 便是石山与焚黄灭尸印的杀菊 拉开了帷幕 死战 陆尘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惨风烈烈的天都星上空 黄雀灵咬牙切齿 道出胜利的宣言 自信的气势 使得皇家弟子浑身一震 废话那么多 看实力说话吧 陆尘浑然不顾身后 已经化成了飞灰的佛门两大高手 像如今的状态 不是陆尘自大 没有大成妻 连跟自己过招的资格都没有 三色鲜火一芒掠动 晴天火柱频频从指尖中点出 拼命地砸向四面 何为飞来的十大宝山 一座座宝山并没有成功地压到陆尘身上 而是被焚黄灭尸印诀 果断击退 陆尘周身慢火 火焰滔天 凝着眸子道 太州山就这点微能 差得远了 挥退了石山的陆尘 骨子里的傲气 崭露无遗 把黄雀灵气的脸色铁青 浑身发抖 太州秘境 乃是皇家立足的根本 身为秘境之主 跟控制一件仙宝一样 黄雀灵可以在里面横行无击 他本以为依仗太州秘境的数大阵法演化 可以把陆尘逼入死境 却没想到 无论何种阵法都迷惑干扰不了陆尘 也不知道陆尘的神识是不是真的强大 反正幻境无效 秘境中的各种禁制 又对他身上的黑火仙甲产生不了效果 念控秘境所消耗的法力不是一般的多 最后 黄雀灵也撑不住了 这两天来除了泰州苍鸣剑在陆尘的脸上 划了一道口子之外 可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无用功 根本没伤到陆尘半分半好 而对方的法力太过浑厚 连自己都远远不如 黄雀灵不敢撑下去 这才主动放弃了秘境的幻境法阵 然而泰州秘境的厉害之处并不仅限于此 食眼方阵便是一种攻击手段 虽然消耗颇多但威力惊人 不曾想 陆尘还有底牌 焚荒灭尸印之强大 让黄雀灵深知低估了杀神陆尘 而三色鲜火的现世 也让他明白了南明鲜火的去向 现在的陆尘 由于大城后期高手较量的资格 黄雀灵不敢再小看陆尘 黄家叫嚣的声音逐渐泯灭 众仙玉高手无不瞪着充满着 诧异惊奇震撼 以及羡慕崇拜的目光 深深地望着那十座宝山中 飞奔舞锤的身影 一条条宛若碗口粗的火柱 肆意地喷射而出 将十眼方阵 泰州宝山撞击得轰轰欲绝 金山光芒浅淡 燃起辽元大火 三色火焰焦灼出来的刺敌飞灰 闻在在场修饰 无不皱逼退出 不敢再靠近两大高手 轰的一声 一条火柱 堪堪冲出十眼方阵的包围圈去 狠狠地命中在黄雀灵的金玉奎黄甲上 仙甲曝光泛滥 夺目刺眼 被强大的火柱轰重 回黄甲表面顿时塌陷了下去 仙甲本身就暗含禁止法阵 这件宝甲意识不凡 被火柱击中 宝甲的仙气迅速从各大甲片上传来 同时作用在火柱轰重的位置上 有效地防止了黄雀灵被火柱穿透 饶是如此 黄雀灵也不禁感觉胸口一闷 咳出一口阴红的浓血来 陆尘也不好过 受到陆尘一击 黄雀灵神石一动 石座宝山围着陆尘旋转而起 狠狠地朝着陆尘压来 想要把陆尘挤压成肉末 陆尘健壮 顾不得追击黄雀灵 收回三色鲜火 九煞猿鹰急急转动 精准的法力迅速充斥了两条手臂 一道道青筋马上绷得紧紧的 鞋管像是要从皮肤下跳出来一样 鼓鼓地散发着黑红色的阴时光芒 石座宝山的挤压力量不可小事 陆尘只感觉周围的空间朝着自己缩紧似的 庞大的压迫力让两条浑然有力的古铜色臂膀 微微弯曲起来 陆尘也吐了口血 相比黄雀灵 这一次他受的伤更重 开 陆尘是什么人 从奴行开始 那就是一个常年在刀尖上打滚的人物 再加上其性格就是以小命为主 哪次不是在关键的时刻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 相比他以往的经历 目前的危机还不够看 宝贺了一声 陆尘半驱着双臂猛然间崩直 洪水绝地般的法力从两掌中狠狠地吐出 强势将十座泰州宝山崩开 逃出生天 再临天界 陆尘不打算给黄雀灵机会 泰州秘境果然强大 若能夺得此宝 日后对前玉门好处不小 不能再让黄雀灵发挥泰州秘境的威能了 主意已定 陆尘借地腾空 瞬移之际疯狂地施展起来 似乎看不到人影 若身近战 黄雀灵 眉头一皱 心知十眼方阵只是攻击手段强大 压迫力强大 但没有控制陆尘活动范围的法阵能力 陆尘发现了十眼方阵的弱点 自己想要捉住自己 不可能 同样是从尸山斜海中爬出来的皇家法阻 当然不惧 指尖一勾 收起泰州秘境 双手反握泰州苍鸣剑 再起金玉魁皇甲 念动之际 九件青色宝环哗啦啦的自腰间 连周乾坤囊中飞出 这九件青色宝环乃是一套仙宝 每个都有极品灵气的威能 合在一起便是一件仙器 也是皇家法宝除泰州山外 成名仙宝之一 闽虚环 闽虚环取泯灭天地虚空之意 虽然有些夸大 但在凡间界发挥仙宝的威能 也并非无中生有 泰州秘境仙宝不少 但有用的和完整的 除了黄雀灵手中的 泰州苍鸣剑和金玉魁皇甲之外 这件闽虚环是最好的 九环连出 月花消散 东方日轮冉冉升起 竟是有些改变时间 空间的威能 陆尘看得一惊 知道此宝非同凡响 但事实上 闽虚环远远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强大 所谓泯灭虚空天地 并非真正的泯灭 而是一种假象 这种假象可以让人 空间的五行灵气发生短暂的改变 让修饰无法有效的利用使用 原本日轮升华 三色鲜火随天地之变而威势更胜 然而实际上 现在还是黑夜 阴阳二气混杂不堪 饶使陆尘也要被打个措手不及 并且黄雀灵可以借助 闽虚环束缚陆尘的九大诀窍 使其宪法无法正常运转 厚力不济 可谓极为歹毒 我去 黄雀灵二话不说 将清光仙宝 闽虚环祭出 陆尘错愕之下 身上四大翘诀 仿佛消失在天地间的 九道光环其中之四 紧紧记住 一时间 法力无法从四脉涌来 气息便是一致 另外五环还没有得手 原因在于 陆尘神识发现得很快 以煞魔之气将五环逼退 不过 没有了四脉 陆尘的实力马上降低 黄雀灵的脸上 终于浮现出笑容 中了老夫 闽虚环 看你还拿什么猖狂 看见 一招得志 黄雀灵咆哮着杀来 泰州苍铭剑闪过 剑官无数 瞬息间 将陆尘身上刺出 无数血动 血涌如注 气脉不通 法力不至 仅仅能够发挥出四五层实力的陆尘 顿时皮开肉战 后空锤即使能够抵挡一十三克 也不可能将所有攻击全数拦住 两大人影 一个步步紧逼 一个急速后退 陆尘浑身血污 触目惊心 老大 小子 辽尘 庄文元等人见状 不禁大惊失色 慌忙中就要出手相助 前玉门中人疯狂了 黄汉冲等黄家人 顿时叫好呐喊助威 并重燃斗志 将前玉门中人挡了下来 乌兴蛮健壮 赶紧将辽尘等人拦下 说 不能过去 相信陆尘 他挡不住黄泉梁 你们去了也百搭 无主 黄泉大帝也上前劝阻道 永白无辜 多天伤亡 陆尘 也不愿意看到 你们不相信陆尘吗 前玉门中人一个个义愤填硬 拳头握紧 虽然不能出手相助 但他们也明白 在乌兴蛮和黄泉的话 没错 连陆尘都对付不了黄雀灵 去多少人都是送死 大战进行到现在 黄家和前玉门的胜负 全赖两人 陆尘胜 才是真正的胜出 否则就算杀尽黄家 所有人都于事无补 最终 还是会被黄雀灵 一力斩杀在天都心上 绿斗 苗瑞 云脑 盘云 陆涛峰 龙战 朱雁 白傲 这一个个高手 皆是为陆尘捏了把汗 好在现在陆尘肉身强悍 虽然被动挨打 但一直避开要害 暂时没有大碍 撑住啊 一定要撑住啊 明须还已破 黄雀灵就再无宝贝可用了 众人心中暗呼 为陆尘加油打起 伟一的云层中 宁无牙携手数大伞仙修饰 冷冷观望 此战不允许任何人插手 他们也没有办法 宁无牙在不知不觉间 额头上都冒出了冷汗 低难道 小子 成着 不然老夫的羽煞剑就要泡汤了 哦 垂影剑芒 纷飞四射的天都星上空 猖獗的黄雀灵见光不断 笑声连绵 步步紧逼时 还不忘用言语刺激入尘 无知小二 这便是得罪泰州皇家的下场 你放心 杀了你之后 那数万前御门修士 都会给你陪葬的 哼的一声 剑光扫过陆尘胸前 留下一条深深的伤痕 陆尘咬着钢牙 恶毒的看着天空不断呈现的剑影 到了这时 还是没有半点畏惧 老匹夫 想杀我 还早着呢 你还是期盼你的敏虚环能一直治着道也 否则 泰州皇家将不复存在 说完这句话 陆尘神识一分为二 红霞在手取代浩空 黑煞星火同时收回体内 一边游动 一边呼唤四大股神法体 四脉灵风 四大法体 指我浩空垂灵 聚火焚气 破它免虚环 石海中 一道洪亮的呼喊 四大股神法体 鬼单 冷寒 雷王 跨盘 死人分身化影 在死人面前同时出现一柄微小的浩空锤 浩空锤可幻化大小 也可以以本命法宝的形式在体内存在 死人每人抓住一柄 迅速地窜向那四处被敏虚环制住的经脉而去 黑煞星火 即时分化出四条黑火焰龙 于经脉外部发现了四道青色的虚幻光环 正是民虚环的气魂所在 焚 陆尘一声令下 滔天的傻念轰然跃出 一字风山 二字断海 三字汉帝 四字震天施展而起 那四条火龙的头部 立马变化成为四大魔头 猙獰的獠牙的缩影 四大股神法体得到尽前 浩空百炼千锤之法 惊天动地地挥出 好 十海中 内脉焚弃之法如约而至 天都行上 法力风云浩浩荡荡荡 当时两大高手大展所能 三色鲜活与民虚九环 在天空中交错 一彩分成 飞刀 红霞 掀兵 苍鸣 两大法宝兵戈 交辉 明音回道 几乎众贤 与所有高手 揣度着震撼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场上 交锋不断的两大高手 随着一道道沉闷的撞击声 每个人的心脏都在慌乱地搏动着 大成其高手出手不同凡响 大地为之动摇 天空为之变色 山川为之倒塌 河水为之倒流 就连方圆树里的空间都为之破碎 两人仿佛站在巨大的空间 黑洞中央 不受令人心机的空间 吸扯的影响 拼死疏杀 泰州皇家法组黄雀灵 不愧是皇家的灵魂人物 敏虚环一出 让陆臣的实力彻底降低了一半 束手束脚 那般霸气豪迈的实力 无法发挥出来 看得皇家弟子无不高声 呐喊助力 就像是他们亲手报复陆臣一样 大快人心 前玉门众人 廖臣 庄文元 南兴臣 纪宝 樊云 五行小队 一众人等 臣曲 慕容雨昕 方子欣 天妖无兴满 南国各荣 丰都皇权 金修 甚至是傲难 都在为陆臣捏了把汗 大战至今 两大高手可谓全力施围 没有半点保留 而黄雀灵 施杀陆臣而后快 自然拿出了所有的本领 常见所向 无往不利 妖异的血连不断地从陆臣的身上 绽放开来 看得人触目惊心 然而这个时候 无论是谁都插不上手 毕竟此战属于前玉门和皇家之间的战斗 更属于陆臣和黄雀灵的素食之战 为陆臣担心的人们只能暗自打气 此时 陆臣身上的伤口不下数百 就连那件由黑煞心火焦筑而成的黑煞仙甲 也开始支离破碎 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受到这种严重的伤势 陆臣还能够跟黄雀灵缠斗至今 相反 陆臣非但没有因此溃败 反而仍能保证在不死的情况还手一二 可见其肉身和法力有多强悍了 当然 所谓的还手取不到一点的效果 就被泰州苍鸣剑以强大密集的剑网硬生生的逼回 然而 这并不影响陆臣高昂的战役 他就像飘摇在狂风暴雨和惊涛怒浪中的一夜扁舟 越战越勇 始终可以立足在风口浪尖屹立不倒 其不争的坚毅性 深深触动着在场修饰的眼球 两人从天上打到地下 从山中打出河谷 剑气纵横血芒飞舞 陆臣谨守心神 黑金蓝三色鲜火宛若火龙火蛇 在体表熊熊燃烧着 黑煞鲜火如今已化鲜火 融入了南鸣鲜火的气息 使练兵之火威力更强 正是有黑煞鲜火的存在 泰州苍鸣剑的霸道剑网 才会无法发挥出应有的威力 否则 换了别人 就算已进入真仙之体 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势了 也不可能撑到现在 神识一分为二的陆臣 绝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黄雀灵的身上 只有小部分分为四股 交由四大股神法体控制 而这四股神识分辨化成了磨面燕笼 不断地焚烧着体内四处 经脉上束缚的米虚环 也就是陆臣 换个人遇到这种情况 想都没有解决的办法 四大股神法体 声眉怒目 画影浩空不断地挥出 砰砰地砸在米虚环的环魂上 连绵不绝地发出洪亮的脆响 响声分为四股 像合奏一样 在石海中响彻个不停 美精兽一锤 陆臣便能清晰地感觉到 束缚自己九经四脉的四肢敏虚环 就会松上一分 有了这个发现 陆臣更加高兴 知道自己寻对了路子 只要好空锤和黑煞心火相互配合 天下间就没有制住自己的法宝 想到这里 陆臣豪气顿声 大战至今 陆臣自然能够看得出来 黄雀灵的消耗也十分的巨大 近距离的交锋下 陆臣依心能够听出黄雀灵的气息 开始变得粗重起来 就像一个老迈的老者 进行了超过他体内所能够支持的运动后迹象 紧咬着牙关 陆臣盯着黄雀灵的眼睛里 慢慢流露出一丝兴奋而有邪意的光芒 丑得黄雀灵不自觉地打了个喊着 被陆臣深邃到足以杀人的目光看得一愣 黄雀灵像掉进了冰窟一样浑身不自在 不过敏绝环的威力 他是相信的 从来中了敏绝环的人都会修为大俭 黄雀灵不相信 陆臣有脱身的办法 你等老夫也没用 现在就算你跪下求情 老夫也不可能放过你 陆臣拼尽全力连灯两脚 高声狂笑 黄雀灵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让道爷跪下求情的人 天下间还不存在 狂妄 死到临头还成口舌之力 一会儿老夫看你笑不笑得出来 黄雀灵气得牙根直痒痒 虽然他话说得坚定如铁 但这么长时间没有把陆臣拿下来 皇家法祖的自信心也开始有一丝松动了 不管如何 像陆臣这样难缠的人物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黄雀灵深知 就算换了乌星蛮黄泉这类的人物 也未必会比陆臣撑的时间长 从这方面来看 陆臣的原因修为 的确让人难以置信 难道是他修炼先决的缘故 黄雀灵一边加快攻势 一边琢磨着陆臣强大的战斗力的来源 默地想起 大战之前 黄汉冲寄予陆臣修炼法诀的事 这才对那不知名的先诀 起了浓厚的兴趣 微微抬起头 黄雀灵的眼神闪过一抹猙獰 眼底诱惑有了名物 四大猿鹰在体 神识法力自然强大 陆臣 你的凭借就是这个吗 道出陆臣修炼的秘密 黄雀灵心下无比的骄傲 与此同时他对陆臣先决也起了掠夺之心 打着打着突然蹦出这么一句 陆臣也小小的错愕了一下 不过他身上的秘密何止于此 并没有太过分的震撼 叮叮叮叮四声 四大鼓神法体已经砸了千百下 这次才是真正的将百炼千锤 发挥到了极致 每个人都对着敏虚环砸了七十一下 仅仅插一下 陆臣便能突破到百炼的境界 心下骇然的同时 又听到黄雀灵的自言自语 陆臣脸上的笑意更盛 握紧红侠 陆臣知道机会来了 敏虚环一旦松开 堵塞在四大筋脉的法力 将会迅速供给到 齐精八脉身体各处 九煞元英的力量 又能达到完美的循环 实力恢复便是黄雀灵的死期 关键时刻 陆臣嘴角磨得一勾 露出戏谑的笑容 盯着黄雀灵道 你猜着了 原因越多 神识越强大 这还用猜吗 现陆臣没有否认 还有点小吃惊 黄雀灵心中更加高兴 不过你没全猜对 突然陆臣接着说道 手中的红侠刀 已被一层黑火包裹 什么意思 黄雀灵微微一争 下手的频率 确实慢上一个节奏 因为我不仅有四枚元英 老家伙听好了 道爷的子府乃是九英子府 伴随着陆臣戏谑的笑声 响起之际 黄雀灵一张满是得意之色的老脸 猛的凝固了 九英 九英子府 九大元英 不好 黄雀灵刚刚反应过来 一道被三色鲜火包裹着的紫侠一芒 突然从陆臣的手心中飞出 直射自己面门而来 出于对敏徐桓的信任 黄雀灵祭出仙宝之后 也没有再注意还魂的动静 把所有神识法力的精华 全属用在最猛烈的公式上去 丝毫没有发现 还魂在陆臣四脉上的变化 因为他知道 众仙玉不会有人比自己的神识强大 除非是仙人 然而 等陆臣得意地笑起 并道出九英子府的那一刻 一丝不祥的预感顿时占据了心头 九英在身 神识恐怕已经强大到无人能及 你需还危险 刚要抵护出声 先保红侠刃飞了过来 破口的劲气来得生蒙凛冽 他跟陆臣距离又如此之近 强大的撕裂感顿时在自己的右脸颊上出现 空间突然的破碎而产生的强大乱刃 给自己的右脸带来火辣辣的痛楚 红侠毕竟是仙宝的存在 黄雀灵还没有强大到 认为自己的脸皮能够比仙宝还要强忍 头一天 迅猛的刀劲 立马在黄雀灵的右脸上留下一个深深的伤口 一丝血线就此流了下来 就在这电光火石的片刻 黄雀灵突然发现 闽须就还被一股极为强悍的魂力震慑的 发出叮叮当当的颤动的脆响 那是来自环魂深处的惊举 使气灵产生了极大恐惧 而就在这时 碰碰碰碰 四道环影自陆臣的右足 左肩腰间追背四大主要脉络中飞出 环影只在空中弥留瞬间 骤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在黄雀灵身边 一整套仙宝 民虚九环 清光闪闪的浮现在黄雀灵的身边 哎呀 脱身了 前玉门弟子紧紧纠结在一起的心脏 突然释放出庞大的力量 一股海阔天空的感觉 使人豁然开朗 快看陆臣 人群中有人惊喜地叫出声来 所有倾向于黄雀灵身边 明虚环的修士们 纷纷把实现转向到陆臣的身上 只见远方天空中血乌下的身影 周身三色鲜火凝聚来的甲咒 再一次凝食 光鲜亮丽 黑漆如墨 并散发着淡淡金光的保甲 完美无瑕 不见一丝破损 就连一丁点剑痕也不存在 陆臣正是甲钟之人 此时的他 本就伪暗修长的身躯 随着充实回来的法力开始膨胀 骨骼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两只不算粗壮的手臂 突然伸展暴涨 变得恐无有力起来 显境中求存 白练千锤中得尽敬 今日突破七十二打法 进入白练之境 道爷是不是要感谢你呢 黑光一耀 陆臣宁笑着紧了紧拳头 一支巨型的浩空重锤 再一次出现在陆臣的手里 此时的他破掉民虚环的环魂 竟是在关键时刻 与体脉深处领悟了七十二打的百炼开端 重锤在手 陆臣仿佛重拾信心一般 盯着黄雀灵的眼神 愈发显得细血与轻蔑 老东西 打也打够了 这次换我了 哼 话音落下 陆臣的身边沸腾起滔天的大火 火云与硝烟会于一处 形成一条恐怖的巨型黑火焰龙 陆臣便是乘着紫龙的头顶 高举着浩空神锤 威猛的朝着黄雀灵扑来 解离有云 浩空百炼 炼仙助神 云灭十方八戟 先炼大成 陆臣口中念着解离绝中 百炼千锤之法 杀念随之翻涌 战意滔天 举锤杀来 天地动容 十方八戟 环宇变色 人人都感受到一股 极为浩瀚的法力 在陆臣的身边凝聚 不仅仅是陆臣法力 还有天地间的灵气 一时间都在向陆臣身边 准确来说 是向着陆臣手中的 浩空锤上的涌去 还有那磅礴而不多见 精华内敛的先原力 锤身上 火光冲天 雷音滚滚 似大海在咆哮 传出浪涛之声 摇摇中仙玉 星云永惠 沙发无边 黑祸苍隆的龙头上 陆臣举锤如古神将士 锤影笼罩了整片天空 黄雷灵 黄雷灵只感觉到 自己被这锤 完全地束缚在此地空间 大有无法逃脱之感 尤其那片天 几乎成为了陆臣一人的天 没有人可以逃出 他手中神锤的锁定 此锤必挡 大惊失色的黄雀灵 战意在掌 虽然他不明白陆臣这一身恐怖的修为从何而来 但却不能不防 举剑飞向高空 迎着那巨山般压来的垂进直刺而去 响 响彻仲仙玉的金铁交集声轰轰回荡了起来 两大法力于尽交锋所产生的气流 自二人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涌去 大地轰轰摇动 数百里热土寸寸军裂开来 继而被天上刚锋卷起 湮灭于云端星空之外 天地发生了极大的震动 在场修士无不惊骇莫名的 从天都星各处飞起 远远逃到九霄天外 两大高手的交锋 俨然超乎了他们可以理解的存在 仲仙玉 黄 玄 帝天 四大修真星等级层层攀高 以天都星的天极品阶 无论是天空和大地 空间都是极为稳固 而陆尘和黄雀灵全力施围之下 便是此地空间 都已无法承受两人的威力 变得分崩离析 不复存在 整个天都星 立刻出现一个直径达到 树里方圆的巨大黑洞 这黑洞 宛若深渊 自黄雀灵族下开始穿透了大地 由星体的另一端 喷涌出一个巨大的黑火巨柱 叫人看得惊心动魄 不可思议 而这 才仅仅是开始 看锤 晴天霹雳般的鹤声 紧随而至的响起 带着太多对黄家的怨恨于怒火 堂而皇之的 在众目睽睽之下 轰然展开 路程浑而有力的粗壮两臂 仿佛被灌注了神力一般 巨大而又沉重的神锤 几乎不存在所谓的重力感 轻松挥出的锤劲 无不击打在太州苍鸣剑上 凶猛的劲气 激荡着有着大成后期实力的 皇家法祖 频频口吐鲜血 向后击退 轰砰砰一串响 好空百炼 整整七十二锤 全数轰在黄雀灵的身上 那股惊天动地的气势 一往无前 黄雀灵苦苦支撑 脸色苍白 耳畔回荡着 好空锤与太州苍鸣剑的撞击声 枕得耳骨发麻 片刻之后 潺潺的鲜血 从两耳窝内流了出来 原本单手致剑的他 不得已改变成双手紧握 可饶是如此 黄雀灵在连绵不绝的锤镜 轰杂之下 终是无法拿捏住 泰州苍鸣剑 好空百炼镜 碰 先保泰州苍鸣剑 即最后一锤落下之后 剑身军裂 继而化成碎片 纷飞而起 黄雀灵则是被最后一锤 打退到了树里开外 魁梧的身材狠狠地 砸向皇家修士队伍中 接连撞爆了无数 措手不及的皇家修士 方才被黄汉冲 周云两人合力接下来 身形稳住 一口血剑 喷到了数米开外 气势全消 海头 看看天上炙烈燃烧的 浓浓三色鲜火 周围人的反应如出一辙 都是在惊慌中流露着震撼 哎呀 疯了 疯了 五宗三族的修士目瞪口袋 屹立在众贤狱巅峰的皇家伐族 就这样败了 败得如此简单 所有人都疯了 几乎都在不可思议地看着陆尘 尽管在来之前 不少人都对陆尘抱有一丝希望 但那也仅仅是希望而已 众人并不认为 陆尘可以强大到 完败黄雀灵的地步 尤其皇家法祖近些年闭关修炼 实力堪称与当事高手 南国阁荣并驾齐驱 乃是众先玉最强的 大成后期高手 怎么会败 当人们看到 敏虚桓出现的那一刻 泰州苍鸣剑险些要了陆尘小命 他们心中小小的期盼 早就化为了泡影 而这个情况 并没有持续太久 当敏虚桓被陆尘挣脱时 出现在众人眼中 不再是希望 而是期待 一种对强大实力崇拜的期待 众先玉中 但凡高手出现 都会有惊天动地的一战 此战之中 必会陨落一颗极度耀眼的明星 心形出现 取而代之 乃是众先玉常有之事 然而 长江大河滔滔不绝 连绵不断 恐怖的垂进 几乎毁了天独星 放在以前 说破天也不会有人相信 不过今日 沙神陆尘用其不争的实力 告诉众先玉修真界 从今天开始 沙神陆尘将永远站在 众先玉修真界的神坛上 受尽世人的瞩目 黄雀灵 无比惊诧过后 便是那有如来自 九幽地狱般的 阴沉声音响彻而起 神锤在手的绝世 沙神用着 屁拟天下 目空一切的凶光 冷冷地注视着 溃败的皇家法族 你还有何话说 祖臣问道 黄雀灵恼羞成怒 这千万年来 还没有人敢跟他 用这种口气说话 说陆尘狂妄 至今又有何人不信 抹去嘴角的谢字 黄雀灵强承着 内伤极重的身躯 推开扶着自己的 黄汉冲和周云二人 缓缓踏出道 可笑 独臣 你以为你胜了吗 别忘记了 这是不死不休之战 老夫没有死 皇家就不会输 霸气 黄雀灵 蒸蒸的言辞 立马激起群情激勇 所有皇家弟子都站了出来 怒视陆尘 以及前玉门众人 一股猖獗的战役 再次升起 没错 不死不休之举 皇家不死到最后一人 就不会输 不得不说 黄雀灵的话 引起了大多数修士的认同 死局定的便是杀局 除非站进最后一人 否则永远没有胜负可谈 而皇家法族 怎是那般容易败落 回过气的功夫 就能再战几百回合 现在谈胜负 言之上早 众人看向陆尘 等着他说话 唉 哪知 陆尘悠悠一叹 那股霸道无匹的气势 骤然收敛 就像失去了兴趣的孩子一般 神情颓废 众人不解 疑惑地看着陆尘 就在这时 陆尘收起号空锤 雄庄的手臂轻轻一抖 一张古朴气息的巨弓 诡异地从乾坤带中飞出 落入了他的掌心当中 随后一同出现的 还有左手那根魂天灵宝 与煞剑 博侯宪现世 朴实无华的弓身 顿时引起轩然的大波 空气中的天地灵气 无关乎博杂与否 皆是朝着那紧绷的弓身涌来 陆尘还没动 众人便察觉到天都星附近的天地灵气 几乎被抽干了一样 空空如也 哎呀 这是什么宫 各宗大佬已经没心思关心 黄雀灵的死活和皇家的胜败了 人人盯着陆尘手里的罗侯宫 心生巨异 光是气息便让大成其高手心颤不已 此宫的品阶定然超过了所谓的仙气 众高手连连抱腿 但却无法逃出罗侯宫掌控的空间领域 似乎被罗侯宫气势包裹 根本无法逃避死的 就连黄泉 乌星满等人也不由自主地退到了天外 远离了天都星 利用庞大神识 扫视着万里以外的天都星内 众人皆是瞪大了双眼 他们发现 尽管逃到了域外星空 还是能够感受到博杂的天地灵气 正在朝着天都星内挥涌而去 而那张长弓的气息并没有太大的减弱 各宗高手谨守神识 目光如炬地盯着侠方一个个密密麻麻的人影 前玉门弟子早就见过罗侯宫的霸道 退出老远 只有皇家数万人一动未动 不是他们不想动 而是当罗侯出现的时候 陆臣的气机以及长弓罗侯的气息 就已经将那树里方圆牢牢锁定 仿佛此宫本身就拥有强大的气机锁定的能力 致使数万人的呼吸收敛到极致 也没敢挪动半步 黄雀灵傻眼了 他不知道陆臣从哪搞到如此霸道的宝宫 心里更是疑惑不解 有这等强大的宝宫 陆臣怎么不早拿出来 其实 黄雀灵误会了陆臣 他不是不想拿 而是没有把握 罗侯的威力配合羽煞的恐怖 固然能给黄雀灵带来极大的威胁 但陆臣没有试过 不能保证黄雀灵没有逃走的本事 弓箭的弱点就在于一击不中 再击便威力大减 陆臣不想浪费机会 要做就一击击重 此时 黄雀灵法力大减 气势再不如前 而自己尚有余力拉开一弓 此宫的目标正是黄雀灵 父亲快走啊 黄汉冲已经顾不得去贬低陆臣了 因为他感觉到陆臣手中的长弓 拥有毁天灭地的气势 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反正他是看到后 双腿都不由自主地打颤 黄汉冲焦急地拉了拉黄雀灵 其实他很想马上离开 但双腿已经麻木 半点力气都使不出来 没用的 黄雀灵一把推开黄汉冲 神情凛然盯着陆臣不放的 他的目标是我 跑不掉的 黄家法祖都说出这番话来 黄家弟子更是无不动容 那周云惊慌失措地退开两步 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黄雀灵悠悠一叹 上前一步道 陆臣 我承认 我挡不住此宫 老夫也不想跟你多说废话 现在老夫就跟你谈个交易 老夫交出太州山 以及所有皇家宝物 只求你放过皇家弟子 可否 娇也 陆臣哈哈一笑 戏谑道 黄雀灵 你当陆某是三岁孩子不成 自从红颜星那天起 就注定皇家与前玉门施不两立 不死不休这句话 可不是陆某人先说的 你皇家咄咄逼人 若非陆某机缘巧合 实力大尽跟你谈条件 你会同意吗 陆臣朗声驳斥 当然不让 黄雀灵被问了个哑口无言 的确 换作自己 肯定不会放过陆臣的 黄雀灵问道 你要如何才能放过皇家 简单 陆臣眸子一宁 抬弓挡箭 瞬间将罗侯拉了半月 恨声道 罗侯指下 你若不死 陆某便放过皇家 说完 陆臣又被猛一韵力 九煞元英传来的浩瀚法力全数灌注在手臂上 直接将罗侯拉成了满月 魂天灵宝与煞箭豪广大方 罗侯满弦 攻颤剑势 漆黑的天空被一道点光劈中 满月弓弦在周围修饰的眼中显得无比耀眼 紧绷的弓弦微微抖动着 让附近的空间开始扭曲 罗侯弓 人们终于从陆臣的口中知晓了这张神功的名讳 还没来得及震惊 所有人都听到月圆弓弦微微抖动发出的嗡嗡声 像海啸 像浪涛 又像不可多见的刚锋在九天上肆虐 更像黑暗中折服在荒林深处野兽的低袍 弓弦尚且如此 弓威又当如何 众人心中不免同时生起一丝疑问 蒸蒸的看着 数万古庞大的神石连危险都不顾 于天都星和狱外星空接壤之下散步了出去 仿佛一股股脖杂而又无形的气流 穿云破雾朝着那张被陆臣称为罗侯的惊世宝宫望去 霍空之声骤然响起 如同神石中突然出现一道曙光 杀气凛然的曙光离闲而去 刹那间 天空宛若被巨神用利府硬生生的劈开一条缺口 九天外的赤裂日光 催然射来 万千光芒同时凝聚到那离闲只有不足一寸的羽煞上 时间停止一般 神石强大者皆是看到一缕金光在羽煞上一闪即逝 随后 陆臣仿佛用尽了毕生的力气 整个人都消瘦了许多 但头脑却是一片清明 九天之上 那炫目无比的艳阳射出一道天光打在陆臣的眉心 陆臣知道 并不是哪个恐怖的大神借机传法 而是自己的神石突破到先品之后得来的一丝名物 名物一点一滴 乃神石孕育而来 神石跟肉身一样 可修万般诸法通天手段 众仙玉游仔 当神石升华便可得道升天 陆臣虽然没有感受到上界的感召 但此刻明物的来临 确实让他明白 自己的神石已经进入到真正的神念的地步 也就是上界所云仙人的智慧 神石突破 代表陆臣已经距离得道升天不远 同时肉身子斧将再无平静 只需要将子斧法力注满达到真正的天仙品阶 便可飞天成仙得道托凡 然而陆臣并没有因此而惊喜 那一丝的名物来意也似乎并非在告诉陆臣 他已经念托凡道 而是有着一个声音不断地在脑海中冥响 此声如雷 勇冠内海 云来约阙 便是七言绝句 商君尽补众圣天 不与玄光露空河 周夕渡国诸幽氏 济都罗侯万古霄 此语句 弱天音浪浪荡荡 飘飘渺渺 始终在陆臣的脑海中回荡 商君尽补众圣天 不与玄光露空河 周夕渡国诸幽氏 济都罗侯万古霄 陆臣低吟了三遍 心中大惊 此句蕴藏无限 天机密而不露 超凡亘古 晦涩难懂 陆臣不知其意 也能听出 涌出此句者 道法惊深 以达害人的境界 与此名物 陆臣发现一个 大大的玄机 我吼 陆臣心中一动 顾不得去看羽煞之威 他却不知 便在此刻天地 持续为之凝固 那雨上根本没有离开 公弦多远 仅仅一寸 而天空 大地 山川 河流 几乎在同一时间凝制 石化的还有万千 羞是惨风浓云 天光烈火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有陆臣自己的石海 还在运转 不停地去默念着运道极深的诗句 几都 罗侯万古霄 应该说的是罗侯宫 几都是什么 还有商君 众圣天 玄光 陆空和 周夕渡国 诸幽氏 一字一句 陆臣并未刻意铭记 但此四句 像是印在自己的脑海中 灰之不散 所以一切 陆臣只能明白 罗侯二字 且隐约猜想说的 就是罗侯宫 突然间 陆臣注意到 玄光 玄光静 莫非 玄光说的是玄光静 吃惊之下 陆臣脑海 顿时陷入了一片浑浊 似也不再 目无光芒 有的便是漆黑一片的虚空 连星辰都无法看到 没有撕心裂肺的痛楚 有的 只有脑海中的 昏暗无尽 以及没来由的清凉 这种感觉 没有持续过久 就在陆臣满心疑惑的时候 瞳孔成原文状放大 天都星的一切 又回到了视野当中 而陆臣这时才看到 羽煞剑已经离弦而出 护灭一切的强劲感 撕碎了虚空 遮蔽了日月 卷起了空间乱刃组成的巨大的雷云风暴 只见以羽煞为中心 直径一米左右的方圆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黑洞 这黑洞的外围 便是乱刃肆虐 风暴雷云包裹 带起的风势 使得周遭一切 湮灭成灰 陆臣可以肯定 那绝对不是羽煞剑 能够发挥出的威能 只经一米的雷云风暴黑洞 打开了一条通往修罗地狱的虚空通道 凛冽地朝着黄雀灵侍去 而这是 天边群起的惊呼声 方才迟迟地传来 这是什么功 这 这不可能 开口之人 无不是修为高深的大成器高手 还有远在另一方已经无法用法力 被羽煞剑撕封般的尽力扫荡一空过后 露出的八名散仙高手 强大法力贯注的羽煞剑 如同落日飞红 大道繁复 韵力深燃 有诸天象为变为正 时空扭曲为平 力达通天 直抵造化 众人心知 此剑绝非凡修可挡 就算黄雀灵有着大成后期的身手 诱惑大圆满 甚至恢复满状态 也当不敌 不敌之语 凶煞之剑 目露惊惧的不止数万高手 被一剑之威锁定契机 黄雀灵终于放弃了一切的抵抗 眼前那雷云风暴之语剑的射来 老者一掌将黄汉冲远远推到了天边 走 去找天书 不成仙 别回来 语弊 黄汉冲如断了线的风筝 鲜血狂喷的倒飞而出 王雀灵着一掌 没留半点余力 他知道 如果慢伤半拍 恐怕爱子都无法逃开这只恐怖余剑的恶杀 出手只有一次机会 就是羽煞之威完全发挥出来之后 马上射中自己的石系将其打飞 而且必须用上权力 不然飞死即伤 临终的遗言只说了半句 留待后半句的狠话 已经没有时间向陆尘道出 鱼沙卷动着雷云轰轰的射来 大城高手气刚不堪一击轰然消散 金玉葵黄甲如青玉刨匹 浸成鸡粉 万劫肉身 铃铛鲜斑 此刻同样形同腐肉 斜骨消融 没有惊天动地的轰响 浑天灵宝羽煞剑 好比一只离贤风使 瞬间将泰州皇家法祖黄雀灵 绞杀成粉碎 斜语皆无 如灰消云 而随之其后 那数万皇家修士 做鸟兽散 能够逃出去的 仅于十之二三 凡是站在羽煞所指 连成一线 又在方圆数百米之内 所有一切都变成了过眼云烟 大战消弭 众人根本无法从那羽煞之威中醒过来 如梦幻空 别提乌星满等 没有见过罗侯公的人 就连万千前玉门弟子 也是一个个目瞪口呆 惊讶地瞠目结舌 当初陆臣在新元星幽谷内 用三念式罗侯 结果 吴时小半贤 就让大成初期高手 三念党都不敢等 并轰碎了树里外高山 现在看来 根本是小屋见大屋啊 三念偷偷地抹了抹额头 擦下来大片的汉字 把宽大的袈裟袍都尽湿了 也不知道流了多少冷汗 他现在只剩下暗自庆幸的份儿了 幸亏那天露晨没有拉满月 不然自己肯定会死在新元星幽谷中 阿弥陀佛 那天似乎没有见识吧 残风袭袭回荡 把大战带来的硝烟驱散 一个个修饰的身影 重新聚首回天都星 再望热土 遍地失衡 四野枯骨 鲜血将树木都晒成了浓郁的暗红色 能看到远处那滔滔江水中漂浮的 尽是凶兽的尸骸 此战之列非同一般 在众人的记忆中 就连上万载前 太州皇家举杀四大地级星霸主的时候 都没有这么惨烈过 尤其是那一件 简直更克绝对 令世人仰望 在场的修士都知道 从这一刻起 杀神陆尘将是真正无敌的存在 而前狱门也将正式入主众仙狱 成为五宗二族以后 另一大顶天立地的宗门 本来陆尘胜出 像乌兴满 黄泉 南国阁荣 甚至傲难一类的 都应该马上前来恭贺 可陆尘纹丝不动的 昂首立于天地的样子 又让人实在不敢靠近 煞家气势未消 陆尘仰望着苍天 思想中还在回忆刚才那一件 那一段晦涩难懂的诗句 祭都罗侯万古霄 陆尘轻轻默念 仙古临风 常人看在眼中 他的身形都在虚幻中变得伟暗 仿佛已经超脱轮回 实际上 陆尘心中的感慨与震惊 并不比在场修饰弱上多少 陆尘心知 罗侯的威力配合上羽煞剑的锋锐 想要击杀黄雀灵并不难 但他也没有想到 羽煞的威力达到如此恐怖的地步 不 不对 这般威力绝非于杀 而是罗侯 陆尘半握着罗侯 两条手臂还在酸马中 低头看了一眼 陆尘心中又念 几度罗侯万古霄 当真是霸道无匹啊 就是不知道 此四具天眼中的玄光 是否说的是玄光镜 陆尘淡淡地扫了一眼 看到周围投来蕴带 震惊和恐惧的目光 不尽苦笑 他看出众人眼中的忌惮 但这时候 只能抱着一声苦笑了 他自己的情况 自己最清楚 现在不能动 一动就会引动伤势 庞石还可以 但刚刚拉出个满月罗侯 陆尘所有的法力 都已消耗一空 以他现在的实力 满月只能使用仅仅一次 要是杀不了黄雀灵 就危险了 想到这里 陆尘心里 没来由的一阵后怕 但转念一想后 顿时了然 此宫的威力 黄雀灵是逃不掉的 早知道不这么费事了 进天都星的时候 就应该一箭射死黄雀灵 好险啊 付匪了两句 陆尘难得对着乌星满等人 露出一丝笑容 这时 金修突然从天边 骑着巨大的骨兽出现 拎着一具 了无生气的尸体 凝重的 诸人 黄汉冲 阎营逃了 他的宝带 是仙宝 我追不上 陆尘看了看金修手中 黄汉冲的尸体 不屑一顾道 啊 逃了就逃了吧 他不会再回来了 那这些人怎么办 金修警惕地 打量着黄家残余的弟子 他不是害怕这些人 这些残兵有勇 也不具备 令他害怕的资格 毕竟此局不死不休 未免黄家死灰复燃 有必要提醒陆尘 将这些人除去 听到金修的话 所有残余的黄家修士 打了个寒战 目光带着恳求地 望着陆尘 里面有黄青林 黄青松兄弟 幸运的 还有那画老黄莲儿 一众修士 摒弃宁悉地 看着陆尘 只见他淡淡地 看了一眼 随即道 既然不死不休 就要有 承受失败的胆破 黄家败了 让他们跟黄雀灵去吧 明白 虽然没有名言下杀手 但陆尘的话 已经宣示出 过绝的杀心 此令一下 金修立刻点了点头 庄文元等人 数尔倾听后 也是一个想法 于是我 数万前玉门弟子 以及那尸骨军团 咆哮着扑涌而去 黄家残步在一阵风卷残云中 被清剿得一干二净 不是陆尘心狠手辣 此行必举 须知道 修真戒本就是弱肉强食 你不杀我 日后后患无穷 况且 不死不休四个字 已经喊了出去 要是放走黄家弟子 前玉门还怎么在众先于立足 如何用威严来震慑其他宗门 陆尘面无表情 冷静地看着前玉门修饰 将黄家余念处理干净后 突然感觉不对头 目光一扫 庞大的神石 便是在那尸山斜海中 察觉到一丝微弱的气息 以及 阴晕的灵气 太周山 陆尘惊呼了一声 眉头一皱 金修马上会顺着陆尘望去 在尸堆里 发现了一个 苟延残喘的家伙 周云 金修五指一并 生出吸扯之力 将装死在尸体堆中的周云 一把捞了过来 在他的手里 还有那玲珑状的 微小太周山 金修一看 气骂道 不要脸的东西 装死也就罢了 还想把太周山带走 给我拿来 一把从周云的手里 把太周山抢了过来 交给了陆尘 事实上 周云刚才的确是逃了 不过 他准备四级逃走 又怕被陆尘发现 就打了个时间差 想在羽煞射来的时候 借着雷云风暴遮掩视线逃走 但是周云没有料到 鱼煞的威力强大如斯 自己想走的时候已经晚了 拼着全身的法力 周云离着又较远 方才没有立刻允命 但是法力却是不在了 又搞了一身严重的伤势 最后才决定装死 而周云倒霉 就倒霉在他贪心的念头上 借着前玉门 清剿皇家弟子的空隙 周云本打算装死蒙混过关 不想 正巧看到黄雀灵 遗落下的泰州山 贪念一起 把泰州山拿了过来 反而惊动了陆尘 现在周云对陆尘可是又惊又怕 被那凶恶的黑色毛子盯着 嘴唇都白了 求饶的力气都没有 只等陆尘宣判自己的罪状 绿豆远远看见周云 气就不打一处来 踩着赵优八宝炉 风风火火的感知 对陆尘说道 小友 这个逆途就交给我吧 陆尘点点头 微笑道 那就交给前辈出置了 多谢了 绿豆更不客气 转而瞪着周云 手上绿芒闪动 秘途 受死 雾尤芬说 绿豆当头一掌拍了过去 大城初七的一掌 打在血肉之躯上 砰的一声 将周云的肉身原鹰神石 灵魂一并拍了个烟消云散 一个大城七高手 就这样泯灭在中咸语 当然 周云的下场无人会说什么 修真戒固然无情 但是不尊师重道的人 都会遭人唾弃的 周云先害师尊在先 后又背叛宗门 随后杀了同门师兄弟 一掌拍死都算轻饶他了 四周也无人问津 一场惊世骇俗的大战 就此宣布告终 前玉门以杀神陆尘为首 堂而皇之地站在了 众仙玉的巅峰领域 无人敢忘记相悲 虎陀等人冷汗直流 心里想着过往对陆尘的种种 满是担忧 方君塔的事儿瞒了所有人 也瞒不住陆尘 可无上道须 紫玉魔境 都是响当当的大宗门 上界还有分支 魔道二宗 寄身于六道之内 他们有所秉持 却又未记罗侯宫和陆尘 不知如何是好 苦陀想了一想 豁出老脸来 打了个哈哈 上前道 杀神陆尘 果然名不虚传 我等这些自明不凡 今天才知道了 什么是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小有果然高明 苦陀佩服 先是一顿狗屁不通的凤银拍马 跟着苦陀朗生说道 各位 泰州皇家一面 众贤玉从此也没有皇家了 以老夫之见 那陈香谷环境清幽 人节地灵 倒是开山立派的好地方 陆尘小有实力冲天 自有能力掌领一脉 小有 不如你就此将陈香谷收了 作为前玉门的宗脉也好 说这话 苦陀也不知道脸红 其实 他很怕陆尘 毕竟六道内并无邪佛 上界就算有邪佛存在 无非是散修的分支 跟下界可搭不上边 青川出了事 跟皇家一样 根本无人敢管 苦陀抱着一丝侥幸 想跟陆尘言归于好 求的是安生 此言一出 顿遭乌兴满等人的鄙视 不过 虎陀说的也不无道理 前玉门没有好的修真心发展 尽头再尽 他日也必尽尽缓慢 反正皇家没了 占了陈香谷又能说什么 尾提和血污担心的地方倒是不多 像道须和魔宗自然与上界有所联系 而惊动仙界一般都是超乎想象的大事 不是宗门被灭 他们可不敢轻易地使用跨界传阴阵 所以 尾提干咳一声 点头道 我同意苦陀道友的建议 我也同意 血污马上随声附和 这三家都对陆尘出过手 但是没有人证物证 就看陆尘怎么说了 事实上 尾提和血污心中一直忐忑着 尽管他们有上界的护持 但是路途遥远 陆尘真想对三人出手 光是罗侯宫 三人就没有信心能够挡住 小命最重要 为了一时之气把命搭进去 自然不值得 有了三人开口 其他人肯定不会有异议 众人纷纷点头 陆尘略带戏谑的 看着三人表演 心里面想了很多 要是放在跟皇家决战之前 陆尘也许会暂时硬下来 过后把这些人一个个除掉 以绝后患 但是现在 陆尘看法不同了 一方面 自己的法力用尽 眼下没有再战之力 另一方面 这一战下来 前玉门辛辛苦苦创立的基业 折损大半 光是修士就死了三万多 陆尘不想看见前玉门的人 继续因为自己的私怨而惨死 况且再打下去 辽尘 庄文元 南星辰 洛星炎 这些个好友 也难以保证 他们不会有人缘的伤亡 左右自己没甚大事 出于大局 陆尘还是决定兵士前嫌 盯着三人看了一会儿 把三个大佬看得面红耳赤 头都低了下去 陆尘也知足了 说道 既然各位都同意 陆尘就确知不公了 三人文言 心下大喜 陆尘开口就说明没事了 我来找个机会 带点厚礼上门道个歉 把罪责往皇家和大明寺一推 嘿 屁事没有 三人想好了对策 也不再脸红 而是欣然地笑了起来 由此 陈湘谷移山换主 正式成为前玉门的新职 而原本苗瑞打算把新元星 让出来送给陆尘 也就不需要了 众人说笑着 一片欢声笑语 丝毫没有为皇家的覆灭 而产生半点惆怅 也许 这就是修真界万载不变的铁律 活下来的备受尊宠 而死了的就无人问津了 强敌已退 所有恩怨尽数化为乌有 众仙玉终于回归了平静 只是 还有一个麻烦没有解决掉 正当众人将要离开的时候 忽然 一个弱弱的声音 从佛宗修士中传了出来 三年大事 请留不 声音不大 却足够响亮 清晰地落入众人耳中时 引得在场各大宗门之主 为之一愣 转头看去 说话的竟然是一个佛宗的弟子 实力大约在杜劫中期 此人身材瘦弱 马杆似的 但佛法尚算精深 面对三念的时候 除了一点点恭敬之外 还有半分忐忑 杜心 三念时的此人 此人乃是慧能的弟子 三年问道 你又何事 杜心脸色一红 欲言又止 不过身后好像有人故意拉了拉他的一脚 杜心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说到 三念大师 如今佛门无主 南藏佛祖舍利还在万佛殿供奉 大师也知道 我佛门成绩需要本脉传承 大师佛法高深 一入化境 又修大成 度心希望 大师能重归佛门 再长无欲 这话说完 陆尘都愣了 怎么回事 三念叛门 就这么算了 我杀了南藏 慧能慧海 也不管了 陆尘看了看三念 又看了看杜心 下意识地发现 站在杜心身后的一个小和尚 十分眼熟 陆尘侧过头来一看 哦 原来是六眼搞的鬼 站在杜心身后的正是六眼 这小子多年前回到了大明寺 那时候南藏没死 他还很害怕佛祖知道自己帮了陆尘 不过为了佛经和宝典 不得不回去 很幸运的是 这小子没有被发现 然后就一直修行 而有了静虚空间多年的修行 他的修为也达到了杜节初期 修为高了 自然就受重视 很快六眼就爬到了很高的位置 今天他本不想来 但是佛门弟子全部出动了 他也不能自己留在吴玉星 一路跟着来看陆尘杀了惠能惠海 又灭了南藏 搞得佛门无主 心里就活泛了 哎 别看六眼平时 木讷的跟个木鱼似的 其实这小子还是蔫坏蔫坏的 一看佛门无主 就站在杜心耳边嘀咕了几句 他可不想以后让人知道 自己帮过陆尘 所以怂恿着杜心 把三念请回来 俗话说得好 死者已已 大明记仇陆尘 那是因为南藏几个人 跟下面的人没什么关系 尤其是前玉门是前玉门 了尘待人杀上吴玉星 也是因为南藏治下不利 三念又没出手 现在佛门群佛无首 正好借此机会 让三念回来主治佛殿 一来自己的列迹 从此不被人问起 另外三念回来了 自己还不受到重用啊 怎么算好处都在自己身上 于是乎便有了这么一出戏 杜心也是老实之人 一生修炼不喜结仇 说他胆小也不为过 但同时杜心也是沉稳之人 从大局着想 杜心觉得六眼的提议有道理 暗地里跟着几个修为差不多 地位差不多的同门商量了一下 佛门还是要发展下去的 反正南藏死了 只要有大成期高手 承绩了他的舍利 就又能跟上界沟通 而且三念和陆臣的关系这么要好 陆臣也不会再找大明寺的麻烦 好处多多 这才难以启齿地喊住了三念 陆臣猜得八九不离十 不过让三念就这么回去 恐怕难以服众 陆臣一琢磨 得了 还是自己唱一次黑脸吧 想到这儿 陆臣突然沉下了脸 冷声道 哼 吴玉南藏欺人太甚 你佛门命人于方君塔 暗算于本座的事 还没找你大明寺去算 现在跑到前玉门来挖人 想死不成 冷冰冰地喝了一声 周遭气温骤降 所有佛门弟子同时打了个寒战 杀神陆臣 可不是浪得虚名 杀人不眨眼不说 一剑把皇家数万人杀了个七七八八 众人都看在眼里 就算有再大的仇怨 也没人敢去问罪 人家不来找麻烦就已经不错了 杜欣一听这话 整张脸变成了紫红色 汗就别提了 滴滴答答地顺着老脸开始往下躺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陆臣看了一眼 对庄文元使了个眼色 出坏水 搞阴谋诡计 陆臣可信不着一根金的金锈 打了个眼色 陆臣装模作样的 庄文元都给我杀了 眼不见为净 从来都是陆臣跟班的庄某人 眼里可不揉沙子 别看眼睛长得小 阅读的本领却是已经脱繁为先了 就一瞬间 庄文元明白了陆臣的意思 马上一摆大手道 来人 都给我砍了 手是往反方向挥的 也就是假动作 下面人洛兴颜几个 立马明白过来 神识传音的同时 跟着装模作样 一个个把法宝全拿出来了 周围众人一看 无比汗颜 说打就打 杀神的名头还真不是盖的呀 这时候 三念的重要性体现出来了 某大师健壮 心里打了个机灵 忙到 小有不可 陆臣赶紧一摆手 指住众人 心道 大师啊 您再不出声 咱就真打了 还好三念反应不慢 陆臣也乐得再送一个人情给他 说 大师 难道你想保下这些欲杀你而后快者 陆臣皱着眉头 冰冷冷的样子 让人不敢看他 三念不解 还以为陆臣真要动手 赶忙求情道 小有 不 副宗主 劳纳来自无欲行 一生受佛法感念 修得如今境界 虽然其中有诸多因素 导致劳纳脱离大明 但始终大明也是劳纳的出身之地 劳纳一定愧对佛祖 若是保不下佛门 就愧对自己和这一生的修为了 还请副宗主大人有大量放过佛门 劳纳敢保证 日后佛门 必不会再与前余门作对 保证 陆臣文言 放声狂笑 玄机阴沉道 三念 别忘记了你现在的身份 你拿什么保证这群秃驴日后 不会再来找麻烦 要是再出一个南藏一类的人物 你当如何处理 说到这里 陆臣偶然想起某事 眼珠子咕噜噜的一转 又记上心来继续道 三念 今天当成众宗之主在场 陆某也不怕告诉你 当初你的节期 便是我派人透露给佛门的 目的就是让人众叛亲离 久久重劫 你只能靠我 让你对我感恩戴德 继而将你收为麾下 做一方强教 此言一出 全场接警 就连绿豆和苗瑞都倒抽了一口凉气 对陆臣的举动颇为费解 当初这小子 不告诉我们不让说的吗 现在怎么自己说出来了 三念抬起头 老脸不住地抖动着 他一直以为自己被人发现了 方才在杜劫的时候有人干扰 打死他也不会相信 有人能够知道自己的节期 要知道 节期的事都是修者的修为达到一定境界 从天地间感悟到的 哪会有人知道自己的秘密 不过三念听完 倒是相信了 那天杜劫的时候 的确有人一直跟着自己 原来是陆臣搞的鬼 说不生气 那是假的 不过三念也明白 自己根本不是陆臣的对手 还别说罗侯宫了 现在陆臣恐怕用上五层的实力 就能把自己打得落花流水 陆臣看着三念的样子 满是戏谑道 哼 怎么 生气了吧 想报仇了 你不会的 因为你没这个本事 好了 现在可以说了 我告诉你这件事 你都会来找我麻烦 又怎么能保证 日后佛宗不会针对前玉门 陆臣投台得很高 几乎用两个鼻孔打亮着三念 三念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六言脑筋转得极快 听完之后 马上上前道 大事 佛门是生是灭 全在乎大事了 请大事斟酌 这一插眼 杜欣等人马上把希望全数 推到了三念身上 十数万佛门弟子 齐呼佛号 三念听着 猛一咬牙 断然道 好 既然小友说出来 三念也没什么不敢当的 今天三念就当着各位的面发誓 三念回归佛门后 定当重掌佛殿 自此以后 佛门与前玉门再无干戈 有违此事 三念愿受无雷轰顶 众人看着三念 也看了看陆陈 后者冷冰冰的嘴脸跟个大魔头似的 充满了邪恶和妖艺 柱族看了三念一会儿 陆陈叹了口气说道 唉 好吧 佛与有云 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罢了 三念 你跟我许久 立过功劳无数 今天看在你的面子上 本座就饶过吴玉星一次 不过咱们有言在先 他日若让我知晓佛门对前玉门不利 就别怪我无情了 陆陈说着 微微一笑 伸手拍向三念举起的 用来发誓用的右手 这叫做三机掌 啪啪啪三下 第三下一过 三念本来气脑不休的表情猛的一愣 忽然感觉到 自己体内盘缓已久的最后一缕煞气 消失的无影无踪 三念还不相信 唉 运转内息游走了一阵 果然 最后一丝魔性已经没了 三念马上抬起头 用着疑惑的目光打亮着陆陈 陆陈也不说话 微笑不语的看着三念 隐晦的眨了眨眼 到了这时 绿斗和苗瑞看到陆陈眼角的动作 立马明白过来了 啊 靠 这小子太坏了 一剑好几雕啊 啊 摆明了想立三念为大明寺佛祖 还怕杜心等人不服 故事巧技 还顺便把自己的恶行当成伎俩来用 嘿嘿 得了 这下大明寺的人不捧三念都不行了 为啥 三念跟陆陈有仇吗 啊 再加上三念发誓把所有人都救了 那是真心的心悦成福啊 最后还把三念的魔性给磨灭一空 什么仇都没有了不是 恩威病师 巧技连横 高 哎 太他娘的高了 绿豆苗瑞私底下一个劲的去挑大拇指 心里对陆陈的那个佩服劲就别提了 三念也懂了 陆陈是怕杜心等人在危急时刻用自己避祸 不是真心服自己 所以才用了个巧技帮了自己 其实 他一直想让自己做大明寺主 也从来没想过去杀佛门的弟子 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而扮演的反面角色 虽然陆陈泄露了自己的节气 但他也是想收服自己 并不是想杀自己嘛 而且当天要不是陆陈 自己就算没有人干扰 一样无法杜劫成功 再者 陆陈帮自己去了最后一丝魔性 说到底还是为了自己好 三念是个感恩的人 尽管他固执 那也是以前 这些年跟在陆陈身边 三念讨了不少好处 什么丹药法宝啊 还有那天男藏要处决自己 也是陆陈站出来给自己挡了一呢 总的来说 陆陈对自己的恩是大于过的 况且自己是先惹陆陈的 从客观角度来讲 根本怨不到陆陈 把一切都想通了 三念马上流露出感激的神情 旁人还以为陆陈答应他放过佛门弟子 才出于感激 实际上只有三念知道 陆陈一直以来 就没把自己当个下人来看 不敢接 能行吗 陆陈可不敢给三念感恩的机会 那样一来 自己设计的巧技就全完了 摆了摆手 陆陈还是那副不理不睬的样子 转身说道 走吧 以后你不是前玉门的门客了 记住你的话 把话放下 陆陈带着前玉门的人 离开了损毁颇为严重的天都星 吴前辈 黄泉前辈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乌鸦岛的宁乌鸦 宁前辈 这位是蓝祥岛古墨真人 还有这位 来自冰雁岛 海厅老祖 三人岛 岳雁真人 他们可都是三节的散仙 赤水别院内 众强云集 落座之人除了了辽臣 龙湛 朱雁 白澳 陆涛峰 乌兴满 黄泉 南国阁荣之外 还有的就是来自永生长河的各大散仙修士 与皇家决战已经过去 陆辰也没有累到不能说话的地步 回到赤水别院 在绿豆苗瑞的招待下 一大群人就在楼殿里坐了下来 陆辰把这几个来自永生长河的散仙介绍出来后 乌兴满等人无不露出尊敬的表情 其实他们早就猜到在云层中的几个高手来自永生长河的编辑 但始终也不敢肯定 现在说出来 众人皆是为陆辰的交友广泛而大为震惊 须知道 永生长河 可是众仙欲修真的噩梦之地 谁也不会没事跑到那里去闲逛 那里不仅有无数凶兽 还有更多停留在长河边缘 带渡河和正在渡河的方外散仙 这些人虽然没有肉身 但长期在永生长河边际混迹又能活下来 对大道的领悟丝毫不比他们这些沉心修炼的人弱上多少 而且去了永生长河的人可以回来 但绝不可以对众仙欲的修饰出手 这也是伞仙们自己规定出来的铁律 众人一一见礼 其乐融融 前玉门发展至今 强敌基本已经退去 可以稳步发展 也不用再担心有人找上门来问罪 另外 庄文元这小子是个忙碌命 回来之后就没闲着 直接带人杀往陈湘谷收割地盘去了 陆尘一战成名 响当当的杀神 仙将和体骑备受尊敬令人胆寒 四方诸仙八级众修都要给点面子 众人建立过后 陆尘也不隐瞒 当即把他炼制出来的五只魂天灵宝煞鱼弩拿了出来 还有红侠和南起大生树的卷轴一并交给宁乌衙 说道 宁前辈 小子现在还领悟不出此宪法 让前辈久等 实在说不过去啊 这五只羽煞就当是小子送给前辈的礼物吧 看着墓园里浑厚煞气逼人的羽煞弩 在场重修士 无不露出羡慕和嫉妒的眼神 那可是一举轰杀了大城后期高手的法宝啊 竟然拿出了五只志多 仙将陆尘果然不是浪得虚名的 宁乌衙眼中盯着羽煞都离不开了 他也不小气 垂涎欲低的看了一会儿 笑着收起五只羽煞和南起大生树的卷轴 把红侠推了回去道 哎 小友客气了 无知羽煞太多了 宁某感激不尽 这柄红侠就送给小友当个纪念吧 这丝更狂 先品随便就送人 还只是当个纪念 着实让人的脑筋没办法转过弯来 不过 陆尘自来就是洒脱之辈 心知在永生长河的几位也不缺仙宝 就揣了起来 跟着宁乌衙收起羽煞和卷轴 说道 今天得见小友一阵神威 宁某等当真佩服至极 尤其是小友的炼器本粮 我等更是佩服 小友 近期在永生长河会举行一次三十六岛的论道大会 不知小友会否有时间亲临呢 论道大会 乌星蛮南国阁荣 黄泉大地文言神色一变 经问道 道友所说论道大会 莫非是永生道论道 啊 正是 宁乌衙微笑 脸上闪过自豪的表情 陆辰没听过 云里雾里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南国阁荣则是惊道 永生道论道 老夫素有耳闻 像是道友等三十六岛一些曾经渡河的高手失败退回来后 讨论的各种经验 其中道法 天机 无一不是经论 小友 这可是一次良机 莫要放过呀 一看南国阁荣就深知底细 永生长河之三十岛都是散仙高手 这些人混迹在一起 无非是为了渡河而成仙 多有失败之辈会死在河中 但也有人幸运地退了回来 然后 对此有了一番了解和领悟 之后能够从容渡河 但 一历即短 众人即长 时间一长 不少人还是不能安然渡河 此后 有人发起将所有失败的人组织在一起 成立一个小小的势力 每隔一段时间聚在一起 说说永生长河的危险 其中的领悟 大道的哲理等等 对渡河极有帮助 而在这个过程中 自然会让人领悟出高深的宪法 以及对自然的深刻了解 实乃是修真之人最需要的诀窍 然而 永生长河有永生长河的规矩 那里的散仙恐怖的连四节的都出现过 并不喜欢众仙玉的人 因为这点 所以从来不会邀请众仙玉的高手参加 算是闭门首盗 对外不宣 但今天 宁无牙发出此邀请 算是天大的奇吻 南郭格荣三人也很想去 但不会开口请求 就怕人家拒绝不给面子 所以才提醒陆臣一定要参加 听完南郭格荣的话 陆臣的心也活泛了 修真求什么 不就是步步登天吗 逆天修行有为天道 只有对大道自然领悟够多 才能安然存活 这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再者说 人家亲口相邀 肯定是给了自己极大的面子 不答应更加不好 陆臣抱了抱拳 笑道 既然各位看得起在下 在下又怎么会不领这个情呢 正好 前渔门的事也无需在下去管 那就去学习学习 陆臣还是很谦逊的 对于未知的永生长河 陆臣早有了兴趣 只是一直苦于对付皇家 没有时间去见识 现在不同了 前渔门步入了正轨 自己在静虚空间 又没有太高的领悟 与其日日消磨时间 坐等道法自然 飞升成仙 还不如多见见世面 学习一下更多的修真治理 了陈也是这么想 送给陆臣一个鼓励的眼神 叮嘱道 陆臣 去了不要惹是生非 对各位前辈要礼欲有加才是 莫要莫了我前玉门的名声 店里恐怕只有了尘 有这个资格教育陆臣 还能让他不敢说半个步子 陆臣也尊师重道 恭恭敬敬地称了声势 至于店内的陆涛峰和盘云 更没有意义了 自己的后人能有如此大的发展 他们高兴还来不及 怎么会阻止呢 再者说来 以陆臣如今的修为 众贤欲以无敌手 面临上见 自然要做一番准备 其实陆臣有自己的心思 这次用雷霆的手段除掉皇家 无疑是想把所有后事都安排好 然后闭关全力提升修为 好早日飞升成仙 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敬老 还有在上界不知某个地方的汉儿 以及那素未谋面的灵儿 一日 晨起之时 清脆的鸾鸣打响了清晨第一劲目骨 写洒的日光从东方亮起 透过云层 把灰光无限地反映到大地 赤水星 山巒迭障 轻松耸立 白骨幽香之色 鸟鸟地浮上云层 有若虚无缥缈的仙气 笼罩着赤水大地 别院深处 很早地出现了大批高手 辽臣等前玉门中人 陆涛峰 盘云仙子 绿斗 乌星满等人 头天傍晚就返回自己的领地 也不给陆辰送行 反正这也不是破须非生 陆辰参加完论道大会之后 还要回来 日后也有见面的机会 送别之礼 就不显得太过隆重了 只有盘云仙子眼泪婆娑 心想 自己这个儿子还是个大盲人 几次见面 没有太过深聊的机会 好不容易把所有事都平息了 又要离开 不过身为修真人士 寿援无限 历经沧桑 盘云倒也豁达 拉着陆辰的手 到一旁叮嘱了几句 无非是小心为上 不要惹事之类的话 后又没多说什么 陆辰把太州山给了了陈 并告知太州山秘境中有防护法阵 可保前玉门一时无忧 前玉门人都可钻研之类的话后 随着宁武雅等人离开了赤水星 离开了幻辰星域 陆辰一行人加上他 有九个志多 大多都是三节散仙 也有二节 但这个二节 跟乌星满等人描述的不同 其中最弱的也有大成初期修为 其中宁武雅的实力最强 四只便是三贡岛的月燕真人 一路之上 众人谈笑风声 飞到域外星空 永生长河的地理位置 很是奇妙 就宁武雅所说 乃是在这片星域的最北方 那里有着一条 隔绝先返两界的通天长河 河水滔滔蔓延无际 有天之彼端一说 陆尘只记得众人一路北上 所过之处的修真星 欲见西少 飞了几年的时间后 再没有落脚之处 而后又飞了几年 合在一起 大约有十二个年头 方才穿过了一片青灰色的迷雾 好像星体之外那层阁云 此后就看到一望无限的海滩 这海滩与陆尘印象中的海滩 又有不同 沙若黄金 点斑惊要不说 每一粒沙粒都蕴含着 极为博杂的原力 就像从一块块上好品质的 精石打磨出来的粉末一样 陆尘心思痒痒的 只欲取一些来炼化试试 想从里面提出来点 有用的炼制法宝的材料 结果被宁乌雅等人笑话了一番 说这东西是无用的 欲火则融 然后会消散 当然 普通稍稍还行 要是专门想着炼化 两三下就化成飞灰了 海滩的面积很大 礁石处处 看样子极为坚硬 就算赤水星 沉香谷 天都星 所在的天洁二级修真星上 最坚硬的石头 也无法与之比拟 这一点 陆尘并不感觉到奇怪 试想 永生长河能隔绝先返两界 天地灵气中 都有不少的先灵气息 常年累月 石头成精也不无可能 坚硬一点 当然不过分 这还是小的礁石 随着几人飞身向前 过了大约上一里地的距离后 陆尘终于看到了一条 纵贯东西的恐怖长河 此河之长 没有边际 远远一望 便是乌云滚滚 雷声轰鸣 硕大的紫电 从天光乌云层中降下 几乎离着长河水面 只有几丈的距离 天与河都接壤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条 时刻都能见到雷云风暴和暴风 咒语的恐怖长河 河中固有凶兽 但离着很远 低吼的声音与雷声混杂在一起 平添了一股令人心悸的感觉 陆尘不禁打了个寒战 只感觉河中凶兽的实力竟然恐怖到有着大成七修为 之所以称为恐怖 不是因为凶兽修为高深 而是成群结队 一股股的如同麻绳似的纠缠在一起 分不清有多少 反正很多 多得不计其数 三宫道道了 陆尘正欣赏着永生长河的风景 被宁无牙笑声打断 顺着宁无牙的手指方向望去 只见前面有一大群岛屿 几人都在空中 目视全局 陆尘看到这是由近百几大礁石组成的群岛 之所以称为礁石组成 是因为那些所谓的岛屿并不大 占地两三千的已经算是大规模的 最小的只有几百尺 而且有不少只能隐隐约约的 看见一个支起的石柱 某处开凿的洞府 相距也不远 数里数十里 极限在百里方圆 说句不好听的 哪家和哪家有点恩怨什么的 一个瞬移也就到了 不过群岛还是很安宁的 除了看见几个散仙踩踩药 目观天象什么的 基本没有大规模的修饰凑在一起谈天说地 大家都谨守门户 坐地修炼 于是自有那一股股阴晕的紫霞顺着各岛 向天空汇聚 形成烟霞般绚烂的冰纷色彩 露晨疑惑道 不是说三十六岛吗 好像这里的岛屿比前辈提到的要多不少呢 露晨记得念乌鸦提过 永生岛是由三十六座岛屿组成 故俗称三十岛 露晨看到了这些岛屿 成何为之势 中央有一磨盘状的极大岛屿 占地约达数千公顷 四面八方围住 中央向广场 青砖铺平 没有洞府 只有一根根石柱般的座台 凛然俏丽 月燕真人呵呵笑道 为其解惑说 三十六岛乃是世人之称 以前是只有三十六岛的 但后来随着散仙人士众多都汇聚到一起 又不想占人地盘 就从海底深处挖掘出来的礁石 一点点的堆去就成了这般样子 那些小的只是散仙修士用来居住的 战则为先 实力打得可以渡河的时候也就不要了 此后再来者若然发现内里无人就站了去 没有规定 但一直也相安无事 这么一说 陆尘就明白了 当即点了点头也不多问 你乌鸦道 这样吧 小友随我回乌鸦岛 论到大会还有一段时间 先休息几日 时间到了 大家一起去永生道场会合 众人没有意义 反正离着不太远 向什么时候见面 一个瞬移就到了 众人纷纷先陆尘告辞 回返洞府 陆尘则跟着宁乌鸦 回到了乌鸦岛 乌鸦岛不大 坐落在永生群岛的正西方 前方还有几个小岛 就线下来看 里面住着的是几个二节 一节的人物 通常一节散仙 实力低弱 不敢得罪人 就把自己安顿在外围 也就是离着河滩很远 相对危险的地方 永生长河的险境 在于越是向里越危险 还好的是 此地的散仙修为颇多 为了能够让这些 渡劫不成的失败者 有一方安身立命之所 所有散仙组织起来 把永生岛向外三千里之内 都清理了一番 把凶兽赶了出去 此后也算安全 只有极少一部分时间 也有不开眼的凶兽 潜伏过来 伺机夺人猿鹰 当然 永生长河 有永生长河的生存法则 以永生群岛为中心 三千里的河满 凡是入侵的凶兽 都被视为屠杀的对象 久而久之 连不具备灵智的凶兽 也知道此地的危险 不敢冒进了 乌亚岛 战地八百情 算是中型小岛 岛内有两个一节的散仙 年龄都不大 貌似三十上下 穿着朴素 一看就是杜绝不成功的人士 从仲仙玉某处 不辞劳苦地赶了过来 两人一个叫祝青 另一个叫汉友 一般大的年纪 相貌普通 据宁乌亚的介绍 这两个人来的时间不长 没找到安身的地方 结果就暂时地成为了宁乌亚的仆人 说是仆人 只不过是宁乌亚给他们一个住的地方 王日礼帮宁乌亚打扫下洞府 没事的时候 去岛上建的院子厢房修炼 这两人看上去较为憨厚 而且永生长河多半没有什么争斗 都是一起走来的老怪物了 渡劫失败后一个比一个惜命 就算有过节 也只是口角 扮上两句 来个人劝劝也就祥安无事了 所以宁乌亚也不担心 住青汉友会暗算自己 再这一来 三十六岛也有临时的掌权者 都是众人推举出来的 身份高贵地位尊宠 受人静慕 脾气也是很好的 能够有效地控制岛上的治安 将永生群岛的一点一滴了解了一番 陆尘也就住在了乌亚岛的别院中 院子不大 四合院的样子 陆尘进来之后发现个问题 他观察了一下 不管是哪个岛屿 基本上大门都向北开 面前长河的尽头 仿佛是一种对成仙的期盼 家家户户门对仙界方向 这样一来 正屋就变成了在南侧 而东西就是相防 宁乌亚住的是南侧主屋 二层的雅楼 没有过多的庄点 朴素 雅致 一二层都能住人 二层有三间屋子 陆尘被安排到了和宁乌亚对门的一间 就是一个临时的住所 在宁乌亚家里做客 所谓客随主便 安排到哪儿是哪儿吧 卧室没有法阵禁止 只设了灵香顶炉 鸟鸟鸟香云 狭雾缭绕 顶炉里的檀香刚刚点燃了个头 显示宁乌亚 吩咐了筑青和汉友 一早点上的 屋子设施不同凡尘 中央圆榻 一上号紫红海珊瑚制成 坐躺在上面 可以宁心静气 神归空明 乃是上好的修炼宝榻 屋子四周挂着比例苍尽的墨宝 整间屋子给人一种大气磅礴 骨香骨色之感 刚打量完屋子的设施和摆设 宁乌亚就推门走了进来 小呵呵问道 小友还满意吧 陆禅喊炫道 打扰您前辈了 非常满意 说什么打扰 小友这样的人物 平常请都请不来呢 宁乌亚打趣的 随后说道 论道大会还有十五日才会开始 届时永生三十六岛 以及附近小岛的散仙 都会云集道场 这十五日 宁某也无事 就陪小友游历一番 远的地方不敢去 富州三千里还是去的 正好小友也借此机会 见识见识永生长河 也许幸运的话 还能得上一两件仙宝呢 修真中人没有过多的礼节 只要熟忍了都可以互成朋友 陆禅也没客气 微微一笑说 那就麻烦宁前辈了 宁乌亚白白手道 哎 那我就不打扰小友休息了 有什么事直接吩咐住亲汉友办 就成 宁某刚回来 要去见几个老朋友 明天一早 宁乌亚再过来 啊 前辈请便 在屋子里 静坐名思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 宁乌亚就过来了 随行的还有三贡道 月宴真人 月宴此人豪迈不羁 听宁乌亚打句于他的时候 说是 月宴早年度假的时候 因为得罪了某个大人物 结果在久久重劫 兵解成为散仙 后修炼到三劫 才大仇得报 但是 月宴一家子人 都死在了仇人手上 不过月宴 仅仅痛苦了三天 就从悲伤中 跳脱了出来 此后一直留在了三贡岛 休真五岁月 千百年都眨眼而过 实力精进者有之 止步之前的也不在少数 所以说 在永生长河 大凡人的年龄 已经不被人记得 三贡都忘记了 自己修炼了多少年 反正陆晨知道 散仙修节 难比登天 修炼的时间 远远比具备肉身的高手 还要长很多 有的人甚至待了万年 也没突破三节散仙的天节 把实力压到最低 四处搜寻法宝 倚注自身 诚意真人 从无牙岛出来 一路上遇到的散仙不少 三千里还遇不大 天涯若比林这句话 很好地体现了出来 迎面一个白袍道人 浮风而来 七语不凡 牛牙见到 便远远地上前失礼 哦 原来是无牙真人 月宴真人 啊 贫道有礼了 诚意真人 千和有礼 慈眉善目 叫人看上一眼 都倍声好感 啊 这位是 诚意眼间 一眼看到 陆尘不是散仙 疑惑问道 宁无牙哈哈一笑 拉过陆尘介绍道 哈哈哈哈 诚意真人 此人乃是众仙玉 新晋仙将 陆尘 陆道有 你可别看他年纪不大 近日来炼制浑天灵宝 见灭泰州皇家 可都是此人的传记啊 永生长河没有秘密 就算有 也是关乎散仙自身的往事 对于众仙玉的事 总有耳闻 成以真人文言 神情便是微精 打量陆尘一番 满是赞许和尊敬的目光 哦 原来是陆道有 贫道有礼 道有客气 陆尘学着宁乌鸦的样子 跟成以对礼 此后 成以看了看宁乌鸦和月燕 猜到了什么 笑道 哈哈哈哈 道有能来永生长河 实乃这里的福瑞 哈哈 过阵子就是论道大会了 近日若无事 可去寻一道一续 贫道自当欢迎 成以的谦虚 让陆尘有些吃惊 以宁乌鸦的说法 永生群岛对众仙玉的修饰排外才是 怎的一点没有从成以身上看出来呢 虽然心有疑问 但陆尘也是明是礼的人 并不在此刻表现出来 当即感激道 啊 多谢道友相邀 若无事 陆某定会登门造访 成以说完 自行离去 陆尘这才问向宁乌鸦和月燕 两人听了陆尘的想象 呵呵一笑道 呵呵呵 小友有所不知 永生群岛对众仙玉并不排外 说不欢迎 只是不想受到外界的打扰而已 况且想来这里 没有点本事也不行啊 哈哈哈哈 陆尘多聪明 听完月燕的话 就明白之前为什么宁乌鸦 非要把自己的身份和精力 倒出一番 并非是炫耀自己如何如何厉害 能炼制魂天灵宝 而是借此 让永生群岛的修饰知道 自己并非一无所长 算是让自己可以参加论道大会 多了个凭证罢了 哎呀 于仙子 往藏大师啊 一路上 宁乌鸦 他见过的散仙 从二节到三节的不少 十几个人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有 魔 鬼 佛 道 皆有之 给陆尘感觉 这里简直太和谐了 每逢有人见面 都会礼让三分 互相寒暄 然后诚挚邀请到岛内做客 谈法论道 品名建宝 还没见过有哪个不和的人 见了面抽抽鼻子冷嘲热讽 怪不得都说 永生长河的散仙不好惹 光是这种团结和睦劲 就让人不敢过来滋扰惹事啊 陆尘如是想到 不消片刻 三人飞过了群岛 终于来到那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空 滚滚雷云离着海远 时而有涌来的乌云 威力也不甚强大 都说永生为长河 其实深处此地的散仙们习惯把永生长河称为永生之海 无伦之海 厄狱之海 总之说法很多 大多为了体现永生长河的危险 三千里海域是散仙一辈子能够开拓的最大疆域 在三千里以外 海中凶兽会变得异常凶猛 一路迎风避雷 三人大约飞行了近两千多里的路程 方才把速度减慢 前面就是三千里海域的界限 我们称之为永生之界 到了这儿 危险就来了 同时 机缘和危险也是相伴的 大多数的修士习惯在附近 去搜索仙辈们遗落下来的法宝 三千里海的地方就在这里 要知道 能来渡河的人都是超凡的高手 所有的宝物大都是仙宝哦 路晨灿然一笑 明白各种道理 转而看向前方 一根晴天飓风 直插雷云天外 岂是威俄大有定乾坤所苍穹的威士 路晨一看 颇感震惊 指着飓风问道 这是什么 月燕真人说道 哦 此乃定海介石 乃是永生长河仙辈们经过数次迁移而成 取自永生海内九百里玉海岩所画 此风共有四柱 乃是镇压敌玉三千里外凶兽侵入的屏障 月燕说话的时候 不失豪迈 并且有着得意之色 想来是为散仙一脉 那些通天彻地 神通大能 由此手段而倍感自豪 念乌鸦追溯道 此时可定怒海 可震穷雨 西大阵四象满谷其内 威力无边 只不过多年定海 被万象天威魔力 威力不如当年了 最近群岛定岛三老 也正为此时发愁 打算重修 就是没有找到好点的工家 说着 宁乌鸦突然惊疑了一声 咦 月燕道友 陆尘小友不就是仙将吗 不如让他来试试 对呀 月燕眼前一亮 拍了下手掌道 小友修为通天 定海届时 自古便是法宝 让他试试并无不可呀 陆尘凶眼识灵 自然看出定海时暗运先缘 但是此柱高大插云 直抵天霄 说是巨峰还有人信 说是法宝仙气 真有点不可思议了 也不知道是哪个高手的奇思妙想 竟然搞出如此庞大的定界法阵 看巨著的形态 的确有仙宝的运理 只是多处损坏 仙力不足 炼制法宝仙气 甚至魂天灵宝 陆尘自然还能应付一个 可要是去打造这么大的石锋 陆尘从来没做过 也不敢乱认 便说道 前辈高抬晚辈了吧 此时运力极深 不知何种方法打磨而成 晚辈可没试过如此庞大的法宝啊 哎 怕什么 定海解石乃仙人所造 自有其理 定岛三老手中也有拓图 小友对炼器一道 乃各种翘楚 不怕告诉你 三十六岛也有炼器高手 那金弓岛的武画 五位 两位岛主就是其中高手 但他们参悟数百年 也无法领悟其中奥妙 其他人更别提了 为了永生群岛的安宁 小友不会羞受旁观吧 再者说 若是能够注重散仙道友 修缮此时 小友定可在永生群岛 威名远扬 名望不必提 单单是好处也有不少呢 哦 有什么好处 陆尘一听 这才来了兴致 干活 总要受点酬劳吧 先别提自己能否修缮 听听好处再说呗 宁武雅眼中闪过脚峡 就知道抛出诱惑 陆尘会同意 便说道 小友且不知 永生群岛的散仙之所以厉害 那是因为此岛中有大量的上古仙术拓文 只要小友修缮定海介石 定可被众道友推举为新的定岛长老 取代大长老的位置 坐上了这个位置 上古仙术随时可以去领屋 啊 上古仙术 还大量 陆尘文言 差点叫出声来 传闻中三界六道上古仙术 大道三千多不胜数 然而 在下界却是少之又少 能见一二 已是莫大的机缘 宁武雅居然说 永生群岛有大量的上古仙术 这一点非同小可呀 三人站在定海介石旁 陆尘的两只毛子 熠熠生辉 宁武雅看着陆尘询问般的眼神 就知道 他对这些还不了解 不厌其烦解释道 小友还不知道吧 三千大道 大道三千 凡间修者 以上古仙术为荣 修达化境者 十里通天 然则 仙界却是不同 仙界仙人所修 除有基础吐纳法学之外 重在修道 古书亦然 那是仙界大陆生存的根本 所谓上古仙术 不会是手段 是招式 是技法 是威能 而真正厉害之处 在于对仙术的领悟 即是天机 天机 陆尘听到这个名词 历时流露惊诧之色 收服南明鲜火的时候 蓝火林莽曾经脱口道出 天机一重变的说法 陆尘当时并没有在意 却是迹象 现在提起天机 陆尘就感兴趣了 何为天机 何为天机 陆尘问道 宁乌鸦说 属于有云 天机不可泄露 并非笑谈 据古籍记载 后面还有一句话 天机不可泄露 而天机 亦无处不在 吼 陆尘闻此觅心 有如无雷轰顶 这句话他听过 不正是巫婆婆提到的吗 难道 个中还有玄机 陆尘仔细听下去 宁乌鸦继续说道 所谓天机 乃天之玄机 暗运六道 五行 智礼 大凡 星辰 天相 阵谷 古籍又语 托凡尘 闻大道 五天机 赶苍生 方可入造化 造化 又是造化 乌星蛮说过 敬老便是此道大能者 可让诸天星辰 点指超凡 辱达轮回 这是造化的威能 那又何为造化 陆尘又问道 只不过前半句是心里面说的 而最后一句才是她的疑问 宁乌鸦和月燕对视一笑 颇有苦涩之意 言道 小友问的我们也不懂 宁某也是一书直说 但天机为何倒是略知一二 愿闻其详 宁乌鸦的话乃是天机 也是陆尘最为迫切之道的大事 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天机 宁乌鸦整理思绪 顿然道 据宁某所参悟的典籍上所说 天机 那是上古仙术的层级功法 如五行 有金木水活土 墓园又可演化风雷水凝冰等等诸如此类 还有阴阳 阴阳二气为天之本 可视其为光于暗 再则六道 人 魔 鬼 佛 妖 仙 每个之脉都有其固定的特性 自此可化诸法 为戏修身 此等便是天机总纲 而所谓的天机 总分九重 是对上古仙术 诸法万象 幻星陈宇 等等三千大道的定论 每一种上古仙术都分为九重 为之天机九重变 宁无涯侃侃侃而谈 皆是书中记载 晦涩难懂 但语出自然 胡伦大道 修真者以灵根为本 运天之力 藏子府 入石海 宿真身 诸法空相 含大道智力 灵根所运如水 便可修水之大道 水之仙术 而此术 与下界只有一两招式 并无变化 只有得到上仙古卷 天机变化 才能使其发挥出 真正的威力 而威力强弱 要看变法几何 九重变 这就合理了 陆尘 陆尘沉吻思考 南明鲜火 喊出来的正是天机一虫变 也就是说 他的火之仙术中 已经发生了一虫的变化 才能称之为一虫的变法 而天机九重 威力极强 仅仅一虫就差点 要了自己的小命 天机九重 到底有多厉害 陆尘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了 按照宁武牙的说法 每一种仙术 都有对应的法则修炼方法 就是所谓的秘籍 秘籍是按照天机变法的层级来划分的 相当于先决秘典 三千大道 种类繁多 不可能每一种上古仙术 都有固定的天机变法呀 况且 三千大道 说的并不是上古仙术有三千种 而是常规种类有三千 修真界繁衍多年 仙术也会随着修真实力的高低来演变的 也许出现了更多的大道也说不定 那样的话 天机密集 还是多得不计其数了吗 陆尘的文化底蕴不高 但脑子还是反应很快的 片刻功夫 就将宁无牙所说融会贯通 分析出来一条比较清晰的思路 虽然这些陆尘还暂时无法涉及 但有一点陆尘记得倒是清楚 宁无牙先前说过 仙界的仙人修的是吐纳之法 着重练的却是上古仙术 按照这样说来 每个人的身上就不仅仅有一种仙术了 尤其是天灵根的修炼天才 还不五行加深 万法自然 继续想下去 陆尘恨不得马上把天煞图仙境拿出来 好好钻研一番 说不得里面会有对天机的禅术呢 现在还不行 陆尘念头刚刚闪过 立刻又忍住了 当初得到煞点的时候 陆尘单单看过地煞逆天境 就已经无内翻涌 杀气滔天 大有入魔化魔的感觉 六字杀绝还有两绝没有修成 他可不敢拿自己的小命来冒险 所以说这是一次机会 下界所欲上古仙术本就不多 永生群岛既然有上古仙术 小友为何不去一关 多学些仙术帮身也是好的 他日渡河成功 或上天感召 为临仙界 也好多些保命的资本 重要的是 学得上古仙术越多 日后再仙界 才能遇到合适的天机变法 强大仙术的威能 宁乌阳没有继续讲解 事实上 他也就知道这些 其他的关于造化一类 都不知道 陆尘听完 物可置否地点了点头 要是仙界仙人 正在修炼上古仙术的话 还真的需要多领悟上古仙术了 否则 到了仙界 始终无法找到 合适自己上古仙术的天机变法密点 全靠自己领悟 要等到何年何月 并且 上古仙术各有各的威能 大到修真 小到炼器智丹等等 种类繁多的数不胜数 说不准什么时候 就会有自己需要的 好吧 陆尘点头硬着 说道 那我就试试 不过三位长老 会不会让我这个外人 参阅点击呢 陆尘担心自己不受待见 想要试试 修缮定海戒时 人家还不准呢 宁无牙和月燕 对视一眼 两人拍着胸脯道 你就放心吧 这件事包在我们身上 永生长河是排外 但是关乎到岛上的安全 三老总不能不考虑吧 这件事我们去说 你就敬后加音吧 说到底 修缮定海戒时的事 陆尘只有好处 就算没有上古仙术 可以领悟 能够看到定海戒时的 创造卷轴 也会多了解些炼器一道 解离诀是煞道的炼器精髓 然而 当陆尘以红侠为器 万春为财雕刻出 魂天灵宝以后 陆尘就对煞道的解离诀 起了疑心 怀疑解离诀记载的 并非是所有炼器本领 事实上 陆尘雕刻的技法 乃是灵光一显所得 自己称为雕刻 取凡人工匠称呼 再举一反三的去想想 像凡人界制衣 制吕 不都可以用法宝的材料吗 这样是否能够制作更多的灵宝 或者仙宝 陆尘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 举一反三的能力也很强 以他的想法 大道治理来源便是天地间的一切 花草树木 一瓦一粒 一杀一尘 都是世间之物 而技巧也由来已久 大凡治简 就是这个道理 有了这个名物 陆尘觉得 应该各方面都试一试 保不起哪天灵光乍现 再搞出一件超级宝贝 出名是次要的 以此登堂入室 感悟大道治理 提升修为 才是主要的目的 陆尘一口答应了下来 三人看完定海介石 又小心谨慎地 飞到了三千里海域的外围 定海介石的范围到此为止 由三千里海域的边缘 向外望去 大海滔滔浪高百丈 天地昏暗 雷电交加 海与天几乎连在了一起 云浪交错 有着奇兽凶蛮在海底咆哮 时而看到几条 壮似虐龙的妖雾 从海底飞出 吞噬了雷电 搅翻了云层 又归入海底 几只堪比蓝电霸王龙一样 高大威猛 头如袍头的凶兽 围着一只蛟龙在海底厮杀 着眼之处 天杀地乏 苍穹重归混沌 宁武雅所说的仙宝什么的 陆尘一样没找到 他也没开口去问 用脚趾投降也知道 就三千里的海域 都被定海介石围了起来 估计散仙修士 早就把海里一落的宝物 搜刮一空了 再者 因为群岛靠近海滩 危险性不大 很少有人死在这里 把宝物留下 看到这里 陆尘灵机一动 兴致勃勃地问道 永生河有多长 修为高身者 若是经常与河中凶兽为敌 借此修炼 速度起飞会大幅度提升 相信很多人都会试着渡河吧 河中凶兽灵智初开 一般没有太过聪明的头脑 而凶兽锁链也是内丹 与原因不同 是一种可以吸收的金丹 杀凶兽不仅可以修炼仙术 磨炼功法 还能够得到内丹的原力 须知道 在永生长河中的凶兽 可都是接近大成奇 甚至接近仙人的存在 内丹中的原力极为庞大的 宁无牙点头笑道 你发现了 没错 通常永生岛的道友们 经常会在丁海界势附近 出去修炼 寻宝 杀兽夺丹是常有的事 也正是因为如此 实力强弱不一的道友们 能够涉足的海域也不尽相同 走得远的还会退回来 自然会有一番领悟 而这也是散仙前辈们 重视论道大会的目的 一人计短 二人计长 陆尘觉得宁无牙说得很有道理 试想 如果能够得到已经出去的 前辈们的经验 以后渡河也会早做准备 不至于遇到危机的情况 手忙脚乱 小友似乎对永生岛很了解了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一会儿回去后 我和月宴道友 去找定道三老商量一番 试试能否给小友一个机会 小友如果愿意在此修炼也行 回去也可以 要是遇到不认识小友的人 小友可抱上乌鸦岛的名号 称自己是宁谋请来的 相信不会有人为难小友 散仙对仲仙玉修士的排斥由来已久 陆尘作为不速之客出现在永生群岛 难免会让人怀疑 宁无牙担心有不必要的误会发生 方才有此一说 陆尘看了看无边的海域 心里活泛了 不过他也不着急 说道 啊 还是先回去吧 明日再去外面转转 岳燕提醒道 小友实力不凡 我等相信也不会有危险 不过小友切无大意 走得太远 永生长河能够隔绝先凡界 自然有其恐怖之处 总之 小心一点还是好的 多谢真人提醒 陆尘客套道 随后 陆尘跟着宁无牙折回到群岛 宁无牙跟月燕真人 去了另一个名为永生殿的小岛 他自己回到了乌牙岛清修 回到自己的房间中 陆尘没有惊动 还在东西乡修炼的柱青汉友 坐在房内 把今天听来的分析的整理了一番 天也就黑了 夜里的永生长河 愈发地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 凶兽的咆哮也大了许多 月光被遮挡在乌云后 只能看到漫天滚爬的雷电 从云缝中钻出来 闪过幽兰的一蒙 定海界时威力无边 竟能有效地遮蔽河中暴风雨雪 不进入群岛的范围 对此 陆尘更加想要知道 哪位大能造下的这四根绝世之宝 第二天早上 宁无牙过来说了一声 告诉陆尘 事情有点麻烦 三老口气松了 但是因为五家兄弟拒绝的原因 三老还在考虑当中 陆尘对此并不意外 听宁无牙说过 五家兄弟二人 打算计随大长老的位置 他们当然不想多出一个外来客 跟自己抢功劳 不过宁无牙说 还是很有希望的 希望陆尘认真考虑一下 在这段时间内 好好在永生长河修炼一番 距离论道大会 还有十四天的时间 陆尘闲来无事 也加入到了 岛上修士的修炼队伍中去 收拾了一番 拿上念无牙拓印来的海图 陆尘出了无牙岛 向北方赶过去 到了定海介石附近 还真就看到了 有几个散仙 前往永生长河试着渡河 这几人有老有少 有男有女 看见陆尘的时候 愣了一愣 其中一个红袍老者 警惕地打量了陆尘一番 问道 以老夫所见 阁下应该不是散仙 但不知为何会来永生长河 永生长河的散仙 大多是众仙玉的散修士 隐居的高手 极少有五宗三族的门人 就算是有 在渡劫失败以后 也没脸再回宗门 所以经过一番蹉跎 不少人把自己的身份 都忘在了脑后 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苦行修士 那老者一看就是鬼修 实力约在二三节之间 陆尘文言 赶忙说道 在下受邀乌鸦岛 宁道友参加的论道大会而来 先来无事 便想来永生长河看看 宁乌鸦似乎很有名气 陆尘说完 几人略带怀疑和警惕的目光 就消失了 老者点了点头 语气平淡道 那道友就请自便吧 老者说完 不再提防陆尘 而是向着东北方向掠去 另外几人也走了 陆尘特别注意了一下 每个人选的方向 都离着前者稍远 估计怕让人误会 故而特意地拉开距离 给人安全的提示之外 同样也是对自己安全的保障 陆尘大致明白过来 离着这些人稍远 转向西北 拿出一块玉碱 玉碱是很普通的玉碱 用来记录所见所闻 这也是宁无牙告诉自己的 去永生长河的时候 把见闻记录下来 日后再路过的时候 就会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陆尘选择的是西北方向 那几个散仙 则是东北或正北 以非仙渡河的想法 陆尘的选择等于绕远 而且能不能绕过去 还带两说 但他也不在意 原本陆尘就没意思渡河 而是想在永生长河中 见识一番 顺便考究考究自己的实力 究竟达到了何种地步 以罗侯击杀黄雀灵的身手 陆尘俨然跟三节散仙 相差不多 只是永生长河危机重重 听说运气不好 连堪比天仙的四节散仙 都会死在河里 自己自然不敢大意了 况且宁乌鸦提过 因为散仙没有固定界线 束缚的缘故 很多三节高手 在渡河渡到一半的时候 察觉到劫难来临 结果一不小心 让天节消耗的精疲力尽 成为了河中凶兽的果腹之物 这种事屡见不鲜 陆尘就更加小心了 雨风车 黑煞仙甲 浩空锤 龙魂剑 各种法宝取了出来 把自己装备的如临大敌 便向西北方向掠去 滔滔长河 浪滚云番 肆虐的刚风 猛烈的暴雨随处可见 刚出三千里海域 陆尘就发现 海中一股股惊人的气息 透过层层巨浪涌上高空 不过随后 可能是因为没有十足的把握 这些足以吓破人胆的气势 又慢慢地回归到深海当中 陆尘修得大眼先觉 九鹰载体 神识自是无比强悍 他很快发现 那些寄予自己的气势 乃是无数有着杜杰奇修为的 海中凶兽所有 正因为几单自己 没有不长眼的出现 他也不理会 跟杜杰奇的凶兽交手 陆尘自认没有多大提高 于是 把自己的气息 完全地展露出来 震慑着海底里 一个个贼心不死的凶兽 不敢妄动 去直线前行 一天以后 陆尘飞了大约数万里 这样的距离 要是放在众仙狱 也许一个时辰左右 陆尘就能到达 可为了谨慎 陆尘还是放慢了速度 不过这样一来 有些大成期的凶兽 也没有偷袭他的机会 但是随着深处永生长河 海中的气息 逐渐地开始凶罚起来 叫陆尘不得不小心提防 大成期 飞了一会儿 身形猛地顿住 拧着眉毛往下看去 翻江倒海 浪涛如山的海水中 一条条拥有着 闭塞小翼的五彩鳞鱼 时而飞出海面 再扎进海水里 此鱼 因为碧翼彩鱼 体型不大 约有丈许长 鱼口满是锋利的牙齿 身有飞翼 能入天顿海 喜欢群居 陆尘还是从宁武牙 交给自己的海徒御检上 得知此鱼的名称 御检严树的碧翼彩鱼 是万里海域的狠角鱼 吃人不吐骨头 少则三两只出现 多的时候能打百条 碧翼采鱼的攻击手段很少 除了牙齿堪比极品灵器外 就只有采翼防御力惊人 强大在于是水灵根修饰的克星 可吞溪水 冰两股原力 弱点在塞部 虽说碧翼采鱼能飞天入海 未接大城 但以修士的实力来衡量 远远不达大城的地步 仅在渡劫后期大圆满左右 不过也不能小觑 陆尘小心地看着鱼群飞过 果然 一只头鱼发现了陆尘 黑壁两色的鱼眼豪光一闪 马上飞入高空 朝着陆尘咬了过来 其后 鱼群也同样把陆尘当作了口中美餐 看到约有十几条采鱼飞了过来 陆尘也不惊慌 沙神进地领域放出 万千魔头燃着黑煞星火将鱼群拦下 龙魂血剑以碎星之法施展开来 风卷残云的将采鱼群杀了个一干二净 凶兽不同修饰 开启的灵质太少 陆尘自然不会心慈手软 将十二枚有着渡劫后期的内丹收下 陆尘拿出玉点研读 西北两万一千里海域 碧林采鱼群居 内丹品阶中下 记录了下来 陆尘斩目一望 周围没什么凶手 于是乎俯身入海下潜百里 毫无收获又飞了上来 继续 陆尘玩出了兴趣 永生长河中的凶兽 陆尘多半没有见过 一路谨慎前行 足足五六日 倒也飞出了十万多里的距离 因为有九大原因相助 陆尘的法力源源不断 作为一个众仙玉过来的愣头青 他还不知道 像他这般速度 已经是永生长河群岛中 排得上名次的了 多人入海修炼 都是步步为营 十天半月也未必会飞出万里 而有的时候 大多高手不敢太过深入 愣头青有愣头青的好处 陆尘胆大包天 又有御瓦空间的仪仗 浑然不惧 沙马兽 高六丈 四海马 实力大成初期 内担品皆中 占据西北十万里海域 黑线交 十八丈许 大成中期 龙侯自小腹黑线 为弱点所在 内担品皆中上 占据西北十万一千里海域 韩经兽啊 头若狮 独眼 身四象 双翼 内担品皆上 大成后期 占据十万八千里海域 独居 弱点 独眼 不知不觉 陆尘已经飞出了十二万里海域 而茫茫永生长河 举目无边 十二万里究竟是这条两界之河宽度的多少 没有依据可言 就算有人知道 那也是已经渡河成功的先辈高人了 不可能留下点击让人借鉴 十二万里 陆尘琢磨着十日 自己应该赶回去了 大体上这段海域中出现的凶兽 多达三十余种 什么蛟龙 龟兽 凶鱼 狂杀 屡剑不咸 他一一记录 而后沿着横向 又搜索了近万里的地狱后 把所见所闻都记了下来 过程中 陆尘不止一次下海 利用强大的神识 搜索异宝的存在 很可惜的是 陆尘没有发现 甚至一件仙人留下的仙宝 可能是那些仙宝 都跑到了某个凶兽的肚子里 也说不定 至于海底 更是没有深度可以衡量 漆黑的海底 除了凶兽就是礁石 好一点的 能发现一两种海底的矿物 却也不多 但陆尘还是记了下来 随后飞上海面 静静地观望了一会儿 陆尘实在想一直飞下去 看看自己究竟能够走多远 但想想时间也就放弃了 来日方长吗 正打算折返回永生群岛海岸 忽然远处大约数里开外的海平面 隐隐露出一团淡黄色的光亮 咦 那是什么 陆尘好奇心涌了上来 注目一看 光亮似烛火 实明实暗 看上去很像法宝 心下一喜 陆尘顺移了过去 然而 当陆尘来到黄光的位置后 发现那黄光已经离开了 好像被大水冲走似的 又出现在自己前方脊里的位置 陆尘很小心地用神石观察了一下 的确有法宝的气息 周围也没有凶兽 陆尘壮着胆子便追了过去 结果让陆尘大为意外的是 每当他赶过去 不管有多快 黄光始终跟自己保持着几里的距离 没有丝毫变化 唯一变化的是 法宝的气息越来越浓 不对 陆尘突然停了下来 小心戒备地看了看周围 下意识地发现了不对劲 不好 不知不觉我又奔出了五千里 周围怎么会没有凶兽 永生长河中的凶兽 也有自己的领地 在某个领地内 只可能存在一种凶兽 达到两种 必然能够听到凶兽争斗的声音 可是陆尘发现 自己所在的位置五千里内 没有任何凶兽 明显就不正常 况且按照陆尘的推断 在这里最少出的凶兽 应该是独居的大城后戚凶兽 又或有三截散仙的修为 怎么可能这么安静呢 实为反常必为妖 陆尘低难了一声 断定此地不宜久留 也不顾那黄光究竟是什么了 拧头便要离开 就在这时 海面顿时掀起巨浪 一条巨大的陵尾 从自己身后的海底直挺挺地伸出 灵尾极粗 如同一根晴天巨柱笔直地插入乌云当中 搅动着云团分散开 露出带着力刺的尖端 巨尾甩了过来 抽打的空间都极为扭曲 陆尘惊愕地抬头 只感觉到脸上传来火辣辣的疼痛 惊骇之下 陆尘马上调动法力 速度飙升十八倍 一个瞬移躲开老远 回头再看一眼那巨尾 凭空拍下 竟然把怒浪卷起的海面 硬生生地分成了两片海平面 惊人的威劣 不由让陆尘倒抽了一口凉气 什么东西 陆尘一瞪眼 这时方才看到正前方不远处 一团散发着黄光的内丹 从海底浮起 那不是什么法宝 而是一只海底凶兽头顶的眼睛 很大一只眼睛 陆尘定睛瞧去 只见海底生起一血盆大口的巨型凶兽 此兽头部直径就有十余杖 口中有着清寒光的利尺共四只 上下额两排倒尺的利牙也极是锋利 此兽有九眼 以半圆状的方式长在巨口之上 身长百丈 临尾更长 身子就像一只巨大的蜥蜴长满了墨绿色的甲片 陆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庞大的凶兽 自然不知道凶兽的名称 不过他能看得出来 这只凶兽的修为绝对超过了大成后期 是陆尘见过的有史以来最为厉害的凶兽 此兽散发出来的危险气息远远大于黄雀灵 以及宁武雅等人 陆尘知道 那黄光根本就是凶兽散发出来引诱自己的 自己一直没能发现凶兽的存在 凶兽的修为一定远超自己 以陆尘的修为 就算是大成后期大圆满也能感觉得到 但没有发现这只凶兽 显然他已经超过了凡间凶兽的界限 最少有四节散仙或者一节天仙的修为 陆尘大吃一惊 身形后退间已经做好了准备 跟御瓦空间沟通准备逃走 天地间 雷鸣般的讥笑声响了起来 巨大的尾巴拦住了陆尘的去路 道 手子 我好不容易把你引到这里来 就想这么走了 凶兽能够口吐人言的不多 就陆尘了解到的 只有超过了反品才行 就像南明鲜火 虽然他实力不够强悍 但到底不是反火 这久眼如吸的凶兽也一样 能够口吐人言 定是超过了大成期 达到了鲜兽的级别 你是谁 陆尘暗自小心 神念已经开始和御瓦空间联系上了 我 凶兽咧着血盆大口 哈哈的笑出声来 戏谑道 哈哈哈哈哈哈 小子 你真没见过世面啊 连我都不认得 你到底是不是 永生倒出来的修士啊 凶兽先是嘲笑了陆尘一番 随后道 好吧 看在你马上就要给我填肚子的面子上 我就让你死个明白 你给我听好了 我就是方圆几万里海域的霸主 仙兽 九桶黑水溪 仙兽 陆尘着实被这只能口吐人言的 九桶黑水溪吓了一跳 转念一想 永生长河乃非仙散仙必经之地 其中危机重重 自然会有比大城后期高手厉害的凶兽 不然 还不人人都轻松度过了呀 想到这里 陆尘也没那么害怕了 此外他发现 站在自己眼前的凶兽 虽然体积庞大了一点 但论到气息 并没有让自己感觉到恐怖和不敢抵抗的感觉 估计高明不到哪儿去 冷静地退后着 陆尘谨慎地打量九桶黑水溪 九桶黑水溪在宁乌亚给自己的海徒上 并没有标注 说明 以前占领这片海域的不是它 而是一种叫做双头蛟蛇的蓝黑色蟒蛟 一共有五只之多 中领十二万到十三万海里的海域 不过 没有发现双头蛟蛇 说明那几只有着大城后期的海兽 已经不存在了 再看看周围 海下有灵筐的气息 品质极佳 有光亮时而出现 金光若银 好像一颗颗星辰掉落海中 应该是雪葬石 神石再扩张 果然 数千里的海域再没有其他凶兽横行 估计眼前这位是新近的领主了 十三万海里的霸主换了一个 难道永生长河有变化 露晨只冒了一个念头 随后赶紧取出号空锤 浴瓦空间时刻准备的同时 左手按紧了乾坤弹 准备遇到紧急的情况 以罗喉取胜 酒桶黑水溪看着露晨全神戒备的样子 轻蔑地笑道 小子 吓傻了吧 像你这种人 我见得多了 想跟我拼命 你差得太远了 露晨露出惊恐的神情 示弱道 不可能 凡尖剑怎么会有仙手 你休要信口开河 酒桶黑水溪 被露晨恐惧的样子 引得一阵发酵 丝毫没有注意到 露晨此时调整好的气息 正叙事待发 说道 不信就算了 不过我看见很多渡河的修士 像你一样 来的时候自信满满 结果一丁点本事都没有 小子 你很幸运 本仙到此不久 能死在本仙的手里 也算你死得起锁了 别人求都求不来呢 我我不信 文言之下 露晨突然不甘地大吼一声 枕壁飞起 浩空锤变大了数十倍 突兀地杀上前来 锯锤高举 仿佛带着灭绝天地的无上威能 惊涛 海浪都朝着两旁退涌 九桶黑水溪闪过压色 不过瞬间之后 不屑地笑了起来 有痕 气势还不弱 有点高手的样子 不过 跟本仙比差远了 一边笑着 九桶黑水溪甩动巨大的尾巴 横空扫了过去 正好与浩空锤轰然对撞 砰 陆尘这一锤 凝聚了九层以上的法力 就算黄雀灵 南国阁戎 宁无牙这类的高手来了 也不敢小觑 然而 九桶黑水溪似乎极为不屑 俱尾一甩 狠狠地将陆尘扫了出去 轰鸣声响起 九桶黑水溪 只感觉身上传来绵绵不绝的庞大力道 但随后 被鲜兽的强大肉身化解 然而 陆尘则是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似的 朝着后方远远地抛了出去 一击击败 九桶黑水溪轻视之心更胜 就这点本事 也想渡河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原本以为陆尘会身负重伤 无再战之力的九桶黑水溪 突然发现空中的陆尘并没有魂飞魄散的迹象 相反 那股惊人的杀鸡更加浓重 气息变得更强 黑水溪九只大眼睛狠狠地移动 心中生起一丝被玩弄的感觉 经意间 九只瞳孔盯住了空中似飘零落叶飞舞的陆尘身上 借着陆尘一转身的空道 黑水溪看到那双漆黑的眼睛中掠过一丝脚侠 黑水溪知道自己被人耍了 小子你玩我 哦 先受乏为咆哮声激起千层巨浪 浪头翻滚层层压向陆尘 看到巨浪袭来 陆尘不慌不忙 嘴角轻轻一勾 借着黑水溪一扫的威力 疯狂施展地煞逆天境 十八倍的速度加上黑水溪尾的反扫之力 速度快达巅峰 眨眼间便是数百里开外 随后身若失影 速度再度飙升 竟是比刚才那一锤的法力 还要强大数倍不止 先受 倒也不陪你玩了 陆尘兴奋地直语狂笑 刚才他灵机乍现 想要用玉瓦空间避震 可随后一想 周围几万里都是九桶黑水溪的灵地 就算躲进去了 也未必逃得了 万一这只巨兽强大到连玉瓦空间都吞了进去 自己岂非永远留在鲜兽的肚子里 想到这里 陆尘心中一动 打算搏上一搏 故意示弱 让九桶黑水溪轻视 暗运法掘 凭借自己的肉身与黑水溪的大意 终于成功脱险 九桶黑水溪的确厉害 但陆尘也不是躲不开 事实上 刚才那一尾扫来 陆尘有太多的办法躲过去 可他不想 反而还要借助九桶黑水溪的力量逃走 结果 陆尘成功了 当九桶黑水溪尾巴扫过来的时候 陆尘心里就得意地笑了 以他的想法 九桶黑水溪之所以用黄光来吸引自己追出了很远 说明他对永生长河某些地方也有忌惮的 不然如此庞然大物出手 谁又能挡得了 就陆尘的分析 恐怕这只仙兽不敢太接近海岸 所以才用类似内丹的东西来引诱自己 让自己上当 而这个界限 陆尘大致可以认为是在十万里方圆以外 也就是说 只要自己逃进十万里海域 九桶黑水溪就不敢追过来了 一念至此 陆尘方才冒险一搏 没想到九桶黑水溪这么好骗 果然用的是他的尾巴 一击击中 陆尘并非受太重的内伤 被细尾扫出 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句 憋着一口真气 全速向永生群岛的方向逃去 哄哄哄的声音不绝于耳 不用回头 陆尘神识全部散步了出去 发现身后一团巨大的墨绿色影子 扑卷着巨浪远远追来 速度也是不慢 臭小子 本先要把你的骨头一根根的咬碎 给我回来 陆尘听着也不回答 心想 哄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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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己的真气 跟一头不知道 哪天跑来的畜生 做口舌之争 那些暗运 九英狂转 不出几个时辰 就退回到了 十万里海域之内 果不其然 随着自己大汗淋漓的 逃向永生岛群 身后的缩影也越来越小 到了十万里边界 九同黑水溪便不再追过来了 似乎在害怕什么 庞大的身体在海里面 翻腾了好久 终于不甘地潜入深海中 默默地退了回去 直到危险远离 陆辰这才发现 自己全身上下被汗水浸湿了 近三万里的距离 陆辰拿出了全部的实力 用来逃命 竟然感觉到疲惫不堪 不敢大意 陆辰马上换出浴瓦空间 一头钻了进去 这才长出了口气 坐在御瓦空间里 静静调戏了一会儿 又服下了几个原因 坐了一天一夜 这才把自己的状态恢复完满 陆辰没有急着离开 坐在御瓦空间内 寻思了许久 最后拿出预检 在上面记录道 永生长河 十万里海域 先寿没入 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陆辰认为 此行最大的收获 就是这个隐秘 于是便记了下来 心中有了一个大概的模型 要是把永生群岛 比作一点的话 以群岛为中心 向北以半圆形的方式展开 或许十万里内 对于自己是安全的 至少不会有先寿存在 大致了解了一番 陆辰出了御瓦空间 违返永生群岛 乌鸦岛 陆辰赶回来的时候 时间大约过了 十四五天的样子 宁乌鸦苦寻陆辰无果 正在岛屿上空 交际地眺望 看到陆辰 风风火火地赶了回来 惊喜地迎了过去 小友 你终于回来了 轮到大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 快跟我走 宁乌鸦知道 陆辰出去游历 倒也没多问 拉着陆辰 就往中央岛屿赶去 陆辰连话都来不及说 就被宁乌鸦 带到了中央岛屿 永生岛的中央岛屿 乃是一极大的广场 陆辰和宁乌鸦赶到的时候 广场上已经汇聚了 大量的修饰 粗略地看了一眼 大约有二百余人 虽说 无法比你中仙玉 大宗大派 少则数以千计 多则数以十万的阵仗 但站在这里的 可都是修真高手 一二节散仙都很少 大多是三节的散仙 广场上树起的座望台 每一处上都有一只蒲团 用来给各岛之主打坐所用 广场上方 祥锐之气 鸟鸟生腾 烟霞弥漫 中央靠背三处最高的座望台上 端坐着三位老者 这三人实力不凡 给陆辰一种浑然大气 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 陆辰第一眼 就被三人吸引住了 尤其是中央首座 一枯寿老者 此人身材修长 白眉细长 沉稳端坐 周深有着五彩光韵 时隐时现 散仙修是无肉身 以原鹰化身现形 体表的光韵 正是暴露出 此人的灵根修为 乃是天灵根 五行齐背 万法自然 倚入大道的感觉 此时 各方座望台上 已经坐满了散仙修士 陆辰看着老者 老者也发现了他 毕竟一个具备肉身的修真者 在永生群岛 显得比较另类 陆辰一来 就引起了四周散仙的注意 宁无牙似乎早有所调 飞入广场中后 对着周围抱拳道 乌鸦来晚了 各位 此人便是众仙玉 新晋仙将 陆辰道友 也是乌鸦 与月宴等众道友邀请而来 说完 宁无牙走到中央 恭敬地对着台上的三老道 乌鸦见过三位长老 陆辰学着宁无牙的样子 跟众人失礼 随后上前 他为人灵慧 目光如炬 那三位老者气势不凡 又身居高位 不用猜也知道 定是定到三老无鱼 便开口道 陆辰见过三位长老 当中长眉老者审视陆辰片刻 见陆辰修为不凡 颇为赞许 点头道 哦 本座也听说 众仙玉最近出了一个人物 今日有幸得见 果然名不虚传 小有修为精神 以灯大道 江浩佩服 江浩 陆辰深深记下了这个名字 说道 江长老谬赞 陆辰只是一届散修 论到经验 与在座各位前辈相比 远有不如 今天能有跟诸位学习的机会 陆辰也感到三声有声 都有客气了 快请坐 见陆辰谦逊有加 言辞有礼 江浩大为愉悦 招呼着陆辰坐下 陆辰坐的位置靠东 是一处不高不低的坐望台 岛屿上的坐席本就不少 柱石上有被磨平的痕迹 斑驳在下 台面平滑的像一面镜子 能反射出耗日光辉 坐在自己左边的是月燕 右边宁乌牙 再往右 陆辰只认得古墨真人 海厅老祖几个散线 众人微笑点头 算是见礼了 坐好之后 论道大会宣布开始 永生群岛的散修本就不多 并非是整个仲仙玉 所有散线都喜欢来这里修炼的 所以也没准备安排主持人 一切都有定道三老为主 定道三老身份有别 左边穿紧袍的叫卢桑 是三长老 三杰散线 实力比宁某强上一筹 是本岛排名第三的高手 陆辰刚坐好 宁乌牙的神识传音 就响了起来 右手位置是二长老 汤兴 比卢长老还要厉害 审妇上古仙术多达七种 修土 风 水 三大灵根 乃是本岛三杰散线 最强的存在 陆辰仔细地听着 闻言 神情一变 啊 七项上古仙术 好厉害啊 宁乌牙微笑着点了点头 回印度 没错 除了大长老江浩 汤长老的实力最强 也是领悟上古仙术最多的人 多年前 听说汤长老已能飞离群岛外 四十五万海里的海域 见过不少仙手 要不是节气不到 早就是四街散线了 陆辰听着 下意识地吃了一惊 问道 汤长老都这么厉害了 那大长老江浩 是什么修为 陆辰注意到宁乌牙的用词 语中直指汤兴 为三节散线中最强 那么 大长老呢 宁乌牙仿佛早就知道 陆辰会问 于是笑道 不瞒你说 大长老江浩 现在已是四节散线高手 乃是真正的仙人之体 是 什么 陆辰更加吃惊了 疑惑道 四节散线 相当于一节天线 已经是仙人了 怎么还会留在夏节 宁乌牙说 没错 江长老的势力 的确可以去往仙界 但因为各种原因 江长老还是压制修为 留了下来 就说百年前 曾经有修士 在舒万里海域 遇见了大量的大长后妻 引领杀凶兽 还是江长老出手 赶走了那批 多打百头的恐怖凶兽呢 大长后妻 多 多打百头 陆辰震撼无比 大成后妻的凶兽 堪称众仙玉最强 百头智多 便是天仙也难挡 江浩竟然以一人之力 赶走了上百头 大成后妻的凶兽 简直强大的没边了 见陆辰露出惊荣 妞牙道 这还不算什么 听说江长老 还曾击败过仙兽呢 陆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深深地吸了口气 尽量让自己的心绪平静 并打眼多看了那 仙古临风的老者两眼 心中激动不已 宁乌牙没介绍别人 把定导三老的姓名和修为 告知陆辰后 论道大会 正式开始 三长老卢桑朗声道 各位 又到了百年论道的时候了 百年来永生群岛修者更迭 已有不少高手离我等而去 是福是祸 以为过眼云烟 我等逐留此地 想必百年内又有所获 大家不必客气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互相学习 那么 大会 现在就开始吧 没有过多华丽的开场白 卢桑从容地说完之后 静止坐了下来 论道大会 涉猎极广 道法 宪法 公爵 阵法 法宝 灵丹 符绝多不胜数 同时 最重要的 还是百年来修士们 在长河修渡的所见所闻 阐述出来 让人记下 深受其意 互相学习 随着卢桑宣布大会开始 下方 开始有人出声了 大会 没有既定的规则 无非是畅所欲言 想说什么 说什么 说得在理的 大家品评一番 赞叹啊 求教啊 追述啊 举一反三啊 等等 就像交流大会 说错的人 被人点了出来 连一红坐下 过后 仔细品位 也能从中 得意一二 而这一般的时刻 自是修为精深的高手 都不会先开口 而是听着别人的讲述 摇头晃脑的 仔细聆听 也有从一开始就不说话 这些人大多都是一二节散仙 他们的修为不深 所识不广 知之甚少 自知没有资格开口 就做起了听客 过会儿 岳燕呼了声道号 言道 岳某曾于六十年前 去过长河之北 十万里海域 那里原本是金角水梨的领地 不像北一大群 打成后期的凶兽霸占 经岳某五次打探 并翻插点击 此凶兽名为空遮 乃是一种毒性极烈的六角海兽 此兽体积庞大 远超引领沙 并且堪比大成后期 喜欢树之群聚 岳某全力斩杀三头 方才从兽群中逃走 岳燕说完 脸上闪过得意之色 他所说的是 大会主要讨论的热点 永生海域 中年都在变化中 有多少地方改变 需要时间更新讯息 不过 最后说到 他在十只海兽中 杀了三头逃出来的时候 顿时引起周围群羞的赞赏 身为三姐散仙 能在大成后期的凶兽围攻中 斩杀三头逃出 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场的三姐散仙虽多 但多半没有这个能力 怎能不让人尊重 啊 月宴之人修为高深 在下佩服 一个大脸浓虚的老人说道 此事有所耳闻 贫道当初因此也去过此地 十万里之遥 对我等来说颇为不易 贫道远观 的确发现那里的凶兽一主 并且此兽繁衍极快 但生存下来的几率极低 此番话 算是把月宴说出的讯息 完善了一番 说出凶兽 空遮的生活习惯 凶残程度 实力高低 数量多少 现在的景况等等 众人好像吃了一顿 美味的宴席 听完之后都记在心里 并对月宴 真人贫贫称赞 陆尘一边听着 也时而会点头 露出尊敬之意 再者会随着众人 向某个道出长河隐秘的高手 投以敬佩的眼神 过程中 江浩始终在打量着陆尘 不为别的 前些十日 宁无牙已经找到了他 就定届时修缮一事 询问了一番 江浩的本意 想让陆尘世上一事 但是 有五家兄弟的缘故 又不好马上点头答应 于是 江浩想再观察观察 今天见面 陆尘给江浩的印象很不错 他不像很多得到了 名望的高手 目中无人 而是一直以虚心学习的态度 听论道理 遇到重要的细节 还时不时的会记录一下 总体来说 江浩很欣赏陆尘这个肯学习的好孩子 这跟江浩的初衷相差不多 散线一脉没有传承 江浩不是任人为亲的人 想要定海介石的炼制方法拿出来 江浩注重的是人品 陆尘没有注意到江浩的眼神 他完全被这些七嘴八舌 侃侃而谈的修饰口中的学文 知识吸引住了 现在的他就像一个干枯了许久的水囊 急需大量的水分注入 而陆尘属于那种永不知足的货色 别管有多少知识 天地大道 重法自然 就连博杂的奇数说理都会一一记下 准备回去后再反复推敲 听了半天 都是陆尘听都没听过的杂文 涉猎之广 让他这个仙将都对这群散仙修士们 露出尊敬之意 这时 一个身材中等 体态富态 有着两片山羊湖的老者站了起来 称道 各位 十余年前 我们兄弟二人因修善定海介石一事 去了西北寻找雪葬石 虽然成功得到了雪葬石的原始 发现原本数量极少的双头胶蛇 一禅子寺 双头胶蛇 大家都知道 实力堪比三节散仙 我们兄弟二人费尽千辛万苦 杀了近六头胶蛇 方才杀出一条邪路 而就我兄弟二人所见 那里还有近数十交蛇 十几年也当成年了 大家行走切勿再入交蛇的领地 哦 富态的老者说完 静止坐下 而广场上却马上响起议论之声 宁无牙疑惑地站起 问道 五花道友 此交蛇本就堪比三节 并隐约要脱繁成仙了 往常四五支的群体 已经是永生长河中发现最多 这数十支数 准确吗 听到念无牙的质问 傅太老者当即不悦了 皱着鼻子道 哼 宁道友 我们兄弟二人在永生群岛已有年头 难道还会编些瞎话 糊弄各位不成 宁无牙面色一变 言道 啊 道友不要误会 宁某只是据理直说 双头交蛇不喜群居 四五支已经是最多的群体 再多 就是异象了 宁无牙的话说的也没错 就典籍而言 历史上还真没出现过超过五支交蛇群体 但那五华对宁无牙像是极为不信 便说道 宁道友若是不信 大可以去那里看看 不过若是回不来的话 可不要怪吴某没有事先提醒了 五华说完 狠狠地坐了回去 宁无牙一听 就知道人家不高兴了 脸上绷不住 但也无话好说 气鼓鼓地坐了回来 众人众说纷纭 大多相信五华的话 毕竟在永生长河 能够去到十万里外的地方 那都是不弱的高手 三节以上也没有多少人 赶成自己去十万里外的海域 陆尘一直听着 并没有说话 不过越听五华描述的地方 跟自己遇到九同黑水溪的地方 就越像 不禁有些疑惑地皱起了眉头沉思 别人没有发现陆尘的表情变化 一直当他不存在 但江浩却发现 陆尘的心绪发生了变化 呵呵一笑 突然出声 打断所有人的交谈 浪声道 陆尘道友似乎对此般说辞有些看法 不知有没有可以与我等分享的呢 江浩一直没说话 第一次开口点出陆尘来 叫众人大惑不解 这帮人心里还纳闷呢 按道 这小子刚从仲仙玉过来 对永生长河能有什么了解 问他干什么 江浩没有说话 微笑不语地打量着陆尘 深邃的两眼 仿佛能够看透陆尘的心思似的 陆尘愕然 随后苦涩一笑 既然人家问他自己了 自己也听了半天 不说说也不好 于是抱拳失礼 对着五华问道 五华道友 敢问道友所说的地方 是否是西北十万五千里的海域呢 是又如何 五华本就生了一肚子闷气 前些天还听说 有人跟自己兄弟争夺 修缮定海介石 对陆尘就没抱有好感 目中无人地看了陆尘一眼 与其不善 陆尘也不在意 呵呵一笑道 那就对了 在下来永生长河时间不长 但多日前闲来无事 倒是去过道友所说的地方 只不过 那里线下已经不是双头交舌的领地 而是被一只名为 九同黑水溪的仙兽占据了 什么 仙兽 仙兽 平淡的笑声顿时引起 岛上重散仙修饰的轩然大波 两百余道目光纷纷投向陆尘 皆是带着深深的质疑 陆尘不打紧 不过看过来的目光中 带着让人欲造的质疑和鄙夷 着实令陆尘心里不怎么好受 与周遭不善的目光 对视一番 陆尘心道 都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我又没骗人 好心还当做驴肝肺了不成 众散仙显然不相信陆尘的话 看着他的时候 大多充斥着不悦的异味 就连宁无牙和月宴几人 都皱紧了眉头 只有江浩眼神还算正常 微笑不语 右手还撵着他那道 细长极尖的白眉 这位导游 片刻的沉寂过后 从未开过口的五家五位问道 但不知道有何时来到永生昌和的 五位没有叫陆尘的名字 一有所指的点了一句 这位道友 语气多有不敬的嫌疑 显得很不礼貌 不过陆尘不觉得什么 入乡随俗不敢说 身为外来者 要尊敬永生昌和本地修士 这点道理他还是明白的 于是陆尘郑重地回答道 不才十五日前 刚到贵宝地 哦 五位拉长了音调 口气让人感到厌恶 五位半睁半闭的小眼睛 微微一眨 亦有所指的问道 早有十五年前 才到永生昌和 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到十万里海域外 走了一个来回 老夫不得不佩服呀 陆尘这才明白过来 对面长得圆滚滚的胖子 分明不相信 自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到十万里外的海域 走了个来回 那般语气 分明就是嘲笑自己在撒谎 理解了五位的意思 陆尘嗤之以鼻地笑了笑 也不解释 闷声不语地 把眼和尚 平心静气地打坐起来 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倒让五家兄弟 以及那些露出 鄙夷表情的散仙修士们 愣住了 若是放在以前 陆尘的火爆性格 定会跟五家兄弟 好好唇枪舌战一番 不过现在 陆尘的心性收敛了 可以说已经融入了大道当中 不是你死我活的深仇大恨 一般击不起他的杀鸡 再者说 好歹自己也是宁无牙请来的 别人的面子不给 宁无牙的面子不能不顾 你不是不信吗 爱信不信 反正我也不会掉二两肉 于是 陆尘闭目养神 见陆尘不说话 五味阴瑟瑟的一笑 以为陆尘无可辩驳 得理不饶人道 好吧 贫道姑且相信道友所言 只不过贫道友一事不明 道友既然发现了仙兽 又是怎么从仙兽的口中 活着回来了 并且看到游的样子 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吧 大成后期高手 再厉害也不是仙兽的对手 此乃众所周知的事 五味的用意 无非是想让陆尘的谎言 当众被揭破 好以此打压他在江浩心中的形象 在五味看来 陆尘只不过是练气厉害一点 伸手未必高到哪去 众伞先休士 本来就不相信陆尘的话 听到五味捉住陆尘的痛脚 自然想听听这个被称为众仙玉仙将的小子 该怎么应对 便再次把目光转向陆尘 陆尘眼睛眯开一条缝蟹 懒洋洋地笑了两声道 这一点请恕在下不能说 五花文言紧不住喷笑道 道友 永生长河论道大会 向来唱作语言 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五家兄弟咄咄逼人 尿无牙也看不过去了 先不说陆尘的话是真是假 倘若是真的人家怎么跑的会跟你们说 谁身上没有一两个保命的绝技 关乎修士的修炼功法 那是天大的秘密 自然不能说的 宁无牙冷声道 五花 五文 陆尘道友远道而来 参加论道大会 乃是宁某香药 本来他大可不必在此发言 道友既然经历过 并说出来 对大家自然有好处的 至于如何从仙兽口中逃脱 那是他个人的事 这种事又怎么能说 两位 请注意你们的言辞 冷冰冰的话语 充斥着火药味 宁无牙力挺露晨 倒没让人感觉到不满 毕竟人是宁无牙带来的 对陆尘不敬 等于对宁无牙有意见 就算陆尘说的是假话 宁无牙也应该站在陆尘一边 这很合理 陆尘微笑不语 眼睛也不睁 听着宁无牙的反驳 心中暗笑 也不插眼 那五花一听 吃笑道 正所周知 十万里 遇到五十万里海域内 固然危险重重 但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仙兽出现 我到汤二长老便是能去那四十五万里海域的高手 也没有见过一个仙兽 十万里就看见仙兽 哼 说出来谁先 宁乌鸦老脸一阵通红 想来知道永生长和海域凶兽划分的事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武华健壮 气势更胜 又到 大家若不相信 可以问问二长老 他对五十万里海域的事最为清楚 唐星闻言 叹了口气 虽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对陆臣抱有轻蔑的意思 但还是不信道 道友 贫道与永生长和修行已有上万载之久 说句拖大的话 道德 道德现如今的修为 五十万海里以内还是能知道十之八九的 的确 以永生长和的海域划分 五十万海里内难见先手 你要说在五十里边际遇到 倒是有些可能 不过十万里 道友是不是看错了 汤星说着 与生一致便是连连忧叹 陆臣终于睁开双眼 目光深邃 而自然 不惊不喜 微笑道 二长老无须多说 陆臣明白大家的意思 既然大家不信 就当是陆臣说句玩笑话 又或阴沟里翻了船 看走了眼 大可不信就是 陆臣说完 再次把眼睛闭上 这次打定了主意 不再开口了 众人一听 一个个人俊不尽 对这位所谓的仙将的淡定 深表无奈和鄙夷 就在这时 江浩大长老忽然朗声大笑 能够看到各位道友 畅所欲言 贫道深感欣慰 永生长河论道 始终都是言无不尽 既然五花五味 两位道友 挑起这个话题 自当要说个清楚明白 陆臣小友的话 我等也听到了 大家不信情有可原 别说诸位 若是放在以前 便是江某也绝技不会相信的 江浩说着 忽然顿住 睿智的目光 不由地隐瞒着 某处深层次的含义 扫过全场 使得听到这番话的 一众散先修饰 心中不禁 微微一震 这话什么意思 以前不信 那就是现在相信了 难道十万里海域那里 真的有仙兽不成 不会吧 仙兽不可能出现在那里 谁不知道五十万里海域内 都是风平浪静的 哪有什么仙兽的 一众散先开始动摇了 五华五卫两兄弟更是心理打鼓 别人的话没有权威 可以反驳 但是江浩的话 却一直是永生长河中的定理 以他的威望和见识 从他口中说出来的话 从来不会没有人相信的 两人心中一揪 五华忍不住问道 大长老 你相信他的所言 五华还盼着自己听错了 或者江浩想表达 另一层的意思 不过当五家兄弟 对上江浩的眼神时就知道 自己想错了 江浩点了点头笑道 我相信 陆尘本来不打算再说话了 听到江浩认同自己的想法 忍不住多看了这个长眉老者 周围修士更是无比震惊 这说明陆尘真的有在十五日内 来往十万海绿的速度 另外也有从仙兽口中逃脱的本领 那可是仙兽啊 超过三劫的存在 堪比一级天仙 上界仙人的存在呀 五家兄弟有如五雷轰顶 满脸的不信 江浩言道 大家都知道 黑水溪乃是永生长河中并不少见的凶手之一 实力强大 修炼至三通的时候 便可达到大成后期圆满的境界 就在三年前 贫道曾经去过十万里海域 目的就是想看看那里的双头交涉 反映到何种地步 是不是真的能够危及到永生群岛 不要想当贫道赶到的时候 发现那里的双头交涉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数万里海域连一只凶兽都没有 那时贫道便觉得不对劲 于是下海一关 结果在海底九万里处 让贫道发现一只三桶黑水溪 江浩讲到三年前的经历 侃侃而谈 众人听得聚精会神 宁无牙和月宴等 跟陆辰交好的散仙 已经听出了几分意思 脸色由精转洗 竖耳倾听 至于陆辰更是急切地想知道 九桶黑水溪的来历 此寿修为高深极其狡猾 贫道本欲取其内丹 炼制灵药 谁料追了数月 还是被他逃走了 此事过后 贫道为了定海界时 不能留在外界太久 就赶了回来 一年过后 贫道还让卢长老亲自走了一趟 卢长老 江浩叫到卢桑 问道 卢长老是否记得一年前的西北之行 一直默不作声的卢桑 终于睁开双眼 点头道 哦 没错 事由此事 那日江长老的确委托贫道去了一趟西北 一关双头交涉的事 贫道跟江长老一样 没见到哪怕半条交涉 同样也没有发现三桶黑水溪 那也不能代表十万里海域出现的就是先手 武华不敢认输 焦急的叫出声来 我还没说完 卢桑文生不悦的瞪了武华一眼 继续说道 不过下海之后 贫道在海底深处发现了胶舌的骸骨 不多不少 整整六十九句 每一句的肉身都被吃得一干二净 内丹更是没有 回来之后 贫道与江长老翻阅点击 终于被我们发现 此兽若能炼化足够内丹 当可化身成仙手 而其标志 就是由三桶 变成九桶 终于把这段冗长的话说完 没了 卢桑用着曾经武华五位二人比过陆臣的眼神 狠狠瞪了两人一眼 跟着闭目不语 众散仙文言 心中无不掀起滔天巨浪 这不仅是因为十万里海域出了一个仙兽而动容 更是为陆臣的强横手段叹为观止 能够从仙兽口中逃生 其修为已经得到了在场散修高手们的认同 而他的速度 竟然可以在这种情况下 以区区十几日的时间 来往十万里海域 而丝毫没有半点损伤 足以把他归类到跟定岛三老同等境界的高手队列中 再也没人敢瞧不起这个来自仲仙狱的小子 牛鸭的脸上是大大的增灰不少啊 看着陆臣的眼神起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肩获得还有些许的歉意 刚才他是为陆臣辩解过 但从心里讲 他对陆臣的话索性不多 完全出于面子力挺陆臣 现在看来 自己有点不配当陆臣的朋友了 至于五华五味两兄弟 神情就有点不好看了 一阵红一阵白 像是吃了隔夜的腐食似的 胃里一阵翻腾 两张油光满面的胖头大脸 本来就白里透红 现在可好 整个红脸关公 红得发紫 江浩呵呵地笑着 手拧胡须 看着陆臣那叫一个欣赏 也不顾及五华五味两兄弟的面子 当即问道 小油啊 请问 你看见那只酒桶黑水西石 他便宜到何等地步了 陆臣本来心里还有怨气 不过 随着定道三老的表情看来 他觉得 这里的人还不错 至少知道什么叫公正 怨气一消 好感陡生 仔细地回忆了一份 言道 回大长老 此寿生有酒桶 深色墨绿 甲咒堪比极品灵气 甚至仙宝 另外最厉害的便是此寿的巨尾 说是横扫千军也不为过 那日 陆臣以本命法宝 与之对拼一击 此寿毫发无伤 防御力惊人 乃世间罕有 并且可以口吐人言 声称自己乃是仙寿 想来是真的了 陆臣说的算是不尽其想了 给永生长河中的修士 好好的上了一课 叫人知道了这种凶兽的存在 而对于大多在三节或者以下的修士而言 能对仙寿有所了解 绝对不是一件意识 众人赶忙记下陆臣的话 然后有人问道 陆导游啊 敢问此寿盘踞所在范围几何 陆臣想了想 回答道 细节不详 但是他曾经说过 他是那几万里的霸主 而陆某当日所在 已经是十三万里的海域 相信此寿的修为 刚刚达到仙寿的境界 统领的地域并不广 不过 日后就不好说了 凶兽一脉 虽然没有规定的范围 但以气势而言 他们比人类更精明 只要见到比自己实力强大的同族 肯定不会貌似一拼 十万里海域出现凶手 用不了多久 五十万里内 肯定是九同黑水溪的天下了 就看他想不想杀相永生长河 想的话 估计也只有江浩能拦得住 似乎明白众人的担心 江浩自信满满的一笑 朗声道 诸位无需担心 永生长河的定海介石 虽然只笼罩三千里方圆 但贫道早就在十万里海域 种下天机烟 若是没有五阶散心的实力 便是先受也不敢贸然闯进的 大家听完 这才放下心来 而陆尘也终于明白 九同黑水溪 为何只会追到十万海里域的边界 就不甘地退了回去了 原来那里早有威慑存在 于此 陆尘对江浩这个人 更加钦佩和好奇了 随后 大会又进行了两日 过程中 陆尘也没再开口 不是他不想 并且 现在他说话 威望也有 但陆尘实在不知道别的东西了 干脆就竖耳聆听 而一众散仙对陆尘也不敢小瞧 同时 因为他的谦逊与和顺 表示出极大的好感 虽然没把他当成永生长河的修士 可也差不多了 唯独五华五卫两人 对陆尘的怨气根深蒂固 论道大会最终结束 各方散仙回到洞府修炼 陆尘刚要陪同宁无牙离开 却听到江浩叫住自己 哎 小友 且留步 道友有事吗 陆尘回过头 疑惑的看着江浩 在他身边还有卢桑 汤星 卢桑这个人 冷冰冰的不惜言辞 但是由于刚才的直言不讳 让陆尘心生好感 直到此人公正 汤星则是吟有歉意 他也洒脱 笑着跟陆尘点了点头 想是怕陆尘把自己 刚才的话放在心上 表达自己的愧疚 不管怎么样 定导三老给陆尘的总体感觉 就是为人公正 铁面无私 江浩呵呵一笑 说道 寧道友前些日 把道友的事与我等说过了 起先没有答应寧道友 是因为定海戒时 无比重要 贫道三人也不得不谨慎 现在道友的为人 我等已经看在眼里 小友又是当事仙将 不猜想让小友帮助永生长河修缮定海戒时 不知小友意下如何 正合我意啊 陆尘心中暗爽 毕竟定海戒时 是他平生所见最厉害的防御大阵 能够有机会参悟 对自己有好处 日后没准还能给前玉门带来福音 搞个像定海戒时的大阵保护前玉门 自己在飞升的时候 也不需要太操心了 于是 陆尘也省了弯弯绕子 直言不讳道 多谢江长老信任 不猜陆尘默感不从 只不过能不能帮到 陆尘可不敢打这个保票啊 江浩见陆尘为人直爽 心中更是欢喜 大笑两声说道 无妨 虎天之下 若是小友都无法修缮定海戒时 贫道也不敢再奢望他人了 既然如此 嬴道友 就别让小友回乌鸦岛了 就住在永生殿 让他日夜参悟吧 宁乌鸦乐不得让陆尘 去参悟定海戒时的法典 这样一来也算还陆尘一个人情 再者 说朋友的忙不帮 还能帮谁 好 也好 真希望陆尘道友能为我永生长河谋福祉啊 卢桑 汤星也跟着笑了起来 可见定海戒时的事 真不是小事 烦扰他们很久 陆尘微笑不语 突然想到自己参加完论道大会了 也该回去了 现在又要留在这里 时间长短没办法预定 便说道 这样吧 江长老若是不急 陆某想要回一趟仲仙玉 这次来原本并不想多待 不过现在看来就没准了 陆某想回去通知一声 通知 不用了吧 汤星皱了皱眉 神情很急 江浩白手道 哎 不 道友说的有理 此来永生长河 道友的家人和朋友定会惦念 不通知一声自然不好 这样吧 频道派人过去走一遭 通知道友的宗门一声 陆尘心想 也是 自己一来一回二十几年 有这时间 没准就参悟修缮完毕了呢 想到这儿 陆尘说 那就有劳长老了 不必 几人正说着 一向少言寡语的卢桑 吼了一声 身形一转 突然在其头顶出现大片的血云 再看过去 卢桑冷酷的脸色 墨的变得腥红 化身之人 竟然是一句血魔之身 血魔 陆尘见状色变 顾虑顿声 江浩看见卢桑化身 真身法相 显示错愕 而后惭愧一笑道 你看看我 一高兴 连这个茬都给忘记了 永生长河中的散仙 多有五宗三族出来的高手 卢长老以前在魔族的身份 虽然不高 但现在应该可比你血污了吧 血污一族 有血云传食大法 何须让人亲去中仙玉 让他同志当今魔境之主一生就行了 陆尘一听 还有这事 原来卢桑是血魔族的人 看来他兵结以后 用元英化成道人 掩饰自己的本相了 既然有血云传食大法 就不需要派人去中仙玉了 卢桑也不多话 暗转千诀 血云在其头顶无限膨胀 随后 天空惊陷大片的红云 空气中更是传来 兴热难闻的血腥气味 众人退开 只见卢桑双手用力一扯 头顶血云仿佛打开一条通天血路 一根冲销的血柱直插天井 天空的日头 顷刻间变成了血日 把那沙弱点金的海滩 都抹上了一层深红的血色 搬上过后 血柱从空中反射了下来 映出里面一道魁梧的血魔状汉 正是仲仙玉紫玉魔精的主人 血魔血污 谁 是谁在使用血云传食大法 血污露出震惊之容 坐在紫玉魔镜中神归石海 惊恐地看着石海中偶然出现的血族幻想 你是血污 卢桑的声音在天地间回荡 在血污的脑海中回荡 血云传食大法极为困难 施展之人的功力 必须要大过接收传食之人的功力 除非是隔界 只要在仲仙玉 不管是在哪儿都能进行传食 血污知道 血云传食大法 更加惊讶仲仙玉魔族中 还有比他更厉害的角色 当即不敢大意 诚心叩拜道 完备正是血污 不知前辈高兴大明 卢桑冷冰冰的 血污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卢桑 卢桑 血污很快从脑海中搜索到 关于卢桑二字的底细 那还是他只有分神期的时候 听过的血族高手的大明 心中不禁有些局促 按道 卢桑 他不是兵解了吗 难道没有死 而是修炼成散仙了 心里想着 血污不敢怠慢 能够施展血云传食大法 非血足一脉不行 而论到功力 有几个人的确能够给自己传食 卢桑自报名讳 他不敢不信 说道 原来是卢大人 血污不才 不知卢大人尚在本界最该万死 血污汗都下来了 比自己还要厉害的血魔 血污不恭恭敬敬的才怪 卢桑为人即使干脆 也不跟血污客套 直接表明来意道 行了 本座现在正在永生长河 有一事要你去办 大人请吩咐 血污道 卢桑说 众仙玉先将陆臣 乃是本座好友 现如今就在本座这里做客 时间无限 唯恐其宗门众人担心 你马上去一趟 告知陆臣道友与此安好 无需挂怀 若有要事 可施斩邪灵印 本座自会知晓 在与你联系 此事不容有失 马上去办 卢桑说完 收起先决 弱大血云荡然无存 阳光再洒沙滩 把数百里沙岸上 漫上金黄 陆臣就站在边上 听完后 苦笑不已 暗道 现在跟卢桑关系不错了 要是告诉他 血污那小子 曾经屡次三番派人害我 也不知道卢桑会怎么办 还是算了吧 卢桑施斩完血缘传世大法 与江浩 汤兴 带着陆臣 回了永生殿 众仙玉 紫玉魔镜中 血无斩茶的功夫 都没回过神来 终于从梦中 惊醒似的站起来 后背都被汗水浸湿了 陆桑 陆臣 那小子怎么跑到永生长河去了 还跟散仙交上朋友了 真是个怪胎啊 平静了一会儿 血污方才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随后 马上推开修炼密室的大门 飞了出去 于魔镜中朗声道 血魔 大黑魔 本座去陈香谷 魔镜之事 暂时交给你们处理 永生殿 殿高十丈 楼有七层 七层楼阁安插于石洞当中 踏入永生殿岛 定岛大殿的那一刻 陆臣便感觉到 大道一体的沧桑感 偌大殿雨被置洞府内部 毫无潮湿的感觉 殿雨洞中有洞 金碧辉煌 其内石碧皆是刻印着一个个繁杂的符诀 经文 宪法总纲 宪书要法不计其数 如果说永生殿是一个大殿的话 倒不如把永生称为巨大的仙法宝库 这里囊括的仙法 多得让人眼花缭乱 六道法诀应有尽有 五行法术多达千种 这就是永生殿 江浩领着陆臣 身后跟着汤星卢桑二位 于殿内游览 此第一层乃五行术法 二层是基础仙爵 三层福州大权 四层阵法概要 五层以上才是三千大道 虽然永生殿没有把所有的上古仙术汇总 但有很多在众仙玉都是看不到的 这些上古仙术乃是历代的散仙者 渡河而去之前把自己一生修炼的精药留下来 磕在石壁上留待后人参悟 尽管比不上真正的上古仙术药爵 但其中的奥里还是很精深的 五六七三层是要地 不经允许是不能上来的 散仙修士归我等统御 每百年有一次机会误导 能够融会贯通多少全看机缘 江浩先是大概地介绍了一番 然后迫不及待地把陆尘从洞右侧最里面 一个有着楼梯的洞口带到了四层 陆尘一路见闻 受到的启发和震惊极多 先不说五六七三层的上古仙术 光是前四层的法掘总会都让他挪不动步子 这也就是永生殿 若是换作其他地方 恐怕陆尘马上会把自己的乾坤袋中的玉碱 全数地掏出来 大肆地唾露一番 好回去给前玉门使用 这些可都是买都买不来的宝物啊 散仙修士渡河者皆是没有完全的把握 兵解一次的散仙 多看重性命 看透了事态炎凉 秉持着为日后修者谋福祉的心态 永生群岛定下规矩 凡是散仙修士渡河前 都可以把自己医生所学刻印在永生殿内 千载万年便有此规模了 四层乃是阵法要地 共有十八荣洞 走进最里面的一个洞穴中 不足五百尺的空间石壁上 刻着的皆是金光闪闪的符文字路 左侧 苍劲有力的四个大字 随着陆臣进入之后 映入了他的眼帘 顶海介石 转自课文 金光闪动 仿佛神石烙印打入陆臣的脑海 醍醐灌顶 头目清明 好东西 陆臣精神一震 完全被定海介石十四个大字吸引住 陆臣还不知道 当他看到 当他看到定海介石十四个大字的时候 身上蔓延出一轮黑金色的光月 此光围着他的身体 拥有九环 微微闪烁 有种浑然天成 大道自然之感 并且在金光四射的溶洞中 九道黑金光环 分外耀眼 令洞内三老 无不露出亚裔的表情 几乎刹那间 融入到微妙的感觉中 陆臣没有注意到 自己身体的变化 只觉得身体发肤 极为畅快淋漓 尤其是体内霸道无匹的煞气 不断地向外倾斜 然后 在身体表面徘徊瞬息 又回到体内 这股煞气来自陆臣修真本源 也就是煞道与黑煞星火的结合体 石海中 陆臣像一个古佛似的盘作 三色鲜火为之变化 重新变成黑金两色 跟暗金的颜色相仿 陆臣仔细地看着上面的石刻 金光的刻文 除了定海借十四个大字之外 其余的都是一种种矿石的名称 所有刻文排列极为凌乱 然而 当陆臣把视线收拢 目观全局的时候 忽然发现 所有文字组成的 正是定海借十的形态 只不过 石柱形的刻文布局中央 好像还存在着 某种类似符咒的奥理 静静地观望了一会儿 陆臣只感觉体内的煞气 正不住地朝着身体倾斜 那种恐怖而又霸道 令人喘不过气的 强横的杀念于威慑里 立马引起了三老的关注 但以气息分辨 三人马上发现 陆臣身上的气势 跟定海借十极为相似 依十一人 似乎天造地设般 给人一种难言的压迫感 哎呀 有希望 单单凭借此点 江浩深邃的眼神中 就放出两团希望之光 看了看两位道友 自然也能发现 卢桑和汤星眼中 渗透出来的惊讶之词 三人并没说话 而是静静地等着 过了一会儿 陆臣深吸了口气 转身笑道 三位道友 陆某失礼了 没想到此课文 竟然蕴含如此深奥的大道 真是对不起 眼下陆某还不能看出什么 哦 无妨 汤星刚带陆臣说完 迫不及待的 道友大可以参悟下去 只要不迫虚非先 什么时候离开都可以 嗯 不错 湘昊赞同道 道友修为精深 乃世间罕有 贫道觉得道友会比五家兄弟更有天赋来完成修缮定海解释的任务 卢三话不多 盯着陆臣看得眼神中满是赞许之语 言道 我看好你 陆臣被三老捧得少有的红了脸 苦笑道 多谢三位的信任了 既然如此 陆某也不客气 陆臣转身 指了指上面的课文说道 此壁索客符文乃是一百八十种矿石 应当在凡间界找得到 不知几位是否有过收藏 有啊 江浩说 不瞒道友 五家兄弟已经看出此上课文所列矿石的种类 并非大多都收集了不少 现在就放在永生殿外的库房中 那些矿石 多得连我们都拾不出来 五家兄弟分辨了好久 才将矿石分门别类 就等着悟出定海解释的炼制方法着手去办 可是一直以来 这课文含义极深 始终不能参透 所以才拖到现在 说明缘由 江浩一双贼溜溜的眼睛看着他 刚才陆尘身上散发出来的暗金色光环 他可是看在眼里的 虽然不认识 但江浩身为已经达到四节散仙的高手 对气息的洞察力 自然是永生长河中首屈一指的 他感觉到 眼前这个神秘的仙将小子身上 有着跟定海解释相差不多的恐怖威慑力 这股威慑力由来已久 乃是在永生长河三千里海域的边际 日月观望定海解释而来 随同他一起观石悟道的 除了身后的汤星和卢桑外 有的时候还会叫上吴家兄弟 不过 那对儿胞胎兄弟简直让江浩失望至极 他已经快要压制不住体内的法力 要是被上面发现自己达到四节还留在这里 一定会有人从上界跑过来 亲手将自己抓过去 然而 江浩可不能就这么走了 他上一代的长老千叮咛万嘱咐 把修缮定海解释的重担承担下去 江浩可不想有负重托 陆臣哪能不知道江浩的意思 只不过定海解释蕴含的大道治理的确凡复 光是看上一眼 很难看出门道来 陆臣没说关于徒刑的事 似乎有所明误又不敢肯定的事 陆臣绝技不会拍着胸脯 胡乱打爆票的 淡淡的点了点头 陆臣道 嗯 这样吧 陆某今天开始就留在这里了 直到参悟出定海解释的炼制方法再出去 近些年 永生长河海域近些年变化太大 暗藏的危机多了许多 为了不引起太大的恐慌 三老带着几个值得信任的散仙 不知道在暗中解决了多少麻烦 他们也需要安静地修炼的 不可能一直四处奔走 这些年 他们也烦了 巴不得来个厉害的角色 把定海解释修缮完好 让永生群岛重归安宁 江浩点头道 好 倒有有什么需要 大可以传音于江某 只要能够办到都不是问题 那倒不用 陆臣微微一笑道 就请江长老帮在下将矿石收集好就可以了 我不敢保证能够参悟出来 可以试试 有劳倒有 定道三老秉承着先辈们的遗愿 对陆臣的慷慨和仁义深表敬佩 此后 三人出了永生殿 带三人走后 陆臣没有马上参悟 而是闭目沉思了一会儿 这才打开石海散出神石 将整个溶洞中的所有刻纹笼罩了起来 墙壁上的刻纹并不规整 像是由着杏子随意地在墙上刻下的文字 这一个 那一个 没有规律可以考究 把三面墙壁上的刻纹完全归隆起来 上弯下浪 中央绵长 看上去像一条由文字组成的悠久长河 文字长河 可能是代表永生长河吧 这一点并不难猜测 而陆臣也看到 在长河的四个方面 各有文字相对密集的地方 组合在一起好像死根石柱 这里 这里 还有这里 和这里 应该就是定海介石的四根石柱 陆臣点出四个方面文字密集的地方 并不觉得奇怪 此壁课文以画为表象 引人入局参悟定海之道 相信五家兄弟三姐散签高手的修为 不会看不出来 难得不是在这里 而是如何去炼制 仔细地琢磨着 陆臣渐入家境 要说他修炼的时候 很容易专心到心无旁骛 天塌不惊 这不 没多大一会儿 陆臣就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而原本以为参悟大道治理 时间再长 也能自控地醒来的陆臣 这次却是失算了 他不知道 就在自己进入了洋洋洒洒的金光文字长河之后 一坐便是三百年的时间 对于来自众仙玉的陆臣来说 此行无非是一次参悟大道的机会 又有机缘种种与修行有利 尤其心计敬老和左倾汉的安危 陆臣不敢大意 急于提升修炼 进入仙界 打开悬光镜的秘密 得到敬老的启示 而悟道 正是能够快速提升修为的捷径 陆臣眼下神识力量 已经达到了真正仙人的层级 可谓无平静 只要全力吸收煞气便可 一边参悟定海介石的炼制方法 一边从中体会六字真言诀 三百年的时间并不长 但对于陆臣来说 却是突飞猛进的 随着时光的流转 欲瓦空间中的煞云 一点点变少 广阔无边的子府 自其神识达到先人境界后 为其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一面 疯狂地吸收着煞气精华 石海分出少许观看课文 一点一滴地整理分析 模拟炼制 纠正再炼制 于此陆臣整整在三百年的时间内 紧乎望我 春去秋来 岁月更迭 众仙玉却是迎来了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修炼浪潮 静虚空间不再是秘密 往去修炼者多达尽意 然而好景不长 就在陆臣与永生长河闭关十八年之后 此处空间便因为前往修炼的人数过于庞大 导致空间崩溃 竟需消失当日 五宗三族众仙玉大小门派 因为空间崩溃的缘故死伤无数 这般灾难便是连沙神陆臣治下的前域门 也始料未及损失惨重 自此以后 上古神魔战场再无静虚空间 而战场空间也因此出现巨大的空间黑洞 让人无法涉足 即便如此 面向众仙玉修者打开大门几十年时间的静虚空间 还是让众仙玉涌现出无数高手 各宗各派 杜杰高手多达百人之多 大成齐也出现二三 众仙玉进入了有史以来高手最为众多的时代 期间 南国阁荣受到了上界感召 迫须飞升 前域门了臣正式成为大成中旗高手 一身法力亘古绝今 无人能敌 尤其是泰州山在了臣的参悟下 打破了想当初泰州皇家的限定 于陈香谷正式成立前域丹谷 此后 众仙玉中传闻 前域宗主得逞上古一篇 太以斋己手握天下百万丹卷 被誉为在世丹皇 前域门弟子历经图治 门内高手多不胜数 是散修游士的聚集地 陈香谷内前域门十八阁主 人人法力通天 修为精湛 又有天妖风都魔镜妖宗四大宗门全力护持 威势一时无两 成为众仙玉响当当的超级大宗 永生长河如往昔般 送走了一个个自信可以渡河飞升的散仙修士 也迎来了一个个从仲仙玉前来加入群岛修炼行列中的新人 三百年的时光如白居过袭 此间 念无牙 月宴真人早在二百七十八年前 携手渡河归去 生死不知 定岛三老江浩苦于压制修行 距离飞升时日无多 终日枯首永生殿外凝望四层楼阁 唯一的密动惺叹不已 汤星 卢桑两位长老带领五家兄弟四大散仙修士 与永生长河苦兴三百载 收集一百八十余种炼制定海介石的材料 从来没有停息过 随着日子渐渐过去 不管有多少人去留 几乎所有永生岛中的散仙修士都知道 此地永生殿的四楼内 坐着一个闭关达三百年之久的怪物 此人便是众仙玉的杀神仙将陆陈 三百年后 永生殿外 江浩大长老举目盘云 落定苍山 旗下汤星二长老 卢桑三长老 五华五卫 杨阳数十人等静候 望着巍峨的永生殿洞府 江浩目定许久 终是悠悠一叹 又将目光撇下 眼神当中泛起一缕忧愁 和怅然 汤星卢桑 汤星卢桑郑重其事地走上前来 眉宇凝重 仿佛知道 今日江浩换他们两人的来意 举步落山出奇地沉重 大长老 二人一拱手 心中涌起不舍的心许 他们知道 这个达到四节散仙修为 已久的前辈 终于无法再停留于此地了 江浩说 贫道远府三变 已无法继续留在这里 路臣道友闭关悟道 已有三百载 至今未出 永生长河 近年凶兽横行 已有犯鞭之举 原本贫道打算 等待定海解释修缮完毕 再行离开 但是现在 恐怕等不了了 惆怅地说着 江浩有意无意地 看了一眼永生殿 旗下众人眼眶微红 这些年 全靠了江浩的护齿 永生群岛三千里海域 方可保一时安宁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江浩一旦离去 永生群岛是福是祸 没有人敢断言 福祸相依 此般变为大道 您许是天意 叫我永生群岛 再入空击 然而等莫要放弃 就算贫道离开 希望大家还能相互扶持 为我众仙玉散仙一脉 守住这最后一方净土 江浩说完 饶有深意地 多看了五家兄弟两眼 他知道 这对兄弟本性不坏 只是有些固执 对陆臣有偏见 除了两人 江浩并不担心 其他人对陆臣不满 大长老 汤兴卢丧带头跪了下去 武华武卫也跟着跪了下去 这些人平日里跟江浩一直道友相称 实际上 他们都把江浩当成前辈看待 就连武华武卫也不例外 当初就不应该相信那小子 最上五毛办事不老 话说得满满的 还不是什么都做不了 三百年前 五家兄弟不能参悟定海介石 对此耿耿于怀 本宇打算再进去观碧文 后来陆臣进去悟道 被江浩拒绝了 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能力无法参悟 但心里就是不服 现在见到江浩苦等三百年不见路臣 两人也倍感恼火 当然 这番话 两人只是在心里道出 没敢说出声来 江浩看出两人心中不满 语重心长道 五家兄弟 你等在永生群岛已有多年了 观碧文足有七次 总计长达六百余年也无所获 难道不觉得此乃机缘不成 是机缘叫你二人无法悟透 怨不得旁人 而最有希望者便是入尘 此时 汤星卢僧两位长老也可作证 他的修为始终要高过你二人的 五华五卫不甘心 真心的不服 但是此话从江浩口中说出来 两人也不想反驳 气鼓鼓地站在一旁 莫不作声 江浩极为了解这一胞胎兄弟的性格 直到没有理据说明 两人怎的也不会服气 也不再说 停顿了一下 江浩道 汤星 卢僧 贫道于武师时分便要离开 永生群岛便交给你二人 传我令 如若陆臣能够参悟碧文 修善定海戒时 他便是我永生群岛的大长老 不可再有意义 如若不行 也不可出言讥讽 相反还要拉拢此人 此人极为重义 就算永生群岛出了事 也不会置之不理 永生群岛风雨飘摇 那九同黑水溪 贫道追捕多年 不曾收服 待贫道一去 此手定会率领五十万海里凶兽 一举攻打永生群岛 陆臣是个好帮手 莫要放弃他 是 汤星 卢僧 对江浩一直言听计从 就算他走了 江浩这个名字 依旧占据着永生群岛最高的位置 看了看太阳 挪到了天空正中央 火毒的日光正朝着下方洒下 江浩眼漏悲怆 正午已到 贫道告辞 大道悠悠 他日若是极远 我等自会再见 江浩说完 身上陡然升起一团浩月般的青灰身形化成虚无消失在众人眼前 公送大长老 众人同时败道在地 永生群岛数百修士同时飞出 于云端望着那守护了永生长河上万余载的爵士高手离去 与此同时 永生殿内 耀眼的金光在三面墙壁上浮动出巨大的光影 影如画 呈现出来的乃是一条宽广乌边的长河 河水滔滔 又凶兽咆哮低吼 又或雷云风暴 死虐苍穹 倾盆大雨而下 与万千巨浪接壤天地 连成灰蒙蒙的一片 烟障浓厚 杀气蒸腾 犹如灭世 石海中幻化出来的影像便是如此 陆尘已经坐在洞内三百年 却形同一瞬 丝毫没有察觉 子府身处 龙魂血剑 异彩妖野 残月雷枪 紫电蜿蜒 两大本命法宝 皆已在三百年内 晋升成为仙气 九大原因 于三日前 御瓦空间内 最后一团煞云炼化成器 被子府吸纳后 全数提升为大成后期 大圆满的境界 此时陆尘仿若一名老僧 静静地盘坐在洞内 神石一分为九 本尊敬物定海介石 八大神石与体内流转 不经意演化了六字杀绝 三百年的时间 陆尘的修为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无论是神石 猿鹰 肉身 都达到了瓶颈 实力堪比四节散险 甚至更强 这三百年来 陆尘几乎浑然望我不顾一切 去参悟定海介石的大道 炼制方法 光是炼法的演化 就在脑海中形成了九万多种 陆尘指尖掠动 一缕暗金色的法力光芒闪出 溺出定海介石的形态 黑煞星火完全转变了颜色 从黑金两色 三色鲜火变成了暗金色 一点点火苗就能杀大成初期高手于无形 便是大成后期来了 也不是他一和之敌 法力精华淬炼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逆定出定海介石 巨注风鸾的形态 陆尘又觉得不对 旋即放弃 随后猜想 不对呀 按理说九万多种炼制方法 无数种材料的组合 无论如何也应该成功了 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吗 又一次地阅读了壁上的课文 将那无数种材料的组合再试一次 结果还是不行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了 一直没有结果 但又像是摸着了点什么 始终拿捏不住 问题在哪呢 陆尘自问着 回忆这些年来 观客文形态参悟的炼制方法 就在他一行阑珊的时候 目光稍稍往上一勾 赫然发现 由密集客文浮动出来的定海四柱上 隐隐有着繁复的花文变化 不是花文 陆尘定睛一瞧 惊叫了起来 错了 我错了 定海界时原来是这般炼成的 错了 轻客间的灵物 让陆尘提湖灌顶 手掌翻动间 羽煞剑出现在掌心当中 此剑只剩下两杆 另一杆杀黄雀灵的时候 随着空间黑洞消失了 陆尘抚摸着羽煞剑 近乎完美的流线 神情颇为激动 定海界时 取四海皆定之意 为天柱地柱八荒六合为主 此四柱乃是一整体 共含天地大道万千 百万变化 天地两柱为之 八荒六合为脉 直脉相连相辅相成 方林大道 此柱并非以寻常炼之方法 能够制成 修三百丈柱体 助以浑天宝性 便可重铸定海界时 哈哈哈哈 我终于懂了 此时此刻 陆尘豁然开朗 终于明白 这四柱定海时 是如何炼制成功的了 有了这一丝的名物 陆尘豁然站起 只觉百害奔流 畅快至极 平日里 灼心之黑煞心火 仿如甘霖 润则肺腑 经络神石 子府猿鹰 脑海中呈现 三罗万象 百万群魔望顶膜拜 六字杀绝 与脑海中 一一出现 一字杀封山 陆尘 屈首一指 洞内金光顿时 变成暗金色的 魔玉空间 竟是如此简单 陆尘威威一笑 再指 二字杀断海 三字杀汉地 四字杀震天 一道道指觉掐出 洞内又杀气 直线掠声 五字杀逆仙 逆仙一出 九轮按金环 与体表浮现 相比三百年前 凝食了许多 陆尘没有停留 嘴角勾起 无比自信 继续施展下去 一指横空 便是在空间 生生拉开一条裂缝 那裂缝中 有无上的 先原力弥漫 此觉六字杀 破须 洞中又回音慢荡 而陆尘的身影 却消失在 四层溶洞当中 永生殿外 烈阳当空 数百散仙 分战各方 望着那守护着 永生群岛 近万载的老人归去 心有栖栖然 正待他们离开的时候 突然间 永生殿 剧烈的颤抖了起来 一道暗金豪光奔笑而出 稳稳的落定于众人面前 在场修饰 有汤星 卢桑 五家兄弟 看到陆尘出关 汤星和卢桑的眼睛里 急于喷出火来 陆尘 你出关了 这些年 众人等得太苦了 尤其是汤星和卢桑 修缮定海介石的材料 早就准备好 就是不见陆尘出关 而就在他们以为 江浩离开永生群岛 要面临五十万里海兽的 加工的时候 陆尘 终于出来了 三百载不见 陆尘无论是精气神 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但由于融入了大道 理解了六字杀绝 陆尘的修为 远远超过了在场所有人等 便是汤星和卢桑 都无法看出他的修为 只觉得陆尘变得不一样了 而究竟哪里不一样 谁也说不出来 还以为是错觉 恶然了片刻后 汤星和卢桑也没在意 又因心计定海戒时的事 两人急切地问道 怎么样了 有没有希望 雾尘微微一笑 演道 还不好说 陆某还需要做最后一步的求证 他在课文上的文字组成时 发现了定海戒时的秘密 是因为他发现 每一个石柱上 有符咒类的花纹 这种花纹 陆尘曾经在定海戒时中见过 由于年久失修 魔力的缘故 失去了本色 为求宝靠 陆尘先没说出 自己参悟出定海戒时秘密的事 而是准备再去 三千里海域求证 陆尘求的是宝靠 不说大话 但听在众人耳中 难免会让人误会 汤星和卢桑 还以为陆尘参悟出了定海戒时的炼制方法 没等高兴呢 一盆凉水浇了下来 两人兴致缺缺 叹了口气 先前有了江浩的叮嘱 他们再失望 也不会忤逆了江浩的意思 对陆尘冷嘲热讽 只是十分失望罢了 五家兄弟不干了 本来两人觉得 陆尘要是参悟出来 两人自会对他刮目相看 但现在看来 陆尘不过如此 尤其是浪费了三百年的时间 五花不份的皱了皱鼻子 亏得大长老等你三百年 还是一无所获 五家兄弟当年 为定海戒时四处搜罗灵财 就有一次险些被凶兽围杀 还是江浩出手将二人救下来 江浩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陆尘的身上 陆尘偏偏现在才出来 五家兄弟对江浩极为敬重 也正因为如此 才对陆尘的迟缓而感到不分 五家兄弟的事 陆尘从宁武牙的口中略有耳闻 知道这两人心眼小 本性不坏 也不在意 大长老 陆尘没理会五花 四下环顾一番 没有发现江浩的身影 问道 汤长老 卢长老 大长老呢 汤兴和卢桑对视一眼 心情极为凝重 探道 一住乡之前 大长老离开了永生群岛 离开了 时机到了 陆尘深深吃了一惊 他听到五花说 江浩等了自己三百年的话的时候 就知道情况不妙 再一问 猜到了七七八八 汤兴点了点头 说 时机到了 不离开不行了 大长老说过 此去不会再回来 要是道友能够参悟定海界时的炼制方法 就能继承他的位置 成为永生群岛的掌势人 如果不行的话 唐兴忍住 没说下去 卢桑一看要坏 马上接到 哦 如果不行也没什么 大长老言道 此乃机缘 天命使然 犯人求之不得 不过还是希望道友能够继续留在这里 协助我等抵御五十万里的凶兽 抵御凶兽 陆尘越听越糊涂 一问道 卢长老 三百年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为什么都这般表情 哎 卢桑叹了口气 刚要开口 却被吴卫抢了先 说 什么事 大事 三百年来 十万里海域一把 九桶黑水溪 以仙手之威 霸占了五十万里的海域 如今河中凶兽 再也不是一盘散沙 江浩长老带领我等苦苦死守 跟凶兽斗了两百多年 就是为了等你出来 修缮定海 戒时 拥抱永生岛的平安 可你 哼 我们高看你了 五位带着一股自怨气 把事情的始末说了出来 陆尘听着连连色变 凶兽发动进攻了 嘀喃了一声 陆尘知道情况紧急 没工夫搭理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五家二位 马上问道 严尉长老 修缮定海界时的材料 准备得如何了 早就准备好了 卢桑下意识地答道 给我 陆尘一摊手掌 直接索药 你要干什么 五华五味文言 顿时急了 残悟不了定海界时 还想要材料 你算什么东西 陆尘撇了一眼 胡搅蛮缠的五味五华 也不作声 冷冷地直视着卢桑 胸眼中的杀气 看得卢桑一阵发毛 快给我 卢桑被陆尘协议的毛子 盯着看得吓了一跳 二话不说 拿出了几支乾坤袋来 递了过去 短暂的失神过后 似乎看出了什么 惊喜到 你有信心修缮定海界时 陆尘说 有没有信心 去了就知道 唯恐生变 请两位长老 集中岛上散钱修饰 此次修缮 必会让定海界时的威慑 暂时失效 到时凶兽大军 定会察觉 话不用多说 卢桑马上明白了 陆尘的意思 当机立断地吼道 诸位道友 请随卢桑前往 三千里海域边界 话音一落 永生群岛 有一个算一个 所有散仙皆是听到 卢桑的呐喊 从洞府中飞出 相隔三百年 原本只有二百余人的 散仙大军 已经达到了三百志多 威风凛凛地站在云端 一个个傻气腾腾 陆尘也不多话 肩膀一晃 整个人就此消失在众人的眼前 而令人大为吃惊的是 陆尘消失后的瞬间 根本没有人能够感受到 他的气息所在 就像突然人间蒸发了一样 不留一丝痕迹 什么 汤星卢桑同时的惊叫出声 看了看左右四方 没有陆尘的影子 整个人都呆住了 迷行幻影之法 俗称顺移 慢则数里 快则百里 千里万里 但快到让人连方向气息 都察觉不到的地步 两人只从江浩身上感受到过 这如何不叫人吃惊 汤星 汤星 卢桑尚且如此 其余人等字不用提 五家兄弟已经凝固住了 连思绪都无法运转起来 怎么也想不明白 陆尘怎么做到这么快的瞬移 别说是瞬移了 大挪移也没有这么快的吧 呆呆地愣了半晌 众人找不到陆尘的踪迹 心中慌乱 要是陆尘拿着材料跑了 到哪儿去追啊 正在这时 忽然空中响彻起雷鸣般嘹亮的声音 定海介石 北 速去守护 汤星 卢桑等人闻言 二话不说 赶紧朝着北方赶去 三千里的海域 对于汤星 卢桑等人来说并不远 眨眼便到 等到了定海介石编辑的时候 就看到大海滔滔巨浪翻涌 神势扑展而去 无数凶兽正在遥远的海域集结 汤长老 凶兽大军好像察觉到什么了 卢桑心中一惊 说道 汤星点点头 面色凝重 回头说 诸位 陆某道友 为永生群岛重修定海介石 凶兽大军 思有察觉 如今是我等散仙的关键时刻 大家随我前往三万里外 阻击凶兽 给陆尘道友 拖延时间 众散仙气势如虹 齐声鹤道 一众三百散仙 齐齐朝着三万里外开腹而去 赶到三万里外时 众人只听身后群岛方向 一道冲天的光柱升起 火势滔天 定海介石笼罩大阵急剧崩溃 好像有人触动禁止一般 众人没多大惊讶 一个个心情深重 直到陆尘已经开始撼动大阵 着手修缮了 他们身上的担子 猛然间中了许多 看着那数万里外凶兽的集结 众人无不胆战心惊 说不害怕那是假的 毕竟面对乃是无穷无尽的 永生长河凶兽 而且还有一只仙兽率领 就在这个时候 远方海面生起一道耀眼的清光 那是一柄剑 一柄绝世凶剑 此剑缭绕着青芒一飞冲天 劈开雷云扫荡着长空 无匹的剑芒肆虐飞射 历时让远远十万里开外的天空 染得血一般的通红 是江长老 众人一阵窃喜 汤兴卢丧认出剑光的主人 正是刚刚离开不久的江号 江长老没有走 顿时 海面上空的散仙修士们 欢欣鼓舞了起来 大长老 汤兴 卢丧 五家兄弟 眼眶微红 他们知道 江号不是没有走 而是又折返了回来 恐怕是感受到定海戒时 发生变化 前来助阵的 果不其然 就在十万里海域的上空 江号守至青光仙剑 长眉怒挑 挥手间 便是漫天见语 死于他手中的凶兽 多达万语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百里海域生灵皆舞 老者鹤发飞舞 深邃的毛子流露出浓浓的期盼 凝望海岸方向 那冲天而起的斑斓光柱 心中终是得到了一丝安慰 路晨 你终于出来了 老夫走 也能走得安心了 罢了 最后一炷香的时间 老夫助你一臂之力 老者凝重地点了下头 高亢傲笑的声音直掠长空 与雷云中随风暴而走 永生群岛众道友 厮守三千里海域 贫道看天见 为儿等挡下一炷香时间 海平面上一只庞大体积的九铜蜥蜴浮出水面 墨绿的灵甲闪耀着冷寒的光辉 正是那只吞噬了数十双头胶蛇 成就鲜瘦的九铜黑水溪 致上老夫找你三百年 你终于肯出来了 江浩目光微测 看到九铜黑水溪 斗声昂扬 九铜黑水溪放声打笑 老江浩 知道你在找 不过现在的我已经飞西比 你的修为的确高深 但是本仙依然通知了五十万里的海域 就算你十里同天 也无法偷出本仙的百万兽军 老家伙 受死吧 大胆畜生 今日老夫便为永生群倒五十万里海域 除去你这一海 言罢 江浩不作他想 举宝而杀起 那只九铜黑水溪并不理会 身子引没入海 四海之地万千凶兽咆哮飞出 大战 轰然打响 大长老 空中回荡着江浩霸气绝伦的吼声 顿时 集齐散现一脉三百修士的斗志 个人守志法宝 神情坚毅 死死的凝视着远方高空 那热血沸腾的浪涛中心 大长老 永生群倒的另一边 陆尘望着那斑驳沧桑的西柱定海石 耳边回荡着江浩的吼声 神情闪过一抹冲动 不过马上 陆尘又恢复过来 凝望远处后 淡淡低难道 大长老 撑住 画壁 一缕炽烈的暗金火 怦然燃起 火势恐怖 竟在瞬间将陆尘手中 百八十种矿石青刻间 化为僵硬 天地如同遭遇劫难 五十粒海域无不响彻着震天的雷鸣 西方定海界时 陆尘全力浴火 暗金黑煞火 赤裂的焚烧 一团团颜色 各意有着拳头大小的江叶 不断地从其手中挥出 全力修补着那一方损毁的柱石 各种斑驳在刹那间填补完成 陆尘目光烧定 收起其他矿石之后 不由分说 取出红霞龙魂二宝 此二宝已然达到先品的层次 可会凡间重石 局部踏定 陆尘周深 傻气暴涨 心中回想着那西方六合定海界时的符文 于三夕之后 挥剑连劈 哗的一声 一道道剑影随着神石的御动 施展开来 立时在平整光滑的西方六合定海界时上 留下深深的剑痕 片刻之后 红霞飞出 晚光流转的仙宝红霞飞刀 细致的刻转着符咒的纹理 使其更具自然 更俯大道 更运智礼 六合阵 小海 陆尘口传红音 煞气纵横 漫天飞舞的魔头 与暗金黑煞星火融于一体 一丝丝煞气疯狂的注入到西方六合定海界时当中 此次修缮 陆尘早有定计 先行以材料填补蛀石的斑驳与损坏之处 使其饱满 随后 再以雕琢魂天灵宝的方式全力雕琢振石符咒 以达到六合镇孝海的奇效 随后 将自己体力煞气精华注入其中 以杀煞之气 在天注石的震慑之力 陆尘知道 不是自己一人作战 就在远方数万海域上空 江浩正拼着被上界惩罚的危险 为自己取得一时的修缮时机 所以 时间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此次修缮不但要精确 更要快 哗啦 哗啦 一颗颗大小不一的气势 落入海水当中 激起硕大的浪花 陆尘全然不理会 九煞原鹰轻力运转 磅礴法力隐隐 超脱凡间修饰 达到恐怖的仙人境界 无边无际 无穷无尽 六合镇孝海 应成 陆尘捏出纸绝 最后一纸六字杀绝逆先式打出 巨大指引如同将士大神 掌印封山 煞气精华再显齐功 于西方六合定海界时 发挥出惊人的煞威 一筑成 陆尘不敢拖沓 便是连擦汗的时间都没有 远远一跳 目光直视着东方对面的八荒石上 跟着脚下位移运力 顺移三千里 无形无影 无气无息 还是无数材料所化的精华浆液 迅速将八荒定海界时填补完毕 继而龙魂红侠再出 紫红一彩耀辉万里 于空中呈现庞大紫红云朵 挡住风浪先引落成 八荒定风浪 引成 半战查后 八荒先时修缮完毕 陆尘抹了把汗 一口吞掉无数积攒的精炼原因 子府终是得到了一丝补充 随后马不停蹄地直奔海岸线 地柱石 长一天之余地 地柱之威乃重中之重 四方锁乾坤 定 灰色难道的昼印 便是那永生殿内四楼溶洞中 地柱石上的花纹凉雾而来 以四方锁定乾坤 力广阔天地 无人撼动 陆尘举指挥出 符咒之印 飞舞长空 雷云之下 有着暗金色的符纹 如蚂蚁般游走 威势之强 令人侧目不已 方圆数千里 只有陆尘一人 他挥舞龙魂 面控红霞 周身光运 频频闪动 傻是好看 又是半盏叉的功夫 陆尘注意杀气六字杀绝 风铃成功四方锁定 乾坤一注 陆尘没有高兴 梅雨再度凝食了起来 几个踏步间空间扭曲 伐出雷鸣 陆尘一闪而过 掠至天柱石旁 无话 无畏 陆尘大声喊道 那远在三万里外的 五家兄弟 听到陆尘的喊声 颇为不耐烦 刚要询问 就听陆尘言道 你们两个 过来 这般口气 已然是命令 两人更加不分 不过想想 之前陆尘的瞬移的速度 两人又静又畏 对师一眼 不知该如何是好 卢三回过头 看了看定海戒时 忽然想到了什么 怒道 陆尘依然修得大道 不能长久留在永生群岛 他是想教你们 如何修缮定海戒时 还不快去 两人文言顿时一惊 什么 教我们修缮定海戒时 这 这 还想什么屁啊 快去 卢桑鼻子都快气歪了 暗道 这两个蠢货 参悟了六百年一无所获 人家有心教你 让你得到 还不领情 催促了一声 五华五卫 这才意识到了什么 看了看那沧海上的 斑斓光柱隐隐 有着凝实和壮大的气势 便知道 陆尘已经修缮了 不分定海戒时 人家让自己去 就是不怕自己二人观看学习 这是莫大的机缘啊 想想之前 对陆尘的不齿和鄙夷 两人羞愧的 只想找到地方钻进去 人家是以德报怨 自己却以怨报德 还配做人嘛 真是该死 想到这里 两人心有灵犀的 在自己的脸上 狠狠的扇了一巴掌 不过 再没脸也要去 毕竟这是机缘啊 嗖嗖两声 两人速度加快 很快冲到了北方 天柱石的跟前 立马看到陆尘严阵 一带的等着自己二人 在他的身边 漂浮着大量的材料江叶 一滴滴五彩缤纷的水团 把陆尘簇拥起来 颇有些仙人的味道 这时候 天地间再次响起 江浩的声音 诸位道友 江某能帮的已经帮了 接下来就要看你们的了 江浩虽然曾经是永生群岛的大长老 但人家毕竟还要成仙 不可能把自己的小命搭在里面 杜河一去再回 已经人质易尽了 他苦斗九通黑水溪 不料想 此兽极为狡猾 根本不跟江浩交手 权宜手下凶兽车轮站直 时间一长 江浩也精疲力尽 为恐杜河有危险 江浩足足撑过了一炷香 还要多的时间 终于离开了永生长河 渡河飞先而去 江浩一走 万千凶兽再起争鸣 没了目标 把邪火立马转向到了 那三百散仙的身上 洋洋大海巨浪滔天 巨浪中便是一只只体积庞大 犹如山岳般的凶兽 如此惊人的场面 万载难得一见 那凶兽之众 无穷无尽 五华五卫此刻 对陆臣不敢有半点小看 凝视着他 生起发自肺腑的敬意 陆臣也不多话 神使感受着凶兽打军的袭来 沉生道 现在我开始修缮定海界时 此时有四柱 分北天 南地 东拔荒 西六河 四柱和一方能定海 此前我也将南地 东拔荒 西六河修缮完毕 用的方法乃是克拙之法 将柱石损毁之处 以火补助 此后分别用六河 镇啸海 八荒定风浪 四方索乾坤 三大符咒之法 封灵完成 而北天柱 乃是重重之重 符咒之法 名曰阴阳转苍穹 以阴阳二气 引动苍穹之力 将先缘连接四方 六河八荒大阵继承 你们看好了 言霸 陆辰挥手 甩出无数水团 尽数将损毁之处填补 紧接着 双手涌出滔天 暗金黑煞火 疯狂焚烧 使矿石的材料精华 能与屹立许久的 天柱石融为一体 五华五卫两人不敢眨眼 记住每一个细节 看到陆辰火势汹涌 两人顿时倒抽了一口凉气 好可怕的鲜火 便是此火就挡不得呀 鲜火之威 让两个高傲之辈 对陆辰的敬重 又加重了许多 而后 陆辰挥手 取出龙魂红侠二宝 凝目定神 举剑挥斩 一道道清晰的纹路 飞快地在平整的柱石上滑出 顺序 力度 皆是精准到了极致 陆辰的刻舟的速度极快 但五家兄弟二人 还是能够看清 小心翼翼地 以神识刻画 学习 不久之后 也记了个七七八八 虽然没有完全学会 陆辰属于林场寿计 再加上三万海里外的散仙 已然和凶兽大军交锋一处 陆辰自然不可能重来一次 让两人看个清楚 于是滴鹤的 此法 你等记下便可 随后可在四层溶洞之中 领悟学习 至于最后一言 你等无需去记 也无法记住 有之前的学习 相信你们也能够修缮住实 陆辰说完 凝出一指 这一指 便是六字杀绝的指法 法力顺着经脉涌来 与指尖亮起一团光辉 暗金色的光辉 但见此光 吴家兄弟二人 只感觉到 五内如火焚烧 时海又涌现出无数魔头 瞎得惊颤连连 六字杀绝大成 陆辰荣灯大道 此时此刻 便逆仙超凡脱胎换骨 可随时渡河破须 飞声成仙 自然不是五家兄弟二人 能够理解的恐怖神通 阴阳转仓穹 朱砂 印城 嗡 天空响彻一记扎雷 永生群岛奔笑的海浪 仿佛受到一股 磅礴的气势驱赶 翻涌着 朝着三千里海域外涌去 而在永生群岛正中央四方 阴阳四方 柳河八荒 此时涌现滔天的先缘里 赫然将整个群岛 所在三千里方圆 笼罩了起来 定海届时自此修上完成 大阵重启 阵内春风明媚 不见一丝风声 辖举当空 烟云缭绕 仿若仙境般 让人流连忘返 陆尘长出了口气 原地不动 呼吸吐吶 竟是如常人般 没有半点疲累之感 看到五华五卫二人 眼珠子差点瞪了出来 这是什么神通啊 修闪了定海届时 连船都不船一下的 难道他已经达到了 江浩的境界 两人心中的震惊 远比看到千万凶兽 还要来得猛烈 瞅着陆尘 就挪不动步了 少少地调息了一会儿 陆尘双眼再度睁开 堪比昊月的眸子 闪动得竟是沙发的黑光 如距目光射出之际 陆尘眨眼间 便到了那三百散仙队伍当中 五华五卫赶忙跟了过去 等到三人到达的时候 海面已经染成了红色 凶兽的尸体占据了 整片海域 还有更多的凶兽 从远方杀来 而那只陆尘口中的九桶黑水溪 就在凶兽大军的后方 冷冷地观看着 这真的有仙兽 五华五卫彻底服气了 陆尘飞到前方 看见不少散仙队已经死去 化成白光不是被凶兽吞入兽腹 就是涌上天空被雷云搅碎 心中一通木犯杀鸡 汤长老 卢长老 带领重道友退后 这里交给我 陆尘发号是令导 陆尘道友 你自己一个人 不想 绝不能就此离开 众人还是很讲义气的 让陆尘小小的感动了一番 不过 他没说话 而是用这三百年精进的修为 告诉了所有人 他陆尘在众仙玉是杀神 在永生长河中 同样是凶兴 二自杀 断海 陆尘单手赋于背后 无边杀气涌现而出 右手抬指 轻轻在空中一画 画出一道黑金色的光线 这黑光 瞬间变成数百里 磅礴如蝉翼的透明刀刃 斜着便冲下深海 哄 惊魂的声音在空中响起 顷刻间 足有近十数万的凶兽 被黑金色光刃斩杀 一颗颗内单如同群星 在天空中亮起 跟随潮汐踏浪而来的凶兽大军 几乎在同一时间凝制住 陆尘的手段太狠了 只觉点出便是十数万同类死于非命 这让凶残 无被灵制的凶兽大军 都免不了心生忌惮 果断停在原地 不敢妄动 大战进行了有一会儿 陆尘修缮定海 戒时赶到的时候 三百散仙死了三成 仅剩二百多人 连不少实力强大的三节散仙 都身负重伤 气息微弱 还需要同道中人的扶持 才能勉强地站稳 然而 陆尘的出现 同样也震慑住 永生群岛所有散仙修饰 太强大了 根本就不是一个极数 众人难以置信地 看着那个在永生殿内 闭关参户大盗的身影 胸腔中被其散发出来的 毁天灭地的杀机 狠狠地震慑了一把 就连汤星和卢桑 也用着不可思议的目光 打量着这个曾经在他们面前 被视作后背的矛头小子 陆尘的实力 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没有人知道 众人只知道 随着那一纸断海绝打出之后 眼前足有九万里深的海域 有那么很短暂的一瞬间 形成了两块毫无关系的海域 南边就是永生群岛 而北方才是永生长河 现场的景象恐怖地令人发指 凡是看到那鸿沟深渊般的裂缝 同时倒抽了一口凉气 旋即 射口气 狠狠地憋在所有人 凶兽的心中 无法释放出来 使人窒息 五华五卫跟着陆尘赶过来 两人之前见识了陆尘 对炼气一道的领悟 之前的不服与不甘 早就化成了过眼云烟 两人现今对陆尘 那是打心眼里佩服 不仅佩服 两人的情绪 已经转化成了尊重和敬母 想到此前对陆尘的鄙视和轻面 五家兄弟恨不得跪在陆尘的面前 狠狠地扇自己几巴掌 人家以德抱怨 教自己修缮定海戒石 那是多大的恩典 两人在来时的路上 都在心里发誓 这次守护永生群岛 就算自己身负重伤 也不想让陆尘受到半点伤害 可是当两人赶来的时候 恰好看到那天欠般的 巨大暗金光幕降下 随后便是十数万生灵的气息 在石中瞬间泯灭消失 此种神勇 顿时让五家兄弟待在了原地 陆尘 每个人都默念着陆尘的名字 内心的景阳与永生长河巨浪一般 急速地升到无法遏制的地步 到得此时 众人还未发觉 他们心中对高手的敬重 俨然已经从江浩的身上 潜移默化地转移到了陆尘的身上 也用不着记得江浩离去时的叮嘱 能够修缮定海戒时 又在危急当中解救永生群岛数百修士 陆尘的地位已然达到了江浩大长老的位置 甚至更高 畜生 陆尘单手赋于身后 另一只手自然地垂于体侧 看似不动 但所有人都感觉到 一股极为恐怖的杀念 正从陆尘的身上无限扩张 那般幅度 便是此地三万里海域的人和兽 都能清晰地感觉到 正当这时 一声兽猴 从凶兽打军后方 冉冉升起 随着三股巨浪 海天一线的升高 一头拥有着九铜的墨绿巨蜥 自海底浮上浪尖 气势如红的 站在浪峰之巅峰 与陆尘紧紧对视 九铜黑水溪 陆尘目光一凝 涌现杀机 这只九铜黑水溪 三百年前 差点要了自己的小命 没想到 仅仅三百年的时间 此兽竟然统育了 五十万里海域 五十万里海域无仙兽 只此一头 便是寿终之王 两人见面如同仇敌 分外眼红 九铜黑水溪 九只巨大的瞳孔 绿光频频闪动 血盆大口 兴风阵阵 臭小子 当年让你侥幸逃走 今天竟然还敢出血 思言一出 忠然立马想起了 论道大会时 陆尘纠正五家兄弟的 反驳之言 使得五家兄弟的脸色 又红了起来 看来 当初陆尘没有撒谎 他真的遇到了 九铜黑水溪 自己还嘲笑过人家 真是不知所谓 五家兄弟对视一眼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汤星 卢桑 早就发现了 九铜黑水溪 一直担心 此兽会亲自出手 先兽的势力 非是他们能抵挡的 他们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定海戒石上 只要有定海戒石 三千里海域 可保无恙 这也是为什么 江浩始终担心 定海戒石 大于先兽缘故 看到定海戒石 已经被陆尘修缮完毕 两人松了口气 来到陆尘的身边 谨慎道 道友 定海戒石已经修复了 我们快走 只要回到三千里海域 就算他是先兽 也奈何不了我等 众人心中燃起求生的希望 说到底 让他们全力守护永生群岛 除了江浩的义气 和修真中人的血性之外 根本再无其他 看到先兽 众人早就打起了退堂鼓 不想再战 听见汤星和卢桑说起 众人马上频频点头 大战至今 散仙修饰已无胜算 再打下去 无非多死几个人 或者全灭 陆尘点点头道 好 走 汤星卢桑也不想再待下去 修炼到现在的境界 谁也不想把小命 白白地扔在这里 众人慢慢退去 小心翼翼 以防凶兽再度扑上来 可当众人飞了一会儿 却发现站在面前的 陆尘一动不动 汤星卢桑心中一脸大急道 陆尘道友 快走啊 陆尘没有回头 冰冷的气息不减反增 头也不回地说道 你们走 那你呢 虽然不知道陆尘把自己两人看成什么人 但五家兄弟现在对陆尘已经是做师尊辈分的人物 看陆尘不走 两人心中大急 陆尘终于回过头 少有的露出两排小白牙斜斜地笑道 你们走吧 区区凶手 还奈何不了我 散仙众人还没开口 远处酒同黑水溪放声大笑 像是听到了这辈子最好笑的笑话似的 瘦吼声激起一股声浪 将身边的海面吹得轰轰作响 臭小子 你真是肚之俗字是怎么写的 吹牛也不选个地方 今天别说是牛 就连他们也休想离开 灭了永生群头 本先便可直到众仙狱 成为凡间界最强者 小的们 动手 鹤令传出 无穷无尽的凶兽发出震天的咆哮 有仙兽坐后盾 永生海域中的凶兽再不惧怕陆尘 蜂勇般的朝着一众散仙高手扑来 大喝滔滔杀声震天 汤星卢丧见状 愤恨的跺了跺脚 心下意横 举起法宝 阵臂高呼道 道友们 永生群岛同舟攻击 不能输给这群畜生 杀 喊杀声响起 最先响应的便是五家兄弟 两位胖老看上去挠满肠肥 动起手来 一点都不含糊 袖子一甩 就是十来件法宝飞出 将前面方向的凶兽 啥得血肉横飞 跟着 散仙一脉也不走了 也许是陆臣狂妄激起了众人心中的血性 一个个牙字必报的再次折返 以小谷的势力横冲直撞的奔向凶兽大军 敖战再起 群雄怒笑 辽阔深海 法宝光芒冲天而起 血光四溅 酒桶黑水溪发出震天的咆哮声 从海浪飞起 不可一世的扫视着在他眼里蝼蚁般的存在 满是不屑的 我不是人类 根仙今天就让你们知道知道 什么是先例 烧死 酒桶黑水溪动了 血盆大口喷出腥臭之风 浓绿的毒物呼啸而来 时空仿佛凝滞在这一刻 汤星 卢桑等一众散弦高手 已经做好了复死的准备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陆臣也动了 不动如山 动则千军 只见陆臣凭空踏起一记响雷 身形高高跃起 拿着左手还负于背后 右手轻轻抬起 他的眸子里满是轻蔑于不屑 看着酒桶黑水溪 如同看着一只死雾 哼 无知的是你 刚入仙境便妄成无敌 你看走眼了 陆臣冷笑一声 使得大战的现场陷入空前的沉寂 所有人和兽都仰望着高空中 那道伟岸的身影 目光之下 天光大开 一缕暗金色的光芒 从陆臣的指尖涌射至高空 随后画成一条细弱油丝的金线 陡然射出 没有过于震天响起的轰鸣 所有人便是听到一记 近乎撕裂的空气的锐笑声传出 顷刻间 朝浪以不和大道治理的方式 骤然回归海底 海面上 马上变得平滑如镜 雷云风暴也夺落到乌云中 天地一片济然 只有那道光带着磅礴 恐怖的杀念 自陆臣指尖射出 飞快地掠向九桶黑水溪 当然 随之而动的 还有陆臣 我自杀 逆仙 逆仙 如中明般的明音 在天地间响彻 远传亿万里 九桶黑水溪还在猙獰地大笑 表情实话当场 而那道光 破灭一切无从阻挡 以令人发指的恐怖速度和威力 穿透了一切挡在暗金光线前的凶手 狠狠地射入到九桶黑水溪的血盆大口中 让人难以置信的一丝血线 随着暗金光线 自九桶黑水溪的头顶射出 好一缕妖异的雁红 仿佛血月般耀眼 而此时此刻 天地回归平静 百万凶兽全数呆滞在海面 空中 海底 九桶黑水溪同样停住 那售吼声未消 却再无征伐滔天的气势 一切都停住了 包括时间 只有九只巨桶充斥着恐惧于不信 逆仙 陆尘的贺声还在空中回荡 有如天神范音 使人无从抗衡 散仙修士们一个个看着前方停下来的凶兽大潮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突然间 风云再起浪笑翻云 紧随而至 便是海天一线下 那无数凶兽连珠泡似的身体爆炸而开 化成一朵朵巨大的雪花 一股股惊人的血泉扩散开来 碰 最后是一个九通黑水溪 达数百丈的瘦身轰然炸得粉碎 一颗内丹冉冉升于高空 众人根本没看懂 就看到陆尘诡异的出现在九通黑水溪内丹的面前 一把将内丹抓在了手中 唐兴咽了咽口水 两只眼睛瞪得比牛眼睛还要大 死了 死了 仙兽就这么死了 卢桑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用力地揉了揉 的确 九通黑水溪连话都没说出来 直接死在陆尘的手上 死了 五家兄弟数百散弦修士 感觉到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 妙杀仙兽 众人心里迅速生起一个极为震撼的念头 目光投向手握内丹的陆尘 突然发现 他的身形已然化成了晴天巨著般 于天地间屹立 无人可挡 视线环视中 无数凶手心生忌惮 背吼着退去 没多大一会儿 整片海域竟连一只凶兽也找不到了 显然 在这般群龙无首的情况下 没有凶手敢去犯杀神之怒 大海重归平静 剩下一众散弦修士们 不知如何是好 今天给他们震撼太多了 而且还是全因为一个人 陆尘闭关三百年 不仅参透了定海戒石中的玄机 完美地修复了定海戒石 更是以一人之力秒杀了仙兽般的存在 九通黑水溪 那道暗金光线 仍旧历历在目 超脱大凡也不过如此 以陆尘的修为 甚至已经超过了刚刚离开的江浩 因为江浩也不能瞬间秒杀九通黑水溪 震惊已经过去 汤兴和卢桑反应极快 两人使了个眼色 当众败倒在地 道 汤兴 卢桑 参见大长老 武家兄弟闻言 也赶紧败下去 还有那些散线修饰 语出恭敬 陆尘救了所有人 救了永生群岛 这种恩德千言万语也无法说清 众人只能以行动代表自己心中的静慕 陆尘飞了回来 神态平和 似乎刚才那一战 跟他没有半点关系似的 脸不红 气不喘 微微一笑道 不必多礼 众人起身 眼神中那么敬重 丝毫不减 陆尘用实力征服了所有人 在众人眼中 他就是凡间的仙人 真正的仙者拥有无上的仙力 五华五卫挤出人群 表情尴尬 两人虽然固执 不愿服人 但是经历此意 他们被陆尘的心胸实力 深深折服 想都不想双膝跪地道 五华五卫 昔日游言不识泰山 对大长老多有偏见 请大长老恕罪 陆尘看着两人 赞许地点了点头 五家兄弟虽说很讨人厌 不过也算光明磊落 不是有句话说吗 叫知错能改 善莫大言 陆尘也不是小家子气的人 自然也不会怪罪 于是说道 不知者不怪 两位请起 陆尘越是豁达 两人越不好意思 跪着不起 最后 还是在汤星卢桑等人的劝说之下 站了起来 海面上空风暴仍存 雷声轰轰 但散仙修饰 却是心中一片光明 击退了凶兽大军 永生群岛以后 自然安宁许多了 再有定海戒时 已经修缮完毕 相信几千年内 都不会出现问题 大家喜气洋洋地交谈着 心情很是不错 宁乌鸦说过 能够修缮定海戒时 就能取江浩而代之地成为永生群岛的大长老 陆尘也不客气 达到这种层面 他看淡了许多 也知道了不少的隐秘 六字杀绝大成的那一刻 陆尘感觉到自己的子府原鹰 所有法力都转化成了先元力 自己已经是真正的仙人 没有受到上界的感召 可能是煞气的缘故 陆尘也乐得去修炼上古仙术 于是笑道 此事一了 海中尚有无数内单 中道友先去把内单收起来 再找找有没有失去道友的仙体 若是有完整的 带回去葬了吧 我们回去再说 对对 汤星偷偷竖起大拇指 大家众志成成 幸运活下来的 的确要为死去的同道中人做些事 尽管不太可能找到他们的尸身 但还是要建一份心意的 于是 众修士在汤星卢桑二位长老的带领下 纷纷下海寻找逝去修士师身的同时 把凶兽的内单都收了起来 好家伙 近二十万的凶兽内单 足够大家分配享用了 要是不来深海修炼的话 就算坐在岛内 炼化个几百年都不成问题 凶兽大军已退 深海再无危险 找了大半天 结果只找到了五具 保存还算完整的尸身 其余的 不是随着海浪卷到别的地方 就是被凶兽吃掉了 众人心情一阵低落 最后来了几个散仙 认出五人的身份 把尸体带了回去 回到永生群岛 三千里海域当中的永生殿 修士们也精疲力竭 大多回去休息了 五具尸身由汤兴命人找了个好地方葬下 众人都是修炼了几千年 甚至上万年的老怪物 对于生死早已看透 也没太多伤感 陆尘和汤兴 卢桑坐在永生殿 陪同的还有五家兄弟 两人没有加入大战 自然不会疲惫 五人坐了下来 汤兴很快取出大长老的腰牌 递了过去 恭敬道 大长老 这是永生岛大长老的身份腰牌 请您收下 指此牌可通往五六七三层 休息上古仙术 以可号令岛上修士 陆尘把腰牌拿到手里 也不多看 就揣了起来 说道 本座此次荣灯永生长老之位 相信时间也不会太长 此后本座准备去上三层 看看上古仙术的典籍 就准备离开 永生岛日后 还要靠几位了 陆尘说得平淡 不过听在四人的耳中 却难以平静 卢桑惊道 大长老 您刚刚坐上此位 就要离开 是啊 永生群岛 向来有高手坐镇 大长老 您刚刚修缮了定海戒石 万众归心 现在走 叫我等情何一看 五华五位也说道 对啊 陆长老 我们兄弟从来不服人 您是让我们唯一心悦成福的 您走了 长老之位势必空缺 这个位置别人坐 我们不服 两人气哼哼地说着 牛脾气怎么也改变不了 以前对陆尘不服 现在服气了 想要找人取代他的地位 两人不赞同 陆尘呵呵一笑 直到这二位性子直爽 说道 此事本座已有定夺 本座走后 永生群岛虽没有高手 但几位的实力也不弱 定海戒石已然修缮完毕 万年内不会出现问题 就算出现问题 本座也把修缮之法传给了五华道友 还有五位道友 相信两位日后修缮也没问题 本座感受大道将临 不久便可离开凡尘 就算现在不走 日后也要离开 所以本座打算 把大长老的位置交给汤星长老 由卢长老来做二长老的位置 至于三长老的位置 不如就选两人 由五华五位道友共同管理 你等四人联手 相信保证永生群岛的安全 不会有什么问题 再者说来 近日本座看到永生群岛的修饰 虽然来自众仙玉各方 但能以永生群岛为重 众志成城 日后的问题也不大 陆尘侃侃而谈 竟把后路想好 四人听完 虽然还是不想让陆尘离开 但知道他说的也没错 陆尘修到这个地步 早就可以超脱凡尘了 留在这里 不会再有静静 总不能因为永生群岛的事 耽误了人家的修行 四人对视一眼 也不说话了 见四人一脸不情愿的样子 陆尘暗笑不语 诸事已毙 五家兄弟回自己的洞府 随后马上进入了四层溶洞 去领悟定海介石的炼制方法 两人也是能够炼制仙气的存在 有了陆尘的传授 学习如何修缮定海介石也不难 因为这次永生长河凶兽变动的缘故 给大家提了个醒 随后 汤星几人还开了个小会 吸收了两个一劫的散仙 重点培养 一方不备 陆尘心记着前玉门众人 怕自己什么时候必须飞升 想着赶快去看看上古仙术 然后回前玉门 交代一番准备离开 所以也没休息 直接上了五六七三层永生殿 还是九曲连横的金碧辉煌的溶洞 自五层开始 就是一种种上古仙术的课文了 有自转 有刻画 有的干脆就是一个符咒 陆尘看得眼花缭乱 他闲逛似的在三层分别转了一圈 因为时间不多的原因 陆尘决定就在七层修炼 七层有不少上古仙术 看上去比例不同 大多是前人所写 让陆尘感兴趣的是一本书 很厚的一本书 上书天机总纲 宁武雅说过 天机造化 乃是仙人所必修的课程 下界的吐纳之法 都是为领悟天机做准备 陆尘把书从一个实质的圆台上 拿了下来 打开 仔细阅读 非夜所著的言论 跟宁武雅口述的大相径庭 没有区别 陆尘接着翻了下去 在总书一纲中发现一个惊天的秘密 书中云 大道繁衍 亘古有存 三界六道之中 修仙之觉有如长河星宿 不知凡己 然而 以阴阳五行而定论 总该可分五类 是以 天机金术 天机木术 天机水术 天机火术 以及 天机土术 五行术法 天机虫九 可分类这术 多不胜术 而上古仙术 乃大神通者 感悟天地所创 以五类囊括之 不出其用 这段话好理解 上古仙术 都可在五行术法的归类当中 不管什么名称 威力的仙术 永远脱离不了 金木水火土五行 就比如 血魔 虽然是六道中一类 但 以血为平 说不得也属于 水灵根属性的一种 只不过 用法和韵力不一样罢了 再比如 天魔主修肉身 猿鹰布满金元力 以求至刚至强 虽气欲魔性 实则乃是金之极 如此 陆臣明白过来 不管是三界六道 永远都无法超脱 五行所负 这就是所谓的天机总纲了 继续看下去 然则 天地自混沌初开以来 衍生天地变为阴阳 阴阳二气与五行并始 最一阴一阴阳可列天机 除了五行还有阴阳 阴阳二气一分为二 衍生天地 说明阴阳五行 乃是天地间最厉害的七种原理 陆臣沉思着 阴阳二气也存在天机 天机果然囊括天地了 五行咒法外 神石之力 灵魂之力 便属阴阳 书中举例 陆臣更加明白了 比如 伤仙咒 就是纯灵魂攻击 直夺猿鹰 不输五行 归类阴阳中的阴 天机共九遍 可相互配合 掌握越多 威力越大 五陵其极 感悟阴阳 便可大道无边 陆臣道抽了一口凉气 按道 这句话就是概括了 五陵其极 在感悟出阴阳治理 大道便无限制 怪不得说 五陵根的修饰 乃是天才 要知道 生下来就五陵其倍 所学先觉 就不会有限制了 而修真者 依靠领悟道法 飞升成仙 成仙后 就是感悟天地治理 跟单一的修炼土纳之法 提升本身的原理相比 又有了一个极大提高 一个是修自身 一个是修大道 悟天机 明白了天机为何 才是真正的超脱 悟天地 入苍穹 变为造化 终于 陆臣又看到 造化二字 总纲所述 虽然没有仔细地提及 何为造化 但是 陆臣看完 多多少少明白了不少 将天地阴阴阳五行之力 完全掌握 就能超脱 并拥有造化之力 就算不能将五行完全理解 精言义种 精言义种 也可以达到造化 比如 水之造化 火之造化一类 当然 这只是陆臣单方面的猜测 具体应该叫什么 恐怕要到仙界 才会明白 不过 陆臣现在已经知道了 造化一时 是从阴阳五行而来 总算对日后的修炼 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了 灵物到这儿 问题又来了 那么 煞道算是哪种 阴阳 五行 还是 另有其他 总纲没有记载 地煞逆天境 没有讲述 陆臣拿出天煞图仙境 快速反看 顿时眼前一亮 现在的陆臣 已经完成了六字杀的要诀 可以修炼天煞图仙境了 迫不及待地打开以来 陆臣十海 顿时进入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万里虚空 尘埃浮动 一片云雾蒸腾的景象 煞气精华不再是黑色 而是纯正的暗金色 那一朵朵浮动 尘埃都散发着暗金色的光彩 整片空间都是暗金色 以往连打开都奢望的 天煞图仙境法门 在陆臣的脑海中 铺开长长的修炼画卷 钢风怒卷金云 一排排暗金色的文字呈现出来 煞为天地不容 仍旧是这句开场白 煞道起始篇章 地煞逆天境都曾有提过 并且敬老乌婆婆 不止一次告诫自己 煞道为天地不容的话 然而修炼过地煞逆天境 打开天煞图仙境 给陆臣的意境全然不同 如果说地煞逆天境下的陆臣 乃是不是的魔头 狂妄的杀神的话 那么天煞图仙境给他的感觉 更是高傲凶星 藐视一切的孤神 天煞图仙境 让陆臣的心智识海 同时跃入了崭新的层子 一个是地 一个是天 刚煞放弃怒 修为达者 方可溃天机 物煞钢 夺造化 天煞第一钢 列前境 咦 石海中 暗金云朵密布的天空中 只浮现一排小字 紧随着便是修炼的口诀 让陆臣颇为差异的是 天煞境 境跟地煞境不同 天煞境需要修炼达到一定境界 才能看到下一个层次是什么 此乃天机 只能靠领悟 不能泄露 然而陆臣从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 能够看出 天煞又称为刚煞 共有七怒 也就是七个层次 而第一个层次 变为列前境 修至天煞境 天怒人愿皆可为补 此缘蕴含天地灵气中 又或修着应时气中煞经 看到这里 陆臣顿时欣喜起来 须知道 达到现在这个地步 欲瓦空间中的煞云 早就吸收得一干二净了 陆臣还发愁 到哪里去找更多的煞云 原来不用 修炼到列前境 修饰的神识 就可以提升煞道的修为 想想也很正常 其实煞就是人的怨气 煞心 自然可以在神识灵魂中找到 修为越高 煞的人越多 修者积攒的煞气便越多 所以提升煞道修为 不是修饰的原因 而是神识修养 比如仙人修炼 除了灵丹妙药之外 最多的就是收集修饰的原因 但是陆臣收集原因 只能补充自己损耗的法力 无法提升修为 只有修士的神识修养 汲取过来 才能让刚煞增长 除此之外 汲取别人法宝中的煞气也可 当然如此一来 对方法宝的威力就要减弱了 上界的天地灵气中 也就是仙缘里 同样有煞气精华 不过天地灵气中的煞气精华很少 吸收也很麻烦 虽然经过长时间的提纯炼化 才能提升本身的修为 少 比没有强 要是没有修士的神识 法宝的煞气 只能靠吸收天地灵气修炼了 以猎前镜修炼方法的介绍来看 普通的仙人 假如以天地灵气为十之术修炼的话 煞道者的煞气 只占有其十之一二 不会超过三 也就是说 天地灵气中的煞气 只占十分之一二 这也是煞道修炼的困难之处 快不得煞道为天地不容 如此慢的修炼方法 谁不出去大肆地猎杀修士 守取神识之力 谁不出去找别人的法宝吸收煞气呢 不管是杀人还是猎宝 都会引起别人的不满 不遭到追杀才怪呢 不然的话 那就是能用天地灵气的十之一二来修炼 但是结果会很慢 慢的让人发疯 陆尘明白了煞道的修炼方法 心中颇为感慨 列前境分九层 每一集都有修炼的口诀 是以吸收煞气的方法 陆尘暗暗记下 却想不透煞道与天机在哪里有关联 想不通没事 陆尘本意没有急着修炼列前境 他还是想看看永生殿中的上古仙术 有何特别之处 试着修炼了一下天煞图仙境 列前境 陆尘惊喜地发现 第一层的口诀并不难 眨眼的功夫 煞气精华就随着仙诀的运转 在体脉中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周天循环 陆尘跟吃了兴奋剂一样 打开第二层口诀继续修炼 果然一马平穿 没有丝毫阻隔 沸腾的法力就跟海水一样 死虐地奔笑在死至百害 说不出的舒爽和畅快 片刻的功夫 陆尘完成了二级列前境的修炼 这时候陆尘已经忘记了上古仙术 全身心地投入到修煞的快感当中 毕竟煞到才是自己的根本 继续修炼下去 陆尘开始失望了 他发现自己只能修炼到第二层 第三层口诀运转了几次 丝毫没有成功的征兆 陆尘收工坐下 仔细地分析了一番 按道 是不是六字杀绝的缘故呢 杀气一满 让自己的法力全数转化为先缘力 足够修炼到二层 要想静和第三层境界 恐怕只有去先进 或者实力提升才行 而二层列前境 代表着什么呢 烦乱了想了一会儿 没什么进展 陆尘方才长出了口气 无奈地摇了摇头 列前境二级已经是极限 陆尘不敢冲动地继续修炼下去 怕走火入魔 收起念头 就把注意力转向石壁上的课文去 七层的永生殿的空间很大 溶洞九曲连横 多达数十 陆尘一个个观看 其中五行术法阴阳法诀多不胜数 很大一部分是说明上古先术的厉害之处 配以行功的法诀 上古先术之所以难练 就在于即便有法诀 也需要机缘才能学会 比如陆尘站着的地方 上面就是一个先辈高手留下的上古先术 名为燕燕咒 乃是火灵根属性的咒术 此咒威力极强 能在方圆百米之内 画燕燕于无形 举手之间焚鹰化石 杀敌于无形之中 防不胜防 当然 施展此咒术者 实力越高 成功可能性越大 若是对方的修为比自己高的话 成功的几率就会很小了 小的几乎不可能成功 如果说焚荒灭尸印乃是群杀的先法 那么燕燕咒绝对是单杀的最强杀招 因为此咒不但运绝速度极快 还没有任何的征兆 敌人感觉到的时候咒术已成 火焰已经在猿鹰和神石上燃烧起来 绝对是行走江湖 暗杀偷袭的无上法门 修炼到熟练的地步 一个念头就会要了人的性命 当然 陆尘看到燕燕咒 挪不动步子 不仅仅是因为以上的原因 让他最为欣喜的是 要是能修成此咒 自己就可以以黑煞心火发动攻势 杀敌后还能把对方神石掠夺过来 汲取对方的怨气 进而转化煞气本源 提升修为 而陆尘很幸运 以他本城焚黄灭尸印 逆元兴煞术两大上古仙术的修炼经历 想要领悟燕燕咒并不困难 陆尘只看了几眼 就有所获 当即马上坐在地上修炼起来 日起月落 又是一朝清晨 三天后 七层永生殿 响起一记畅快的笑声 哈哈哈哈哈哈 焰焰咒 坐在大殿内的路尘 指点心窝神念一栋 不远的百米开外亮起一瞬的火光 此光在洞内凝聚成若有若无的一个燕子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仿佛从来没出现过一样 若是仔细望去 便能发现在燕子出现的位置 空间被啄出了一个小小的黑洞 黑洞周围一刹那的气流收缩 把那里变成了真空 方才消失 成功了 陆尘欣喜莫名 想不到燕燕咒这么好学 一学就会 回想了一下 他发觉燕燕咒与逆元星沙术同样难练 为什么这次这么快就成功了呢 难道是因为自己法力权术转化成仙元力的原因 很有可能 陆尘眼中闪过金光 宁武鸦提挂 仙人重于修上古仙术 三千大道 每人都会几种 肯定是仙元力的原因 让自己对大道的领悟从莫名中提升了许多 方才如此容易地学会了一种上古仙术 这么说来 难起大生术就不是问题了 乍然间 陆尘灵光一闪 马上响起难起大生术来 竹头 雨滴状的符咒从脑海中浮现 相比许久之前更为清晰 充斥着磅礴的生机之力 陆尘欣喜若狂 指动中 将雷王体内的木雷生机之力运起 飞快地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大的符咒 正是难起大生术的咒纹 陆尘修炼过难起大生术 而且是整整几个月 早就记得滚瓜烂熟 这一刻 轻描淡写地施展出来 根本没有任何的组织 行之流畅浑然天成 咒服挥出 金色的溶洞中 仿若蒲匠甘霖良风送爽 陆尘整个人都畅扬在曼妙的生机之下 不能自拔 就好像在清澈见底的西湖中畅游 无比舒适 成了 修炼了几个月也没有成功的难起大生术 就这样成了 别看陆尘肉身神石超脱了凡尘 能够瞬间领悟出难起大生术 高兴得他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也难怪 不管是谁 眨眼间修成了如此恐怖的仙术 也会高兴得手舞足蹈 事实上 这与陆尘当初 参悟难起大生术的关系 是分不开的 没有几个月的辛苦误道 就算他天资纵人 也不可能这么快地修炼成功 不过因为这一点 陆尘倒是忽然永生出一个念头 难起大生术 只有仙人才能修炼 难道我已经超过了界限 成为仙人了 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没有受到上界的感召 破须飞生呢 正想着 永生殿外传来卢桑的声音 打断了陆尘的思绪 而听完卢桑的话后 陆尘连上古仙术也顾不得修炼了 大长老 魔境邪无传来消息 众仙玉有变 尊师了臣 请你速速赶回 众仙玉 天极星 陈湘古 昔日泰州皇家的遗址 现如今成为了前玉门的山门 巍峨泰州山沉于谷内 风鸾叠杖 木秀于岭 遥遥数千里 霞光生腾 放眼远眺 有白鹿 仙鹤 灵鸟 在云间穿梭 畅快鸣叫 泰州山四周 便是以八荒六合之法布置的庞大法阵 此阵名为太前 乃是数大高手百年辛苦所创 之所以称为太前 是因为创此阵法 其中的一人 正是前玉门如今的长教 了臣真人 太前大阵始于众仙玉 泰州皇家与前玉门一战百年之后 结合泰州山内的层层阵法尽致 推演出来 环山而设的秀林 浓密聪裕 四季长青 山下三百里外 则一条汹涌长河 此河长九万里 宽八百丈 乃是会地气之权 九千八百眼而成 河水两岸 乃是一处处秀岭俊风 风中无数大小动作 若宝石般嵌于其内 远远一望 正是九宫飞行图的阵势 气势辉弘 波澜壮阔 大有雨天争势之威 太前大阵正北 阵眼自南七十里 便是一座高达数十丈的巨大山门 山门以粗圆的红木为极座 三十三项圆润白玉石 雕琢而成 光洁玉仙 气息古朴 大有仙家之风 山门顶部则是 丰都乌合腰总等 各派合力赠送的扁排一面 上书 前玉门 步入此门 进入眼帘 率先是一处极大的广场 青石铺地 镜面般的地表 反射出日轮的光辉 中央一口红顶 高达数丈 顶内高香 也是众仙玉最高级的烟红香 足足一百零一柱 每一根粗弱小树 香气弥漫于高空 锁宁烟云 竟是笼罩了整座泰州山 顶后便是前宁殿 惠客义士之场所 此殿原名泰州殿 经过修缮改名 寓意着泰州皇家再不存在 而前玉门将是此地的唯一霸主 广场上旗帜鲜明 烈烈作响 无数弟子从四周庙宇般的香屋行出 颇有规矩的各处修行 练宝 盐服 筑丹 打眼一瞧 足有数万计 陈中木谷 和风闻絮 花香 自后方百里要员回荡而来 为陈香谷前玉门 增色不少 就连远在陈香谷外 各种鸟兽 都无法抵挡这般诱惑 于空中和鸣 笑取鸟鸟 如此清晨 如此景 饶是心绪不宁之辈 站在苍山顶端 望山观海 都很快会归于平静 今儿感悟大道之昌荣 心平气和 神是修为立长 然而就在太州山顶 钱玉堡中响彻九计之后 钱宁殿内却是一片肃然和沉寂 低沉 压抑的气息 正缓缓地占据着数千尺的空间 令人心思沉重 无法平静 殿内云集着大量高手 自了臣掌教旗下 三大渡劫中期大圆满高手 陈曲 弹台校虎 蓝霸 坐在长老席首座 左右两边是庄文元和祭宝 再往下 范云 罗星炎 慕容雨昕 方子欣 徐静 慕元清 铁山 项玉兰 蓝青 蓝元 蓝猛 等等 要是陆辰回来 还能看到四大古仪仙族的龙战 朱雁 白傲 陆涛峰 盘云 仙子 也在起列 绿斗和苗瑞也被邀请过来了 云脑和杨博恭恭敬敬地 分别站在两人的身后 沉思不语 小金龙岩坐在末尾 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好像殿里就他们两人对发生的大事漠不关心 金修则是坐在了尘身边 没办法 他的修为直逼了尘 两人不相上下 虽然是陆辰的金魁 但在前玉门的地位 绝不比庄文元等人低 从侧面角度来看 除了了尘尘 陆辰之外 他可是两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存在 过不多时 殿外传来一声长笑 高亢而让大殿微微颤抖 了尘目光一宁 眼露喜色 旋即起身 望着殿外 只见殿门口一行三人的身影 出现在金碧辉煌的大殿中 正是天妖乌星门 以及手下两大巫王 巫通巫灿 三人的神情同样凝重 许是一些大事 让三人跟了尘见面都高兴不起来 进入正殿后 众人起身见礼 乌星门只是摆了摆手 便坐在了早就设好的席位上 哎 陆辰还没回来 乌星门刚坐好 忍不住问向了尘 老陈摇了摇头 颇为担心道 哎 贫道一命人通过血污 把消息传到了永生长河去 相信他正在路上 时间不多了呀 乌星门长出了口气 老陈瞳孔一缩 沉声道 各派反应如何了 乌星门说 富满道友 我已接到封上 道须妖宗 魔镜佛门 都已经跟上妾取得了联系 恐怕上面已经派人下戒了 仙人 众人心内同时一抽 嗯 乌星门慎重地点了点头 黄泉老鬼 私下告诉我 这次出动的 贤界之人 乃是鬼仙 说不好什么技术 但绝对很厉害 鬼仙 辽臣等人 对上界所知太少 尽管收了泰州皇家 但以黄雀灵 这个爆发户来讲 收集的点击 也一样少得可怜 辽臣问道 鬼仙 是什么级别的高手 乌星蛮深吸了口气 像是费了很大的力气似的 才说的 诸位有所不知 上界仙人有明确的层次划分 就比如鬼界 最差的便是鬼仙 其字是鬼君 鬼王 鬼圣 鬼皇 鬼尊 最后是鬼弟 每一个称号分为九级 封都下来的使者 是什么级别 我不清楚 但实力最少应该是一级鬼仙 毕竟仙人不是随便可以下界的 下界之人不但要通过各界之主的认可 还要压低修为 以求凡间界的平衡 所以大多是一级的鬼仙 道友可不要小看了这鬼仙 虽说只有一级 肉身 神是原因 可都是达到了真正的先品的层次 我等大成器高手 在人家眼里一文不值 修为强大者动动手指 我等就会烟消云散 这么恐怖 五星蛮小心翼翼的说着 还是引起了殿内极大的轰动 庄文员擅长各种算计 对什么事情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 于是问道 大人 不知其他宗门来的是什么人 实力又将如何划分 众人马上竖起耳朵听着 上界的事 下界很难知晓 就算没有这件大事 他们也要仔细地听听 仙界是怎么回事 乌星蛮点点头 由于此事事关重大 他不得不小心地提醒众人 自然而然地就当起了解说 三年刚给我传音 佛宗来的是罗汉 这罗汉跟鬼仙一样 也是仙界最弱小的存在 同时也是我等无法比拟的高手 佛宗与仙有所不同 具体分为罗汉 尊者 大慈菩萨 因果经佛 贵真天佛 普行佛尊 佛帝 妖界自简单一些 分为妖仙 灵妖 妖将 妖王 妖皇 妖尊 妖帝 这次来的应该也是一级妖仙 还是大力雄王一脉 纯以肉身修行德法 魔界实力化分为修罗 魔将 魔帅 魔君 魔王 魔尊 魔帝 此次前来的乃是血魔一脉的修罗 至于道虚 除了仙界的仙人之外 还有很多使人类修炼飞升上去的高手 人和仙到了仙界是一样的 分为天仙 真仙 大罗金仙 玄仙 仙君 仙尊 仙帝 纪宝一拍大腿 打断道 我知道了 来人一定是仙界的天仙 还用你说 范云冷瞪了纪宝一眼 某人咧着厚厚的嘴唇 憨憨的笑了起来 乌星蛮点了点头 说 嗯 没错 总之来的都是上界的仙人 数量不得而知 黄泉老鬼没跟我说实话 不过据我猜测 竟需空间中隐藏一个极大的秘密 廖臣道友 我等也共同探索过 景序空间出现的仙府 虽然无法打开大门 但就黄泉老鬼话里话外的意思 好像没有真正仙人的实力 根本打不开那里的禁止 不过 一旦禁止被打开 大成其高手艺也可进入 所以才找道友商讨如何对应 众人听得唏嘘不已 竟需空间在二百八十年前崩溃之后化为泡影 几乎整个仲仙玉的修士都认为 竟需空间不复存在 但是此后 上古神魔战场中的古神法体突然消失了 这让有心人不免猜测到了什么 随后 不少修士探索密地 终于在最近发现 上古神魔战场的核心出现一个巨大的仙府 此仙府气势磅礴 拥有浩海禁止 大成其高手也无法进入 这才惊动了上界的修者 众仙玉除了武宗之外 天妖乌合 前雨门 邪佛一脉 在上界没有靠山 自然无法获取其中的秘密 但是放着一个极大的仙府摆在自己眼前 光用脚趾去想 都能想到里面会有很多宝物了 还说不养才怪呢 于是乎 武宗不惜耗费宗门的一切资源与商界通信 而乌合山与前雨门 当然走到一起商量对策 准备探险 了臣是个谨慎的人 听完乌兴蛮的描述 马上感觉到实不可为 但武宗下凡的仙人只有一个 加在一起不过是五个 就这么放弃 谁都不甘心 了臣想了想 问道 呃 仙人下凡 必定对境虚空间有所了解 如果境虚空间仅仅是一个凡间间密境 相信也不会如此行事动众 道友是否知道里面蕴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吴兴蛮蛮惭愧道 这一点说不清 就连黄泉老家伙都不敢透露半个字 我哪里会知道 老臣想想也没错 竟虚空间惊动了上见 就算前玉门和乌合山跟丰都的关系再好 恐怕人家也不会说出各种的原因 毕竟现在黄泉已经做不了主了 人已经到了吗 辽臣又问道 已经来了 乌兴蛮说 线下乌宗正设验款待上界使者 并着手准备涉足境虚空间 取得重宝 竟虚空间到底隐藏什么秘密 辽臣眉宇清皱自言自语 乌兴蛮说道 不管是什么绝技简单不了 不知道道友是什么意思 辽臣抬了抬眼皮回道 道友是想冒险一试 嗯 乌兴蛮狠狠的点了点头 咬牙道 我等修行已久 下界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动心的了 如果能够通过境虚空间得到进境 再好不过 只要你我联手 加上金修乌通乌灿 我方就共有五个大城汽高手 远远超过五宗各脉 虽然没有仙人做考山 只要对方不专横阻止 想捞些宝物应当不成问题 就算里面什么都没有 见见失眠也好 要是能够得到一两重宝 日后对乌合前欲两派也是好处多多的 这 事实上 了尘早就动心了 试想 能够惊动上界修士的仙府 还能简单得了吗 只不过 了尘为人谨慎 小心 轻易不会拿自家弟子的性命开玩笑 所以才一直犹犹豫豫 没有硬撑下来 让乌星蛮不得不亲自前来商谈 选思来一番 了尘还是不能决定 说道 道友 非是了尘不同意 而是此事千连甚大 一个不小心灭门都不无可能 要是小兔回来就好了 说不得还能多一分胜算 绿斗道友 你意下如何 了尘看向绿斗 此间 在内的除了乌星蛮所说的五人之外 绿斗也是大成器高手 也有能力进入 之前没有提及他 是因为主要还要看了尘的意思 没错 绿斗道友的为人 陆某也相信 得道友相助再好不过 乌星蛮看了看绿斗说道 绿斗表情沉重 压力不轻 他只是一个大成初期高手 要不是有赵优八宝卢 五宗三族根本不屑把他放在眼里 绿斗道 贫道也想进去瞧瞧 要是道友不嫌弃 走一遭又何妨 乌星蛮文言一喜 修真人士都是水里来火里去 一步步杀到这个境界的 谁没年少轻狂过 但是修为越高就越胆小 这是必然的心理作用 能够见到绿斗毫无顾忌 乌星蛮也颇为高兴 辽臣想了一想 觉得应该冒一把险 说道 好吧 既然如此 我就跟金修陪大家走一趟 乌星蛮文言 顿时喜行于色 他本身没有追求 带着乌桐乌灿 早想着飞升仙剑 那和苦于大道艰难 始终运气不至 一直停留在大城中期 圆满的境界 不过现在好了 跟前玉门联手 自己一方六个大城七高手 只要拧成一股绳 再如何也不会被人小看 既然这样 我们就商量一下对策 乌星蛮似乎成竹在胸 说 竟需空间 只允许大城七高手进入 想来也是危机重重 我们不能贸然前往 大家盯着乌宗的动向 跟着他们 打开那里的禁止后 再做打算 我等如此这般这般 乌星蛮也不怕消息外泄 当众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正在这时 殿内浮现出一道身影 此人出现的片刻 众人便感觉到强打气息涌来 殿内众人 哼的一声 全数站了起来 什么人 不要激动 是我 爽朗 而又熟悉的笑声响起 身影的面孔 慢慢浮现出来 看到那张略带顽劣的面孔 众人顿时由惊便喜 陆尘 老大 你回来了 出现之人 正是陆尘 他从永生长河赶回来 去的时候 用了十二个年头 而回来 却用了不足一年的时间 就连陆尘都感觉到诧异 暗存 仙人的修为 不是下界修士可比 前玉门一众高手 四大古仪先祖的首领 乌兴满 绿斗 苗瑞 甚至了尘 都从坐席上站了起来 由于陆尘故意把修为 压制到大城后期左右 众人没有发现陆尘的进景 只感觉到 他无论在气势上 还是修养上 又有了一丝进景 不过随着多年 不见的重逢 倒没让众人感觉到其他 陆尘笑着跟众人见礼 环顾四周 压然道 咦 大家都在啊 小子 快过来 正好找你有事商量 辽尘也顾不得问 陆尘这些年 过得怎么样了 赶忙招呼着陆尘 坐了下来 盘云仙子和陆涛峰 虽然是陆尘的母亲和爷爷 但事关重大 此时也不着急叙旧 庄文元等人更不敢耽误大事 店内压抑的气氛 倒是把陆尘闹得一愣 这么紧张 什么大事 陆尘修炼至今 早就超凡脱俗了 要不是他生怕自己的气势 吓到众人 也不至于压制修为 所以在他眼里 事情再大也无所谓 别人可不这么想 辆尘看陆尘的痞子习气 有所露头 不悦道 还说小 大家都在等你呢 等我 辆尘少有郑重其事 陆尘收敛起笑脸 满是凝重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 乌星蛮招呼着陆尘 坐到他旁边 把静虚空间的事情一说 陆尘马上变得沉默起来 许久之后 陆尘问道 静虚空间现在怎么样了 有多少人看到仙府 很多 乌星蛮闷声闷气道 那座仙府很大 绝对是仙人的府邸 名为四央殿 四央殿 陆尘一愣 看向绿斗 静虚空间是自己和绿斗 最早发现的 可是 论到再早的时候 应该是南国格戎 和旋波山阮尘 南国格戎先不提 阮尘和绿斗 苗瑞都知道 静虚空间来历 出自四央静虚图 他看绿斗的意思 是想问 绿斗老人知道些什么 绿斗心下了然 摇头道 别看我 我也不懂 陆尘失望地点了点头 说道 以前辈的意思 静虚空间惊动了上界 不知道五大宗脉 都来了些什么人 乌星蛮尴尬地笑了笑 说 惭愧啊 虽然本座身为乌合山之主 与五宗齐名 但此当大师 还是摸不上鞭的 前辈也不知道 那就难办了呀 五宗的上界使者 都来了吗 陆尘又问 来了 多少人 陆尘所问 是有用意的 他了解自己的实力 五自杀逆仙 可以秒杀仙兽 而据乌星满所言 所谓的天仙 妖仙 鬼仙 罗汉 修罗 跟仙兽的级别差不多 无非是一级的角色 然而上界来的使者 可不同于 九同黑水溪这种 在下界靠吞噬 而强行突破到 先品层次的凶手 难保他们不会 一些天机变化 上古先术 这一点 绝不能马虎 只不过陆尘问 也是白问 五宗对此把嘴捂得很严 就连一直对 乌星蛮 无话不谈的黄泉 人都不肯吐鲁风声 想来 此事必不简单